欢迎收听传阅严谨小说《青史伊菲,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03集 柔家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金墨忽然就大声哭了起来 之前金墨告诉他可以吃到咸味的冰糖葫芦 他就让他去找 找了这么多天 终于找到了 可是咸味的冰糖葫芦他却没有吃到 金墨说过 咸味的冰糖葫芦要比甜的好吃一千倍一万倍 可是他却吃不到了 柔家 你别哭别哭了 等会儿我再去给你买 去之前我带你去好好玩玩 我发现陈珠府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可好玩了 金墨牵着柔家的手一脸诱惑 柔家看着金墨 即使是好玩的地方 都没能让他在失落中缓过神来 陈珠府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哪里有什么好玩的 说到陈珠府 柔家一脸的厌倦 天天在这府中 他真的是厌倦了 我带你去 如果你觉得不好玩 那我带你出城去玩好不好 金墨轻声诱惑着 听到出城 柔家脸上全是兴奋 柔家很高兴有金墨这样一个朋友 能带他玩耍 能让他在枯燥的日子里找到欣喜 柔家很高兴地跟着金墨在陈珠府内行走 直到他们走到陈珠府的东侧 那里有陈珠府的人把守着 那就是供应城外大军粮草的所在 是的 为了保证粮草的安全供给 粮仓就在毗邻陈珠府而建 只是谁都不会想到 为了保证粮草安全的粮侧 竟然会成了致命的杀招 当然 现在谁都不会想到金墨别有居心 在他们看来 他不过是个无害纯粮的孩子 和他们的小姐一样 他们这么多人守着 很好玩的样子 咱们进去玩玩好不好 里面一定很好玩的 而且我和你说的那个游戏 在里面玩 肯定会很刺激的 金墨小声地怂恿着周柔佳 眼睛里全是阴阴的期待 你不会是进不去吧 你不是说你是府里最受宠的小姐吗 你不是说 金墨见周柔佳 没什么兴趣 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 忍不住出言讽刺道 我 周柔佳想的是父亲之前的嘱咐 说没事不要靠近这里 这里是粮仓 关系着府中人的吃喝 可是 不过是一府人的吃喝罢了 真的不用那样慎重吧 再说了 我是城主府唯一的小姐 娘又深受爹爹宠爱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好像赌气一般 周柔佳看着金墨笑着说道 谁说我不能进去的 他们不过是府上的奴才 他们不敢不听我的 说完话 周柔佳就为了显示自己说的是真的 就走上前去 蛮横的腰闯进去 小姐 老爷吩咐过 谁都不能进去的 守门的侍卫为难地看着柔佳说道 那我就让我娘换了你 你应该知道 这府中后院都是我娘在掌管的 我就说你们集体欺负我 我只是想进去看看玩玩 我就不会做什么 你们不用这样为难的 我 柔佳说着 眼中的泪水就落了下来 一副委屈的样子 她确实很委屈 这些年她备受宠爱 这府中的下人还没有人敢拦她的 现在她要向金墨证明自己 他们却这样 看着周柔佳哭了 守门的侍卫脸色都变了 他们虽然守着粮仓 却也是府中的下人 谁不知道柔佳是成主老爷的心肝肉 她现在在他们面前哭得这样委屈 如果被有心人看到了 他们的饭丸可就没了 好了 小祖宗 你愿意进去玩就进去吧 不过进去 不许胡闹 一会儿就回来 那些侍卫终于还是被柔佳的眼泪给打败了 或者说他们不相信眼前两个小小的孩子能够闯祸 他们偷偷地进了仓库 几个侍卫一步一驱地跟在柔佳的身后 金墨没有说话 只是经常笑着看向身后的侍卫们 这笑容落到柔佳的眼中 就是讽刺了 她觉得金墨是看不起她 觉得她身后有这么多人的跟随 因为金墨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 想到金墨的洒脱 周柔佳脸上全是艳险 看向身后的人的目光里也只有艳雾 你们都给我下去 我就自己在这里玩 如果你们跟着我 我就 我就 死了算了 周柔佳看着身后的人 突然做出了要撞向柱子的样子 还好她年龄小 动作不够迅疾 小小的金墨就将她给拉住了 小姐 你千万不要乱来 你想做什么就做 我们不会拦你的 真的 几个侍卫见柔佳小姐往柱子上撞 脸色都变了 心地全是惶恐 金墨看着他们 一边拦住周柔佳 一边高声地说道 既然知道他不喜欢你们 你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走 你们是想真的逼死他吗 金墨的话 金雷一般地想在他们的耳畔 他们自然不想害死周柔佳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逃离 见他们都乖乖离开 周柔佳才献宝一样地看着金墨 笑声道 我厉害吧 你很厉害 果真这府里是你的天下 你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 金墨很是崇拜地看着周柔佳说道 他的话成功地让周柔佳的脸上全是笑容 那你快告诉我 咱们要在这里玩什么游戏啊 这里这么多粮食 一点好玩的都没有呢 周柔佳看着周围的环境 眼底全部都是失落 他还以为这粮仓中有多少好玩的东西 结果呢 除了粮食什么都没有 他只能寄希望于金墨给自己惊喜 金墨笑着从怀中拿出火折子 两个人一人一个拿在手中 笑声地说道 咱们比赛点火吧 看谁点的地方多 谁的火是蔓延得大 周柔佳愣愣地看着金墨 一时之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这确实是个好玩的游戏 可是现在是在粮仓里 这里啊 是我们吃的粮食啊 我们 柔佳有一些为难 看向金墨的时候也全是犹豫 真是笨呀 点小火呀 就一点点嘛 只是地方多点一点而已嘛 咱们一会儿就能够扑灭的 不会真的把粮仓给烧了的 再说咱们可以灭火呀 不仅是咱们 仓库外面那些侍卫是干什么的 周柔佳有一些动容 如果说点火之后可以扑灭的话 那确实是一个可以玩的游戏 我之前就把我家房子给点着了 后来我就喊人救火 后来房子就被救了下来 休憩一下就没事了 金墨说得轻描淡写 为的就是让周柔佳觉得 后果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周柔佳心底已经动摇了不少 金墨又在他耳边说了不少 不长时间之后他就彻底地放下心来 开心地和金墨做起了游戏 等两人将仓库的角落都给点着了火 集合在一起时 周柔佳的脸色都变了 因为火是比他们想得要迅猛得多 他们现在根本就扑灭不了 金墨看着身后升腾起的烈火 心底效益弥漫 只是看向周柔佳时 脸上却全是忧虑 金宝 咱们怎么办呀 咱们好像没有办法将火给扑灭掉 周柔佳着急地对着金墨喊 他现在是真的失了分寸 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 之前言之早早的金墨 现在也一脸的无措 当然 无措是假的 他总不会傻到镇定地 让人进来救火的 他要的就是火事不受控制 这些粮食微非湮灭 还能怎么办呀 救火 快点扑 能扑灭一点 算一点 金墨着急地说道 天地却是着急 周柔佳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判断能力 他只觉得金墨现在 就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可是他听了金墨的话 火事还是控制不住 他只感觉到 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热了起来 他们的脸都被炙烤得匪红 金宝 咱们快逃吧 不然会死在这儿的 看着越来越大的火事 周柔佳心底生出绝望 他高声地对金墨喊道 金墨看着火事蔓延地 无法控制 心底已经乐开了花 但是脸上还带着淡淡的遗憾 说道 嗯 还没完够呢 咱们先出去吧 周柔佳着急地扯住金墨就走 还没有到仓库门口 就看到了急匆匆赶来的侍卫 着火了 着火了 周柔佳看着他们 眼底泪水就溢了出来 快去救火 快救火 金墨拽了一下周柔佳的手 着急地对着侍卫们喊 现在这个时候 显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侍卫们只是扫了两个孩子一眼 就往仓库里面走去 只是刚走几步 热浪就扑了过来 火石蔓延得很快 他们连进仓库救火都成了奢望 只能后退一步 只是没有退几步 就是为拎着水来 一时间进来的和出去的聚到一起 进进不去的 出出不来的 一时之间仓库门口拥堵一片 金墨扯着周柔佳的手 从人缝中钻出来 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烟灰 周柔佳眼睛里全是惶恐 金墨怎么办 我这次好像闯了大祸 夫妻真的会打我的 周柔佳紧紧紧地握住金墨的手 现在金墨已经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一般 这次好像真的闯了大祸了 我也没有想到他控制不住火事 金墨有一些歉疚地看着周柔佳 他低着头一副不敢看周柔佳的样子 心底其实早已经乐开了花 那怎么办 爹肯定会打我的 周柔佳眼睛里已经全是累了 他从来都没有闯过这么大的祸 看着府内的人都向着着火的粮层奔来 周柔佳心底越发地慌乱 那咱们快逃吧 金墨小声建议着 脸上带着几分忐忑 他努力压制住心底的期待 因为将周柔佳带走 是他最后的任务 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陈珠府 娘亲会担心的 周柔佳一脸为难地说道 那就算了 我先逃走了 你在这儿吧 你爹一定不会饶了你的 没准还会打你呢 到时候 金墨一副遗憾的样子 还不忘记吓唬柔佳 柔佳听着金墨的话 眼泪再次涌了出来 他牵着金墨的手 说道 我害怕 那你跟我走就是了 咱们是好朋友 我会保护你的 只要咱们在外面等上两天 等你爹爹剃消了 咱们再回来 万一咱们在外面受了委屈 你爹爹会心疼的 到时候一定就会忘了咱们闯的祸 毕竟咱们也不是故意要闯祸的嘛 金墨小声地劝道 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 让柔佳安心了不少 金宝 我跟你走 但是你两天之后就要送我回来 不然 我会想我娘的 我 柔佳家小声地提着条件 其实他心底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坚持 他不敢面对父亲的怒火和责骂 逃亡似乎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放心吧 我会把你安全送回来的 咱们也不用逃到别处 你就跟我去我家吧 金墨小声地说着 努力打消 柔佳家最后的顾虑 你家好玩吗 肯定没有我家大的 我 柔佳家轻声说着 眼底带着淡淡的失落 即使清楚要逃走 但还是留恋着这个家的温暖 还是留恋着这里的生活 娘亲曾经说过 成主府的生活是别人家比不了的 我家很好玩的 比你家都大 还有很多好吃的 你去了才不会后悔呢 金墨低声说着 脑海中已经全是皇宫的画面 有父皇和妈妈在的那个地方 即使没有很多好吃的 也是自己心吃神网的地方 好 那我跟你回去 咱们得尽快 不然 我会被抓回去的 周柔佳小声地说道 燕蒂全是担忧 金墨看着他点头 然后扯着周柔佳的手就走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离开 不然等仓库的事情告一段落 城主一定会寻找罪魁祸首 周柔佳倒也是罢了 毕竟是城主的女儿 自己如果被捉住 怕是 想到这里 想到永远可能 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和父皇 见不到重楼那个笨蛋 他真是不愿意呢 金墨拽着周柔佳的手就跑 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城主府 向着城门口奔去 他现在倒是不怕出不了城 毕竟周柔佳就在自己手上 如果他能够说动 城门首将开门也就罢了 如果不行 他不记忆劫持一把周柔佳的 不过对于身边这个全身心都信任着的朋友 金墨心底还是有了淡淡的愧疚 如果不是两国纷争 他们真的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周柔佳是城主最宠爱的小女儿 守门的将军是认识的 所以在他说了要出门时 手架忙不迭地就把门给打开了 对于周柔佳的安全 他们倒也是不担心的 毕竟城外驻扎着紫旭国的军队 他们就是再贪玩 都不会去了大梁的军营 只是金墨好像是为了打破他们自以为是而存在的 在出了城门之后 金墨就带着周柔佳藏了起来 他有的是理由让周柔佳相信自己 他现在只需要等李将军带兵来攻打紫旭国 到时候周柔佳就是最好的筹码 金墨刚刚安顿好周柔佳 就听到大梁国的军营中吹响了积极的号角 看时间 现在城市还没有到 此时一定就能够攻城 到时候 金墨嘴角的笑意已经再也遮挡不住 只是那笑意让周柔佳莫名的心慌 总觉得错过了什么 可是他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一直被父母宠爱 哪里会想到世间复杂 哪里会想到面前这个好友的经历 远比他多得多 周柔佳虽然不知道金墨的深浅 在心底却已经将他当成了依靠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上历城 离开了爹和娘 他想再能够信任 能够依赖的只有金墨了 好在金墨的游戏都是新鲜有趣的 让他控制不住地沉浸其中 直到耳畔传来战场上的厮杀声 他才慌乱地看着金墨 轻声问道 咱们快点逃走吧 他们打仗了 我带你去看打仗 可好玩了 金墨看着柔佳眼底的怯懦 嘴角带着笑 轻声说道 不要不要 我娘说过 打仗是会死人的 我不能 太危险了 周周家逃离陈主府的勇气 都是因为他闯了祸 现在听着耳畔的厮杀声 心底已经全是坠坠 哪里还有胆量去呢 他现在宁愿待在这里 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救回陈主府 可是金墨显然不会让他如愿 因为在他拒绝之后 金墨轻声地说了一句 可是我们必须得去啊 战场是去我家的必经之路啊 嗯 我不去你家了 等他们打完仗 我就回家 金墨 我害怕 周周家听了金墨的话 眼底的泪水就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 如果知道逃出来会遇到打仗 还要上战场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的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金墨 我害怕 我 周周家之前还只是流眼泪 可是见金墨一副不容商量的样子 就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 他是真的害怕了 这一天他经历了自己出生到现在五年 都不曾有过的恐慌 他甚至隐约觉得 他如果继续跟金墨走下去 一定会遇到更危险的事情 欢迎收听传阅言金小说 青史伊菲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04集 他不敢了 他虽然犯了错 但是爹肯定不会要了自己性命的 但是如果他继续跟着金墨走下去 他觉得他真的会死的 说家 你别害怕嘛 我不会害你的 我们是好朋友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你好好的跟着我 一切都会好的 你放心吧 金墨小声地安慰着周柔家 说话时 他已经牵起了周柔家的手 牵着他一步一步走出他们躲着的洞 一步一步向着战场的方向走去 厮杀声越来越大 周柔家浑身都在颤抖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金墨 咱们回去好不好 回去 周柔家颤抖着声音说道 金墨看着周柔家害怕的样子 终于叹了一口气 去坚持一会儿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可是 我的腿发软 我走不动了 我真的走不动了 周柔家说话时 就指着自己的腿 他现在腿软得厉害 如果不是金墨支撑着 他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几步 金墨看向周柔家的腿 确实是在颤抖着 看着他委屈到哭的样子 金墨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周柔家性子单纯 好欺骗 这对他而言是好事 可是浴室就这点出息 却注定了让他受累 我背着你走吧 等到了我们家 咱们就安全了 等战争结束了 我就让人送你回家 你放心吧 我的家人是不会委屈你的 金墨俯身上周柔家 浮在自己背上 轻声说道 嗯 金墨 你真是好人 等我回了家 我会让我爹 好好奖赏你的 我也会告诉我爹爹 仓库是火 是我的原因 和你无关 周柔家感受到金墨 被捕的温暖 心已经渐渐踏实下来 对于金墨 在这个时候 没有将自己落下 他很感激 金墨毕竟还是个孩子 背着周柔家 走了不久 就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可是他很清楚 等李将军和子叙国的兵马交手之后 只要他们能够杀过子叙国军队的阻拦 就能够杀向上历城 要攻下上历城 除了城中已经乱了的民心 自己背上的周柔家 才是至胜的关键 他必须尽快地将周柔家 送到李将军面前 所以他咬牙坚持走 而伏在他后背上的周柔家 因为金墨给他的安慰和力量 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经历了异常逃亡之后 他疲惫得厉害 竟然在不远处的战马斯鸣中睡着了 不用出言安慰周柔家 对于金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虽然他将周柔家给骗出来 但是他对周柔家的了解并不多 两个人不过是庶面之源 他能够成功也不过是利用了孩子的好奇心 和做错事情之后的慌乱罢了 金墨一步一个脚印的 向着战场的方向走去 越走越累 心底忍不住埋怨李长安 真的是太不体贴了 就不知道找个人出来接应一下自己 金墨忘了 他让人送信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李长安 等他们攻城的时候 他会在城外 因为在混骗出周柔家之前 他自己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金墨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着 眼底全是坚韧 紫旭国竟然敢打他的主意 那他背上的陈主之女又算什么 总有一天他要将紫旭国太子 也给掳到打凉 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 此时的金墨并不知道 他这心底宏伟的理想 会在以后的某一天实现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金墨终于走进厮杀的战场里 一个大梁小兵 见金墨逼着一个 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孩子 眼底都是惊讶 小姑娘 你快走 这里在打仗 不小心会伤到你 小兵善意地提醒金墨 在他眼中 金墨虽然满脸疲惫 却带着让人心软懂事的乖巧 对于这样一个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的孩子 他们只想让他安全离开 不管这孩子是大梁的 还是紫旭国的 战争应该和孩子无关 麻烦您带我去见李长安 李将军 或者苏衍将军 金墨抬头看着那个小兵 认真地说道 今天他们能够出兵 就已经证明 现在李长安和苏衍控制了军队 这领兵出风陷阵的 一定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 或者是其中之一 那个士兵听了金墨的话 就愣在当场 这个小小的孩童 出口竟然是两个将军的名讳 我是金墨公主 背上的人是上里城城主的女儿周周家 有她在 可以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损失 金墨怕那士兵不信 赶紧言道 那士兵看着金墨 震惊地无话可说 出兵之前军营中就有传言说 是金墨小公主拿了陈将军的虎服 陈将军无奈之下才将军权交出来 他们心底已经对金墨全是敬仰了 现在看到金墨 她相信面前这个女孩子就是金墨公主 除了她怕是没有人能够将城主的爱女带来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孩子 快点把我抱住她 我背不动了 要累死了 见那士兵没有质疑 金墨赶紧开口哀求道 那士兵赶紧地上前 接过周柔家抱住 然后问金墨道 你还有力气跟着我去吗 金墨看着那士兵 挪动了一下身体 轻声说道 我没力气了 说完金墨就蹲到地上 他现在腿和胳膊都是酸软的 刚才能够背着周柔家走到这儿 凭的就是一鼓作气 现在是真的没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力气 那士兵看了一眼金墨 就喊了一声刚杀了一个敌身的同伴 说了一句 把小公主抱上 咱们去找李将军 那个士兵来不及问为什么 抱着周柔家的小兵 已经迈开步子离开了 他只能抱起金墨追上 两个士兵带着两个孩子 穿过厮杀的人群 遇过刀锋 终于走到骑在马上的李长安面前 李叔叔 金墨回来了 金墨本来已经没有了力气 但是见到李长安的那个瞬间 他拼尽了最后力气 李长安听到金墨的声音 以为自己是幻听了 金墨现在应该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将军 小公主带来了城主的女儿 这次 咱们工程会少很多伤亡的 那个小兵见李长安没有回头 赶紧说道 他声音很大 不仅是李长安听到 在李长安身边和子序国的士兵教室的士兵 也都听到了 他们同时看向小兵怀中的孩子 脸上的喜悦渐渐放大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李叔叔 我都快要累死了 金墨看着李长安呆愣的神色 忍不住轻声撒娇道 你这孩子 真是 金墨给自己带来的确是惊喜 不过想他一个孩子 身处狼窝 想想都让人觉得吼怕 李叔叔 金墨不是好好的来了吗 我还烧了他们的粮仓 别看他们现在和咱们打得这么坏 等回去 怕就要饿死了 金墨无不遗憾地 看和大梁军缠斗在一起的 自去国的士兵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 李长安在金墨中回过神来 对身后的几个侍卫说道 把声传信 给各位将军 紫旭国的军队的粮仓 已经烧了 李长安毕竟就在沙场 很明白粮仓被烧的消息传出之后 紫旭国的士兵的心就会乱了 现在在战场之上 紫旭国的将军们 没有时间给士兵们 做避水一战 破釜沉舟的思想动员 他们在打杀的同时 只会担心自己以后 还能不能吃得上饭 那几个侍卫也是个聪明的 传递消息的途中 还不忘高喊 一时间双方交战的士兵都知道了 紫旭国士兵粮仓被烧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不管输赢 他们都在这边关 僵持不了多久 一则消息的传递时间不长 却极大鼓舞了 大梁国士兵的信心和勇气 他们高喊着 沙响上里程的方向 燕迪带着嗜血的光芒 他们跟着陈元庆来到边关 谁都怀着保家卫国的理想 只是陈元庆按兵不发 今日的战争一触即发 他们本来就憋足了勇气 要杀敌立功的 现在明知道对方有了软肋 他们怎么可能不拼尽全力呢 不到半个时辰 本来士军立敌的战场上 就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 大梁国的士兵越战越勇 紫序国的士兵 却只剩下招架之力 渐渐地被逼退到 上里程的城门口 城门缓缓开启 被打得狼狈的士兵 匆匆逃回上里程中 早就被李长安抱上的金墨 小声地对李长安说道 将军 可以把柔家小姐带上来了 金墨 他不过是个孩子 李长安看着不远处 那个还在沉睡中的孩子 犹豫地说道 拿着孩子威胁敌国 城主这样的事情 虽然对胜利有帮助 却不是一个大丈夫所为 李叔叔 我也是个孩子 两国之间的战争 本就不关孩子的事情 可是是他们把我 带到了这里来的 金墨说话的时候 带着几分心酸 周柔家很欣赏自己 他也将周柔家当成朋友 但他们是敌对国 金墨 没有这个孩子 我们也能胜利 李长安看着金墨 眼底的失落 有一些心疼 可是 这样会让伤亡少一些 他不过是敌国的城主之女 但是如果伤亡 伤亡的却是我大梁的将士 数重数轻 将军应该搞明白才是 再说咱们用他威胁城主 就不会害了他的性命 等一切尘埃落定 你送他回去就是了 金墨 偷偷失道地说着 话语却不无道理 金墨 你还是个孩子 李长安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依然不赞成 金墨用这样的手段 但是他也渐渐明白 金墨之所以这样做 其实就是为了出一口气 他堂堂一国公主 被人掳走的气 可是我是大梁的公主 我的荣辱关乎于大梁的荣辱 我不能被他们给欺负了 金墨赌气一般认真地说道 李长安笑着对金墨点头 轻声道 李长安笑着看向一脸疲惫的金墨 嘴角全是宠溺的笑意 如果这是金墨想要的 那么他愿意成全金墨 莫名地看着金墨嘴角的笑意 他心底竟然也伸出了几分期盼 金墨这个古灵精怪的孩子 好像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失望 那谢谢李叔叔 金墨笑着对李长安说话 笑眯眯的眼睛里 是太阳一般的璀璨的光彩 做什么 你让他们去做 你只负责谈判 在自己眼前 李长安才不舍得金墨亲力亲为 好 金墨笑着答应了 就下了马 对着几个侍卫吩咐了几声 然后笑着寒醒了依然睡着的周柔佳 周柔佳睁开眼睛 看向金墨 再看向周围这些穿着大梁士兵服饰的人 心底的恐惧 突然地就被无限放大 他再也控制不住 高声地哭了起来 金墨 金墨 怎么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大梁士兵在的地方 我要回去 我要回上历城 我 哼 哼 周柔佳高声地哭喊着 手不停地摇晃着金墨的胳膊 他还记得睡梦之中响起的沙发之声 只是他太累了 才不愿意睁开眼睛 可是当他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周柔佳 对不起 我不是金宝 我叫金墨 是大梁的金墨公主 金墨轻声说着 话语中带着愧疚 如果不是为了给子叙国一个教训 如果不是为了大梁的胜利 他也不会哄骗周柔佳 周柔佳这样一个善良纯真的孩子 不是自己的对手 也不是自己想伤害的对象 可是没有办法 周柔佳瞬间愣住了 这个名字他是熟悉的 许多天以前 爹爹几乎将陈珠府和上历城翻了个遍 要找的大梁国的公主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大梁国的公主竟然会是金宝 原来大梁国公主还年幼 原来大梁国的公主 就是自己亲自从府中送出来的金宝 当初他明明说 看着陈珠府奢华 所以爬进墙来玩的 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比自己调皮的孩子 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为玩伴 他全心地信任 并且帮他瞒过了府中的视线 送他爬墙离开 原来自己错的 不仅是今天放火烧了粮仓 原来在很多天之前 他就已经酿成了大错 你怎么可以骗我 你 周柔家眼泪哗哗地流着 看着寂寞的时候 眼底也多了几分怨恨 你不能怪我 是你们子虚国的人 将我带到子虚国的 不然我还是在 大梁国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我也不想欺骗你 可是不欺骗你 我就逃不了 到时候 我就会被拿出来威胁我的父皇 我不想那样 所以我只能逃出来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对 可是我也不想的 你这么的蠢真善良 其实我很想和你多做朋友的 金墨话语中带着淡淡的遗憾 说出的话更是诚恳无比 周柔家看着眼中含泪的金墨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因为金墨说的都是真的 自己在责怪金墨的时候却忘了 是他们子虚国先对金墨动手的 所以今天 不管等着自己的事什么 他都只能接受 即使自己现在很害怕 他也只能认命 我不怪你了 沉默了许久之后 金墨听到了周柔家轻声的话语 只是听了周柔家的话 他的眼泪却落了下来 因为心底的歉疚 因为不怪你三个字被无限的放大 柔家 如果 喜和有机会 我会好好地补偿你的 金墨哭着转身 对着身后的侍卫们吩咐道 把柔家小姐绑起来 放到最高的台子上去 自始至终 金墨都没有再看周柔家一眼 他怕自己会心软 怕自己会扛不住心头的歉疚 只是在柔家被带走的时候 金墨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放心吧 我们大梁的士兵 是不会伤及你的性命的 如果 你的父亲选择了 我知道 谢谢 灾难使人成长 刚才还在 腿软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孩 此刻面色平静 听了金墨的话 还不忘道谢 有了金墨这样的保证 他的性命 最起码有一半是安全的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伊菲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05集 周柔家任命地被人带走 高高的台子上 他瘦小的身体被绑覆着 他平静地感受着 肆意吹来的寒风 没有眼泪 没有哭泣 平静地好像是经历过 太多分霜的老人 当周柔家被放在高台上之后 双方的激战 在瞬间就平静了下来 让你们城主出来跟我说话 不然 我就杀了他女儿 金墨此刻 再次被李长安抱在怀中 他说话声音并不大 话音刚落 拿着喇叭的大梁士兵 就将他的话给 传达给了城中守卫的士兵 让父亲不要管我的生死 让人出来 是我宠 你们不要管我 周柔家自然也听了金墨 让人传出的话 他脸色冰寒 却声嘶力竭地对着 陈墙上的士兵喊道 只是周柔家毕竟是个孩子 他的话 没有人传达 那坚强的话语被风给卷走 只剩下凌落的气息 周柔家没有想到 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连话语都没有办法传达给自己的爹爹 想到一直疼宠自己的父亲 会因为自己被俘而做出妥协 周柔家的眼泪再也不受控制地落下来 他希望父亲不要屈服 可是他又很害怕 怕自己会死去 怕父亲会抛弃自己 而金墨只是笑着 看着城墙 一城之主自然是有权力决定 城门是否开启 只是他不知道周柔家 会不会让陈珠妥协 即使城主不妥协 能给此叙国威慑 那也是好的 放心 即使没有周柔家 我们今天 对上历城也是志在必得 李长安好像看出了 金墨的忧虑 小声道 金墨看着宠溺的 看着自己的男人 笑着点头 然后说道 我知道 上历城的城主 来得比金墨想象的要快 他刚到城墙上 就看到了被绑附在高台之上的周柔家 他脸色大变 对着楼下的李长安就喊 李长安 你好歹是一代名将 这样利用一个孩子 打的目的 真的是连名声都不过了吗 周城主 麻烦您在喊话时搞清楚 今天和你谈判的不是李将军 是我 金墨听了周城主的话 突然就笑出声来 周城主听了金墨的话 猛地俯身看向李长安怀中的孩子 眼底只剩怒意 在金墨和周柔家离开之后 他就在召集人救火 确定火是无法控制之后 他就开始查找失火的原因 他只知道和自己的女儿脱不了关系 现在见金墨和柔家在一起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一定是金墨哄骗了自己的女儿 不仅骗他烧了粮仓 更是将他带出城去 想着自己多年的心血 被眼前这个女孩给毁了 他怎么能够不恨呢 可是恼恨之余 想着自己娇宠的女儿被金墨欺骗 他又不得不恨 苍天偏心 明明都是差不多大的孩子 金墨已经能够将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此时的周柔家拼尽了全部的声音 想和自己父亲说话 他看得出父亲看向自己时 那满是担忧的眼神 在这一刻 他只盼着爹不会被金墨的话语锁过 他年纪还小 但他很清楚 如果上历城真的因为自己而败 父亲多年的金银就会毁于一旦 可是纵使他拼尽全力 他的声音都传不到父亲的耳中 而他含泪的一幕 却落入了周承主的眼底 那是他最亲爱的女子 为他生的唯一的孩子 此刻他含泪的样子 都让他心疼不已 上历城的粮草都已经被烧了 而且城中还有我们的人 如果周承主是食物的话 最好还是乖乖打开城门 我们保证对百姓毫无所犯 也不会伤害你的女儿 当然如果周承主不食食物 那也别怪金墨我心狠了 金墨语气轻缓地说着 说话的时候一派气定神仙 可是他的话语被士兵传出去时 却多了几分是血的杀意 周承主还想说话 可是话到一半就再也说不出来 他的柔家是个孩子 金墨又何尝不是孩子 自己此刻被一个孩子威胁 可真是 原来城主还知道他是个孩子 那我呢 我和他同理 可是我被送入城主府 城主又是如何对我的 金墨的眼中闪着力光 被绳子绑附着连翻身都不能够的日子 他现在连回想都不愿意 周承主能够感受到金墨话音落下之后 周围士兵们看向自己的眼神 他想解释 却不知怎么解释 他只是怕金墨跑了 让人用绳子将他绑住 并没有苛待于他 可是今天被他满含怨气地说出来 好像自己当初做了什么 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一般 我只是把你绑住 我 周承主着急解释 可是话刚出口 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因为此刻的金墨 也并未对柔家做什么 也只是将他绑在了高台上 这样的事情 他能够对金墨做 却不允许金墨对自己的女儿做了 对比自己的作为 他实在是没有资格来指责金墨 话语哽在猴头 心底 只剩下愤懒 金墨手里拿着李长安的望远镜 自然是将周承主脸上的愤懒 和无奈看在眼中 如果不是我跑得快 怕是今天 在你们城头绑的就是我了 是不是 只是不知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 周承主会不会看在 我是孩子的份上 少我一命呢 金墨的话依然是缓慢的 只是他说话的语气 却好像笃定了 如果他真的被绑在了 上里城的城头 那李长安他们只能撤退 不然等待自己的绝对是杀身之火 周承主想说自己不会 那是言不由衷的话语 他一句也说不出来 因为金墨的眼睛黑得如沉沉的夜色 却直直地看进了他的心里 所以周承主 还是不要说什么无耻之类的 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罢了 金墨摇晃着小脑袋轻声说道 好像自己还这其人之身的招数 一点都不过分 只是小孩子玩得玩闹 金墨说完之后就跃身下马 李长安看出金墨的意图 猛地抱住金墨的小腰 将他从马上抱下来 缓缓地放到地上 金墨从身边侍卫的身上 抽出了一把长剑 然后缓缓走向 绑附着周柔家的高台 他小小的身子 心动起来却很迅疾 不长时间就爬上了高台 走到了周柔家的身边 拿着长剑对着周柔家 然后威胁一般地看着周承主 周承主面色大变 上历城的人都知道 他爱女熟命 那柔家也真的是他的心甘受 现在看金墨的样子 好像真的要将柔家给杀了 如果是主家拿一个孩子 来威胁自己 那是人会说他卑鄙无耻 连个孩子都能够利用 可是现在利用柔家的是金墨 也是个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被自己捉住 试图利用的孩子 他能够说什么呢 他已经见识了金墨的聪慧和手段 他只觉得 如果自己不答应打开城门 他的柔家真的会被金墨给杀死 柔家那是他最疼爱的女儿 如果他有个万一 那也会要了他最爱的女神的性命 他不敢说话 怕任何一个字眼都会刺激到金墨 让他挥动手上的长剑 可是他更清楚 自己不能打开城门 只要打开城门 这上历城就是大梁的囊中之物了 他看着周围的士兵 烟蒂全是挣扎之色 周城主 你如果愿意牺牲女儿 不打开城门也是可以的 只是我们的人会将上历城团团围住 只是不知道上了粮仓的你们 还能够困守几天呢 我们进攻上历城只是时间问题 而女的女儿怕是等不了几天了 金墨说着话 就抬手将长剑横到了周家手的身上 周家手本来是得了金墨的保证 以为金墨不会伤害自己 可是现在长剑就横在自己脖子上 好像随时都能够置自己于死地 金宝 不 金墨 你说过的 不会伤我的性命的 你不能说话不说话 你 即使刚才自己被架上高台 周家手都没有这样绝望过 因为刚才金墨还给过他希望 可是现在 金墨却要将自己心底的希望彻底地斩断 嗯 我不会伤害你 但是让你流一点血 哭喊几声 让你父亲心疼 我还是可以做的 金墨笑着说 眼中没有一点是血之意 他很清楚 周城主和他们隔得很远 即使用望远镜 他也只会看到两个人的纠缠 只要自己挡住周柔家 他就不会看出周柔家 有没有受伤 但是他还是测试让周柔家的脸 对着周城主 相信他看到女儿梨花带雨的样子 他的心会再次动摇 周城主眼中所见 果真是自己那不到六岁的孩子 在金墨的剑下哭得惨不神堵 眼底的惊恐和慌乱 如刀一样地凌持着他这个 为父者的心 他恨不得马上就向金墨 缴械投降 只要他能够不伤害自己的女儿 可是 他是上历城的城主 忠君爱国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 虽然金墨说的是对的 但是连反抗都没有 直接缴械投降 即使他能够侥幸逃生 自己努力经营的仕途 怕也是要亏于一旦 想想自己多年的绸矛 想想三皇子给自己的许诺 他只能咬牙 装作没有看到女儿的第一起 只是心 丑痛不已 周家 看来你的父亲 真的不是很在乎你 我都这样了 他还不放弃呢 金墨没有听到周城主的喊话 就知道自己这一招没用了 即使能够让周城主心底焦急崩溃 却不能让他变了坚持 金墨 要不你杀了我吧 这样 我的爹爹就不用再煎熬 我也不用害怕了 周守家强撑着理智轻声哀求 他也等着爹爹开口 尽管他心底知道 爹爹不会开口 可是在确定爹爹 不会因为自己投降时 他还是失望了 伤心了 那个说愿意将自己的一切 都给自己的爹爹 终究是做不到自己的承诺 所以自己还是死了算了 这一切都是自己就由自取 如果自己没有信任过金宝 那自己怎么会这么惨呢 我说了不会杀你的 我是真的不会杀你的 金墨看着周周家心底的绝望 心底也不由地痛了几分 他知道 在这里让周周家看到自己 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是残忍的 他也年幼 也不想看见人心的丑恶 尽管妈妈和父皇竭力保护 自己还是见识了如贵妃 见识了表里不一的柔妃 见识了太多的丑恶 同样是孩子 为什么他经历的这一切 都可以坦然 周家却这样的悲伤绝望呢 当金墨心底有了这样的质疑时 其实心底已经开始后悔了 现实剥夺了他很多快乐 而自己却也要剥夺了柔家的快乐 如果不是刺激 周柔家现在还在陈珠府里 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备受爹娘的宠爱 可是现在他竟然求死 柔家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是你们子虚国进宫在先 不让你们得点教训 以后你们会为所欲为的 谁都不喜欢战争 我也不喜欢 挑起战争的人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巧的是 你正好在挑起战争的哪一国 金墨轻声地对周柔家解释着 其实为了让自己心底更舒服一切 可是他解释了那么多 心底却没有舒爽多少 周柔家没有说话 虽然心底悲怆 他却清楚金墨说的是对的 只是自己不巧成了金墨和大梁报复的工具 你放心吧 你的父亲会屈服的 为了你屈服 他还是爱你的 只是现在时机没有到而已 金墨轻声解释着 好像为了抚平柔家的心声 柔家没有说话 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 他的腿其实也是软的 只是现在有了绳子的绑腹 他的身体不会软下去 他会一直以这样坚定的样子 站在父亲的眼睛里 柔家 我说的是真的 他的屈服 一定是为了你 建州柔家不为所动 金墨心底一阵慌乱 他相信父母亲情 相信没有父母会舍弃自己的孩子 可是事实就摆在 柔柔家的面前 他想说服他都没有理由 看着柔柔家 古锦无波的眼睛 金墨慌了 他想解释 想劝慰 却也很清楚 自己再也走不进 柔柔家的心里 没有人知道 在这一天 柔柔家不仅失去了 对父亲的爱意 也失去了对别人的信任 他曾经被宠爱的温暖世界 在一天之内完全颠覆 而之前那个温暖纯真的孩子 也不复存在 金墨在说完之后 就从秀间拿出了一个团子 抛向空中 瞬间天空中响起 惊雷般的巨像 这东西是金墨在春风寨 得到的宝贝 这是春风寨的信号 只要听到巨像 不管在哪里的春风寨土匪 都必须到信号发出的地方集合 现在陈大汉他们 都尚在上历城中 看到信号之后 必然是要出城 而能够迅速出城的 唯一方法就是城门 因为之前他们进去时 爬的是狗洞 那狗洞只适合晚上 白天有很多人 爬进爬出的话 一定会被人发现的 尤其是现在大敌当前 驻守的兵士 无时不关注着城墙外的变化 你又要做什么 周守家一天之内 见了金墨太多事情了 尤其是想到他之前说的话 他心底就只剩下好奇了 帮你爹爹一把 让他有足够理由来救你 如果只是因为你自己 你爹爹就开了城门 让你侥幸活下来 也少不了 自虚君王的杀戮 但是 有了我的由头 一切都好说了 金墨轻声说着 看向周柔家时 眼底多了一抹温柔 周柔家的心里 虽然已经变得空白 但是在听了金墨的话之后 还是移动 随即 依然摆出一副默然的脸 粉嫩精致的模样 都像是假的一般 金墨放出信号之后 就坐到高台之上 从夜里开始 一直到这正午时分 他一直在忙 直到坐下来 才觉得肚子饿了 他看着高台下的士兵 轻声地问了一句 小哥 你们谁带来吃的 疯我一点 我饿了 金墨的话 让高台下的士兵都乐了 他们的小公主 刚才的表现 让他们很是惊艳 他们现在还在等着 金墨继续给他们带来惊喜 可是 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 说自己饿了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伊菲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06集 金墨的话 让高台下的士兵都给乐了 他们的小公主 刚才的表现 确实让他们很惊艳 他们现在还在等着金墨给他们继续带来惊喜 可是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说饿了 虽然吃惊 但是他们自然不会让金墨饿着肚子 在高台周围带着吃的士兵 纷纷地从自己怀中掏出食物 还有人拿出了水壶 这些东西很快就送到了金墨的面前 你帮周周家也喂一点 他应该也饿了 金墨对着最后一个要离开的小兵说道 小兵有一些犹豫 虽然说几国之间早已经有共识要优待俘虏 可是现在这俘虏可是要威胁上吏城的城主的 如果他饿死了 你信不信周城主一定会和咱们决一死战的 金墨敲声问道 他当然知道周周家饿不死 但是奈何他现在心底对他全是愧疚 所以总要做一点什么弥补一下 那小兵乖乖地为周周家吃饼喝水 金墨也坐在高台上吃饼喝水 一会儿就吃饱了 脸上却是满足的神情 而此刻不仅是李长安和大梁的士兵们 都在看着高台上金墨气定神闲的喝水 就连上吏城的驻兵和周城主都在盯着大梁国这个小小的高台 建金墨让人给柔家喂吃的 喂水 周城主的心这才终于落了下来 他几乎可以断定 金墨不会要了周柔家的性命 可是他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他不知道如果自己现在草率下令 让人将周柔家给夺回 那会有多大的伤亡 会不会造成没法改变的后果 因为事关自己最爱的女儿 他不敢赌 所以交战双方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之中 而一会儿战局的改变 显然还要看高台之上 依然坐着的那个女孩的态度 只是他们左等右等 都等不到那个女孩出手 众人心底开始怀疑 他不过是个小女孩 应该没有什么伶俐的手段 可是看他刚才那副样子 又不像 他在等什么 就在上里城城楼上的周承主 意识到金墨在等什么的时候 心底一阵的慌乱 他还没有想到等的东西 就听到了城内百姓的喧哗 他们吵闹着要涌出城门 嘴里还在说着 如果今天出不了城 他们就只能饿死在城里 一个老汉看出了在城楼上 看响他们的人就是城主 高声地喊着 他的话音刚落 众人就开始高声地喊 我们要活下去 我们要出去 城主 你可以做你的忠诚 却不能不顾我们的精命 城主 快开城门 放我们出去 城主 你如果再不下令 我们就自己冲出去 管政在里面也是要死的 冲一次 或许还有希望 城主 你难道要看着我们 都饿死在这城中 一声一声控诉 让周城主脸色变得冷凝 是的 之前他只想做忠诚 效忠于自己的国家 可是现在 他们的话语浅显 却又直白 他们要活下去 他困守在这里 结果是什么 在现在没有粮草的情况下 即使是守在这里 他又能守得住之上历城多久 即使大梁的兵攻不进来 他们也出不去 只要他们切断了 他们的粮食供给 他们就支撑不了多少时间 可是这上历城是子序的门户 如果上历城失守 那接下来的几个城池 皆是一勾难守 到时候子序国丢失的 可就不是一个上历城了 周城主还在犹豫着 他有一些无所适从了 回官多年 带兵多年 第一次 他被一个孩子出的难题 给难住了 他现在已经很清楚 这里面的慌乱 一定也是外面 那个孩子制造的 而金墨在周城主 再次看向自己的时候 笑着站起来 他对着周城主的方向 笑了笑 他相信 他的得意 周城主能够看到 当然在得意之后 他又煞有介石地 将手中的长剑 对着周柔家 比划了几下 那认真的样子 让周城主的心 再一次悬了起来 放他们出城 周城主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终于还是艰难地开口 只是在开口之后 他整个人就再也支撑不住 跌坐在地上 说和我命令 上立城 官兵百姓 对大梁缴械投降 虽然那小姑娘形势狠了 她还是这郡主说话色素的 还是李长安 就是为了以后工程方便 她也不会为难你们和百姓 周城主叹了一口气 低声说道 说完话 她就艰难地站起来 她必须要站起来 即使做了此生最艰难的决定 因为她要以上立城 最高长官的名义 去迎接大梁军数城 如同挣扎在城门口的百姓 所求的一样 当权力和理想成了 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么活下去 和自己的家人幸福到老 就成了极致的追求 周城主是个懂得审视夺视的人 做了这个选择 她不后悔 即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在周城主喊了开城门之后 城门内群情激愤的百姓 反倒是没有了声响 他们安静地守在城门口 因为他们已经清楚 他们的城主选择了投降 这上立城 从此以后要挂上大梁的标签了 李长安抱着金墨 骑马走进上立城中 苏衍则在李长安的授意下 接过了周城主的印心 周城主 抱歉 利用了你的女儿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你们子虚国不遇灾先的 金墨一脸怯意无奈地说道 周城主看着金墨 心底有怜眠的恨意 可是金墨的话就明白地摆在这里 事实如此 他只能审命 即使动手将金墨 从大梁的皇室掳来的人 和自己并无多少关系 今天的一切都是我的意思 和柔家无关 城主不用苛责他 他今天吓坏了 回去后好生地安抚吧 金墨轻声说完 就等于李长安带着自己打马进城 金墨虽然心底对周柔家有歉疚 却也懒得多说 虽说这一战伤亡极少 但是金墨却是耗尽了心神 被淫进了城主府之后 金墨就乖乖睡觉了 他不过是为了一雪前耻 至于善后的事宜 可就是李长安要做的事情了 金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他是被饿醒的 急匆匆地出门找吃的 却听到李长安和苏颖在说话 关于接下来怎么攻打锦绣城的 金墨悄悄走到他们身后 看着已经被搬到这里的沙盘 金墨黑亮的眼睛闪了又闪 这次锦绣城 一功难守 咱们必须乘胜追计 拿下几座紫锡国的城池 咱们就可以得意还朝了 说到以后 苏颜眼底已经全是得意 本来觉得上历城是最难啃的骨头 却不想 金墨一天就轻巧地让他们录了上历城 上历城 咱们费力不大 锦绣城 你却不能大意 李长安忍不住提醒苏颜 一场没有费力就得到的胜利 极容易地让他们这些小将心服气躁 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如果他不敲打着点 到时候怕是会误了大事 李将军放心 我知道的 上历城是金墨的功劳 如果不是那个孩子 咱们还不知道 要费多少心力 苏颜很清楚自己的不足 说完话之后 就继续将目光对准了沙盘 虽说对锦绣城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有了金墨注意在前 如果用兄弟们的血肉 去搏一场胜利的话 即使胜了也不好看 苏将军 要不咱们去一趟锦绣城 我对锦绣这个名字 比较感兴趣的 如果可以 我倒想让它叫做金墨城 金墨小声地说着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意 放心 即使不是你带着苏颜去 等打架着锦绣城 我就对皇上请旨 将锦绣城 改为金墨城 李承安笑着对金墨说 即使不是金墨开口 他也有这样的打算 将上历城改成金墨城 毕竟拿下上历城 金墨功不可没 既然金墨对锦绣城感兴趣 那就让锦绣城歌名做金墨城吧 嗯 既然是我的金墨城 那李将军还是交给我吧 让苏颜将军跟着我们 我们一起将锦绣城给拿下 金墨笑着重复道 李承安听两次金墨说 要带苏颜去拿下锦绣城 眼底多了一抹审视 这个孩子古灵精怪的本事 已经让他叹为观止了 对于接下来的事情 他倒是多了几分期待 金墨 你已经有办法了 李承安笑着问道 金墨看着李承安笑着点头 而苏颜见金墨点头 心底已经全是雀跃 如果能够并不血刃地 将锦绣城给拿下 那才是天大的功劳 他怎么能够不心生期待呢 李叔叔 能不能成全金墨 再次打个胜仗 金墨笑着问道 其实在李承安谋色的温柔中 已经确定李承安是赞同的 同意也不是没问题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能拿下上里程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李承安话语轻柔 看向金墨的时候 眼底全是轻柔 以前只觉得这孩子古灵精怪 现在才发现 他的聪明竟然能够用到战场上 金墨笑着看着李承安 再看看苏颜 苏颜脸上有一些为难 他也清楚 这次拿下上里程 绝对是天时地利神和 当然金墨更是功不可没 可是这其中任何一条 都不能算是最大的优势 金墨看着李承安 缓缓地开口道 这次咱们发起攻击 让他们措手不及 金墨的话音刚落 苏颜的眼睛就亮了 确实突然发起进攻 不仅是让上里程外的 助手军措手不及 更是让上里程措手不及 比如说粮仓被烧 比如说城主的小姐被劫 比如说城中混入了他们的人 这一切都是上里程没有准备的 当然 这一切都是因为 陈元庆的消极对敌 让他们觉得 大梁的军队不会攻进来 所以这才放松了戒备 让金墨有了可乘之机 当然还有大梁的兵士 他们是憋着一股子气来的 却硬生生地被放在边关多日 终于有了杀敌立功的机会 他们自然是所向披靡 因为有了这个遂不及防 才有了这天时地利人和 才有了最终上里程的胜利 金墨呀 你如果是个男子 以后肯定是标榜史册的 大将军 可惜了 竟然是个女孩 李长安没有想到金墨的一句话 就直指问题的核心 这个幼小的孩子 在军事上的敏锐 甚至超过了素颜 如果不是上里程就在手中 他们都以为 之前在上里程外的一幕 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梦 我也可以成为大将军的 我要成为咱们大梁史上 最漂亮的女将军 金墨得意地说着 天帝全是兴奋 因为她喜欢战场 喜欢这种杀法的感觉 将想要的城池夺到手中的时候 她的高兴是由衷的 最漂亮的女将军 你见过哪个将军 说漂亮的 一群在战场上 厮杀的粗汉子罢了 苏颜被金墨的话给逗笑了 嗯 我要成为最漂亮的 难道我不漂亮吗 金墨小声地问道 苏颜赶紧摇头 金墨是她见过的 最漂亮的女孩子 不仅五官精致 周深的气度 也是从一般孩子身上 见不到的 那只要我成为将军 那可就是最漂亮的女将军了 金墨说完之后就抬起头来 一副得意的样子 嗯 大梁漂亮的女将军 你的肚子在叫 苏颜捏了一下金墨的小脸蛋 笑着说道 那李叔叔 你把苏颜借给我拥拥呗呗 我要拿下锦绣城 金墨这才想起自己跑题了 赶紧拉回话题 好 就让苏颜跟着你 想做什么就去做 李承安笑着对金墨说话 既然他知道上里城的胜利 是因为措手不及 那对付锦绣城 他应该有了自己的良策 见识了金墨在拿下上里城的表现 李承安对金墨在锦绣城的表现 满是期待 不得不说 金墨和他的妈妈一样 总是给自己期待和更大的希望 只是不知道 远在金城的瘟疫 在昏迷之后 还能不能再创造一个 让他吃惊的奇迹 他盼着瘟疫能够醒过来 能够看到他优秀的女儿 在战场之上的精彩 苏颜一直跟在金墨的身后 满脑子都是如何轻巧地将锦绣城拿下 可是他想破了脑袋 都想不出好的办法 唯一确定的就是 他们这次依然要让对手措手不及 可是有了上吏成的注意在前 好像对锦绣城做什么 都是理所当然的 他试着问金墨 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够将锦绣城收入囊中 金墨也只是慧莫如生地笑 饿肚子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没什么好主意的 所以苏哥哥 你等着我吃饱了再和你说 金墨一脸认真的说道 苏颜认命地跟着金墨 跑闲跑后地为他弄来许多吃食 金墨一边吃着 一边对苏颜说道 苏哥哥 你不知道吧 我只有吃了最爱吃的 心情才会好 煮意才会多 苏颜看着满桌的饭菜 有一些头疼 这已经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好吃的了 而听金墨这话 好像这些吃的都委屈了他一样 金墨看苏颜一副呆呆的样子 心底闪过失望 他终于还是开口说道 我们现在都在子序国了 怎么吃的还是和咱们大梁军营一样的 像上离城这样的地方 总是有自己的特色小吃的嘛 苏颜哥哥都不给我弄一点过来 真是让我伤心 金墨认真的说着 眼中一汪清泉般的清澈 让人觉得眼前这个小姑娘 只是一个贪嘴的孩子 想吃商丽城的小吃啊 这好办 你等着 经过金墨的提点 苏颜才明白过来 他赶紧下去 让人搜罗好吃的 等他回来的时候 金墨正对着桌子上的饭菜 吃得不亦乐乎 见苏颜回来 金墨才变回了之前兴致缺缺的样子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咱们大量的饭菜可真是 天天处一样的 都够够的了 看着叹息的金墨 苏颜满口复合 只是却没有忘记 扫一眼桌子上 那几乎已经空了的盘子和碗 金墨 吃饱了 苏颜坐在金墨的面前 见他有一搭没一搭的挑着筷子 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 在让人去搜罗上历城的美食的同时 他脑子里想的 全是如何拿下上历城 可是结果他还没有想到好办法 所以他很迫切地想知道 金墨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李叔叔都说了 上历城的上历是因为措手不及 那锦绣城 咱们也要措手不及就是了 咱们昨天就拿下了上历城 现在锦绣城肯定已经有了准备 苏颜有一些着急了 有了上历城的例子在前 他们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 拿下锦绣城 锦绣城的地形你也看了 确实适合进攻 可是如果进攻就避免不了伤亡 咱们真的要 苏颜有一些不确定的询问 因为直接进攻 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方式 只是如果那样的话 金墨显然是不会主动请阴的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伊菲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07集 金墨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眼前的吃的 一点点夹菜 细嚼卖咽 一副完全不担心的样子 一会儿 咱们去攻打锦绣城 是不能饿肚子的 所以你最好还是让我多吃一点 不然我发挥不出水平 没准咱们就下雨而归了 金墨的话语带着警告 但是更多的是淡淡的不满 不过就是想安静的吃一顿饭 这苏颜不把好吃的给自己也就算了 竟然还在吃饭的时候 影响自己的心情 金墨 你还是告诉我咱们怎么做 我绝对不打扰你吃饭了 一会儿上历程的特色小吃什么的 都会送过来 等你吃饱了 咱就出发 苏颜讨好的对金墨说道 金墨只是点点头 然后就继续埋头吃饭 苏颜心底着急的不行 却什么也不敢说 只是站在金墨身边 看着金墨慢条丝里地吃饭 那悠闲的样子像极乐 过了一生闲适生活的老太太 金墨 苏颜忠就还是没能够忍住 因为他太想知道制敌的法宝了 国子 金墨很是不满地叹息一声 就继续吃饭 苏哥哥 你还说去点兵吧 记得把陈大汉他们带上 金墨见苏颜瞬间就变得垂头丧气 有些不忍 轻声说道 苏颜闻言 眼底闪过一抹惊喜 他赶紧离开 可是走到门口 又有一些不放心地 看向金墨 问了一句 你不会又带着陈大汉他们 再次弄险吧 你如果还想像上历城一样 可不行 看着苏颜眼底的担忧 金墨忍不住笑了 他笑着对苏颜说道 放心吧 我带着他们 一是为了蹭军功 而是因为他们力气大 金墨的话终于解除了苏颜的担忧 苏颜乖觉地去点兵 金墨继续悠哉悠哉地用餐 上历城的小吃送过来之后 金墨又一口气吃了很多 吃完之后才缓缓地去找苏颜 只是他闲散的样子 像极了饭后散步 根本不像去挣扎 看到金墨一脸悠闲地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苏颜心底一阵的慌乱 他总觉得金墨这副样子不像是要去打仗 可是他之前明明言之凿凿的 走吧 金墨伸手要苏颜将自己抱上马背 从昨天李长安抱着他骑马之后 金墨突然喜欢上了被人抱上马 既能够享受马的驰骋 又被人在身后保护着 苏颜将金墨抱上马 护住金墨乖乖地听着金墨的话 带领着大队人马出发 只是走了不长时间 苏颜就再也忍不住 他轻声问道 小公主 你是不是记错路了 是不是去锦修城的路 我知道这不是去锦修城的路 锦修城现在有准备了 我去打锦修城 你当我傻呀 我们大梁的官兵的命都是很宝贝的 金墨轻声说着 他的话让苏颜动容 因为金墨无意中 总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觉得他会是一个称职的将军 李将军曾经说过 要做好一个将军 要做一个能够打胜仗的将军 必须爱护你的士兵 只有你在乎士兵的命 士兵才会活命 才会拼命 而这个道理 苏颜在看了很多兵书 研究了很多前人作战经验之后 才彻底明白 可是金墨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战争 一些话和观点 纯粹是他个人心思的流露 那咱们这是要去哪里 苏颜轻声问道 金墨这一次却没有避讳 直接说道 这次咱们要去拿下锦丽城 金墨轻声说着 燕帝确实志在必得的光芒 素颜听着 燕帝也闪过金光 确实 如果说措手不及的话 那锦丽城确实比锦绣城 更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锦丽城在锦绣城的后面 谁都清楚 大梁下一步要进攻的目标 是锦绣城 就连锦丽城为了自身利益 也在偷偷向着锦绣城输送兵力 如果他们空向在锦丽城 那确实会让锦丽城 措手不及 到时候拿下锦丽城 应该会很容易 而锦丽城拿下之后 锦绣城就会变作一座孤城 到时候拿下锦绣城 只是时间的问题 苏颜正高兴地想大呼一声妙 可是还没开口 他就意识到了问题 他们今天走的路 也不是去锦绣城的 苏颜有心在问 可是金墨却不说话了 只是看着手里的地图 脸上全是明媚的笑意 他的笑 好似有让人心安的魔力 他们最终到的地方 竟然是思源湖 锦绣城百姓的饮水 都靠着思源湖 他们现在来这里 小公主 你是想 苏颜已经想到了那个可能 但是又不敢相信 眼前这明明是个无害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想出那么阴损的办法 不过这办法 不过带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 来思源湖下毒 这也太 小公主 锦绣城的人都知道咱们来到这里 他们的饮用水 怕是 虽然他不觉得 金墨会想不到这一层 谁说我要在饮用水里动手脚了 我就是来走一趟 就走一趟而已嘛 金墨一脸无辜 苏颜看着 不禁为锦绣城中的百姓莫哀 有他们经过 就是他们不动手脚 他们也不敢喝了 西北之地本就干旱 打紧都是十盐九空 如果断了思源湖的水 那百姓 去带人 围攻锦绣城 顺便传个信给他们 要想好好活着 就乖乖投降 如果一天不投降 我就往水里下毒 两天的话 我心情不好 我就让人饮水浇成 金墨声音缓缓 苏颜心底不由地 打了个寒战 他很庆幸 他和小公主 不是敌对关系 阴水浇成 金里城被水淹是小 没了水源 这城中百姓 才会是死路一条 还是你狠 苏颜忍不住 对着金墨竖起大拇指 金墨只是笑了笑 他不过是听了 李长安的话 要让人措手不及罢了 谁都会想到 攻下上了一城之后 他们会攻打锦绣城 所以金里城才会输于防范 连这么重要的水源 都没有派人保护 所以他才捡了一个 县城的便宜 再就是 所有人的目光 都焦灼在战场上 这似乎成了 征战杀场的将军们的通病 最多关注的 也就是粮草之类 却忘了 支撑着一座城池的 除了粮草 还有更重要的水源 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缺过 从来没有被神拎着水源 威胁过 所以就容易被钻空子 小公主 那咱们这场仗 还用打吗 陈大汉虽然陆林出身 听着金墨和苏衍的话 也已经明白了打扮 他轻声问道 眼睛里却带着隐隐失落 没有了战场上的身仙士卒 哪里来的军功 他可是想好了 要在这一场仗中 好好地表现的 你带着人在这里守着 只要守好这里 咱们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到时候 你就是守功一剑 拿下金里城的守功 陈老二 你有没有发现 我其实对你很好的 好事都留给了你呢 金墨笑着看着陈大汉 谣工一般 他笑眯眯的样子 纯洁无害 任谁都不会 没想到 刚才打水源主意的 就是面前这个温柔的小姑娘 小公主对我自然是好的 我 陈大汉经过上里城一战 已经成了千夫长 他对金墨已经感激不尽了 现在听说 又要将守功给自己 他几乎看到了 自己美好的未来 知道我对你好就行了 金墨笑着 事宜松眼 起码离开 陈大汉 则领着自己的土匪兄弟们 和手下的人抓紧布防 小公主有言在先 这思源无可是决胜的关键 金墨贡献了自己的主意之后 就万事不管了 这是他带着苏衍的原因 苏衍最缺的就是实战经验 在这样的战事中 能够锻炼的就是实战能力 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金墨潇洒地跟在大军后面 吃喝玩乐 是的 吃喝玩乐 在金墨说出自己的主意之后 苏衍已经将金墨当神灵一般的供着了 如果不是战事需要 苏衍都要亲自出手去寻找金墨感兴趣的东西 而苏衍则是忙得焦头烂额 好在结果是好的 兵临沉下 阻断水源 这样的威胁 已经够让金里城守城的官军给崩溃了 可是大梁士兵竟然要饮水交城 这样的威胁 后果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所以缴械投降 似乎成了顺理应当的事情 尤其是城中百姓知道 大梁军要饮水交城的时候 一时间民心慌乱不已 金里城缴械之后 素衍第一时间让官兵修正 然后马上见之锦绣城 大梁眉省以兵以足 就向金里城给拿下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锦绣城中 本来固若金汤的锦绣城守将 瞬间就变得心慌已乱 怎么可能 大梁军明明连打的行动都没有 金里城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金里城的守军官兵 怎么可能连水源都没有保护好 让人掐住了喉咙 然后只能束手就擒 如果妖怪 只能怪大梁出兵从不走寻常之路 如果按照之前诸臣攻打方式 那就是拿下上里城 金里城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时间的伤亡更是难以估算 可是现在 大梁好像没有任何的伤亡 就拿下了上里城和金里城 锦绣城的粮草补给断了 又被双面夹击 仅是选择坚守 臣王之日也不远了 锦绣城的城主和官兵还算有骨气 一直坚守了半个月 直到弹尽粮绝才投降 彼时 大梁官兵依然没有多大伤亡 而锦绣城的官兵却伤亡不少 百姓更是怨声载道 金末终于和李长安会合 见到李长安 他就笑着说道 李将军半个月之内连收三成 这样的丰功伟绩 父皇还不知道 要给您怎样的封赏呢 小丫头啊 你明知道 这天大的功劳是你的 你是好样的 这样聪慧 终于算是没有辱墨了 你的妈妈 李长安由衷叹道 想到那个可以为了百姓 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的门主 李长安心底依然全是唏嘘 那当然了 父皇也会为我骄傲的 我 金末听到李长安表扬自己 很是高兴地说道 只这话说到一半 他又突然地失落下来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 打仗就打仗 以后不要请着小孩子 小孩子不是好惹的 这是他坚持要拿下 上丽诚 锦绣诚的原因 他只是想让子叙国知道 自己不是好惹的 但是在喜庆之余 他更思念自己的父皇妈妈 尤其是在别人说到他们时 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妈妈了 自己虽然被掳了 但是拿着上丽诚 锦绣诚和锦里诚回去 妈妈总不会责怪自己太大意了吧 李长安看着瞬间怅然的女孩 笑着捏了捏她的脸 而金末抬头说道 李叔叔 我想回京了 我妈妈一定想我了 我想她 我昨夜做梦梦到她了 金末轻声说着就低下了头 其实这几天他睡得很不安宁 每夜都会梦到妈妈 李长安的心 因为金末的话瞬间被酸色填满 他看着金末 不知道要怎样开口 告诉他妈妈好好的 谎言中就会被戳破 温宜为了救百姓 耗尽自己心血这件事情 已经在百姓间广为流传 告诉他妈妈不好 他这么小的孩子 要怎样承受这样惨烈的局面 又要怎样的担心 然后踏上回京的路呢 金末抬头看着李长安 李长安的为难 让他心底的不安更重 他看着李长安 抬手抓住他的衣袖 很郑重地说道 李叔叔 有什么事情 你不要瞒着我 我的本事你已经看到了 这个世界上 还真的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 李长安心底酸涩更重 金末确实给了自己太多的惊喜 他不怀疑金末的能力 可是这次金末要面对的事情 他是真的无能为力 李叔叔 你告诉我呀 金末见李长安依然不说话 有些着急 金末 你的妈妈病 现在 李长安终究是没有能够将 生死未卜这样残忍的话 给说出来 但是却不知道 他脸上的凝重 已经出卖了他的心思 李叔叔 你安排我回京吧 我想妈妈了 金末眼珠心底纷乱的思绪 轻声请求 看着粉雕玉器的孩子 李长安心底只剩下了心疼 他的请求 他怎么会不允许呢 那我和银上 说是下东西 马上就回去 陈大汉他们就留在军中吧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好不容易有了立功的机会 金末轻声吩咐完 转身就走 李长安还想说什么 但是此刻 自己的心底全是酸涩 他怕说太多 反而将自己的心思给露出来 金末只知道冰山的一角 也是好的 只是李长安没想到 金末转身离开 苏衍就追了上去 苏衍 你是飞楼门的人 那你知不知道 我妈妈 金末轻声远离了李长安 叹了一口气 轻声地试探苏衍道 闷住他 妈妈还活着是不是 你只要告诉我 妈妈是不是活着 金末轻声试探 心却是悬着的 他甚至都不敢听苏衍给自己的答案 但是这是自己知道真相的唯一途径 李长安知道的事情 苏衍应该也是知道的吧 苏衍不敢回答 因为金末此刻的脸已经变得惨白如指 苏衍 你告诉我 以后我还带你打仗 我金末的好办法太多太多了 金末等不到苏衍的回答 只能继续诱惑 他很清楚苏衍现在的软力是什么 苏衍看着眼前的小女孩目光灼灼 心地已经柔软的不像样子了 尤其是金末那精神的奇思妙想 让他不受控制的想探究 门主他还活着 但是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苏衍艰难地说出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真相 这个真相在许多天之前就送到了他的手上 只是他不愿意相信 那样柔软又坚强的一个女人 他那样地爱着自己的男人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死去呢 不会的 妈妈不会死的 妈妈是不会死的 金末说话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的 脸色已经是苍白如指 这一刻 他忘记了问妈妈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也忘记了自己要怎么做 他只想否认这个可能 妈妈有高深的医术 有父皇的保护 他的计谋和手段也不差 在他离开皇宫时 他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就这样了 金末的泪水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他很无措 在知道妈妈可能活不了多久之后 他像极了一个被全世界给抛弃的孩子 金末 你要坚强 相信门主 他会停过来的 门主说过 他有所爱的人保护 他不会死的 苏衍无措地安慰着金末 他没有劝金末不伤心的理由 知道门主的消息 他都已经伤心了好久 更何况金末是门主的女儿 金末没有再说话 但是脸上依然是苍白的 沉默了很久之后 他才抬头 轻声地对苏衍说道 你送我回营吧 我收拾一下 就回京 我想妈妈了 苏衍文言 伸手想牵住金末的手 金末伸出手 却没能走出一步 他看着苏衍 轻声说了一句 苏衍哥哥 我的腿是软的 我没有办法走路了 麻烦你抱我回去 体定要快 金末的一句话 让苏衍彻底泪奔 她是隐忍了 怎样巨大的悲哀 才能够这样坚强地 和自己说话 又是怎样的悲伤 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她 腿都软了 欢迎收听 穿越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纸红雀 后期刘盈 第308集 苏衍抱住金末就走 金末将脸 藏在苏衍的胸口 在没有人看到的角落 她的眼泪 终于肆意地落了下来 她从来没有想过 她的妈妈 会离开自己的生命 在自己领兵 拿下锦里城的时候 她都还在想着 妈妈听到 自己胜利的消息 会很高兴 也许会斥责自己乱来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样喜悦的胜利的消息 妈妈会连听 都听不到了 如果妈妈连着胜利都不知道 自己努力又有什么用呢 金末的哽咽声 越来越大 苏衍这个铁打的汉子 也因为金末的哭声 心酸不已 眼角泛出了泪意 虽然心底全是哀伤 苏衍却不敢耽误 因为她很清楚 不仅金末着急回京 门主肯定也想见到金末的 苏衍将金末送回来到之前 她把大梁军的驻地 刚回到她的营上 陈元庆就走了进来 因为陈元庆痛快地 将军队的指挥权交了出来 所以李承恩他们并没有限制她的自由 而在将士的心中 她还是将军 所以她进苏衍的营杖 侍卫并没有阻拦 短短时间就攻下三城 真是后生可畏啊 陈元庆对着苏衍的后背轻声说道 苏衍回头看她 一时之间不知要怎样应对 他们曾经是上下级 曾经是敌对的双方 但是现在 陈元庆笑了笑 目光就被苏衍 怀里的女孩给禁住了 她没想到金末在这里 金末在上里城和锦里城的表现 她是听说过的 却没想到 此时她还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她曾经无数次 想过要怎样和金末重逢 可是这重逢来得太迅急了 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金末听到陈元庆声音的时候 就看响了她 一时间四目相对 只是片刻 金末就愧疚地低下了头 如果不是她偷了护服 那她应该现在还坐镇军中 现在上里城 锦绣城和锦里城的胜利 就是属于她的 可是她现在却闲适地穿行在这军营筑地之中 但是只是片刻 她就抬起头 坦然地看向陈元庆 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 如果不是自己 那现在大梁的使兵还在这里吃着朝廷好不容易运来的军饷 显得属心形 胜利不知在哪里 归期就更不知道在哪里 陈元庆 你可知罪 金末突然开口 话语冰寒的 不带任何的情感 好像只是一国 堂堂的公主在质问 怀有二心的臣子 陈元庆从来没有见金末这样一正言辞的样子 她不由地愣住了 看着采取天不见的小女孩 她的眼睛里光彩更盛 她甚至有一些怀疑 之前自己的眼睛了 除了金末 谁还有这样璀璨如星河的眼睛 她竟然以为有那样一双眼睛的会是别人 陈元庆 我的妈妈要死了 扯霞 你满意了吧 金末没有等陈元庆回答 她继续开口 只是眼底已经蕴满了眼泪 满意吗 陈元庆早就知道了瘟疫的消息 在知道瘟疫生死未卜的那个瞬间 她的心底是快意的 可是片刻之后 她的心底更多的是空盲 她甚至想起瘟疫几次坦诚地和自己说 陈宇竹的毒她真的已经尽力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 这样的结果自己真的满意吗 自己得到了什么 妹妹 那不过是有些人利用了自己对宇竹的感情 她依然失去了妹妹 同时便知道还有妹妹在自己记忆中的样子 因为想到她 自己总会想起那个所谓的温安公主 还有皇上和瘟疫的愧疚 他们对宇竹是有愧疚的 即使瘟疫说自己尽力了 这也是那个假的妹妹在宫中可以快意的原因 可是 她们的愧疚已经好没了 在金墨被劫持出京的时候 她们的愧疚已经变成了愤恨 她心底那充盈的爱恨 此刻好像也变了样子 她甚至有一些搞不明白 自己这么多年执着的是什么 是让瘟疫死 让皇上爱上自己的妹妹 可是结果呢 瘟疫真的死了 而皇上依然不会爱上玉竹 这场战争 瘟疫要死了 她却也没有赢 不 她输了 她还输了面前的这个孩子 金墨 她曾经那么地像自己的妹妹 甚至她的一言一行 都能够让自己的心软下来 她对自己曾经有那样深的期待 可是自己却伤害了她 为了一个假的妹妹 让金墨伤心 她真的是不想的 比起那虚幻得遥不可及的妹妹 她现在更想要抓住眼前的暖意 可是金墨看向自己时 那带着冰寒的脸 却让她心头的回忆 铺天盖地而来 金墨 陈元晴开口 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原来再次见到他们 已经无话可说了 甚至于连金墨的那一问 她都没有办法作答 因为她的心里没有答案 这个结果满意吗 如果是在遇到金墨之前 她自然是满意的 毕竟她认定了 瘟疫为了能够独占送云迁 才见死不救 可是现在呢 她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对于瘟疫 她的心底依然是有恨的 如果不是她 她的宇竹妹妹可能还活着 因为金墨 她心底对瘟疫有了几分的感激 因为没有她 她失去宇竹之后 就变得孤寂的人生里 就再也没有了暖意 金墨 是自己孤寒生命中的暖意 虽然这暖意 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陈元晴 恭喜你心愿得偿 我妈妈要死了 金墨将这话说出口的时候 心底全是苦涩 因为在心底深处 她一直觉得陈元晴是个好人 可是现在 只要想到她会因为妈妈的死而高兴 她就恨死了她 她心底所有的惶恐都变成了此刻刻薄的话语 好像只有刺痛了陈元晴 自己的心才会舒服 陈元晴没有说话 她只是看着金墨 眼睛里全是慈悲 苏颜都有一些诧异了 目中无神的陈元晴 面对金墨的指责 竟然这样的平静 她都有一些怀疑 眼前的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陈元晴了 金墨 陈大将军他 见金墨脸上依然带着恨意 苏颜忍不住提醒道 陈元晴虽然没有了虎福 没有了领兵之权 但是军中她的心腹依然不少 如果惹恼了她 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军权 可能都会溢住 金墨看着忧轻忡忡的苏颜 终于还是收起了自己浑身的刺 轻声地对苏颜说了一句 你安排人送我回去吧 我想回去守着妈妈 金墨说完就开始忙着收拾自己的衣服 满脸全是着急 苏颜明白金墨心底的焦急 赶紧转身去安排 却不想陈元晴去伸手拦住了她 陈将军 小公主如果不回去 门主那里 苏颜有些不满地看着陈元晴 现在小公主着急要回去 她去阻拦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门主已经生死未卜了 她难道连让小公主 见义也瘟疫都不肯吗 我送她回去 陈元晴的话语很轻 但是周身都是身处高位者的威压 不容置疑 苏颜求助一般地看着金墨 金墨看着陈元晴 许久都没有说话 如果是之前她很放心 陈元晴带自己回去 可是现在 柔飞的事情 她被掳走的事情 虎服的事情 还有妈妈的事情 都堆在眼前 她已经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男人 她怕自己路上会有耽搁 她怕真的如自己梦中所见 自己连妈妈最后一面 都见不到了 她可以在任何人的手上 想办法逃生 但是时间 她已经耽误不起了 金墨看着苏颜 轻声地说了一句 去安排人吧 金墨不知道 自己这句话有多伤人 陈元晴觉得 她字字如刀 切割在自己的心上 金墨 我会安全把你送回去 会让你见到瘟疫 陈元晴忍着心头的痛 轻声说道 金墨只是笑着看向陈元晴 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在我去承费宫的时候 我也想着你能护着我的 可我还是被子虚过的人给挟持了 如果不是我自己逃出来 估计我会像周柔家一样 被绑在城头上 逼着我的父皇屈服 金墨说话声音不大 却如惊雷一般地想在 陈元晴的耳中 谁愿意离开自己的母亲 但是当时她却用了逼迫的办法 逼得她和母亲分离 逼着她踏入了危险的境地 好在她聪慧才能够侥幸地脱险 陈元晴很感激上苍 给予金墨的这份幸运 能让她还能够活着见到金墨 陈元晴不再说话 她只是沉默转身 然后缓缓地走向自己的营帐 金墨看着她萧索的背影 突然有响哭的冲动 我也不想冤她的 可是她做的事情 金墨说话的时候 泪水就落了下来 对于陈元晴 她心底依然是复杂的 在戒笔之外 她心底其实早已经接受了她 苏眼不知道金墨和陈元晴之间的关系 只知道金墨能够成功地骗过陈元晴 那对她应该是极为了解的 金墨上路的时候 陈元晴也收拾好了东西 就在苏眼准备的那对人马中 她高大的身躯 安静地站在夕阳之中 带着几分落寞 让人心底突然伸出震震酸涩 堂堂的领军将军 此刻看起来更像是这小队人马的领导 看响她时 颜色复杂 但是金墨还是看到了这期间的暖意 陈嘉宁是属于战场的 没有必要为了我 耽误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知道陈元晴坚持要送自己回去 金墨心底更加难过 因为自己之前带此的话语 也因为心底已然生出的芥蒂 陈元晴看着金墨笑着说道 那随意的语气好像是 统军之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而看她的样子 好像也没有准备收回来 如果将军想要抢回来 应该也不是问题吧 您还是抢回来吧 只有有了军权 您才能和父皇抗衡 才能让我妈妈 死都不能成为父皇的皇后 金墨说话的时候 眼角都红了 她最是清楚妈妈对父皇的感情 可是妈妈要成为皇后 陈元晴就是最大的阻碍 在陈元晴的心里 皇后的位置应该是留给她的妹妹 既然是你想让我失去的 那失去了就失去了 只要你高兴 陈元晴上前 轻轻地拍了一下金墨的头 眼底全是温软 金墨嘴角扯出一抹哭笑 最终将心底的酸涩给咽了下去 她不愿意再和陈元晴多费口舌 从知道妈妈的消息之后 她就再也不是那个温柔可人的孩子 她现在浑身是刺 她就是要让所有让妈妈不高兴的人难过 好像只有这样 她才会舒服 陈元晴领着小队人马 护送金墨回京 金墨一路都冷脸对着陈元晴 陈元晴却一副大度的样子 对金墨始终温和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金墨搜罗当地的好吃的 可是即使她忙前忙后 兢兢业业也没有换得金墨的好脸 直到到了京城的城门口 金墨突然打开车窗 对着陈元晴说道 这一路谢谢你 不用 陈元晴文言眼中乍醒 但是看着金墨眼里的隔阂和冰寒 她的喜悦之心就瞬间地落入了谷底 陈将军 咱们已经回不去了 之前我喜欢你和你看玩笑 等你开心 都是因为我的妈妈 因为我不想让你讨厌妈妈 可是现在 我的妈妈 如果她不在了 我就不用再讨好任何人了 金墨说着 眼泪已经落了下来 这一路醒来 她听得最多的就是妈妈的事情 百姓都感念着妈妈的恩德 可是她要的不是外民归心 也不是陈元晴低声下气的讨好 她要的只有妈妈 妈妈是她的盔甲 也是她的软肋 没有了妈妈 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了意义 你可以怪我举行某次 但是我的心思 妈妈是不知道的 我也曾真的很喜欢你 觉得你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大英雄 可是现在 你是英雄还是狗熊 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也和妈妈没有关系了 金墨的话说到最后 眼泪速速落下 对一个喜欢自己 纵容自己的人 说出最绝情的话语 她也是伤心的 可是 她真的不能再和陈元晴 有任何的关系 她知道 妈妈之所以会是现在的样子 与陈元晴脱不了干系 她甚至都参与到了 伤害妈妈的事情中来 金墨 我 陈元晴看着金墨 梨花带雨的样子 心底纠痛不已 她没想到 看着金墨哭 自己会这样的心疼 你别哭啊 你想做什么 做就是了 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我咎由自取 你别哭啊 陈元晴想为自己争辩 她想告诉金墨 自己的妹妹 因为瘟疫和宋云谦而死 她想说 自己的恨 也是有原因的 可是在金墨的眼泪之前 一切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她只想让金墨不要流泪 因为她的泪 随时都能够变成刀子 凌持着她的心 如果陈元晴是恶言相想 如果陈元晴听了她的话 是愤怒的 金墨可能会更加坦然 可是这样紧张着自己的陈元晴 让金墨的心更痛 一面是疼自己的妈妈 一面是这个本该顶天立地的男人 她只能选择生养了自己的妈妈 可是陈元晴对自己 真的是很好很好 除了好 别的字眼都没有办法去形容 陈元晴 我先走了 以后 金墨终究是没有忍心说出以后 而陈元晴看着她哭泣的样子 并没有阻拦 就任由她下令 带着自己进城了 陈元晴则是停在原地 看着马车的背影 离自己越来越远 金墨的话语虽然含糊 意思却很明白 她就要失去她了 这次心底的痛楚 丝毫都不差于当年 她听到妹妹的死讯 那个闪着晶莹的大眼睛 看着自己的女孩 那个可以笑话自己 也给自己温暖的女孩 那个对自己无比兴盛的女孩 终究是远去了 只是这一次 她再也不能归结到瘟疫的身上 陈元晴似乎见到了当初 出现在自己面前 说自己是大英雄的样子 可是她心中的英雄 终究是伤害了她最在乎的人 也终究是向她失望了 陈元晴觉得自己的脑子 昏昏沉沉的 里面有金墨的影子 也有雨珠 两个她拼尽全力 都要护着的人 都是哭着的 她没有护住陈雨珠 即使在她死后 她也将她在别人心底的 温柔贤淑给毁了 她没有护住金墨 她让金墨落住了 子虚国的人的手中 颠沛流离 现在更是伤透了心 不愿意和自己有瓜葛 欢迎收听 传阅言金小说 《青史依妃要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09集 那些陈元晴真实的滔天权势 却没有办法来弥补她的罪过 更没有办法 改变自己尴尬的境地 她以为大权在握 就可以和宋云谦叫办 就可以将心底的不平和愤满发出来 可是现在事实就在眼前 即使她在朝堂之上志在意满 她最在乎的人 都不会再和她有分毫的关系 从边关到京城这一路 她一直在想 这些年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 可是她又觉得自己没有错 她从来都觉得 瘟疫不是良善的人 她甚至觉得 瘟疫舍了自己的性命就百姓 那不过是孤民钓鱼 可是真的用自己的性命 孤民钓鱼的人 太少太少了 但是她只能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 瘟疫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为了自己的幸福 可以毁掉别人的性命 可是她越对自己说 心底越慌 她越来越没有办法劝服自己 至于金墨说和她再无关系 她心底是不愿的 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让自己心生柔软的孩子 语住她已经护不住了 那就护住金墨吧 宋云谦在很多天之前 就收到了李长安的夹急奏折 知道了金墨就在驻兵之中 几天之前就知道了 他带兵并不血刃地 就拿下了上历程和金历程 看着李长安详细地描述 宋云谦都不得不惊叹 金墨这个孩子虽然有一些精灵 但是运气却好到不行 金墨走进财为公的时候 他正在和温义说着 金墨在战场之上的精彩表现 会声会色一副鱼又熔烟的样子 踏入这方安宁的世界 金墨觉得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传言 一定是假的 因为除了妈妈躺在床上 一切还是自己离开时候的样子 父皇依然深情 千伤姑姑依然守在不远处 处理着飞楼门的事情 陆光公子和万索万强一起说着话 话语很轻 丝毫都不影响采为公的寂静 陆公公先是看到了金墨 看到他已经有一些黑的皮肤 依旧炯炯有神的眼睛 这些日子以来的担忧 随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万策和万强看着突然落泪的陆公公 有一些诧异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他们两个人也惊喜出声 这些日子以来的担忧 欣慰和思念 随着他们急促的脚步向金墨奔来 陆公公一手就将金墨拦进了怀中 眼泪速速地落下 很久才说了一句 呦 瘦了 也黑了 陆公公 你不知道 我现在可是声明远播 子虚国听了我是 闻声色变的 金墨知道陆公公的眼泪 更多的是因为愧疚 当初他心疼自己 帮自己隐瞒了受伤的事情 自己才会被掳到子虚国去 老奴知道 知道 小公主 厉害着呢 现在宫里也都在说 小公主 是战神转世呢 陆公公一边打量着金墨 一边笑着说话 只是说着话 眼泪就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陆公公 我妈妈还好吗 从踏入彩卫宫的那个瞬间开始 金墨的心里就只剩下了瘟疫 现在哪里还有心思和他们寒暄 他只想看看妈妈 只想妈妈能够安好 说到瘟疫 陆公公的眼泪更迅气地下落 他哽咽地指了指瘟疫的寝室 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金墨再也顾不得其他 他匆匆地走进瘟疫的寝室 就见宋云谦安静地坐在他的床头 看向他 他眼底也蓄着泪水 见金墨直直地盯着床上的瘟疫 就起身将金墨揽住了怀中 宋云谦的话语很轻柔 慈爱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疲惫 父皇 为什么是真的 不是妈妈生你的气 故意装病的吗 这天下还有什么病是妈妈治不好的 金墨轻声说着 眼泪就忍不住地落了下来 这些他匆匆赶往京城的日子 传言如道 他听着百姓间议论他的妈妈 听着他妈妈的壮举 心底却是不愿意相信的 他不愿意要一个英雄的妈妈 他只要妈妈活着 好好的活着 这些日子他最愿意听的传言就是 妈妈的身体已经渐渐好起来了 他甚至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虚幻的可能 妈妈生父皇的气了 所以假装昏迷不行 父皇为了讨妈妈的欢心 才不管不顾地要立妈妈为后 这是金墨给自己营造的一个梦 因为他最清楚妈妈的性情 妈妈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皇后 而父皇虽然没有给妈妈后卫 却将能给的柔情全部给了他 所以他唯一的梦境被现实打碎 他终于回到了宫中 看到的是疲惫憔悴的父皇 还有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妈妈 金墨缓缓地走到妈妈床头 瘟疫的脸白得如同戏词 安静地躺在那里 只是他的睡颜并不安宁 妈妈 金墨回来了 金墨以后就守在你的身边 再也不会有人能够欺负到你 就连父皇都不行 金墨握着瘟疫的手 眼神落到他隆起的腹部上 眼力再次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他一直觉得上苍是后代自己的 他给了自己慈爱的父母 聪慧的弟弟 父母恩爱 弟弟体贴 即使和父皇分离数年 父皇心底依然心心念念的是自己的妈妈 可是现在他才知道 上苍对自己从来都不曾友善 降生的时候父皇不在 他们幼年的时光 父皇不曾参与 他们终于回到了父皇的身边 妈妈却要以昏迷的样子 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 妈妈马上就要生下小弟弟 或者小妹妹 可是连传言都清楚 可能这个孩子 会让妈妈彻底地失去生命 宋云谦的手放在金墨的肩头 暖热的温度让金墨心安 他突然回身抱着父皇 轻声地说了一句 父皇 金墨和重楼的妈妈已经在这里昏睡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 不然谁护着我们成长 金墨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只剩下哽咽 父皇憔悴 他看在眼里 他更明白 如果妈妈真的有了万一 父皇的心也就死了 父皇知道 父皇知道 你放心 父皇肯定会好好的 等着你们妈妈醒来 等着你们长大 懂事体贴的女儿 让宋云谦的心底酸涩更重 她的瘟疫将女儿交得很好 遇事都不忘关心自己的父皇 可是他现在恨不得金墨 是个不懂事的那个 指责抱怨 这本就是金墨该给自己的 因为自己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护不住 金墨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却已经让他心如刀割 金墨一直抱着宋云谦哭 却没有再说话 一直到哭到累了 睡在宋云谦的怀里 温软的触感让宋云谦 多日来旋转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陆公公听房间里面没有了动静 捏手捏脚地走进来 轻声地回报道 皇上 陈元庆回来了 他有没有做什么 宋云谦早就知道 陈元庆坚持送金墨来的事情 他回来是在预料之中的 他现在要知道的 是陈元庆回来之后做了什么 这段时间 朝堂上反对他立后的声音 已经越来越弱了 如果陈元庆不回来 他可能很快就会如愿 他已经准备好了 在过年的时候封后立太子 所以陈元庆的一举一动 他必须在意 因为他会是最不确定的因素 他请旨要求进宫 要见一见紫旭国的温安公主 他请旨 宋云谦都要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几年陈元庆哪里将自己这个皇帝放在眼里过 从温安公主入宫之后 他更是将自己的后宫 当成了他们家的后花园 此时竟然要请旨 这不得不让宋云谦怀疑他的目的 让他去见吧 宋云谦轻声说道 陆公公看着宋云谦轻声提醒 需要咱们的人仔细盯着吗 不用 宋云谦回答得很是干脆 虽然说没了边关的几十万大军 但是他手中依然握着守卫经纪的大军 他完全可以毫无声息地去见温安公主 他现在既然请求自己的允许 那一定不会有什么私密的事情要说 陈元庆进京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见温安公主 因为没有了经末的宗庭 温安公主在盛行司受惊酷刑 再见到陈元庆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泪奔 低声喊着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你快点救我出去 我 温安公主喊出哥哥的时候 陈元庆的心不由得一颤 因为这声音太像自己的妹妹陈玉竹了 温安公主 你好啊 但是陈元庆终究还是冷下了心肠 因为在看到他哭得毫无形象时 脑海中闪过的是 金墨隐忍着泪意的样子 温安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看着陈元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哥哥 你被人愚弄了 我怎么可能是温安公主 我是你的妹妹 宇竹呀 我说自己是温安公主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我不那么说 我怎么还有可能活着见到哥哥 哥哥 我是被逼的 你看他们把我打的 我从来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哥哥 温安公主一边说一边哭 还不住地撩起衣袖 想让陈元庆看到自己身上的伤 陈元庆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温安公主 没有人知道此刻她的心 几乎要被冰寒给霸占了 哥哥 你不会连我这个妹妹都认不出来了 我死了五年 这五年 我是怎样的煎熬 为的就是能再见到哥哥 却没想到 哥哥竟然这么快就厌倦了我 你说的 要护我一辈子的 哥哥要食言了 是不是 温安公主也感觉出了陈元庆的异常 说话的时候 她一直在偷偷地看陈元庆的表情 可是陈元庆始终含着一张脸 让她有一些无所适从 因为她了解的陈元庆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哥哥 皇上 宋云谦 他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我不喜欢她 我要离开这里 哥哥你帮帮我 带我离开 以后我听你的 再也不会喜欢宋云谦 再也不会 哥哥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打了圣仗是吗 那你求皇上将我放出去吧 皇上他不会不答应的 哥哥 如果你不接我出去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温安公主很清楚 陈元庆是自己最后的希望 在自己被关进圣行司的时候 他的好皇兄已经放弃了自己 温安公主 谁给你的胆子去懂惊慕 你凭什么要欺负她 凭什么让人带走她 陈元庆终于不愿意再听 温安公主绝望地叫嚣 她缓缓开口 只是话语中的锋芒 瞬间让温安公主 心底的希望被浇灭了 温安公主怎么都没有想到 陈元庆终于开口了 质问的 却是关于静默的事情 明明她才是陈元庆 心头的至宝 可是现在她关心的 只有静默吗 哥哥 我激动 她拥有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东西 她的父亲是皇上 母亲是飞龙门的门主 从来都看不上我的太后 对她宠爱有加 她已经有了那么多了 却要来抢走你 我怎么甘心 明明我才是你的妹妹 我在这里受尽了委屈 你见到我 却只会质问我 为什么对她不好 想到金默 想到现在自己的处境 都是金默所赐 她心底的恨意 就再也控制不住 她红着眼睛 对着陈元庆说话 话语中的嫉妒和愤痕 好像熊熊的火 随时都能够 将她的理智给坟尽 你有什么资格嫉妒 你凭什么嫉妒 纯真善良 你不过是个骗子 我不是骗子 我真的是你的妹妹 陈宇珠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怎么可能认错 我五岁的时候 打破过你的头 我八岁的时候你出征 我送你了一把宝剑 我十二岁的时候 你回来了 说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 会好好护着我 我 温安公主知道 陈元庆现在在怀疑 自己的身份 她只能将自己知道的 他们曾经的一点点说出来 这些记忆都不是假的 她相信 这些温暖的记忆 能够换回陈元庆 对自己的感情 陈元庆只是冷漠地 听她说着 脸上和心底一样 没有任何的波澜 这些事情 都曾是自己讲给温安听的 现在被她一句一句讲出来 她只觉得自己 当初蠢得厉害 温安被送到她身边之后 其实并没有说多少 他们的过往 是她迫不及待地 和她一起回忆 是她将自己的把柄 送到了温安的手上 然后让她的出现 毁掉了自己的妹妹 在所有人心底的印象 而她则是 推波助澜的那一个 温安公主 你不用再说了 我很确定你的身份 她在边关知道 妹妹是假的之后 就上人去调查了温安公主 连子序国那个 可以将人一种的大夫 她都找到了 她的人在大夫那里 搜到了语竹的画像 温安公主愣住了 她没想到 自己一番言语 竟然毫无作用 陈元庆再也不是 之前那个好糊弄的傻子 也是 因为对陈宇竹的感情 因为宋云里能够让可儿复活 她从来不曾怀疑过 自己的妹妹是假的 所以她为了妹妹 亲近了所有心力 亲近了所有感情 从来都没有留过余地 而现在 她的恨也没有了余地 甚至连听温安的辩白 都懒得听了 哥哥 我 温安不敢再说了 但是心底 她依然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哪怕是她看在 自己和她妹妹 有相同的一张脸的份上 她能够救自己一命 也是好的 所以 她依然喊出的是 哥哥 哼 我不是你的哥哥 你的哥哥 在子叙国的皇城之中 陈元庆自嘲地笑了笑 轻声说道 温安公主不敢再说话 她感觉得出 面前人的愤怒 她很清楚 如果自己惹恼了她 只会死得更快 说吧 是谁 让你变成了 鱼珠的样子 是谁 让你带走了金墨 你还有什么图谋 你老实回答 我留你一命 陈元庆低声说着 但是谁都清楚 那话语最后的警告 哥哥 我 温安公主轻声开口 眼底依然带着几分情谊 只是在出道陈元庆眼底 那么冰寒的时候 她还是控制不住地 低下头去 说了一句 是三皇兄让我来 让我听宋云礼的话 宋云礼 嘱咐你什么了 让我挑拨你和皇上离心 宋云礼说过 等她登上了皇屋 会帮三皇子 登上我们子虚国的宝座 相比于之前的急切 说出幕后的这一切时 公安公主神色平静了很多 这些事情 她在盛行司也交代过 只是这一次亲口说 给陈元庆听 她才感受到了一切真相 曝光之后的恐惧 因为陈元庆的眼底 是她从来不曾见过的 熊熊怒火 欢迎收听 穿越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要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指红雀 后期刘盈 第三百一世纪 听温安公主说完这些 陈元庆反倒是笑了 她心底一直为妹妹不平 一直觉得宋云谦愧她 却不想自己这样的心理 自己对陈宇卓的宠爱 也会成为别人手中的利刃 让自己针对瘟疫 针对宋云谦 继而伤害了金默 如果之前 她不介意自己成为 别人手中的刀 只要能够为妹妹报仇 可是现在 金默意外入局 她有一些不确定 自己要怎样走下去了 陈元庆在见了温安公主之后 就去找了宋云谦 这次态度依然恭敬 再去和边关之前 那个巨傲的陈元庆 判若两人 宋云谦在采薇宫里见了她 君臣两个人仅仅几个月不见 却都苍老了许多 陈 陈元庆 穿见皇上 陈元庆在和宋云谦对视过后 就跪了下去 态度是从未有过的虔诚 喜吧 宋云谦轻声说完 就看向了寝室的方向 那里睡着的是她最在意的人 即使是在陈元庆的面前 她也不愿意掩饰的感情 纵使她清楚自己对瘟疫的深情 很可能刺激到陈元庆 我要带走温安公主 陈元庆轻声说道 不是请求 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情 宋云谦转头看着陈元庆 许久才说了两个字 李游 她太像羽珠了 我不能让她带着这张脸 肆意挥霍属于羽珠的东西 陈元庆的回答很坦然 宋云谦却在瞬间就明白了 她话语的意思 那所谓的属于羽珠的东西 不仅仅是陈元庆对陈羽珠的呵护 还有柔飞的称呼 自己和瘟疫的歉疚 朕想封瘟疫尾头 让你的人不要阻拦 朕想往安给你 宋云谦没有想到 陈元庆会提这样的要求 有恩恩在 她就握住了子序国的大把柄 等战争结束 他们可以索要很多东西 如果给了陈元庆 她不可能没有要求 她现在最顾忌的 就是瘟疫丰厚的事情 她现在也只求没有人 能够挡住自己给瘟疫一个名分 宋云谦不是不知道陈元庆最厌恶的 是看到自己对瘟疫的深情 只是她等不了 现在每天握着瘟疫的手 她都在担心 瘟疫那微凉的手 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就没有了温度 她必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将要给瘟疫的都放到她的面前 即使这不是她想要的 她都要给她 陈元庆的脸瞬间僵住了 她没有想到 她会提这样的要求 她拼力要护住妹妹的东西 她却用这样的条件来告诉她 她护不住妹妹的全部 要妹妹的声望 就必须牺牲掉她的男人 妹妹已经死了很多年 宋云谦可以有女人 只是那个女人不能是瘟疫 这是陈元庆坚持的 她本就没有指望宋云谦 能够为她妹妹守身 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 能够做到 你就带人走 做不到 我相信紫旭国就是为了面子 也不会亏待了朕 宋云谦淡威胁道 陈元庆看着宋云谦脸色变了又变 最终只给宋云谦三个字 你休想 陈元庆说完话就急匆匆离开了 她不敢在这里多待 因为这全是瘟疫气息的宫典 让她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不知道为何 心里竟然有排山倒海的愧疚汹涌而至 宋云谦早就知道 陈元庆不会轻易妥协 即使因为温安公主的事情 对自己有一些微的愧疚 依然改变不了她心底的执念 她认定了自己辜负了陈宇竹 认定了瘟疫害死了陈宇竹 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 都改变不了这一认知 这个想法早已经在她心头生根发芽 宋云谦看着陈元庆恼火离去 嘴角闪过一抹苦涩 她轻声地吩咐身后的陆公公 等晚上的时候 就把温安公主送到陈将军府上 皇上 这 唉 陆公公是听了陈元庆和宋云谦的对话的 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了陈元庆的软肋 就这样放手 她如果执意与我和温义为敌 有没有温安都一样 将温安公主送给她 我和温义就不欠陈宇竹什么 宋云谦淡淡说完就转身向着温义的寝室走去 她很清楚温义当年面对中毒的陈宇竹时的无奈 也清楚她一直对陈宇竹的死心存愧疚 因为现在温安公主并非是陈宇竹复活 她们能够弥补的 也只能落到陈元庆的身上 将温安公主送给陈元庆 温义应该是满意的 陈元庆没有想到 宋云谦竟然会这样无耻 她竟然提出要求让自己不要阻拦丰厚 凭什么 就连宇竹的皇后嗜好 都是她努力争取来的 温义确实躺在那里 宋云谦就得为她努力地说服重臣 就要封她为后 自己的妹妹不比温义差 她也痴痴地爱着宋云谦 她妹妹不曾得到的 凭什么温义要得到 陈元庆回到府中 就见宋云里藤儿皇之地坐在府中的大厅里 慢条丝里地喝着茶 陈将军好啊 宋云里说话时 嘴角带着柔妹的笑意 眼睛再仔细打量着细美的手 对陈元庆只是不懈地扫了一眼 宋云里你骗我 陈元庆看着宋云里 压在心头的活气终于再也忍不住 她走到宋云里面前咆哮道 宋云里笑着看向陈元庆 脸上没有半分愧疚 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 是你逼我 宋云里的话语中带着淡淡的委屈 一双眉目里面全是阴阴秋水 不得不说 现在在陈元庆的面前的宋云里 神态语气十足地像个女人 陈元庆被宋云里的一句话 逼到要气炸了 她瞪着宋云里 在宋云里的委屈里 她的怒火如泄了气的皮球 她的怒火终究还是没有发出来 只是瞪了宋云里两眼 因为宋云里说的是对的 当时宋云里要找自己合作 她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与主回来 当时宋云里说过 重生之处艰难 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 是自己逼她做的 她告诉宋云里 只要与主能够重新活过来 她就答应与她合作 当时宋云里就说过 与主可能会忘了他们的过往 她说的是没关系 她会全部告诉她 现在想来宋云里的话 不过全部都是坑 只是自己心甘情愿地 跳下去罢了 我没让你弄个假的来骗我 她毁掉了他们对与主所有的好感和愧疚 她 想到温安公主 陈元庆的心底的火气 就怎么都控制不住 不仅因为她的肆意妄为 更是因为现在连自己惩罚她都做不到 看来陈将军对我怨恨 要比对宋云谦和温义的仇恨都要大 既然这样 我们之间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宋云里一脸失落 说完话就起身准备离开 而陈元庆则在这个瞬间突然明白过来 他确实不应该本末倒置 宋云谦和温义是害死宇竹的凶手 你找我有什么事 直接说就是 只要是对宋云谦和温义不利的 我自然会做 陈元庆低声说完 脑海中却闪过金墨的影子 他突然有一些后悔自己吃钱的话 只是话一出口 他似乎没有了什么更改的理由 宋云里满意地看着陈元庆 眼底的笑意越发地诡异 宋云里走的时候很是得意 即使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 他依然坦然嚣张地离开了陈元庆的将军府 宋云里刚走不久 温安公主就被送到了陈元庆的府上 是陆公公亲自送来的 看到陈元庆的时候 他叹了一口气 轻声道 老奴人为言轻 但是有些话 还是想和将军说说 我跟随皇上多年 当年皇上娶将军的妹妹 是先皇的意思 当时皇上和瘟疫门主 已经是心心相印 是您的妹妹 硬生生撕裂了他们的感情 当时两人有多难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后来将军的妹妹病重 瘟疫门主更是不眠不休地照顾 瘟疫没必要要您妹妹的性命 因为有没有您的妹妹结果都一样 皇上的心呢 早就在她的身上了 这么多年 您一直在怪他们 却从没想过 因为您和您的妹妹 他们的感情之路又坎坷了多少啊 陆公公说完话之后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她之前很少有这样的假设 如果这世上本没有陈元庆和陈宇珠兄妹 她的皇上和瘟疫门主 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不用经历这么多的坎坷 不用让人这样的心酸 唉 瘟疫门主的为人我清楚 您应该也看得到 她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就罔顾人的性命之人 瘟疫门主 能给太后解毒 是因为那药 是宋云礼给的 我一直纳闷的是 您为什么会那么的恨瘟疫门主 别说瘟疫门主 对解药无能为力 就是见死不救 您也不至于这样的针对呀 明明杀害你妹妹的凶手就在宫中 您为什么从来都不曾动过她分毫 那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陆公公说完话就走 陈元庆看着她的背影 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眼底越发的深沉 温安公主被留在空荡的大厅之中 看着陈元庆脸上泛起的音质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温安 你觉得皇上怎样 婚异又是怎样的人 陈元庆突然开口盯着温安问道 温安公主没有想到陈元庆会问话 但是看着陈元庆愈发冰寒的眼 她乘声说道 皇上和婚异是谁都分不开的 他们两人的感情太深 他们都是坦荡之 不像是害死您妹妹的凶手 这只是温安最直白的感觉 对着此刻满脸英质的陈元庆 她不敢撒谎 陈元庆看着温安公主 脸上全是讽刺的笑容 坦荡之人 如果没有那坦荡之人 她的妹妹怎么可能丧命呢 可是坦荡之人 在一个无关人的眼中 他们都是坦荡的人 只有她自己觉得他们心思狭隘 只有她自己觉得 他们是杀人凶手 温安公主窃窃的看着陈元庆 她很清楚 自己的性命全掌握在她手中 所以带着几分讨好的言道 如果你觉得 他们是害死你妹妹的凶手 那也是可能的 毕竟温安公主的话语 是那么的没有底气 就连一个猜测 都不敢理直气壮 陈元庆脸上的笑容 突然绽放开来 只是阴智如阴沉的天气 好像随时都能够降下一场暴风雨 你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了 你饶我一命好不好 温安公主怯怯地问 她不觉得 陈元庆会放过自己 但是能活 谁愿意死 所以努力求取 哪怕是分毫的希望 我为什么饶你 给我一个理由吧 你的命挺好 正赶上 我不想做恶人 陈元庆嘲讽地说 恶人 如果能够做好人 谁愿意做恶人 可是 现在自己 好像真的就是恶人 尤其是在 金莫的心中 她不在乎 别人如何看自己 她现在在乎的人 只有金莫 我 有着一张 和你妹妹一样的脸 我可以学你的妹妹 做一个纯亮的人 我 温安公主着急地说着 在开口时候 她才知道 原来自己真的没有 让陈元庆心软的理由 温安公主说完话之后 大气都不敢出 她不知道自己这个理由 能不能让陈元庆放过自己 但是现在 她唯一的底牌 也就是这张脸了 那让自己经历了 变脸之痛的三皇兄 早就将自己 当成了弃子 甚由她在大梁的 盛行丝中煎熬着 陈元庆突然俯身 两个人都能够感受到 彼此鼻息间的温度 温安公主吓得 缩回了身子 胆怯地看着陈元庆 眼底全是绝望的哀求 陈元庆再次栖身上来 只是像看一件宝贝一样的 看着温安公主的脸 她突然抬手 空中闪过一道锐芒 温安公主的脸侧 是一阵的锐痛 她本能地去摸自己的脸 摸到的却是温热的血 带着猙獰的味道 让她浑身痰软在地上 既然你也知道 这张脸最像的 就将这张脸留下 我找你一命 陈元庆声音低沉 却不容拒绝 温安公主眼底全是金句 她亮呛着身子后退 好像只要离陈元庆远一点 自己就能够逃出升天 你不要过来 我 我 温安公主的话语中 已经全是颤抖 这张脸本来就是戒的雨竹的 现在我只是让你还回来 不要你的性命 你怎么就不舍得了 放心 我不过去 你自己动手 将脸皮接下来 要脸还是要命 你二选一 怎么样啊 陈元庆语速很慢 却自自如魔一般 等她将话说完 温安公主的心 已经被恐惧给占据了 我 温安公主之前 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自己这张脸 可是现在 如果没有了 自己会是怎样恐怖的样子 自己又要怎样活下去 温安公主连想都不敢想 她只能一步一步后退 一点点远离陈元庆 可是陈元庆的眼里 全是冰封的寒刀 其实 留着你这张脸 也不是不可以的 可是你非要做那歹毒的事情 非要针对金莫 我的妹妹 从来都不会和金莫 那样可爱的孩子交恶 所以 你这张脸 只不能留了 陈元庆的话 将温安公主 推入彻底的绝望 她确实没做什么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 做对子叙国有利的事情 甚至还没有被宋云里所用 她做的唯一的措施 就是针对金莫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万劫不复了吗 我不是故意针对她的 我没有坏心 我只是看不惯 我只是嫉妒 我 温安公主 着急地解释着 她希望陈元庆 能够理解自己 可是陈元庆 只是笑着看着她 温安公主 看着她的笑 心底的绝望 越来越重 原来在自己 针对金莫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万劫不复 她皇兄 努力营造的千里堤坝 最终却因为自己 小小的嫉妒 彻底毁掉 想想可真的是 如果不是你顶着 羽竹的脸 你以为我还会 和你说这些废话吗 尽快 免得我改变了主意 陈元庆低声说完 就起身向着 温安公主的方向走去 她的脚步 一声一声 踩踏着她最后的理智 她闭着眼睛 不敢看陈元庆 被冰封住的脸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知道要怎么做 我知道 温安公主慌乱地说着 低头寻找 之前被陈元庆 丢在地上的匕首 她颤抖着 拿起匕首 咬牙 滑到了自己脸上 追星的痛楚 让她身体 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陈元庆 只是笑着看着她 像个魔鬼一样 轻声道 我妹妹的脸 最是精致 也最是完美 你最好不要弄坏了 不然 我一人饶不了你 温安的手 愈发地颤抖 她缓缓将刀 挪到自己下汗上 脸上全是金具的泪水 只是手 却只能一点点地 切割着自己的皮肉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11集 整个过程 温安整个人 好像在刀山火海中行走 而陈元庆 更像是在看一场大戏 嘴角的笑 始终都没有淡去 温安公主曾以为 当初让大夫给自己换脸 已经是最煎熬的事情了 却不想 生生剥掉自己脸皮的痛处 要比换脸更是千倍百倍 尤其是面前还坐着一个 随时都能够要了自己性命的人 温安公主不知道 这场与自己而言 可算是浩劫的酷刑 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她只记得 自己浑身都被汗给湿透了 她无论如何 都没有办法 将脸皮给揭下来 一次次地撕扯 虽然她不敢太用力 却也疼痛已成 一次一次直到她筋疲力竭 都没有成功地将脸给撕下来 也没能听到陈元庆喊停 在昏迷过去之前 温安公主才知道 陈元庆的惩罚 远比在盛行司要更加厉害 在昏迷之前 她终于还是忍不住 轻声地喊了一声 只是她拼尽最后力气看到的 不是陈元庆那满是宠溺的眼 她的眼神依然冰寒 如同这深冬的雪 陈元庆看着那个 裤子沉雨竹的女子 撕扯着自己的脸皮 昏倒在自己面前 原先看到她时 心底的柔软再也不复存在 只剩下厌恶 她缓缓蹲下身子 捡起已经落在地上的刀 慢条丝里地切割着 温安公主的脸 和血肉连接的地方 一下一下 极尽温柔 好像面前不是她厌恶的女人 而是她的情人 直到一张完美的脸皮 被完整地从脸上切割下来 她轻轻扶上那张 已经血肉模糊的脸 轻声地说了一句 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模仿你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妹妹 陈元庆说完就起身离开 再也不管身后的人 她的生死已经与自己无关了 她唯一与自己有关的 就是这张妹妹的脸 她已经得到了 她不愿意在温安公主面前 浪费太长的时间 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比如说报仇 比如说守护 宋云谦没有想到 自己前脚将温安公主 送到陈元庆的府上 陈元庆后脚 就让她的手下和同党 阻止自己封后 之前的朝堂之上 因为没有陈元庆 她的同党态度并不明确 尤其是在出了 温安公主的事情之后 现在陈元庆回来了 他们知道了陈元庆的意图 自然会为她冲锋险阵 不遗余力 毕竟成元庆掌管着 守护经济的军队的军权 依然全是陶天 边关的军权对她而言 不过是一个臂膀而已 她现在依然有 左右朝堂的能力 皇上 您至今坚持要封温义为后 是因为温义对百姓有功 为了百姓不顾自己的性命 但现在温义门主还活着 而且传言说 温义门主的身体 已经渐渐好起来了 所以您之前的话语 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谁知道温义门主身体 是否有爱 谁不知道 温义门主医术高深 没准那解药 根本就不需要 温义门主的血 这不过是皇上 和温义门主的苦肉计 就是为了让我们 不顾祖宗礼法 赞成皇上 奉温义为后 皇上 这绝非我们的恶意揣测 这样的话语 已经在百姓间传开 就是为了温义门主的亲语 皇上 您也不能执意封后 看着前段时间 在朝堂之上 悄无声息的 陈元庆一派的朝臣 开始不管不顾地攻击温义 宋云谦看向陈元庆的眼睛里 就只剩下了冰寒 他本意是想让陈元庆 释放善意 因为温义最后 都没想过要动陈元庆分毫 却没想到他变本加厉 竟然对温义这样的诋毁 事可忍 孰不可忍 陈元庆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是吗 诋毁了温义 对你有什么好 你 宋云谦恼火地站起来 质问陈元庆道 陈元庆抬头看着宋云谦 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眼睛里的得意 却再也明显不过了 怎么 如果阵风温义为后 就是无道昏君了事 那阵不介意做个昏君 做这所谓的明君有什么用处 自己爱的女人 都没有办法和自己并肩而立 连护住自己心爱的女子都不能 宋云谦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怒意 对着朝臣们高喊一声 转身就走 明明他只需要再坚持几天 那些朝臣们就会屈服 温义就会成为自己的皇后 可是陈元庆回来了 局面再一次不受控制 宋云谦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强势一些 他们最终也会屈服 可是他怕给温义沾惹一个 红颜祸水的名声 温义的名声 他不能不在乎 所以他能够做的也就是发一通火 然后继续想让朝臣们同意的办法 宋云谦气呼呼地回了采薇宫 见到安静睡着的温义 心才平静下来 他缓缓走到温义的身边 牵着温义的手轻声说道 宋云谦的话语深情又温软 全部都落入了刚刚走到 温义寝殿门口的金墨耳中 金墨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不管外面传言如何 父皇和他都很清楚 妈妈现在只是苟延残喘 真的到了分娩那日 可能连这样躺在他们的生命中 都不会了 金墨走进寝室 紧紧依偎在宋云谦的身边 轻声说了一句 父皇 你放心好了 用不了多久 妈妈就会成为你的皇后 一定会的 宋云谦有些不明白金墨的话 他哪里来的自信 说出这样的话 宋云谦看向金墨 金墨只是苦笑着 并没有再说什么 金墨心底却轻声地 给了宋云谦回答 妈妈会成为父皇的皇后 是因为再也没有人 有资格成为他的皇后 现在群臣唯一能够 推举出来的人不是可儿吗 他想做皇后 也得看他金墨同不同意 也得看看妈妈 愿不愿意让他继续活着 和采薇宫的安静不同 此刻如贵妃的宫中 却是欢声不断 原因很简单 朝臣们态度坚决地阻止 风云亦为后 而现在 论绅士论能力 论资格 能成为皇后的人 只剩下了他如贵妃一身 能成为和师哥 并肩而立的女神 一直是可儿的理想 现在这理想尽在咫尺 他只是想着 都觉得热血沸腾 他太了解自己的师哥了 他的优秀 他的骄傲 包括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 有这么多朝臣反对 他坚定的坚持 依然必会动摇的 他是个会顾忌朝臣 想法的君王 所以风云亦为后的事情 只能延后 而等他风云亦为后的念头断了 就是自己登上后卫的好日子 可儿笑着 看向在不远处 临摹自铁的重楼 脸上的笑意更重 后卫自己是在必得 就连师兄和瘟疫的孩子 现在也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重生以来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意过的 重楼 等你临摹完了自帖 咱们去看看你的妈妈 听说你的姐姐回来了 因为志得意满 所以可儿愿意做一个良善的母亲 尤其是现在 师哥还不知道自己的好 他要让师哥清楚 他可不是柔非那个蠢货 他会善待瘟疫的孩子 因为这孩子长得那么的像师哥 看向自己的时候 更是毫无戒备和故意 他喜欢及了重楼对他的依恋 母飞 我已经临摹完了 咱们快点去吧 重楼乖巧地放下笔 轻声地对可儿说道 因为瘟疫昏迷之前的嘱托 为了完成最后那件事情 重楼这些日子一直乖巧地守在可儿身边 对瘟疫的事情不闻不问 只有在可儿睡着之后 他才会施展自己的异能去采微工 睡在瘟疫的身边 他晚上也曾去找金墨 可是金墨睡得跟头猪一样 喊他都喊不醒 好不容易喊醒了 他也看不到自己 最终还是信心而归 所以这次听可儿 有让他和金墨见面的意思 他心底早已经是兴奋不已 你这孩子 就知道你想去采微工了 以后你想去尽管和我说 瘟疫毕竟是你的母亲 金墨是你的包姐 我还能阻止你不成 再说你的父皇也是在那里的 你们父子亲近 是母妃最盼望的事情呢 可儿柔声说着 一副慈母的样子 重楼笑着点头 心底却付费不止 这才到什么时候 就开始端起皇后娘娘的范儿了 可真是的 如母妃 咱们快点去吧 我想寂寞了 重楼笑着请求道 可儿看着重楼的样子 想到当年的诗歌 都不曾对自己这样的依恋 心底的甜像蜜糖一样 话都划不开 好 母妃收拾下就带你过去 母妃这么漂亮 哪里需要收拾 你比我妈妈又美多了 重楼小声道 稚嫩的同烟同雨 让可儿心底的得意更重 她直接牵了重楼的手 带着她向采薇宫的方向走去 只是可儿没有得意多久 就在采薇宫被泼了凉水 因为知道可儿和重楼要来 宋云迁只允许重楼进来 她心心念念要见的诗歌 连见自己一面都懒 看着千山那张冰着的脸 可儿抓住了重楼的手 坚持说道 我和重楼要一起进去 如果师哥不让我进去 我就带着重楼回去了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见师哥 他对姐弟重逢这样的戏码 根本就不感兴趣 上重楼和金墨见面 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重楼闻言紧张地看着可儿 使劲地摇动可儿的手臂 眼底全是委屈 一副哀求的样子 可儿看着她想拒绝 可是想想自己努力 营造的好母亲形象 她终于还是放弃了坚持 对重楼道 想去就去吧 母妃在这里等着你 可儿说完话就看向千山 她希望千山能够懂事一些 毕竟自己堂堂如贵妃 总不能站在采薇宫的门口 等着重楼 却不想千山只是对她 挤出了一个嘲讽的笑 就带着重楼进了采薇宫 重楼在进采薇宫的宫门时 还对着她挥手 一脸的遗憾 这让她恼火的心 稍微地得到了安慰 却不知道重楼 进到采薇宫之后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长舒一口气 说了一句 啊 终于摆脱那老妖婆了 千山看着变脸 比翻书还快的孩子 忍不住拍了一下 她的脑袋 正想说话 金墨就在寝室中冲了出来 一脸嫌弃地对着重楼说道 哟 太子殿下竟然还记得这采薇宫呀 我还以为你任贼做母了 就忘了妈妈呢 金墨 不许胡说 妈妈嘱咐了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才假扮听坏孩子的 如果不是妈妈嘱咐的事情没做 我早就回来了 谁愿意和那个坏女人在一起 都有个心思了好吧 重楼很是不耐地说完 就对着金墨叹了一口气 妈妈嘱咐你做什么事你告诉我 我和你一起做 我连子叙国的城主都能够对付得了 这些朝城和如鬼妃他们 一定不是我的对手 金墨迫不及待地想显摆 自己在边关取得的胜利 重楼看着金墨很认真地说道 妈妈嘱咐我的事情我肯定会做好的 我要让妈妈知道我和你一样都很聪明能干 本来想和金墨讲讲自己打算的重楼 终于还是改变了主意 金墨很厉害了 他要比金墨更加厉害才行 妈妈嘱咐我做 肯定是相信我自己就能做好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重楼轻声说着 眼底却带着几分犹豫 因为他也不确定 当那一天真的到来 一切会不会那样的顺利 他也想过 万一不成 他就用自己的异能 总能让一切变成事实 好吧 我想为妈妈做些事情 妈妈这样都是如归非害的 我们杀不了她 总是要讨一些利息的 金墨轻声说着 目光灼灼 他相信 重楼会告诉自己答案 因为他们两个人 维护瘟疫的心思都是一样的 你想要做什么 我和你一起好不好 你已经在边关立功了 我总要做点什么的 为妈妈 也为父皇 重楼也不好意思地开口 金墨看着动心的重楼 小声地说道 男妈妈嘱咐你的事情 我也要参与 咱们两个人合作 一定能够让事情更加圆满 你总不想让妈妈有遗憾吧 金墨的话充满了诱惑 说完之后 他就盯着重楼 凭借他这些年和重楼的 斗智斗勇的经验 他相信 重楼一定会答应的 重楼果真答应了 只要能让妈妈满意 只要能够让害妈妈的人 得到教训 他不介意和金墨练手 只是两个人在达成合作 意想的同时 心底同时想起的是 如果他们能够联手 让妈妈醒过来 该有多好 宋云谦一直守着瘟疫 看着许久未见的两个孩子 在一起嘀嘀咕咕地 说着悄悄话 仿佛是之前 瘟疫还好好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是过得 细碎又安宁的时光 只是这抹幸福 总是缺少了一点什么 上人不由地在心底 伸出巨大的得失心来 如果 他还好好的 这幸福该是多么地圆满 可是上仓 好像总是在折磨他们 他们之间 好像真的如道长所说 只要在一起 瘟疫就会经受劫难 他怕了 真的怕了 见了太多次 瘟疫在自己面前 受伤害甚至死去 他再也没有勇气 再来一次 他只想守住现在最卑微的幸福 可是他很清楚 很难很难 因为瘟疫的肚子 比之前大了许多 对于将要来到的 这个小生命 宋云谦的心底 是矛盾纠结的 他曾和瘟疫 期待着孩子的到来 他甚至想在这个孩子身上 弥补自己 不曾给金墨 和重楼的幼年时光 可是现在 这个孩子的到来 可能会要了瘟疫的性命 或者说他一定会要了 瘟疫的性命 宋云谦知道 瘟疫现在能够支撑着活下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这个 尚在腹中的孩子 所以他对这个孩子 既心存感激 又惧怕他的到来 在无人的暗夜中 他一次一次问自己 要怎么做 可是结果 却是他无能为力的 他一遍一遍 催着诸葛明和台医们 想办法 可是连他自己都很清楚 希望微乎其微 宋云谦从来都不敢想 最惨烈的结果 他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守着瘟疫 守着不让上天 再次夺走他的性命 父皇 你知道我有一能的 你不用这么伤心 我能看到你和妈妈的未来 你们肯定是会在一起的 重楼看着消瘦的宋云谦 心身安慰到 他说谎了 他只看到了妈妈的离世 只看到了父皇的伤心欲绝 但是现在 在妈妈还活着的时候 他不希望父皇的世界 被悲伤给笼罩着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伊菲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12集 宋云谦听了重楼的话 眼底突然伸出希望 如烟火一般 瞬间就绚烂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重楼 你说的是真的 我和你的妈妈 宋云谦突然有一些手足无措 这些日子 他想了太多和瘟疫的生死相随 想了太多彻底失去瘟疫的日子 他都不敢想 自己会和瘟疫在一起 所以这惊喜来得太过迅急 迅急到他有一些怀疑真假 父皇 我不会骗你的 重楼低头说完 就牵着金墨的手离开 他和金墨不同 他从来都不会撒谎 他怕父皇会看出自己心虚 宋云谦哪里会心虚啊 他现在满心都是喜悦 就连看向瘟疫那隆起的腹部时 都没有了纠结 他甚至认定了 等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 就是上仓给自己奇迹的时候 既然瘟疫能够活下来 那他就不能再这样的伤神了 朝堂之上的事情他要尽快做出决断 到时候给瘟疫一个清贫盛事 以后让御膳房 给他们做水煮鱼和麻辣小龙虾 晚上一起吃了饭 再送虫楼回去 宋云谦嘱咐陆公公几句 就向着御书房走去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了瘟疫 他依然要撑起朝堂 依然要将瘟疫喂完的事情给做完 将朝堂之上张先辉两规他们的残余事理清除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他已经让人查出了很多他们的把柄 但是他们的离开 需要合适的人选去替补 他不能再让陈元庆的人给替补进来 只是事情的发展 很快就超出了宋云谦的预料 两规和张先辉先后失踪 多方查探之后才知道 他们都被宋云里掌握在了手中 有人看到他们在积极联系自己的同党 也有人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陈元庆也没闲着 这段时间 他的人成了阻止宋云谦立后的主力 这段时间 恳请宋云谦立云申公主为后的朝臣越来越多 他们理直气壮又气势汹汹 一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样子 虽然在朝堂之上宋云谦比较被动 但是却看清楚了朝堂之上曾经立场不明的人 谁是宋云里的人 谁是陈元庆的人 几乎一目了然 宋云谦在等一个时机 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对于将自己私利放在百姓之上 对于将升官发财当作未完成的目标 对于喜欢劫私引导的官员 宋云谦只等着一个合适的借口 就在宋云谦考虑着要怎样翻身置敌时 一个极好的借口从天而降 让他震惊不已 可儿被捉奸在床 更让宋云谦震惊的是 捉奸的人竟然是重楼和金墨 宋云谦终于再一次走进了如贵妃的宫中 只是这一次 可儿没有办法以风情万种的姿态来迎接自己的师兄 宋云谦走进宫中时 见到的是被飞龙门的侍卫挟住的可儿 原先挡住他脸的面纱已经掉了 身上的血衣松松垮垮地勾勒出他曼妙的身姿 也露出了他带着斑驳亲子的身体 可儿一直期待着宋云谦的到来 但是当看到宋云谦扫向自己时 他停止了挣扎 他不愿意让师兄见到自己这个样子 他水样的眼里全是哀伤 带着淡淡的祈求看向宋云谦 被塞住的嘴里乌乌压压地说着什么话 好像是在辩白解释 你不是朕的女人 朕也没有要求你为朕守着身子 但是你将崇楼要在自己身边 做事就应该有所顾忌 被孩子撞到 这算什么样子 这难道就是你男赵的教养 宋云谦看了一眼 不远处正在说着悄悄话的金墨和崇楼 怒气终于再也控制不住 可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呆呆地看着宋云谦 早就在脑海中徘徊了许多遍的解释 瞬间都烟消云散 因为宋云谦在乎的 不是自己和别人有没有关系 他在乎的只有金墨和崇楼 他的恼火 也是只是因为那两个孩子 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在乎自己 这样绝望的认知 让可儿脸色灰白 他放弃了挣扎 软软地坐到了冰冷的地上 见宋云谦来了 金墨和崇楼两个人 乖乖地走到他身边 看着两个单纯的孩子 宋云谦的心都软了下来 轻声道 你们先去妈妈那里 这里的事情 父皇 这事情是我发现的 我看到如贵妃和人脱了衣服 在床上打架 如贵妃被打得直哼哼 我赶紧叫人来帮忙 可是那人打了如贵妃却跑了 金墨轻声解释着 一脸的纯真 重楼站在金墨身后 不住点头 一脸的生意为然 看着面前两个年幼的孩子 看他们在说起 这个问题时的一本正经 宋云谦突然更加确定 瘟疫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 不然他真不知道 等着两个孩子长大了 自己要怎样和他们说 男女之间的事情 父皇 你看如贵妃身上都被人打得亲子了 可真是可怜 可是飞楼门的叔叔们 还这样 您快救救如贵妃 如贵妃娘娘这次 可真的受了大委屈了 金墨说着 可是她的话语 却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在孩子的眼中 这男女情势竟然会是这样的 还受了大委屈 宋云谦有心想让金墨和重楼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又顾虑到他们的年龄 犹豫了片刻 只能抬手示意飞龙门的人将可儿给放开 师哥 我是被冤枉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招了别人的道 我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 我们之间没什么的 你最应该清楚我的心思 我爱的只有你 怎么可能让别的男人站了身子 可儿被松开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解释 她想让宋云谦知道自己的清白 可是宋云谦却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只是嘱咐飞龙门的人赶紧将金墨和重楼送回去 这样的近况 她一点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看到 目搜金墨和重楼离开 宋云谦才回头看向可儿 可儿看着宋云谦的目光 好像在水流中冰死的人遇到一块浮沫 只是那块浮沫冷得好像凝结了整个深冬的寒霜 师哥 你要相信我 我 可儿开口 眼底全是绝望和哀求 之前金墨说成的样子 她已经是百口莫辩 可是她依然希望师兄能够知道 这件事情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爱的只有你 怎么可能和别人 师哥 我是被别人害了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可儿见宋云谦不说话 赶紧再次开口 好像打破了两个人之间冰冷沉寂的气氛 他们之间就能够回到当年 回到师兄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日子 师哥 我 可儿还想解释 可是解释的话却再也说不出口 因为没有理由 除了她爱师兄这个理由 她再也没有了别的理由 现在后宫之中 她除了一些位分低的嫔妃 只有她自己独大 虽然没有圣宠 但是皇上还是忌惮她的南昭国公主身份 所以不曾苛待于她 她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 这样的纵容 让她胆大包天也是可能的 师哥 你 可儿见宋云谦不说话 心底的慌乱更重 她一遍遍地喊着师兄 希望她自己的称呼 能够唤起宋云谦对自己的爱恋 希望她能够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给自己清白 能给自己一份信任 如贵妃 今天的事情 我会让见过的人去转告南昭国王 到时候是给你一张修书还是白铃 看你父皇的意思 可儿终于听到宋云谦开口 却没想到宋云谦说出的竟是这样的话语 修书 握着白铃 师哥 你在看什么玩笑 我现在是你的贵妃 我还要做你的皇后的 我是最爱你的人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帮你给宋云里下毒了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将自己的心全都给了你 你却视如鼻履 你甚至想我的性命是吗 师哥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残忍 我这么多年的灾难和痛苦全是因为你 我 可儿怎么都没有想到 宋云谦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语 原来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 云轩公主 就是南昭再兵强马撞 都不能逼阵风一个浪荡的女人为后 宋云谦听着可儿绝望之后的言语 很认真地提醒 他知道可儿是被冤枉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怪 他没用这样的方式冤枉他 已经是够君子了 师哥 你明明知道我爱的是你 我为你做一切事情 我 可儿绝望地对着宋云谦 可是情深义重的话语 对宋云谦而言更是刀锋 如果不是他的情深义重 他的瘟疫怎么会经历那么多的劫难 你如果不是云生公主 你活不到现在 宋云谦起身要离开 而走到宫门口的时候 还不忘说一句 让可儿绝望到深渊的实话 师哥 我是可儿 你从小就活着的可儿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 可儿对着宋云谦的背影 痛苦地嘶汗 宋云谦恍若未闻 深色淡漠地离开 宋云谦走后 飞楼门的侍卫 偌大的贵妃宫 昨日还曾是宫中所有人 虚知若物的存在 今日却深深必如蛇蝎 君王的圣宠 从来没有照耀过这个金碧辉煌的宫殿 而里面那个痴情的女人 此刻绝望如坟墓里的野鬼 她一直知道师哥误解了自己 她不明白自己的心 可是现在 她要怎样做 才能够让她明白 自己是爱她的 封宫 她也没有办法再去找师哥 封宫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命运 从此以后 自己就是这个深宫之中 可有可无的人 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熟贵妃 再也不是随时能够见到师哥的 明艳贵妃 可儿手足无措 她最擅长的就是读术 可是她不能对侍卫们都用读 不然她在师哥心底 会变成滥杀无辜的恶毒女子 可是她要怎样才能够出去 她要怎样才能够让师哥明白她的心 她的爱 可儿在心底无助地挣扎 最后能够想起的名字 只有宋云礼 那个让自己复活的人 那个让瘟疫成不了皇后的人 杰兰 你帮我联系宋云礼 我要见她 我要见她 可儿的声音张狂如鬼魅 还透着绝望和悲凉 她和宋云礼是同类人 所以她很清楚找宋云礼是鱼虎猫皮 可是她已经没有了别的办法 她现在只要出去 只要能够走到宋云礼的面前 她不要在这深宫之中老去 更不想一条白领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宋云礼没有想到可儿 会在这个时候出这样的婚招 对她而言可谓犹如天主 不管可儿的事情是真是假 有那么多震神在 她就可以被冠上不真的迷生 这样的女人 谁还敢让她做自己的皇后 那就是齐心可诛 她一直想找个理由收拾了可儿 却没想到今天歪打正着 一举两得 宋云礼的心情格外地好 却没想到 回到采薇宫 两个孩子会跟自己逃赏 为什么要给你们赏赐 宋云礼看着两个孩子 理直气壮地要赏赐 心底全是质疑 因为我们帮你解决了心腹大患 心腹大患 宋云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宋云礼 接着就是陈元庆 可是他并没有得到 他们有任何闪失的消息 这心腹大患从何而来 就是那个连脸都是假的的老妖婆 冲楼见宋云谦一脸懵懂 心底就更不高兴了 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险 他的父皇竟然无所谓嘛 宋云谦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一双儿女 他们两个孩子 竟然设计自己的妃子与人口合 给自己的父皇戴了绿帽子 他们还敢讨赏 怎么样父皇 我们是不是很棒 我们知道你最近很讨厌那个女人 她还想做皇后 可真的是 金木一边抱怨着 一边仔细观察宋云谦的神色 见她没有发怒的迹象 赶紧讨好地抱住了她的胳膊 晃呀晃的 把宋云谦心底的震惊 全给晃没了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你们这两个孩子 真是 宋云谦本来要义正言辞地 告诫两个孩子 但是想着瘟疫 她的心忍不住软了下来 说出的话语更是浓重的无奈 你的儿子女儿冲坏一场 自然会在根源上帮你解决问题 这一招好像叫做釜底抄心 金木有模有样地解释 说完之后 还等着宋云谦的表扬 宋云谦看着他们姐弟 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 他明明问的是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是谁教的 怎么到他嘴里 却成了战略战术了 你们两个 以后不许胡闹 如贵妃是永度的高手 如果事先被他查去 你们觉得 你们还有这条小命吗 想到这个孩子 暗中做的事情 宋云谦都有一些后怕 只是他的提醒 两个孩子显然不放在心上 正在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雀跃呢 父皇 你以为我在如贵妃宫中这些日子 忍气吞声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让他信任我 对我放松警惕吗 我 说到算计可儿 成罗这一次更是底气十足 自己一直装乖巧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父皇 以后告诉御医们 我们想要东西就给 这一次还分了好几个人去要的 看着宋云谦没有责怪的意思 金墨有点得意忘形 想到求要时候的艰难 就让父皇下令给他们开方便之门 就是 安然哥哥都不玩毒药了 我们想弄点 只能找太医 那些太医也真是小心 成罗想到自己和姐姐 费尽心思求要 心底也全是抱怨 以后父皇会告诉御医们 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们药 不然 你们用毒药做出的事情 全部由他们负责 宋云谦这次没有心软 一言不合 就用毒药这样的事情 还真的是不能纵容 父皇不要吗 妈妈只是不让安然哥哥白弄毒药 你连我的爱好都不毒 金墨听了宋云谦的话 一阵哀嚎 在知道妈妈不让安然哥哥碰毒药之后 他可都是偷偷摸摸的 就连他被掳到子叙国 他逃出来是用的迷药 让春风战的土匪们 闻分丧胆的毒药 可都是自己的杰作 而那些御医们 也是功不可没的 欢迎收听传阅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纸红雀 后期刘盈 第三百一十三集 父皇 你总得让我有点东西防身嘛 你这样一弄 以后我再被人掳走 我就自己回不来了 到时候 你就得割地赔款 金墨轻声说着 天地全是担忧 只是宋云谦心头了人 他的担心 不是以后被人掳走 而是没有毒药帮身 你们妈妈 我希望你们每天 都拿着毒药害人 你们的安然哥哥 就很听话 你们 宋云谦实在想不出 劝服他们的理由 他甚至觉得 瘟疫当初就该 三个孩子一起叫 他能够让安然发誓 不碰毒药 就一定能够让这两个 听到毒就兴奋的孩子 回心转意 可是瘟疫现在 已经没有办法 帮自己教养这两个孩子 而之前瘟疫 将两个孩子教养得很好 宋云谦唯一能够搬出来 说服两个孩子的 只有瘟疫的意愿 而他的话音落下之后 本来还想着千方百计 要说服宋云谦的 金墨和重楼 瞬间就眼疾息鼓 再也不缠着 宋云谦了 以后这样的事情 也不要做 我的事情 我自然有办法解决 你们俩就好好的 在这里守着你们的妈妈 宋云谦轻声地 嘱咐两个孩子 心爱的女神 能干 已经让她被决压力了 连他们的孩子 都在为自己 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让她觉得自己很挫败 相信父皇 父皇并非你们想得那么无能 宋云谦很无奈地 对着两个孩子解释 可是两个孩子眼睛里 显然是不赞同 因为他们看了太多 妈妈为父皇谋划的事情 而自认为有能力的父皇 现在连给妈妈一个名分 都不能做到 父皇的意思 是妈妈会成为你的皇后吗 金墨见宋云谦匆匆离开 对着她的背影说道 你们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如果没有办法 让你妈妈成为我的皇后 那我这皇上 无作业吧 宋云谦笑着 对金墨说完就离开了 自己的孩子行动了起来 她没有理由 还在这里享受安逸 不过不得不说 金墨和重楼的府邸抽薪 确实很快让朝堂之圣 请求立可儿为皇后的声音 给彻底消失了 当然谁都不会想到 可儿的事情是两个孩子所为 他们更加倾向于 这是宋云谦的计划 为了保住留给瘟疫的后卫 这个从来都不屑 因私手段的帝王 也开始了 宋云谦从来不曾这样的 无所不用其极地 要达到目的 这让群臣都有一些害怕了 对那高高在上的 他们以为软弱可欺的君王 他们不得不重新地认识 短时间内 也不敢再有大的动作 好在宋云谦也不再提 立温以为皇后的事情了 他们也找不到 和皇上对抗的事情 朝堂之上异常地和谐 而可儿被软禁在宫中 曾经挣扎吵闹过 但是在见过宋云里之后 就安静了下来 倒是有几次要求见宋云谦一面 只是宋云谦已经懒得再见他一面了 一切好像都安静了下来 如同采薇宫的冬天一样 连过年宫中都没有张灯结彩 一切平静得如同往日 谁都知道 因为瘟疫 皇上心情不好 他们不敢用喜庆让皇上烦心 而太后显然也纵着宋云谦 如果不是民间百姓 放出的喧天烟花 宫中可能连过年的气息都没有 过年之后 朱方元 朱葛明 郑国王爷夫妇 安然兄妹 宫中的太后 庄贵太妃 宋云谦和两个孩子 一起在采薇宫里吃了一顿团圆饭 只是吃到最后 所有人的眼中都含了泪 他们都是为了瘟疫而来 可是瘟疫却安然地躺在那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或者死去 一顿团圆饭 就是宋云谦他们父子全部的新年 新年之后各自忙碌 这段时间朝堂风云叠起 却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知情还出来的蹦打的梁归 和张仙辉的余党们杀的杀 罢官的罢官 有几分能力地被留任 却也在私下和郑国王爷 肖像他们有了接触 不再心甘情愿地为别人卖命了 陈渊庆的势力也在被清除的范围之内 只是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每天老神在在地上朝 除了瘟疫丰厚的事情 别的事情他一概不出一言 他的沉默让人心生恐惧 当然也没有人知道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会闯入宫中看看那个 已经睡着了的温柔小脸 他需要用寂寞来提醒自己 依然活着 依然会为一个人心动不值 只是这心动之外更多的是心疼 因为金墨和重楼守着瘟疫的这段日子里 都消瘦了不少 躺在床上的是他们的妈妈 他们怎么可能如外人所见那般的 没心没肺 宋云谦在忙碌的时候 金墨和重楼就乖巧地守护在瘟疫的身边 他们和宋云谦一样 坚信有一天瘟疫会醒过来 安泽和诸葛明每天都在忙着研究生血的办法 可是除了常规的办法以外 他们想不到别的出路 而瘟疫的身体却越发地衰败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浮肃 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像是开败了的花一样 萎靡了下去 他们不敢将这样的消息告诉宋云谦和两个孩子 好像只要隐瞒不说 这个事实就不会存在 他们一直瞒到春回大地 隐瞒到子叙国边境 又传来一个又一个的喜讯 隐瞒到宋云谦在朝堂之上 终于站稳了脚跟 隐瞒到瘟疫腹中的孩子 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这个世间 瘟疫的异程是宋云谦发现的 没有人比他更加关注瘟疫 为瘟疫做着点点滴滴的一切 是这个男人生活的全部 当他发现瘟疫衣裙上有了血迹时 整个人都慌乱了 他呆愣地看着瘟疫 耳中闪过的是重楼的花 他们终究会在一起 但是只是瞬间 他又不得不清醒 瘟疫的身体 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醒过来 他很清楚周围神的隐瞒 因为没有神 比他更清楚瘟疫的身体 只是他一直奢求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此刻 瘟疫身下淡白色裙子上 那抹淡淡的红 击碎了他所有的美好幻想 在奇迹出现之前 他们的孩子要先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他太明白 这个孩子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可是他阻止不了这一天的到来 快去让人 将诸葛明和安然叫来 瘟疫可能要生了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宋云谦的身体是麻木的 那僵硬的声音 好像不是在自己嘴里发出来 诸葛明和安然 因为瘟疫的身体 早就住到了宫里 听到传唤时 他们两个人都不由地对视 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哀痛的同时 还看到了出事重负 虽然他们更喜欢这样 战战兢兢地等着 但是也怕万一这样等下去 会是一时两命的结果 现在终于有一个是好的 也是值得庆幸的 只是庆幸之余 他们更多的是伤心 因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会彻底地将瘟疫 带离他们的世界 不管是诸葛明这个朋友 还是安然这个徒弟 他们都不愿意失去 生命中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只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两人匆匆赶到瘟疫的寝室 被瘟疫诊脉 然后诸葛明轻声地 对宋云谦说道 请产博进来吧 瘟疫这样 怎么可能 宋云谦虽然早就准备了产婆 但是在诸葛明说出这句话时 他还是不敢相信 瘟疫的身体虚弱得很 怎么可能顺利地生下孩子 先试试吧 如果真的要选择泡妇产的话 瘟疫可能 诸葛明的话 没有说完 但是谁都清楚 如果真的是抛妇产 那就是真正的 以命换命 他们都很珍惜瘟疫的生命 即使瘟疫现在 已经没有多少生机 好好 我让他们进来 宋云谦虽然 宋云谦听完诸葛明的话 就急匆匆地出了寝室 将早就准备好的产婆赶进了寝室 她自己也转身就要重新地进寝室 刚刚听了消息赶过来的太后 看着宋云谦的背影轻声说了一句 千儿 你一个大男人 进去 男子是不能进产室的 这一点宋云谦知道 当年黄嫂声安然的时候 皇兄也被人阻拦过 宋云谦苦笑着看着太后 没有说话 其实他们谁都清楚 在产室的这一段时间 可能是瘟疫最后的时光 太后看着宋云谦 突然间心就软了 她摇着头说了一句 算了算了 她如果知道 肯定也是愿意和你在一起的 宋云谦没有再说话 转身去了瘟疫的寝室 太后看着背影萧锁的儿子 眼泪突然再也忍不住 她忍不住低声地叹了一句 老天爷啊 你如果真想要人的性命 要我的就是 为什么要委屈了这两个孩子 太后知道 瘟疫产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但是谁的心底都怀着奢望 都希望这个历尽劫难的孩子 能够熬过这一场浩劫 在大殿中等待的时候 文讯的荣贵太妃 朱芳元 郑国王爷夫妇 都先后地赶了出来 只因为瘟疫身体太过特殊 此刻他们脸上毫无迎接新生命的喜悦 产婆很快就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无奈和担忧 太后看着他们 着急地问道 瘟疫怎么样了 太后恕罪 瘟疫门住根本没有力气 那孩子是没办法生出来的 产婆轻声地回答 她的花音落了之后 大殿之中陷入了诡异的静默 谁都知道的结果 但是再被人肯定 只会让人更加的绝望罢了 朱各神医说了 用抛妇产 孩子应该无碍 看着众人纠结的脸 产婆鼓足了勇气说道 没有人回应她 因为谁都知道 如果真的抛妇产 那瘟疫 皇上 那还好吗 许久许久之后 太后才想起什么一般 轻声问 战战兢兢 跪在地上的产婆 如果瘟疫的生命 注定保不了 那宋云青还能够坚持住吗 他们守在外面 已经是这样的煎熬 她的亲儿在寝室内 又是怎样 太后连想都不敢想 而此时 本应该守在这里的 重楼和金墨 却悄悄地去了 如贵妃的宫殿 妈妈嘱咐的事情 他们要做了 姐姐 我先去骗她 如果能把她骗出来 你就不要出现了 如果我骗不了她 咱们两人 再商量别的办法 重楼轻声说道 金墨看着重楼 想了又想 最终还是点头 因为可儿对重楼的戒备 明显要比对金墨的 少了许多 而这段时间 重楼也时常跑来看可儿 在可儿面前 刷够了好感 由重楼去骗可儿 显然要比她去 可行性更高 重楼见金墨 反常地没有和自己争抢 更是坚定了 要将可儿拿下的心思 他低声吩咐了 守在贵妃宫外的侍卫 那些侍卫可都是 飞楼门的人 对重楼的话 自然是言听计从 所以在重楼 闯进贵妃宫的时候 他们不约而同地 躺在地上 依附中毒昏睡的样子 而重楼闯进可儿宫殿 就大声地喊 母妃 你快来 母妃 我带你去见父皇 你一定要和父皇说清楚 重楼的话 让眼底暗沉的可儿 闪过一抹金光 整张灰败的脸 在瞬间如同春回大地 这些天 在他见到重楼时 他一遍一遍地求他 让自己见宋云谦一面 重楼之前 只是推说找个好时机 在他都等得绝望的时候 他如一缕阳光一样地 射入他已经灰暗的人生 重楼 你真的是重楼 你是带我出去的是不是 重楼 母妃没白疼你 你真是个好孩子 你 可儿说话的时候 控制不住地 想要将重楼抱入怀里 没有人知道 这些天 可儿经历了 怎样的煎熬和等待 没有人知道 他此刻多么地期待 能够和师哥见面 我有紧急的事情 要和师哥说 你快带我去见你的父皇 可儿感觉不到 重楼身体的排斥 他着急地 捉住了重楼的手 脸上全是急切 好 我马上带你去 重楼没有想到 可儿会这么容易上当 亏他和金墨还商量了那么久 重楼 尽快 再晚点就来不及了 尽快呀 可儿拽着重楼就要离开 没有人知道 他此刻多么地着急 着急到 他连自己的遗容都顾不得了 他怕再晚一些 自己就会毁了师哥的江山设计 那样的话 师哥就真的再也不会原谅自己了 重楼本来是着急着要带可儿去采薇宫的 最后确实 可儿将他带出了贵妃宫 只是刚出宫门 可儿就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寓书房还是采薇宫 这是瘟疫陷入昏迷之后 师哥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但是想到采薇宫 他的心里还是排斥的厉害 那是这个宫所有嫔妃的噩梦 却是瘟疫一个人的天堂 你的父皇 可儿顿住脚步问重楼道 可儿很希望重楼能够告诉他 他的师哥在御书房里 我父皇这段时间处理工物 也在采薇宫了 重楼很坦诚地言道 自从看出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 父皇除了上朝的时间 所有的军国大事 都是在采薇宫里处理的 那你带我去 可儿正了片刻 掩藏住心底的不悦 轻声说完 就向着采薇宫的方向走去 重楼带着可儿进了采薇宫 太后看到形容狼狈的可儿 很是不赞同地 看了一眼重楼说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快点回去 可儿看着房间里的人 捏如两下 终于还是没有开口 只对着瘟疫寝室的方向 大声说道 师哥 我有十万紧急的事 想告诉您 麻烦您出来一下 别在这里胡闹了 马上滚回去 宋云刚听了可儿的话 恼火言道 他们这些人 都是瘟疫的亲人和朋友 现在瘟疫生死一见 他们可不愿意 让可儿来打扰 可儿在多年以前 已经成了他们的仇敌 来人 将如贵妃带走 太后厌恶地说完话 就着急地看向寝室的方向 经历了被捉住 与人苟合之后 太后恨不得弄死 可儿这个一无是处的女人 可是南昭皇上 后来竟然来了国书 说只求宋云谦 能够留她一命 所以她才能够苟活到现在 但是今时的可儿 显然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 那个背靠南昭 让他们都忌惮的 云生公主了 因为南昭 已经不可能再给她 更多的护佣 所以他们 也懒得再给她 一些公主的尊容 太后 南昭的兵马 已经在京城外了 只等着婚姻产子 皇上心神混乱之际 他们攻入城中 还有 非龙门的护卫 自然是愿意听太后命令 闻言之后 就上前拖住可儿 却不想 可儿挣扎着 说出了让在场的人 目瞪口呆的话 南昭 濒临沉下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南昭的兵马 怎么瞒得过边关的将士 一点点渗透到京城中来呢 只是这个问题 很快在周围人的心里 找到了答案 欢迎收听传阅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孝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一十四集 如果大梁国内与人里应外合 从南昭国引入几万的士兵 也不是不可能的 能做到这一步的 只有宋云礼还有陈元庆 所以也就在这个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心 都从瘟疫的身体 转移到了京城外 你们快点告诉师哥 尽快 不然 可儿近眼前的人 眼底已经全是震动 他赶紧说话 只是话刚说到一半 他就变了脸色 你们都在这里 皇上在寝室内 我会是 我会是 可儿的声音已经变得颤抖了 终究是晚了一步吗 婚姻要颤死了 宋云礼他们 你可以走了 太后站了起来 看向可儿的时候 天地已经带着狠毒 可儿能够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 那原因只有一个 难招兵 兵临沉下和这个女人脱不了关系 只是现在 还真的不能要了她的性命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太后心底已经拿定了主意 等一切尘埃落定 就要除掉这个祸害 她不仅是祸害了瘟疫 祸害了自己的儿子 现在连江山都要祸害 这样的女人死有余辜 太后 让她在这里等会儿吧 她只是想见父皇 妈妈曾经也说过 等她生产的时候 要带书贵妃过来 崇楼轻声地说着话 话语乖巧又诚挚 虽然不愿意见到可儿 但是这是崇楼和瘟疫的意愿 他们愿意将她留下来 可儿见众人 没有再反对她留在这里 天地闪出一抹笑意 她觉得 这都是他们对自己 通风报信的满意 可儿觉得自己这一步 真的走对了 眼前这些人都是诗歌在乎的 有他们给自己说好话 自己和诗歌 还是能成的 只是想着 可儿脸上的笑容就越来越大 只是她没有戴面纱的脸 全是皱里的纹路 笑起来诡异如鬼 皇上 皇上 皇上不好了 有兵围攻京城 京城的守卫 说有十万多人 咱们的守卫怕是 陆公公刚刚见有人来禀报 赶紧出去 回来的时候 脸上已经全是急躁 不等 瘟疫走到寝室门口 就对着寝室门内 大声地喊道 在场所有人都给惊住了 除了可儿 谁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这么快 瘟疫要铲子的消息 才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蓄谋已久 只等着今天了 怪不得这段时间 他们甘愿在朝堂之上被打压 怪不得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的样子 原来他们都是在酝酿着 今天的波爵云鬼 我说的没错吧 我说的没错吧 师哥你快点出来 京城危机 只有您亲自里面才能震慑他们 师哥你 可儿一边着急说着 一边想闯进瘟疫的寝室 之前宋云里曾经说过 他们之所以选择在瘟疫产子的时候 发起进攻 就是为了让宋云谦方寸大乱 让他没办法捅兵御驾轻征 宋云谦所有的敌人都知道 瘟疫是他的软肋 瘟疫初始 他不可能会冷静下来 更不可能带兵狱杀敌人 只是现在的宋云谦 完全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所有的心神都在瘟疫的身上 他正看着诸葛明 用刀划开了瘟疫的腹部 触目所及的仙红 好像是他的心被撕裂 他紧紧地握住瘟疫的手 在他耳畔轻声地说话 一会儿就好 一会儿就好 陆公公在大殿之中 得不到皇上的回应 只能着急地让千山进去传话 千山有一些犹豫 陆公公要禀报的事情是十万火急的 可是主子的生命命悬一线 现在主子应该也是期待皇上 能够在自己身边吧 我先去北城门 宋云刚自然知道千山犹豫的是什么 现在对于宋云谦而言 能够陪在瘟疫身边 就是天大的事情 至于这江山社稷 这京城的安危 自己这皇兄应该帮他分担一下了 王爷 叶儿有些担心地看着宋云刚 这次南昭军队攻打京城 绝对不是对这几个流寇那么的简单 他们蓄毛已久 危机重重 危险重重 叶儿 在这里等着瘟疫的好消息 瘟疫肯定能扛过去的 宋云刚的话语意味深长 虽然他们心底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要拼一个最好的结果 好 我和孩子等你回来 叶儿温婉地笑着 看得宋云刚心底一阵酸涩 而容贵太妃也起身走到宋云刚的身边 犹豫许久才说了一句 尽管放心去吧 母妃 儿子走了 宋云刚看着容贵太妃 又看看叶儿 叶儿了然地点头 之前每次出生之前 她总会将自己的母妃托付给自己 她每次都会答应 却没告诉她 在她心底 容贵太妃早已经是自己的母亲 宋云刚走后 容贵太妃两个孩子和她 早已经是生死与共的一体 容贵太妃只是点头 心头的千言万语 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她的儿子是皇家子弟 现在朝廷国家危在旦夕 她必须要站出来 作为皇兄 宋云千为她失去了态度 现在是她守护弟弟的时候了 宋云刚走了 房间里既定的争落可闻 太后等人依然安静地坐在这里 好像城外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一般 太后 要不还是告诉皇上一声 这次的事情不简单呢 虽然郑国王爷已经离开 可是陆公公还是着急不已 皇上登基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危机 再等会儿吧 让她多陪温一会儿 太后心底也是犹豫的 这次南昭兵围京城 形势危急 如果宋云千不出面 那事后必然会为群臣所指责 因为这江山是她的责任 可是瘟疫这孩子 如果说这是她在这个世上最后的时间 那他们都没能在一起 太后是一国之母 更是宋云千的母亲 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她选择先做一个母亲 因为她最清楚 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个国家 失去了太多太多 她能够这样自私的时间都不多了 陆公公看着太后难过得 侧头抹泪 心底也是愧疚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等着寝宫中传出来消息 太后 这次师哥必须要御驾秦城 不然 可儿知道这一切之后 整个人都呆住了 她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 所以她这些天才一直想要见师哥 将一切都告诉她 可是还是晚了 她没有办法出宫 而师哥也不愿意见到她 她脑子里全是宋云离之前 和自己说过的话 只要宋云千不出现 她就是一个为了女人 天下都不顾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没有资格做皇上 宋云离依然是宫星的高手 如果宋云离不出战 那她率领的南昭大军 就不再是最大的威胁 最可怕的 就是宋云离失去了民心 到时候 不管宋云离再多么的情政爱民 多么的努力 怕都温暖不了百姓们 已经寒凉的心 太后瞪了一言可儿 什么都没有说 对于这个女人 她已经无话可说了 彩卫宫中的众人 再次恢复了安静 但是每个人的呼吸 都是凌乱的 他们甚至听得到 城门外响起的号角 也听得到 寝室内诸葛民和安然的低语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又好像过得飞快 只是始终都没有传来 瘟疫产下孩子的消息 倒是外面有人闯进来 对着陆公公说道 陆公公 不好了 城内有谣言 说南昭兵围困京都 都是因为瘟疫门主 陷害南昭云参公主 南昭王气不过才如此 还有谣言 说皇上之所以还没出现 是因为缠绵于瘟疫门主的温柔相助 他们 那小太监着急地和陆公公说话 全然没有顾及不远处 太后已经冰寒的脸色 胡说八道 瘟疫已经昏迷四个多月了 云参公主的事情才两个多月 他们怎么能 无耻至极 太后心底只剩下了这四个字 太后 之前有传言说 瘟疫门主身体已经好下了 皇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没有辟谣 所以才 陆公公见太后铁青的脸色 终于还是忍不住解释道 唉 太后听了陆公公的话 脸色更是难看 最终也只有沉重的一声叹息 本来拦着陆公公的千山 他劝太后告诉皇上 如果门主知道这个时候皇上还是守着他 怕是也不会答应的 瘟疫是什么人他最清楚 他连自己的命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 帮宋云谦维护江山 现在 如果他有半分的神志 都会劝说宋云谦去做该做的事情 天下太平 国父明强 这是皇上的理想 也是门主的追求 太后看着千山 眼底有水雾缓缓升起 千山了解自己的主子 他又怎么不了解瘟疫那个孩子呢 只是每次危机都要委屈他 这让他这个做婆母的心底 全部都是愧疚 再等会儿吧 让皇上多陪他一会儿 就一会儿 孩子可能就要生下来了 太后轻声地说 好像是在劝说他们 更是在劝说自己 可是时间永远都不会缓慢地走下去 让有情人能够多在一起 哪怕仅仅是一刻钟 太后 外面已经攻城了 南昭军队的火力很猛 守卫京都的陈将军说 可能支撑不了多久 心事危急 皇上必须要出面了 太后又叹了一口气 挥手示意千山去内侍告诉皇上 千山转身就进了寝室 数目所及就是宋云谦看向瘟疫时那痴缠的情谊 他紧紧握着瘟疫的手 好像那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王上 瘟疫 一会儿就不等了 宋云谦轻声地说着 好像在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他此刻的亲都是软的 如果早知道 要他腹中的孩子 会让他在昏迷之中都受着煎熬 他宁可不要 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 早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放心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一直守着你的 这下 一直守护着我 宋云谦继续轻声说话 好像没有感觉到千山走进来 现在瘟疫就是他的全世界 早就做好的决定 喊在嘴里的话语 一时间怎么都说不出来 千山只觉得 自己的眼眶和心都是酸的 他缓缓走到瘟疫的床盘 看着安静地躺在床上的女人 再也不负之前那样坚韧平和的样子 就连生产都是这样的 无声无息 皇上 千山犹豫了很久才开口 他很清楚 此刻皇宫之外才是十万火急 宋云谦文言抬头看着千山 眼神平和 好像此刻除了瘟疫 谁都没有办法搅动他的心绪 宋云里勾结南兆兵军为京城 南兆军是要为他们的公主讨个功的 可儿给他们去信说 是被门主构陷 还有传言 说皇上至今都在门主的温柔乡中 根本不顾百姓死活 每一个字 千山都说得一愤填膺 他没想到 有些人竟然可以卑鄙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宋云谦文言只是点头 他早就料到了宋云里不会善罢甘休 只是没想到是在现在 可是就是现在 他也不愿意去搭理 他很清楚 他应该守在瘟疫的身边 他怕失去了瘟疫 让皇宇马上去城门督诊 让瘟疫这边侵畅完了 我马上就会着急中将 宋云谦轻声地吩咐 眼睛却盯着瘟疫 他片刻都不愿意离开 即使事关朝堂 事关江山社稷 他已经因为这所谓的江山 所谓的天下失去过太多次 这次他再也不愿意将瘟疫给丢下 皇上 为了门主您更该出去 您不能让门主背上一个 祸国殃民的罪名 门主为国为民 您不能不顾他的名声 千山早就料定了宋云谦不会离开 可是现在已经刻不容缓 容不得他再在这儿 儿女情长 除非他不在乎门主的名声 宋云谦看着千山 眼底已经带着脑溢 不过只是瞬间 他的神色就平静下来 他转头看向诸葛明 问了一句 婚姻这里还需要多久 可能还需要很久 抛妇产简单 但是瘟疫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们真的不确定 诸葛明有一些为难地说道 他也想尽快帮瘟疫产下孩子 可是瘟疫的身体 宋云谦的回答 只是一个沉闷的恩 但是熟悉他的人都明白 他话语中的纠结和挣扎 王上 去吧 如果门主现在好好的 肯定会让你马上过去 千山轻声说道 宋云谦看着千山 握住瘟疫的手 欲发紧了 他现在恨不得 将瘟疫握进自己的骨血之中 那样自己就不用担心 也不用牵肠挂肚 皇上 外面的秦星 您如果再不出去 就真的控制不住了 宋云里这次是豁出去了 千山着急地对宋云谦说话 他是真的担心 等宋云谦决定走出去时 门主豁出性命获取的名声 已经变成了红颜祸水 秦深 不用说了 我去 宋云谦自然是清楚千山的意思 只是他说话的时候 眼睛还是盯着瘟疫的 他俯身在瘟疫的耳边说道 外面这些人 是时候收拾掉 你等我回来 我给你一个太平盛世 让你从此 再也不用为这江山设计 老身费力 宋云谦说完话就起身 转身就走 他不敢回头 怕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 因为自己多看了一眼就动摇了 他甚至连嘱咐诸葛民一生都不敢 可是他很清楚 自己的心已经一落在这里 即使出去 他的心也和瘟疫在一起 他在心底一遍一遍地说 瘟疫 等我回来 瘟疫听不到宋云谦的话 更不知道 他此刻心底的纠结和挣扎 不然 从来都体贴了他 不会这样安静地躺在这里 连外面的风起云涌 都毫无所觉 看着宋云谦的背影 消失在寝殿里 回头看着瘟疫苍白的脸 千山的眼泪 再也不受控制地落下来 他缓缓地跪在瘟疫的床盘 轻声地问了一句 没有人回答的话 门主 如果是你 肯定会这样决定的吧 从自己认识门主的那天开始 他就是从来 都将宋云谦的事情 放在第一位的 可是为什么 自己替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 他的心是这样的疼 自己现在和吕宁过得很幸福 不过 这都是门主的成全 因为自己幸福 所以更见不得这个时候 门主和皇上分离 门主 千山这次可能真的做错了 可能真的会后悔 我 千山后悔了 因为他也是个女人 他很清楚 在自己最软弱的时候 最希望的就是心爱的人 在自己身边 可是现在 门主危在旦夕 他却将门主的男人给劝离了 欢迎收听穿越严谦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15集 皇上这段时间 在朝陶上已经站稳了脚跟 如果这次 真的能击溃宿英里 以后 你们可能真的 就迎来了好日子 所以这次你一定要坚持下来 一定坚持住 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 就白费了 千山哭着说话 眼泪已经挂满了脸 他紧紧地握住温义的手 好像只要握紧了 温义就不会离开 再给温义抛腹的诸葛明 看着哭得不能自己的千山 想劝说 可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作为温义的好友 他们的心是一样的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可是却只能看着他们 一次次远离 一次次好像已经成了宿命 宋云谦走出寝室的时候 脸色都是冰寒的 太后见他出来 上前一步 紧张地看着他 想问出的话 终究是没有办法出口 母后 帮我收拾他 外面的事情 母后 宋云谦看着眼底 全是殷妾的母亲 冰寒的心 终于找到些微的暖意 他轻声说道 你放心 不管怎样 只要母后还活着 就会为你护好了她 你放心 你放心 太后郑重地应答 她很清楚 宋云谦的嘱托 有多么的沉重 不仅仅是要守在这里 等温义生下孩子 不仅是护住她 不被别人所扰 如果南昭君 真的攻入了城中 攻入了皇宫 那她也要拼力 护住瘟疫的性命 太后连说几个放心 可是宋云谦 终究还是不放心 除了自己 她谁都不放心 但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如果可以选 宋云谦控制不住地 苦笑一声 然后带着陆公公 从身边走过 离开了这 关联着自己心的宫殿 父皇 你就多背背妈妈一会儿 妈妈疼 金木对着宋云谦的背影 轻声说道 这是她的请求 因为她最清楚 父皇离开之后 妈妈这里会发生什么 她是真的怕 父皇会因为 见不到妈妈最后一面 而留下一生的遗憾 宋云谦俯身 看着已经走到 自己身边的孩子 手伸道 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 再也没有谁 能够叫我们分开 你们和妈妈 在这里等着父皇 金木还想说什么 但是她也清楚 刚才自己 就已经一句了 现在的父皇 比任何人 都想留在妈妈身边 只是她除了 是自己的父亲 是妈妈的丈夫 还是皇上 那父皇快去吧 我和妈妈 都等着你凯旋归来 金木轻声说着 但是在看到 宋云谦的背影 消失在自己 视线之中的时候 眼泪还是 控制不住地 落了下来 虫楼缓缓走到 金木的身边 紧紧地握住了 她的手 此刻只有 他们两个人清楚 父皇和妈妈 已经是永绝了 金木终究控制不住 将头歪到了 虫楼的肩上 被藏住的脸上 全是泪水 那温热的暖意 打湿了虫楼的心 女人真是麻烦 遇到点事 就哭哭啼啼的 真不知道 以后谁敢娶你 重楼也很伤心 但是听金木 已经哭到哽咽 忍不住也遇到 我才不要嫁 我 正在哭泣的金木 听了重楼的话 忍不住高声警告 他才不要嫁人 父皇要失去妈妈了 他不能让父皇 再失去自己 金木 你要担心的 不是自己 要不要嫁的问题 是谁敢娶你 你长得虽然漂亮 但是性格刁蛮 除了我 没人受得了的 重楼很认真的 对金木说 他是真的 受够了金木的刁蛮 也认定了 除了自己 没有人能够受得了 金木 你面得跟个冬瓜一样 还说我嫁不出去 你要担心的是 没有人娶你好吧 金木反唇相机 一副不和重楼 善罢甘休的样子 我才不会没人要 都说我最可爱了 金木你这么诋毁我 我饶不了你 重楼说着话 就挥着拳头 向金木扑去 两个人在大殿之中打斗 让凝重的气氛 活跃了很多 只有可儿 安静地看着 瘟疫的两个孩子 眼底全是嫉妒的瑞蒙 重楼 别闹了 过来 可儿终于还是 控制不住 心底对重楼的喜欢 尤其是他和金木 吵闹的样子 像极了当年诗歌 刚刚拜诗 他们在一起 学习生活的样子 看得出 太后他们心情 都不是很好 他不愿意 让重楼惹他们生气 只是可儿不知道 重楼和金木 永远都不会惹太后生气 即使他们现在吵闹 太后心底 也全是爱怜 太后很清楚 这两个孩子 在自己面前吵闹 为的就是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他们也知道 妈妈是最危险的时候 但是现在还想着自己 只让太后有一些动手 听了可儿的话 心底更是只剩下维护 她对两个孩子说道 你们两个皮猴 快点来祖母这里 别闹了 显然太后的话 更有威慑力 太后的话刚说完 金木和重楼 就停止了打斗 乖乖地站到太后的身边 重楼 我想进去看看妈妈 重楼看了一颜可儿 轻声地请求道 你还小 还是不要进去了 里面鲜血淋漓的 太后愿意纵着重楼 可是只要想到里面的场景 她还是不敢让她进去 我让母妃陪我进去 母妃最大胆了 重楼笑着看了一颜可儿 然后轻声求道 黄祖母 我也要进去 我们一起就不害怕了 妈妈最喜欢我们了 这个时候父皇不在 他一定想让我们在身边 黄祖母 求求您了 金木见太后 有一些动容 赶紧说道 黄祖母 求求您了 您最疼重楼了 您肯定不舍得 重楼伤心的 是不是 太后看了看两个孩子 又看了一眼 听了重楼的话 已经低眉顺眼 站在自己面前的可儿 终于还是开口说道 云神公主 你就带两个孩子进去吧 照顾好两个孩子 如果他们有个万一 太后您放心 他们是师哥的孩子 虽然也就是我的孩子 我就是拼了性命 都要保护他们的 可儿信誓旦旦的 眼底全是兴奋的光芒 他心底已经想好了 只要自己进去 一定要将瘟疫置于死地 看他一个死人 怎么和自己争 师兄 包括可爱的重楼 最后都只能是自己的 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为了最后的胜利 他愿意做一切事情 太后看向可儿的脸色 依然是冷宁的 他不相信 这个女人 真的会如自己所说 但是重楼和金木 都认定了他 想到室内还有诸葛民 和千山 他终于还是不忍心拒绝 可儿见太后默许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重 他上前拉住重楼的手 眼底全是慈爱的光芒 他从来都没有像今日一样 觉得重楼 竟然是这样的 合自己的心意 重楼和金木对视一眼 然后就牵着可儿的手 走向瘟疫的寝空 太后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背影 心底突然无比地慌乱 他想喊住他们 可是不等他开口 两个孩子和可儿的背影 已经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中 宋云谦走后 千山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牵着瘟疫的手 轻声地在他耳边说着话 他总觉得自己说的一切 他的门主是能够听到的 听到身后的动静 他回过头 看到可儿的时候 他满是温情的脸 瞬间的冰封柱一般 他冷声地问道 不知道如贵妃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门主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已经如愿了 千山 我只是来看看瘟疫姐姐 我们之间也曾有过情谊的 只是 可儿看着躺在床上的瘟疫 她毫无声息的样子 让她心底隐满了喜悦 她就知道 自己下的这个毒是无解的 即使瘟疫已经坚持到了现在 她仍然只有死路一条 不用你来冒哭耗子 你还是先离开吧 千山 你真的是误解我了 我知道姐姐 所说时间已经不多 我来这里 只想姐姐能安心离开 你应该知道 她最不放心的 就是这两个孩子 我可以替她照顾好 这两个孩子 更会好好爱师兄 可儿的话一字一句 说得很认真 她是知道瘟疫在昏迷之前 是想将这些事情 交托给柔飞的 但是现在 柔飞已经露出了真面目 现在 她才是这后宫 唯一可以为瘟疫 做一切的人 尽管她不喜欢 接受这样的感觉 但是能让师哥 和这两个孩子 都完全属于自己 想想 可儿都觉得 自己在这深宫中 受的煎熬是值得的 所以 她今天能够走进来 目的就剩两个 帮瘟疫一把 让她尽快去死 另外就是炫耀 向瘟疫周围 所有人炫耀 现在师哥 还有孩子 都是属于自己的 可儿心底的得意 是猖狂的 她现在眼底 只有胜利的喜悦和兴奋 完全忘了自己 曾经做过的事情 也忘了自己 在这宫中 已经不是那个 人人敬畏的 云生公主 凭你 还真不配 金木和重楼 就是没有母亲的丈夫 还有我们 非楼门的人在守护 门主不在的五年中 没有人能取代 她的位置 你有什么资格 就凭你身为 大梁的贵妃 还和南赵君 勾结不亲 还是凭你和宋云里 的关系匪浅 只是我们不想弄死你 如果想让你死 我们有上百种办法 所以你最好 老老实实地待着 别碍着我们 非罗门的眼 不然 你就是独树通天 我们也不会和你 善罢甘休 千山恼火地站起身 伸手将金木和重楼 两个孩子 揽入自己的怀中 恶狠狠地 对可儿警告道 可儿看着千山 正想开口 却听到 身侧诸葛民的声音响起 是个小皇子 千山再也没有了 和可儿 稚气的心情 他牵着两个孩子的手 走向诸葛民 看着诸葛民在 血淋淋的腹中 取出一个小小的婴儿 软软的 细微的呼吸 仿说不在 诸葛民 小皇子他 千山伸手 想触碰一下孩子 可是手刚刚 到他鼻子间 他的呼吸 都停滞了一般 他紧张地 看向诸葛民 孩子还好 只是母体太虚弱 所以他现在 也有些虚弱 孩子已经取出来了 你去给孩子洗洗 然后包裹好 送给太后吧 活着继续地缝合 安然 你马上准备 缝合用的线 咱们尽快 尽量让你的师父 少留点血 诸葛民紧张地 说着话 手上的工作 却停都没有停 瘟疫最大的问题 就是之前 失血过多 现在供血不足 如果不是有金针术 他连性命都保不住 但是现在 偷付这样的手术 金针术对身体器官的 稳定作用 已经再无作用 他们必须尽快缝合 然后继续用金针术 封住身体的各个重要器官 让他们维持正常的运行 只是他们谁都清楚 瘟疫可能等不到 再次稳定身体各个器官 就会停止呼吸 所以他们在和上天抢时间 他们在挑战自己的医术 准备好缝合用具的安然 已经拿起了手中的银针 只要缝合结束 他会第一时间给师父施针 金墨和重楼 都顾不得看一眼 他们曾经无比期待的孩子 他们紧紧地盯着妈妈 看着他安静地躺在那里 脸上连产下孩子的喜悦 都没有半分 重楼缓缓走向瘟疫 而可儿见重楼忽然靠近瘟疫 也不动声色地 在重楼的身后 他也等着机会 等着送瘟疫彻底离开 诗歌的世界 缝合的过程是迅速的 但是当安然将第一根金针 扎进瘟疫的心口时 瘟疫却没有了任何的反应 安然呆呆地看着 有一半仍然握在手中的银针 眼底已经阴晕出了雾气 他已经用了足够快的速度 可是为什么 师父连反应都没有 安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拔出银针再次刺向瘟疫的胸口 这一次依然是没有反应 安然的手变得颤抖起来 眼睛里的泪水也落了下来 诗歌民从安然的动作中 已经知道了结果 虽然不甘心 却依然拍下了安然的肩膀 安然再次拔出金针 再次刺进去 这一次 瘟疫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诗歌民颤抖着 将自己的食指 放在瘟疫的鼻息间 之前虚弱的气息都不复存在 他慌张地喊着瘟疫的名字 好像有什么东西 将自己的心都给挖了去了 妈妈 妈妈不会的 秦末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妈妈昏迷之前 嘱咐重楼做的事情 就是在今天妈妈死去之后 让可儿也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在重楼说妈妈的嘱咐的时候 他就清楚 妈妈会死 只是当这个现实 就这样地摆在自己面前时 他却慌乱地不知所以 好像整个神都被抽取了惊奇神 重楼的脑海中 曾经一次一次出现过这样的场景 但是当这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还是愣住了 只是他还是迅速反应过来 对着金墨喊了一声 金墨 别忘了妈妈的嘱咐 重楼说完话之后 就向着可儿冲去 不等可儿反应过来 他的手中就已经多了一把力声 而金墨在听到重楼的话的第一时间 就冲向了可儿 可儿反应不及 整个人都跌在了瘟疫的身上 手中的匕首也插进了瘟疫的身体 千山姑姑 云山公主杀了我妈妈 诸葛叔叔 诸贵妃杀了我妈妈 王祖母 诸贵妃她竟然杀了我妈妈 你要为我妈妈报仇 诸贵妃 你好歹毒的心思 你害死了我妈妈 我要和你低命 两个孩子控诉一般的声音 一声一声地响彻彩卫宫 宫内的诸葛明安然和千山都听到了 大殿外的太后 荣贵太妃她们也都听到了 她们再也没有了禁忌 不受控制地奔向瘟疫的寝室 而可儿在金墨和重楼的话语中 渐渐地缓归神来 她看着重楼 脸上显出几分争鸣 她抽出插进瘟疫身体里的匕首 笑着看着重楼 低声道 重楼 你怎么能乱说话 瘟疫早就死了 我怎么可能杀了她 是她自己死的 她 可儿还想解释 想辩解 可是此刻 在鲜险淋漓的现实面前 她的解释是那样的没有力度 黄祖母 我亲眼看到的 就是这个女人害了我妈妈 你快点让人把她抓起来 重楼见黄太后 已经闯了进来 赶紧喊道 如贵妃 你最好不要乱来 不然我当场就杀了你 金墨低声警告可儿 她有着出神入化的毒术 如果不尽快拿下它 怕它又会生出不必要的麻烦 你们 你们购陷我 你们 我可是南兆的银身公主 现在南兆军兵为京城 你们能把我怎样 可儿看着虎视眈眈看向自己的人 心底已经清楚 不管自己怎么解释 她都没有了胜算 因为这满屋子的人 全部都是瘟疫的亲人和朋友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一十六集 可儿说话依然底气十足 只要京城围困未解 她就能够活下去 而她的一身本事 只要她想活下去 就能够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所以可儿说话时是嚣张的 说完话 她甚至看了一眼那带写的道 将瘟疫刺死 这是她心心念念的事情 今天也算是心愿得成 她心底自然是高兴不已的 把这个女人给我拿下 展立决 看着可儿嚣张的样子 太后已经缓缓地 在瘟疫去世的消息中 反映过来 她对着侍卫高声喊道 可儿吃惊地看着太后 笑着说道 太后 如果您要了我的姓名 不久之后 这南兆军 就会要了您的姓名 您千万得三思啊 太后很清楚 现在确实不是好时机 王祖母 妈妈已经死了 是 是可儿杀死的 崇楼见太后看向自己 憨泪抬头说道 王祖母 这个女人 你先让人拿下 我有用 金母和崇楼现在已经守在瘟疫床盘 她手紧紧地牵着瘟疫渐渐变凉的手 低声道 将这个恶毒的女人拿下 记得要搜身 她身上 不定有多少要害人的东西 太后眼睛已经盯着瘟疫 但是嘴里还不忘嘱咐 非罗门的侍卫 早就恨不得将可儿弄死了 现在得了太后的命令 自然不会携带 而太后现代的心神 早已经和两个孩子一样 飞到了瘟疫的身上 她急走两步 在靠瘟疫狠进时 却不敢再动了 她怕自己得到的结果 真的是瘟疫已经死了 在场所有人都很清楚 即使没有可儿的刺杀 瘟疫也没有多大生还的希望 但是可儿的一刀 硬生生切断了所有人微薄的希望 好孩子 你睁开眼看看母后 前二回来 还要和你说话呢 太后 太后终于是鼓足勇气走上前去 却一个猎妾跌倒在地上 她伸手轻轻地俯上瘟疫的脸 冰冷的温度 是她此生从没有触及到的冷 好孩子 好孩子 你看着母后呀 你还说过 要用自己的衣术 保母后长命百岁的 你现在走了 你让母后怎么办 你让母后怎么办 你让千儿怎么办 你让三个孩子怎么办呀 太后嘴里絮絮叨叨叨说着 眼底的泪水好像夏天的雨一样 速速落下 温宇啊 现在千儿又遇到大麻烦了 你得起来帮她呀 温宇 你快点起来呀 母后知道 你不舍得她太累太辛苦的 所以你分担她肩上的重量 现在 你也起来帮帮她呀 只要她看到你 肯定就有解决的办法 你和她说句话就好 太后也不擦脸上的泪水 只是看着瘟疫 轻声哀求 只是她哀伤的话语 让在场所有人都泪如雨下 皇祖母 你节哀吧 施斧套 安然从诸葛民的身后出来 轻声安慰太后 可是她话音未落 眼底的泪水就已经 汹涌而至 或者说 她的眼泪在金针落到 瘟疫身上没有反应之后 就再也没有停过 皇太后 金墨 崇楼 安然 诸葛民 伊尔 诸方元她们都进了寝室 安静地看着 躺在床上的女子 苍白的脸上毫无生机 如同之前的许多天一样 只是之前 她们还敢失望 瘟疫会醒过来 可是现在 安然终于还是上前准备了缝合的工具 缓缓走到床边 轻轻地为瘟疫处理伤口 她不说话 只是眼睛流泪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悲伤的 太后失去了自己的好儿媳 崇楼和金墨失去了妈妈 朱方元和诸葛民 他们失去了之交好友 而安然失去的是师父 他的师父 是他的良师 也是他的义友 更是几次救自己于危难 是他的再生父母 安然现在痛恨自己学得太少 即使别人都夸他是学医的旷世奇才 可是他学的还是太少 他现在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帮师父缝合伤口 用师父曾经教过自己的方式 师父 这样缝合伤口 我不知道对不对呢 你看一眼 告诉安然好不好 安然的话让义儿失声痛哭 知词莫若母 义儿很清楚 在安然的心底 瘟疫的位置 要在自己这个母亲之前 在场所有人都想找各种理由 喊着瘟疫睁开眼睛看一看 可是瘟疫始终都安静地躺在那里 金墨和虫楼都感觉到 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 千山姑姑 你安排几个人打上壳 我要带他住宫 金墨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对千山说道 千山看着金墨 再看看虫楼 相比于他们这些人的悲伤 这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 悲伤倒是少了不少 他在他们脸上看到的除了哀痛 还有镇定 金墨明白千山心头的疑虑 他轻声解释道 千山心底哀伤更重 他伸手紧紧地 像只有微弱呼吸的小黄子抱在怀中 虫楼有异能 他是清楚的 如果说两个孩子早就知道有今天 那这两个孩子心底 又经历过多久的挣扎和煎熬 他心疼极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千山姑姑 如果妈妈在的话 现在肯定要帮父皇的 刚才祖母都说了 我现在要去帮父皇 既然南昭君说咱们告现他们的公主 那我就要将这个杀人凶手 推到他们面前 先让他们给我们一个说法 金墨低声说着 眼底带着狠毒 其实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即使没有可儿那一道 瘟疫也会死 但是现在 两个孩子将这一切推到可儿的头上 那现在 对付南昭君 他们就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 千山姑姑 你让人放出风声 说我母亲缠字以后就苏醒过来 但是可儿突然发难 刺死了妈妈 这件事情 我们要南昭 给我们一个交代 金墨小声说着 燕金看着宫外的方向 没有人知道 他此刻心底的恨意 他恨可儿 如果不是可儿 妈妈不会中毒 他恨南昭君 如果没有他们围成 在妈妈最后的这段时光里 父皇一定是能够陪着的 既然南昭敢让他父母有遗憾 那他就让他们 也为生而为人遗憾 既然可儿想害死自己的妈妈 那他就做失他的罪名 让他因此万劫不复 一个害死大梁国 非罗门门主的女人 即使是南昭国的公主 大梁就是将她碎尸万段 南昭国都不敢说一句 其他几国也会赞成大梁的决定 绝对不会因此发难 千山姑姑 你还要等什么 这是妈妈临死的嘱托 就连干爹放出去的 妈妈身体渐渐好的消息 也是妈妈早就安排好的 为的就是将自己的死 归结到如贵妃的身上 重楼见千山还在抹眼泪 轻声说道 当重楼这句话说完 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瘟疫早就明白了金事 原来他早就将可儿 放到了自己的算计之中 只要可儿死了 松云里也不会再活更长时间了 可儿给松云里下毒了 重楼继续说道 这些事情妈妈没有让他告诉别人 但是妈妈做的事情 他也不想隐瞒 重楼的话音落下之后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瘟疫用自己的命 为宋云谦铺了一条康庄大道 没了宋云里 没了可儿 他对付陈元庆应该会很容易 到时候宋云谦就会手握皇权 从此再也不是朝堂上那个 左右为难的抵王 先让姑姑尽快吧 金墨轻声说着 眼底全是急切 在场的所有人 他的心都被悲伤给弥漫 但是谁都清楚 城外的战士才是刻不容缓的 此刻能够冷静下来的 竟然只有两个孩子 金墨 本主曾经说过 如果他不在了 让我护着你 以后 你就是飞龙门新任的门主 当以后重楼登基取亲 这飞龙门的门主之位 你传给他的妻子就行 欠山将手中抱着的小皇子 送到太后手中 然后坚定地站在了金墨的身后 这是门主最后的嘱托 所以金墨要涉嫌 他必然会坚定地守在他身后 好 那就带人 咱们去南城门 重楼 你在宫中保护好皇祖母 如果有万一 带着他们离开 金墨回头嘱咐重楼 重楼看了金墨一眼 说了一句 还说我去吧 你保住皇祖母他们 我没有异能 所以保护祖母这件事情 我做不到 只能交给你 再说我是姐姐 没有姐姐躲在弟弟身后的道理 妈妈说过 姐姐就是要保护弟弟的 金墨小声说着 天地全是柔光 这是他第一次坦然地 对重楼说自己没有异能 却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弟弟 姐姐 我 重楼很郑重地叫金墨姐姐 从来没有过的暖意 在心中流疼 但是他还是不想让姐姐涉嫌 因为那是自己的姐姐 他不想让姐姐有任何的不测 更是因为自己有异能 重楼 你还要守着妈妈 一定要保护好妈妈 等着父皇回来 这个任务交给别人不放心 所以你要留下 金墨见重楼还想和自己争 赶紧开口 然后不等重楼开口 他又轻声说了一句 弟弟 你放心吧 我现在是飞楼门的门主 整个飞楼门的人多顾着我 你去了 连个保护你的人都没有 最后这句话虽然是劝说 但是言语之中 已经带着嫌弃了 好像是在炫耀 他飞楼门门主的位置一样 重楼倒是反常的 没有和他辩驳 姐姐的心思他很清楚 不想让自己接触危险 所以才会这样的炫耀 这样的姐姐可真的是太不可爱了 不过重楼倒是没有多说话 因为姐姐说的一个理由 保护妈妈 一直以来 都是妈妈在保护他们 现在她也要好好地保护妈妈 这个任务交给姐姐 她确实也是不放心的 黄祖母 金墨先去了 重楼和妈妈就交给您了 金墨抬头看着皇太后说道 金墨 要不让千山他们过去 你 虽然太后也知道 金墨在战场之上的胜利 但是让一个孩子带着嫁儿去城门 她想想都舍不得 皇祖母 如果金墨只是小公主 那我可以理所当然地躲着 但我现在是飞楼门的门主 我不能比妈妈逊色 更不能让人知道 没有了妈妈 父皇就没有了支持她的人 从此以后 妈妈要做的事情 金墨替她去做 金墨一定能够做到的 金墨的话语说得很认真 说话的时候 黑色的毛子里 透出的全是坚定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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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劝阻的话终于再也说不出来 她很是欣慰 不管金墨能不能做到自己想说的 就凭她说的这些话 飞楼门的门主 她问心无愧 太后也相信她一定能够做到 金墨说完之后就带着千山离开 而太后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瘟疫 又看了看金墨马上要消失的背影 脸上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失去了妈妈的孩子 瞬间就长成了一个大人 甚至要扛起飞楼门守卫皇上的重任 可是只有他们这些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她才不过六岁 还是一个孩子 太后缓缓走到瘟疫的床旁 紧紧地将重楼抱在怀里 眼泪再也忍不住地落下 孩子们都很不错 可是瘟疫却看不到了 黯然渐进没走了 也没有再停留 虽然她现在更想守在师父身边 但是金墨的选择让她很清楚 她现在不应该待在这里 师父也不愿意她身怀绝世医术 却在这宫中守着她 安然 你去哪里 见安然缓缓地往外走 诸葛明有一些诧异 他最是清楚安然对瘟疫的感情 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什么外子交战 肯定有伤患 我去喊御医们出去帮忙 安然轻声说着 诸葛明心底不由得一探 这果真是瘟疫的徒弟 不被私情所困 心底想的永远都是病患 直到这一刻 诸葛明才知道 安然在瘟疫那里学到的 不仅仅是瘟疫的医术 更有一个作为医生的风骨和坚守 在他们眼中 病患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想当初他刚刚知道瘟疫的时候 就听他说不顾自己身份 尴尬地给医儿抛妇产 有这样的一个徒弟 瘟疫真的可以含笑九泉了 诸葛明自然也没有在这宫中多待 连安然都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他这个曾经被称为神医的人 没有可能继续待在这里 他也要回去 带着药堂里的大夫 去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瘟疫 我先走了 等一切尘埃落定 我再回来看你 诸葛明轻声说完就离开 而听了安然的话 朱方元也转身就走 虽然他并非战将 但是上了城墙 还是可以和南昭军一战的 他愿意为瘟疫披甲上针 叶尔 以你郑国王妃的身份 带着宫内的宫女 你们府上的婢女 也去支援 照顾生患这样的事情 还是女人更何事 荣贵太妃亲生地对叶尔说完 就伸手接过了叶尔手中的安逸 他这个老人家 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为义儿照顾好孩子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重罗从太后怀里 钻了出来 轻声说了一句 重罗从太后怀中出来 轻声地说了一句 他去检查一下 皇宫的守卫布置 虽然他知道的不多 但是他会去找 飞龙门的侍卫首领问的 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妈妈在这里 他们必须要保护好他 好孩子去吧 艾甲就在这里守着你的妈妈 等着你回来 太后欣慰地拍了拍 虫楼的手 然后就忍不住再一次 抹了一把泪 如果瘟疫能够看到这一幕 该是多么的欣慰 多么的高兴 众志成城 那南昭君真的没什么可怕的 太后心底从来没有 这样安心过 他认定了南昭君打不过来 宋云谦和宋云刚兄弟 不会让南昭君打进来 因为这城中有他们最爱的人 有他们的亲人 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子民 太后不知道 这一次进攻京城的 不仅仅有南昭君 更多的是陈元庆率领的 京城外的驻军 他们是听了陈元庆的命令 要除掉 还大量和南昭交恶的红颜祸水 在宋云谦知道自己的将士 要逼着自己诛杀瘟疫的时候 他脸上的恼火再也控制不住 他不允许有人破坏瘟疫的名声 他要护住瘟疫的一切 欢迎收听传阅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要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17集 让陈元庆出来和我说话 宋云谦一主心头的恼火 对着城楼下叫下的士兵喊道 城楼下一个看似小将的人 高声地喊着让宋云谦 交出瘟疫那个祸国妖女 不然他没有资格 和他们的大将军说话 城楼下一个看似是小将的人 高声地喊道 宋云谦眼底带着几分鄙夷 他看向那个小将 高声地说了一句 瘟疫从来不曾蛊惑过我 何来红颜祸水之说 如果说真的有红颜祸水 那也是你们陈大将军的妹妹 陈宇竹 如果不是他 陈元庆不会与我离姓离德 不会带着你们来进攻京城 你们是国家的士兵 却要为信臣的义己私欲 与朝廷为敌吗 陈元庆知道自己要护主瘟疫 他也清楚陈元庆最在乎的是 他的妹妹陈宇竹 既然陈元庆有胆量说瘟疫是祸国妖女 那他就将这脏水泼到陈宇竹的身上 让他也尝一尝 心爱之人被人泼脏水的感觉 皇上 我们和南兆军所求相同 就是要你交出罪魁阔首 只要你交出瘟疫 我们立马退兵 绝对不会踏入京城一步 南兆军肯定也会退军 就是 皇上 您任由瘟疫那恶毒的女人 诬陷南兆云生公主 惹得南兆皇帝大怒 发兵入境 强百姓置于水火之中 皇上还要恶意 攀咬到一个死去了六年的人身上吗 皇上 一个瘟疫 换天下安宁 您还不舍吗 如果不舍 那更能证明 瘟疫就是一个祸水 我们 只要皇上除掉瘟疫 除掉瘟疫 除掉瘟疫 清军策 清军策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声音 让宋云谦的眼睛里都冒出来雪光 他对着远处坐在大马上的陈元庆 高声地喊了一句 陈元庆 你混蛋 陈元庆看向宋云谦 脸上笑意弥漫 他最喜欢看到宋云谦这副样子 气急败坏 却又无能为力 这段时间他和宋云里合作 为的就是将瘟疫苦心经营的名声给毁掉 不管他之前曾经为这些愚蠢的百姓付出多少 现在 濒临成下 他们就忘了瘟疫的付出 想到的只有瘟疫害他们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 所以这次他志在必得 陈元庆 你混蛋 到底谁是祸水 是这个女人 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 这个女人 南昭君考考生生维护的云上公主 刚刚杀了我妈妈 金墨同志的满含怒意的声音 突然从宋云谦的身后响起 宋云谦不由的回头 看着气喘吁吁的 金墨正恼火地指着身边的壳 看向城下的千万兵马 毫无巨色 他看着金墨 耳中却再也没有了声音 因为金墨之前说的话 他的世界已经沉沦 瘟疫死了 怎么可能 出楼之前还说过 他们会在一起的 瘟疫的师父也曾经这样说过 可是现在呢 宋云谦觉得 自己的呼吸都变得艰难了 他扶住身边的扶手 才撑住了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 只是此刻 他的心底只有一个神影 那个早就铸扎在自己心底的 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人 此刻 他怎么再舍得 弃自己而去呢 而现在的情形 只需要他有半分的理智就很清楚 他必须站在这里 和自己的百姓子民一起应对叛军 一起对付敌国的军队 金墨看出了宋云谦的绝望和伤心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缓缓地走进宋云谦 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金墨的手很小 却火炉一般 给了宋云谦冰寒的世界 唯一的暖意 也是唯一的支撑 父皇 为了妈妈 你也得坚持住 如果今天他们攻进来 妈妈就永远都逞不了你的皇后了 金墨轻声说着 眼中的泪水也涌了出来 父皇的悲伤 他感同身受 金墨的话 宋云谦在绝望中 缓了过神 金墨说得对 自己还没有封瘟一为皇后 自己想要给瘟一最好的一切 那自己就不能失败 不管是叛军 还是南昭国的军队 他都必须将他们给击退 宋云谦渐恢复了神志 他已经明白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宋云谦终究还是稳稳地站住了身子 他紧紧地握住了金墨的手 除了金墨 没有人知道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宋云谦已经像是一场冷水澡 浑身的汗液已经变得冰凉 无时不再提醒着他 告诉他还活着 告诉他他必须要活下去 为了自己的亲人 为了瘟疫 自己都必须赢了这一仗 父皇送我去最高的城楼 我要让南昭军看看他们维护的公主 金墨轻声说着 话语不容拒绝 宋云谦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金墨说什么 他连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身后木偶一样地跟在金墨的身后 陈元庆没有听到金墨的话 但是宋云谦身边突然出现了那个软糯的身影 却让他神色一乱 他没想到金墨会出现在这里 没有人注意到 在看到金墨的那一瞬间 陈元庆的眼底闪过慌乱 他紧紧地盯着城楼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他只能看到他和宋云谦在说话 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让人羡慕非常 曾经金墨在自己面前也曾是那副样子 他的心也曾是柔软的 只是这柔软的感觉许久不曾有过了 金墨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上了离城楼最近的地方 在这里只要仰头 就能够看到金墨生动的小脸 在这里能够听到金墨高声的话语 我倒是想问一下南昭 你们到底怀了什么心思 才将这么恶毒的女人送进我们大梁的皇宫 竟然连非诺门门主的性命都不放过 你们是欺负我们大梁没有人吗 本来来势汹汹的南昭君 听了金墨的话 此时再也没有了勇气继续叫嚣 我们公主对文艺下手 也是因为文艺构陷她与别人勾搭成奸 南昭的将军 看着周围的将士 已经在窃窃私语 心地已经生出了几分慌乱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 即使文艺今天因为云生公主而死 那都是罪有应得 胡说八道 我们门主四个多月前就已经陷入了昏迷 你们云生公主与人勾结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我们门主如果有在昏迷中构陷你们公主的本事 早就信过来了 哪里还等到你们现在在这里叫嚣 千山听那个将军喊得理直气壮 忍不住高声地喊道 千山的话语和寂寞不同 他是用了几分功力的 他的话语传得很远 话音落下之后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南昭君 此刻全部愣在当场 如果城楼上那个女人说的事实时 那他们这一次功法到底算什么 胡说八道 之前就有人说文艺身体好了起来 怎么可能 南昭君自然不愿意相信这样的话语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 那他们就是师处无名 那他们偷偷潜入大梁国境内 恐怕是连回去都难了 你们这群口口声声 指着我妈妈是浑烟祸水的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 四个多月之前的瘟疫 你们有中招的吧 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感觉怎么样 你们也听传言说过 我妈妈的血 就是你们唯一的药引吧 是我妈妈流尽了全身的血 才换了你们的命 却没想到你们恩将仇报 今天连她的名声都不放过 我恨父亲 老心狗肺 说的就是你们 金墨 恳慨激昂地说话 说到最后的时候 他转过身来看向城内的百姓 我的妈妈 不顾自己有声韵 活出性命 用自己全身的血救了你们 可是你们 现在去为了自己的性命 不管我妈妈有没有错 需要逼着我父皇 交出她是吗 金墨看着城楼下的百姓 嘴角全是嘲讽的笑意 如果我妈妈知道 自己救的是你们 会不会后悔呢 话语带着淡淡的惋惜 可是她脸上的那笑意 却如刀一样地扎进所有神的心里 一个六岁的孩子都能够明白的道理 她说出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都羞愤一成 之前的事情 我不清楚 却不多说了 从妈妈回来 就一直在为父皇奔走 非勒们表明太多守护皇上 可主军叛乱 更是我妈妈不顾自己受伤 力挽狂澜 朝中间拧入梁规 张贤慧之流 更是我妈妈拼命压制的 后来可主 清晨发生瘟疫 我妈妈舍弃父皇不顾 舍弃我们两个幼小的孩子 用自己一生的血做药 引救了你们 如果不是她金针术出神入化 可能在四个多月之前 就和我那个未出生的小皇帝 一起去死了 现在 她终于在缠字的时候醒过来 去惨造南昭云神公主的杀害 我非勒们前任门主瘟疫 为国为民 吻心无愧 现在 我只希望 她活出性命都要保护的人 能够为她报仇 金墨小小的身体 吐出的话语 却力重千钧 让神热血沸腾 也让那些将瘟疫当成 祸国妖女的人 开始动摇 一面是不堪的传言 一面是金墨含泪的控诉 莫名的 他们愿意相信这个孩子的话语 因为他沉挚的眼 是不会说谎的 因为他的眼泪 金墨小公主 生了一张桥子 真是有你母亲的风格 宋云里看着城楼上高声哭喊的女孩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重 说完之后 他还扫了一眼宋云谦 笑着说 宋云谦 你这皇上也够无能 之前要瘟疫那个女人护着 现在瘟疫死了 你让这么一个六岁的孩子护着 你真是 宋云里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但是意味深长 好像认定了宋云谦就是个无能的人 宋云谦看着宋云里心地恨极了 他很清楚今天这一切都是宋云里的手臂 对于他的挑衅 宋云谦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们是我的亲人 他们护着我不对你 倒是你 到现在众叛清理 就连你已经变得不男不女这件事情 怕都没人告诉你 宋云里恼火地看着宋云谦 在中军面前 宋云谦竟然说他不男不女 虽然这是事实 但是他为了男人的面子 他以后要登上大位 就不能允许有这样的留言 宋云谦 我只是中毒了 我的毒可以解的 宋云里恼火地解释 好像只有解释了 自己就可以不用背着 这不男不女的骂名 金莫听了宋云里的话 脸上突然站出了璀璨的笑容 只是他笑的时候眼睛里是含着泪的 因为今天的一切布置都是妈妈之前的嘱托 他可能没有想到南昭军和京城外的驻兵会围攻京城 但是他早就知道 宋云里身上的毒只有可儿能解 而可儿已经没有活路了 那我就公使你能够解毒了 只是在你解毒之前 我要当着这南昭军的面 为我母亲讨个公道 金莫笑着对宋云里说话 看着金莫绽放的笑意 宋云里心底突然的慌乱不已 云生公主 你害我母妃 我今天就让你偿命 金莫说话的奸歇 就从袖中取出了一把了一身 狠狠扎进了身侧可儿的胸口 可儿没有想到死亡会来的这样的心迹 他还没有为自己辩白 师兄还不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转头看着宋云谦 拼尽最后的力气 将嘴里塞着的布条给吐了出来 他缓缓说道 师哥 你相信我 我没有害文艺 我 即使是恨文艺的 他现在都不想背上害死文艺的罪名 因为他很清楚 文艺在师兄的心底有多么的重 可儿看向宋云谦的时候 眼底全是浓得化不开的情谊 这么多年的痴恋 他只有师兄一个人 可是宋云谦看他都不曾一言 只是温和地看着寂寞 文艺已经死了 他的心也就死了 别人的感情与自己合肝 他现在在乎的只有这个站在城楼上女孩的喜乐 因为他是文艺的女儿 是他和文艺的女儿 文艺走了 留给他生命里的也就是这几个孩子 宾舍公主 你没有害死我母妃 拿着匕首是谁插进我妈妈胸口的 是谁 你告诉我父皇 告诉你面前的南昭士兵啊 是我 恩是 可儿呆呆地看着金墨那恨毒的眼神 许久才在腾痛中缓过神来 他着急地想解释 可是话刚说出口 宋云谦就猛地一脚 踩到他摇摇欲坠的身体上 可儿看向宋云谦 他的眼睛里全是冷漠和疏离 还带着恨意 师哥 可儿是爱你的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问你做什么 我从来都 可儿说话的声音已经很轻了 但是看向宋云谦的时候 眼神依旧驰沉 好像只要这样看着宋云谦 宋云谦就会抱以温柔 可是他重生以来 一直想求得的温柔 宋云谦却另于给予 可儿 我只想让你死 不管是六年前 还是现在 宋云谦的话语不带任何感情 说完话之后 他就看向围城的熊熊大军 好像可儿是个和自己无关的人一般 师哥 婚姻可以为了你死 我也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 你想让我死 那我就死 只是师哥 你要知道 我死 不是因为我该死 而是因为我爱你 我想和婚姻一样 成全你 可儿深情地看着宋云谦 手声说话 说话的时候 嘴角还溢出了心红的鲜血 金墨力气虽然不大 但是 却将刀刺住了他的胸口 可儿精通读书 也明白依理 如果现在马上医治 可能会勉强保住姓名 宋云谦不明白 可儿哪里来的厚脸皮 竟然说要成全自己 他有一些不解地看着可儿 而金墨却不愿意 自己的父皇被可儿给蛊惑 在他心底 可儿就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 他拿起手中戴血的匕首 再次向着可儿刺去 这是妈妈临死前 嘱咐重楼要做到的事情 妈妈还说 可儿不死 鲁难未遗 可是金墨没有注意到 在城楼之下 在围攻京城的军队中 有个人的眼睛 在他对着可儿 刺出第一刀的时候 就已经冒着血光 可儿那是他现在唯一的救赎 他能高声地说 自己身上的毒可解 也是因为可儿还活着 可儿愿意将解药给自己 可是现在金墨竟然要杀了可儿 如果可儿死了 那等待自己的又是什么 是不男不女 还是变成一个女人 或者最后死去 宋云里连自己中的毒的名字 都不知道 他只有救下可儿 才有希望活下去 才有希望拿下着大梁的江山 所以 当金墨再次对着可儿 举起匕首的时候 他不受控制的拉弓 要射死金墨 金墨更不知道 在他将立任对准可儿的时候 还有个人也神色复杂地看向他 不仅是看向他 他严谨的余光 还在看着宋云里 欢迎收听 等了下来 铁柱般的箭矩 穿透血瘦的身体 发出扑的一声响 陈元庆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城下一片惊呼 不管是南昭军 还是京城外的铸军 都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元庆的箭射到了宋云里的身上 他们两个人是携手攻城的 可是现在呢 自相残杀 或者是 而手中的匕首 已经靠近可儿的金墨 在听到身后的惊呼 身后也不由地停手 看下身后城池下 越举越多的人 因为站得高 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陈元庆的脸 能清楚地看到他胸口处 绽放得艳红的花 城楼上的人 本来都做好了 拼死一战的准备 却没想到 围攻京城的两大主力的主将 竟然会自相残杀 可儿看着身边 已经呆住的众人 缓缓地站起身 对着宋云谦七晚一笑 拼尽全身力气 说了一句 师哥 记住可儿说的话 我是爱你的 我做的任何事 都是因为爱你 可儿说话 不等身边的人反应过来 就亮腔地前行两步 俯身就对着地面冲过来 他今天穿的是 南昭风格的服饰 明皇和艳红 在阳光之下交叠 艳里如同蝴蝶 决绝地像极了飞蛾 宋云里听到 人的身体沉闷落地的声音 残忙地从陈元庆的身上 转移到城楼上 城楼之上 可儿之前站立的地方 已经成了一片空洞 苍茫 如同深冬的海风越过 可儿呢 可儿 宋云里茫然地喊着 可儿的名字 眼睛都不敢挪向 呈下那一团 早已经血肉模糊的人影 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响 完了 自己身上的毒 可儿没了 他 之前还凭力追逐的一切 眼前触手可得的全是地位 好像突然成了空的 怎么可能这样 可儿那个自私到极致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自杀 宋云里呆呆地看着 城楼之上的宋云谦 突然仰天大笑 他笑得张狂肆意 没有人知道他是为了什么 宋云谦只是站在城头 一手揽着金墨 一边高声地说道 南兆军 你们都看到了 你们的公主自己畏罪自杀 虽然人死在消 但你们的公主 是一谋害大梁飞龙门的门主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你们南兆 最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理由 宋云谦的话语质地有声 杀尽了南兆军嚣张的气焰 金山姑姑 陈元清 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 金墨剑壳已经自杀 心底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妈妈的嘱托 他们终于完成了 他才有心情关注城外 已经被人抬起来的陈元清 他应该是为了保护你 刚才宋云里的剑袭来的时候 我还没来得及挡住你 他就起身挡住了 他的反应很快 好下舞 千山武功已经是上城 自然知道刚才陈元清 能有那么快的速度 用身体挡住剑的袭来 那近乎是他的本能 好像什么 金墨盯着千身 心却开始跃动不已 他几乎能够猜到 陈元清护着自己 是一种本能 就像他在镇定下来之后 最担心的竟然是陈元清的伤 虽然说了以后再无关系 虽然努力做着一副恨他的样子 但是看到他受伤了 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担心 笨哦 千山低声地说 他不得不承认 在对金墨的保护上 陈元清比自己要做得好 千山话语中的两个字落下之后 金墨突然转身 向着城下走去 走到城门口 他高声地喊道 开门 守着城门的 正是陈元清的叔叔陈叔 他看着金墨坚决地摇头 现在濒临城下 小公主出去危险重重不说 如果开了城门 围攻京城的南昭军和叛军 极有可能马上攻进来 我要去看陈元清 他为我受了伤 我不能 金墨轻声说着 眼底已经有了泪 之前他心心念念的 都是陈元清是自己的仇人 自己不能关心 他不能见他 可是现在 他满心都是陈元清 为了救自己受伤 他不能不管 陈家俊 开门吧 我陈金墨一起去 陈元清是因为金墨受伤的 一好他 金墨才能够安心 安然在金墨走下城楼时 就一直跟在他身后 他好像已经知道了 金墨要做什么一半 可是 没有可是 皇上那边 陈叔有一些为难的开口 父皇不会拦我的 是恩徒报 这才是君子所为 我相信 他们知道我的意图 也不会借着这个机会攻城 陈将军 我相信你 你放我出去之后 依然能够甩军守住城门的 陈叔看着金墨 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示意打开城门 虽然 他和陈元清的关系 已经日渐疏远 但是毕竟还有着血脉之情 虽然恨他的胆大妄为 在知道他受伤时 心里也是担忧的 而安然这个 已经传出小神医名号的小柿子 能够去给他诊治 也让陈叔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大门缓缓打开 金墨带着安然 两个孩子缓缓地在城中 走了出来 回首在城门口的人 不由地呆住了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在两军对峙的时候 两个孩子竟然能够 不带一兵一族地走出来 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们 宋云丽还在 可儿已死的震惊中 没有回过神来 等他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将目光看向城门的时候 金墨和安然 已经走向陈元寝的方向 而大门已经合上了 给我将金墨拿下 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 只要有他 让宋云谦弃城投降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快点 快点将他拿下 宋云里高声喊着 眼底已经全是兴奋的光芒 在看到金墨的那个瞬间 他已经有了决定 即使可儿死了 即使自己朝不保夕 他也绝对不会让宋云谦好好的 既然要死 那他就将自己的仇敌 将自己害成这样的人 都给拖入地狱 而宋云谦最在乎的人 除了瘟疫 就剩下他和瘟疫的一双儿女了 所以金墨现在是 自己送上门来 让他如愿的 他怎么可能错过 这么好的机会 保护公主 城下南昭军的异动 宋云谦自然是关注着的 因为他的女儿就在敌军之中 看出他们的意图之后 他就对着城楼上的士兵命令道 他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南昭军敢对着金墨下手 他们就用剑 将伸手的人射成筛子 金墨也感觉到了周围的气氛变化 只是他好像完全不介意一般 一步一步向着陈元庆的方向走去 他莫名地相信自己会是安全的 不管是身后的父皇 还是前面不远处的陈元庆 都会护住自己 宋云里不足为惧 果然在城头的剑射向南昭军的时候 陈元庆虚弱地发出了自己的指令 全力保护金墨公主 将军 那金墨公主是温义的女儿 她 陈元庆的话刚说出口 守在他们身边的金城驻军的将军 就低声反驳 陈元庆之前的行为 已经让他很是不解了 如果现在护住金墨公主 那 温义是温义 金墨公主是金墨公主 陈元庆低声说了一句 眼睛就看向了 在无数人簇拥中走向自己的金墨 她淡定从容的样子 好像不是在千军万马之中 她闲停信步 像是去了谁家的后花园 看着金墨的样子 陈元庆觉得 自己多日以来烦躁的心 终于找到了归属 而胸口的伤 更像是不要而愈 她忘了疼痛 满心地期待着金墨的到来 看着远处小小的身体 一步步走向自己 那脚步就像是 踏在自己的心上 因为她的命令 驻守在金城外的这些叛徒 都忘了自己刚才 还和金墨对峙 他们自觉地围成了一个包围圈 将金墨小小的身体护住 南昭军想进攻抓住金墨 都不能够 不管是城头上 不失袭来的箭矢 还是陈元庆率领的叛军 都不是一语之辈 金墨走到陈元庆身边 两个人许久未见 但是之前说好再无关系的两个人 竟然心照不宣地笑了 我还不知道 堂堂陈将军 竟然连自己的命都不珍惜了 金墨轻声说着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谁都不知道 此刻的她是多么努力 才能够隐藏住 汹涌在心头的感激 陈元庆也笑着看着金墨 她手轻轻地扶着胸口 小声道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如果你不是瘟疫的孩子 我 陈元庆看着金墨 最终没有将话说完 如果她不是瘟疫的孩子 她可能会将它抢到身边 因为她给自己的那温暖的暖疫 除了雨竹 再也没有人能够给雨 可是怎么办 妈妈死了 我就是瘟疫的孩子 虽然你不是罪魁祸首 但是你一直在和我妈妈作对 说话的时候 金墨身上带着淡淡的失落 自己的出身是改变不了的 虽然她也很喜欢陈元庆 但是如果她不是妈妈的孩子 她可能不会主动去接触陈元庆 安然哥哥 给我的救命安然检查一下伤口 别人我不放心 金墨转头对着安然请求道 安然点头 就上前检查陈元庆的伤口 陈元庆倒也没有阻拦 既然金墨让人给她诊治 她心底已经将这一切当成了福利 是贯通伤 不过陈将军的心长得有点偏 所以没有伤到要害 只要仔细养着 很快就会好 安然在检查完之后 输了一口气对金墨说道 安然哥哥给他用最好的药 金墨轻声地嘱咐完 就笑着看着陈元庆 只是眼底已经不复之前的感激 陈将军 你为我受伤 我让人给你包扎 咱们俩扯平了 伤了 治好了 然后就扯平了 你倒是挺会算账啊 陈元庆没有想到 金墨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但是只是片刻 他就苦笑一声说道 如果你没有挡下那个剑 千山姑姑也会挡 我肯定也不会受伤 所以我欠你的只是一件 不是一条命 如果你真的紧紧计较 我可以再赠你一个好处 等你兵败 我保你性命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输吗 如果我赢了呢 陈元庆见金墨很自信地说话 心底已经起了几分逗弄的心思 完全忘了 他们现在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 你赢了的话 那我就是俘虏了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为怒为毙之类的 也是难不到我的 毕竟 我曾在子叙国的高手面前 逃过生活 金墨淡淡地说 将自己当初被掳走的事情 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陈元庆的眼中多了一抹暗沉 他最不想听的就是 金墨曾被子叙国的人给带走 那也是自己的疏忽 也是自己的愧疚 不过还有一个选择 陈将军可以选择现在就放弃 就当这些人是被你蛊惑了 这些人的谋逆之罪就算了 算来算去的 还是你转大了 金墨笑着说话 好像说的不是事关 这十多万人的生死问题 你就是认定了我会失败 是吧 陈元庆恼火地看着金墨 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像极了羽竹小时候的女孩子 在今天一点都不像羽竹 在羽竹的心底 他永远都是战无不胜的 可是金墨却认定了 自己是输的那一个 陈将军 我言尽于此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我要走了 当然你也可以让你的人将我拿下 威胁我父皇 金墨转身走了两步 突然回头笑着对陈元庆说道 你这小东西 就是认定了我不会拿你怎么样 所以才会这样挑衅吧 我的人只能护住你到城门口 宋云里的人会怎么样 我管不了 我倒是希望能和宋云谦光明正大地战一场 就当是为了我的妹妹 陈元庆说完话就转过头去 他不愿意看着金墨离去 因为只是想着 他的心头就全是不舍了 时至今日 陈元庆心底对瘟疫和宋云谦 依然全部都是恨意 怕宋云谦娶了自己的妹妹 却没有能够照顾好她 恨瘟疫为了自己的感情 见死不救 当然 很多时候他也会想 瘟疫或许真的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妹妹 只是这个念头从来都是一闪而过 他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他不敢想 如果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 自己这几年的作为又算什么 他现在已经在竭力地说服自己 与朱博士宋云谦和瘟疫之间的第三者 他一遍遍地在心底对自己说这样的话 可是每次说完 他都会更加心虚 只是他极好地隐藏起了自己的心虚 将军 小公主已经进城了 陈叔将军亲自下来迎接的 他是您的血亲 我们没有 傅将看着金墨进了城 赶紧地回头禀道 陈军亲的心好像不在这上面一样 只是轻轻点头 脸上看不出任何喜怒 那咱们 傅将有一些犹豫 陈家女为了小公主 硬生生挨了一件 他和皇上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那他们现在是退兵还是 看宋云礼那边怎么弄吧 宋云礼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陈元倾轻声地说完话 就看向宋云礼的方向 宋云礼正在打马向着他的方向走来 陈元倾 你到底怎么回事 金墨这么好的人质 你竟然帮着他回去 宋云礼一脸的怒气不争 因为金墨的回程 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个人质 更是放虎归山 金墨之前的话有多么的煽动神星 他最清楚不过 如果放任他回去 等会儿他又说出什么 让他们将士离心的话 那他们要怎么办 你要我带兵出来 我已经带兵出来了 我不想让他当人质 所以就送他回去了 陈元倾 一脸的无所谓 好像宋云礼的情绪 都和自己无关一般 陈元倾 你最好别这么不当回事 这次如果咱们不攻破京城 你知道等待你的 是什么吗 你就是乱成贼子 你就等着 你们整个成家 万劫不复吧 宋云礼比陈元倾的态度激烈 他高声喊着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激起陈元倾的力量 欢迎收听传阅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要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19集 陈元倾只是笑着 看着已经近乎疯狂的宋云礼 嘴角淡淡的笑意 好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好戏 陈元倾 你的妹妹 是因为什么而死 你不知道吗 是温义和宋云谦害死了她 你难道连手刃仇人的心思都没有 你真是让我失望 宋云礼比陈元倾的态度气到发疯 她只能拿出杀手锏 之前的很多次 只要提到陈宇竹 她就无往不利 这话说的 我妹妹是中毒而死的 毒是渴而下的 如果说宋云青和温义欠我的 那也不过是温义 没能救活她罢了 怎么这害死人的 不是罪魁祸首 救人的 反倒被怨怼了 陈元倾轻声开口 话说出之后 她都有一些正冷了 她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一直在告诉自己 温义和宋云谦 才是害死自己妹妹的凶手 可是今天 原来在自己心里 她已经是这样觉得的 陈元倾 如果不是宋云谦 娶了你的妹妹 你的妹妹 就不会被壳而下毒 一切悲剧 就不会上演 宋云里没有想到 陈元倾这个蠢货 竟然在这个时候想明白了 她几乎要抓狂了 想来想去 终于找到一个 可以将罪责归结到 宋云谦的原因 当时陈宇竹嫁给宋云谦 还是他给先帝出的主意 只是现在 将一切栽葬到宋云谦的头上 似乎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陈元倾看着恼羞成怒的宋云里 眼底神色莫名 好像被惊住了一般 当年是宇竹和宋云谦 回来告诉他 宋云谦就是他的心意之人 他就仗着军功 请指赐婚 而当时 他只顾自己妹妹 终于有了喜欢上的男人 而且那个男人 还是朝堂内外 都盛战的宋云谦 他不知道 宋云谦当时 已经有了心爱之人 也不知道妹妹的介入 让一对有情人 陈元倾怎么都不会想到 原来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自己 一切好像是一场 天大的笑话 错了 全错了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错了 怪不得那么多人告诉他 他错了 只是他一直相信自己 总觉得是宋云谦瘟疫 辜负了自己 一次又一次 与他们为敌 直到现在 成了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就在之前 当今末出现的时候 他还有能力更改一切 只是当时 他心底还有怨念 他还不知道真相 陈元倾 你还是好好想想 别被一个小姑娘 弄得连立场都丢了 你就是不顾自己的生死 也得顾你身边 这些听了你的话 去朝天为敌的人 宋云里说完 就居傲地离去 他觉得陈元倾 欠的就是敲打 自己这番话之后 陈元倾一定会醒悟过来 和自己同心结理 一起地针对宋云天 只要他们合力攻下京城 将宋云天拿下 那大梁可就在自己的手里了 如果自己能够好好活下去 他不介意做一个英明的君王 如果他要死了 就拿着天下和自己陪葬 没有人知道 当初的那场所谓的瘟疫 他还留下了毒药的配方 没有了瘟疫的血 他倒是想知道 谁还能够救这天下百姓 于水火之中 所以他如果能赢 那一切都好 如果他输了 他不介意让整个大梁 为自己陪葬 这是先帝欠自己的 也是大梁的百姓欠自己的 在陈元倾还没有反应的时候 宋云里就传达命令 给南昭国的将士 说皇上最喜欢的 就是云生公主 现在云生公主死了 他们必须要为云生公主报仇 不然回到南昭之后 皇上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这一次 宋云里传出的话语 依然很聪明 他避开了云生公主 是有罪之人 只说她是南昭皇帝的女儿 身为父亲 对害死自己孩子的人和国家 那都是带着仇恨的 所以他们要报仇 之前因为可儿的死 心底犹豫的南昭使兵 在听了宋云里 让人传来的话之后 倒是极快地有了 种植成城的意思 他们听从宋云里的话 向着高高的城墙发起冲锋 一次又一次 而成员庆率领的叛军 在之前的时候 要比南昭军更为义愤填膺 而现在 他们却安静地看着南昭军攻城 看着城内的官军和他们厮杀 他们好像只是这一场大战的关注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宋云里发现这个情况时 恨得牙都碎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成员庆这个蠢的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竟然毫无动静 这简直就是拖后退 可是现在 他只能指挥着南昭军的将士们攻城 为了说服南昭皇帝 自己可是下了血本的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他这辈子都没有了打赢宋云谦的机会 他领着将士们杀红了眼 而成员庆看着战争的场面 竟然失神了 这么多年第一次觉得无所适从 他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 继续带着恨 和宋云谦不死不休 可是金墨的脸就在自己脑中浮现 那皱着眉头失望的样子 让他的心都是疼的 可是就这样放手吗 那这么多年的 急急盈盈 求的又是什么呢 皇上 陈元庆这次不出手的话 咱们就能守住京城 这是能守多长时间 我们不确定 毕竟我们没有外援 我们 陈叔从宋云里开始攻城的时候 就上了城头 此刻看着战局 他轻声地对宋云谦说道 宋云谦看着陈叔 很镇定地说道 你放心 就是陈元庆也参与进来 我们也照样能够守住京城 消灭叛军和外敌 宋云谦的镇定 让陈叔以外 他话语中透露出的意思 他已经明白了 后手 可是郑国王爷 现在就坐镇北城门 紫旭边境里长安坐镇 他哪里还有指望的对象 军中难为皇上所用的 已经不多了 小路子 八姓号吧 我们大梁的将士都很金贵 咱们没有必要 增加这些无所谓的伤亡 宋云谦说话的声音淡淡的 却像战谷一样 鼓舞了周围将士的心 原来他们的皇上 已经有了掷敌的办法 陈公公文言悄悄离开 陈叔则有一些不放心的问道 那皇上 陈元庆怎么办 这次聚集十多万驻军攻打京城 其罪当诸 可是 陈叔话语的最后一个字 可是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想不出可以饶恕陈元庆的理由 他叫了小公主一命 所以死罪可灭 基于活罪 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宋云谦看向陈叔 轻声言道 他倒是没想到 这个人和陈元庆 钻营高性格不同的陈氏将军 一直不被陈元庆在乎的他 竟然对着陈氏族人这样的维护 陈叔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只说了一句话 谢皇上留他性命 这些年 他行差踏错 他的谜 是他自己救的 他救的小公主 如果朕杀了他 小公主会伤心的 宋云谦诚实地说话 这些年自己遇到的事情 哪一件没有陈元庆的推波助澜 他早就该罪该万死了 可是他偏偏为了救金墨受伤了 所以自己只能暂且饶恕 如果他劫心不改 那到时候 他必然也不会留情 陈叔 继续守称 在大军到来之前 一定不能让半个南昭军 登上城头 宋云谦亲身嘱咐完 就转身离开 金墨已经听到了宋云谦的话 陈元庆性命无忧 所以他也紧紧跟上了父皇的脚步 他很清楚父皇要做什么 他和父皇一样 此刻那空气的宫墙之内 踩围攻那安静的地索 才是他们的心之所向 既然局面已经可以预料 他们就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宋云谦脚步很快 他要见到温义 虽然金墨已经说过 但是他不相信 温义可以这样决然地离开自己 在宋云谦走进偌大的皇宫时 围城的南昭军和大梁叛军们 发现了身后的异动 铁骑的马蹄声声 好像催命的号角 已经沙红了眼的宋云里 在听到马蹄声时 脸色都变成了铁青的 他算来算去 宋云里都没有援军 可是后面的声音 难道是李长安带人 从子序国杀了回来 不可能就是杀回来 也不可能这么地心急 现在短短的时间内 升兵天将也不过如此 这些年 他一直都在算着宋云谦的底牌 自己认为没有人比自己 更了解宋云谦的实力 可是自己竟然失算了吗 宋云里顾不得双方 已经胶着的战场 猛地转过身 策马向着背后冲去 直到冲到军队的尾部 才看清了那些援军 大旗上张扬的羊字 羊 宋云里在看到羊字时 心底已经清楚了 靖国侯 除了原先的兵部尚书 靖国侯 没有人能够张扬地 举起羊这个大旗 也只有他能用自己的势力 平息今天的叛乱 可是他明明被自己算计 到现在都躺在靖国侯府的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不过也只是瞬间 宋云里就明白了 当时都被断定 姓名不保的靖国侯 能够活下来 一定和瘟疫有关 只是他们隐瞒了 靖国侯病好的消息 却在前段时间 宋云刚回京之后 悄无声息地出京 接替了宋云刚 与军统帅的位置 只是一切都没有明知 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所以才成了 今天一记要命的惊雷 宋云里呆愣地看着 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军队 脸上终于出现了惊恐之色 他再也忍不住 策马向着陈元庆 简易地率仗走去 如果陈元庆 能和自己一起 拼死一搏 他们还有胜利的可能 如果他在这样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那等着他们的 就只有死路一条 秦国侯带兵杀过来了 你如果再不行动 那咱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率兵为成 是为了让宋云谦屈服的 不是要丢命的吧 宋云里恼火地对着陈元庆吼道 对于陈元庆今天的表现 宋云里很是恼火 他甚至觉得 如果陈元庆能和自己同仇敌害 那可能现在他们已经拿下京城了 陈元庆仿佛看陌生人一般地 看着宋云里 他有一些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恼火 他们本来只是合作关系 和谋也只是围城 他们并没有说要一起攻下城池 如果宋云里有这方面的奢望 那纯粹是他想多了 他要的也不过是借由围城 毁了宋云谦和瘟疫的民生 让他们昏君和祸水的民生 再也洗不干净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攻进京城 他很清楚 自己是大梁的将军 这么一片土地 都是当年自己和兄弟们 用血肉给捍卫的 只是在听宋云里说 晋国侯的时候 他还是震住了 他没想到晋国侯会来 他和晋国侯 还真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呢 晋国侯只有两个女儿 都是宋云谦的女人 最后都死了 他还是兵部尚属 也曾经领兵 如果他愿意 和自己一样率兵围城 也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他也曾为大梁履历军功 可是他一直对宋云谦忠心耿耿 从来不像自己这样 逼仗着军功 陈元庆的心底苦涩越来越重 他的脸色也越来越差 刚才陈元庆为了挡住宋云里的一件 受了很重的伤 如果不是他常年领兵 身体健康 可能早就昏死过去 现在勉力支撑着 心却连番地被打击到 宋云里本来是想让陈元庆 能和自己合力攻打 却不想 他的话刚说完 陈元庆的脸色就愈发苍白 逗大的汗珠顺着额头往下落 陈元庆看着宋云里笑着说了一句 陈元庆说完之后就虚弱地咳嗽一声 然后只觉得猴头心甜 一口血猛地就在嘴里涌了出来 陈元庆 你搞清楚状况 你就是不为了自己 那这些跟随你的将士呢 难道你要让他们背上叛军之名 丢掉性命 你这个时候这样 是想要置我们彼此于死地吗 宋云里怎么都没有想到 在这个关键时刻 陈元庆竟然改变了主意 这是要玩死他们吗 看着态度坚决的陈元庆 宋云里心头突然觉得深深地无力 而陈元庆一口血吐出来之后 只觉得意识昏尘 不过他还清醒地知道 如果自己现在昏倒了 那自己领出来的兵 怕是要万劫不复了 所以他拼尽了自己最后的礼质 轻声地嘱咐身边的副将 我们是为了清军策而来 但是更不能容许他过境犯 所以先除掉南兆军 其他在意 陈元庆的话宋云里是听到的 他正想高声阻止 陈元庆却已经晕了过去 你们将军是病重糊涂了 不能乱来 不能乱来 宋云里高声说着话 可是一只手在陈元庆身边的副将 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 带着人就追着他而来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追随着陈元庆 那是因为他们早就是陈元庆的人了 为了陈元庆 他们愿意豁出性命和皇上对着干 虽然他们心底也有一些怨念 但还是愿意听陈元庆的话 对于陈元庆 让他们对南兆军动手的决定 他们则是举双手赞成的 即使是清军策 他们都不能和南兆军一起 他们做一切都是为了中军爱国 是为了陈将军的治愈之恩 而南兆军是外敌 许多年的战争经历 已经让他们很清楚 谁才是他们主要的敌人 宋云里没有想到 他没有说服陈元庆 却最终引火烧身 只是片刻的功夫 战场的局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有的大梁士兵一致对外 区区十万南昭军 瞬间就被他们围在一处 之前士军力敌的局面 也瞬间改写 成了单方面的碾压和屠杀 宋云里着急地想改变局面 可纵使他算紧人心 此刻也不过是一个无力的失败者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南昭军被大梁的兵士 一点点地屠杀殆尽 他只能看着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变小 他突然大笑出声 只是混杂了女声尖锐和男声低沉的声音 在这个鲜血遍地的战场 更像是鬼魅之声 你们不许动 都不许动 快快投降 快乖地放下武器 我饶你们不死 不然 你们就等死吧 宋云里说话的声音用了内力 他尖锐鬼魅的声音 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战场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20集 宋云里是用了全力的 他的话语让在场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 即使知道他有可能是狗急跳墙 但是谁都知道 宋云里算起人心 试杀成性 所以他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又是情理之中的 宋云里 你最好乖乖投降 别说大梁饶不了你 你这次借了南兆的兵 却还不了 到时候 南兆怕也是饶不了你吧 十万大军 对南兆可不是小数 已经沙红了眼的靖国侯 听到宋云里的话之后 策马走到宋云里的面前 两方人马对峙 靖国侯开口却是这样诸心的话语 咱们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等不到南兆皇和我精算 你也看不到了 既然今天已经这样 你说 咱们同归于尽怎么样 这次没了瘟疫的血 就是老天 也救不了这些人了 哈哈哈哈 宋云里说话的时候 已经在怀中取出了一个小小的包裹 他笑着看着那包裹 好像那才是他期待已久的胜利 所有人在宋云里张狂有疯癫的话语中 明白过来 他是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而他能够达到这目的的 就是已经被他拖在手中的小包裹 那应该和几个月之前的瘟疫有关 在场的人中 已经有受过瘟疫的荼毒 而其他人也都听说过 没有了瘟疫的血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宋云里说的话 也是他们所有人都清楚的 之前金默在城楼上说 瘟疫已经被可儿给害死了 对死的恐惧 可以让人忘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所经历的事情 他们甚至忘了 此刻应该要将宋云里这个 祸国殃民的禽兽给杀死 他们都满心恐惧地看向宋云里 看着他阴致的脸 他们甚至能够想到自己绝望的未来 我就知道你们怕死 你们怕死是不是 那就放下武器 让南兆军进城 等我登上了皇帝的位置 我会留你们的性命呢 宋云里真你的笑声 好像带上了战场上的血腥 让人听了 只觉得毛骨悚然 放下武器 打开城门 我要进城 我要做这天下的主人 你们谁都拦不住我 唯一拦着我 他死了 宋云谦马上也要死了 所有挡着我登上 九五至尊位置的人 都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你们乖乖地听话 宋云里高声地叫嚣着 脸上的得意 好像璀璨的光 只是他眼底的阴质和天狂 让人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战场之上 停了兵戈 断了厮杀 所有人都安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宋云里像个疯子一样 张狂地描述着 他的不可一世 没有人知道 他们要怎么办 人人都想活着 如果折扰了宋云里 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谁都清楚 不能任由宋云里成为 高高在上的君王 过去他做的 祸国殃民的事情 暂且不论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即使他们现在 能够侥幸不死 谁都不会知道 这个疯子以后 会做出多么癫狂的事情 宋云里缓缓地 向着城门的方向走来 他手里拿着 那个小小的包裹 他见所有人都胆战 心惊地看着他 他脸上全是得逞的笑意 他喜欢所有人都惧怕 自己的样子 这样的感觉 让他觉得 他多年的心愿 终于达成了 他走到城门口 对着陈叔大喊 他们打开 快点打开 陈叔神色平静地 看着宋云里 却始终都没有行动 他太清楚 如果打开城门 会迎来什么样的灾难 可是如果拒绝 这一场灾难 极有可能会害了 城门外的将士 宋云谦走进 熟悉的宫门之后 整个人突然没有了力气 脚步虚软 金墨站在他身后 看着他走向 彩卫宫的方向 那亮枪的样子 上人看着都心疼不已 金墨快走几步 走到宋云谦的身边 他伸手抓住宋云谦的手 那冰凉的触感 手心里冰凉的汗水 好像针一样地 刺进金墨的心里 他再也控制不住 泪水速速落下 他那无所不能的父皇 现在竟然 因为妈妈 他再也没有了君王的威严 他此刻只是一个 不敢面对妻子 已经离世消息的普通男人 他以为自己慢走几步 妈妈就还在他身边 他就是在自欺欺人 可是除了自欺欺人 他真的没有了别的办法 金墨 你妈妈会没事的 你相信妈妈 这么多年 多少次神死已写 都冲过来 这次 她舍不得离开咱们的 真的 你要相信自己的妈妈 宋云谦轻声说着话 带着哀求的语气 一遍遍说着 好像只有这样的理由 才能够让他相信 温义还活着 他不敢想 温义死了这件事情 他想了一个又一个的理由 这已经是唯一能够 说服自己的理由了 父皇 你 金墨扶着宋云谦 缓缓地向着采薇宫的方向走 他在路上一次一次鼓起勇气 想让父皇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他自己都不愿意承受的现实 他要怎样告诉自己的父皇 金墨 我没事 我就是累了 刚才在城门口 父皇也是害怕 真的害怕 你没想到父皇怎么无能吧 我呀 这些年一直被你妈妈护着 宋云谦感觉出了寂寞的异样 他努力掩饰住自己心底的懦弱 轻声说道 嘴角带着虚无又苦涩的笑意 只要瘟疫还在 任何名声夹在他头上 他都无所谓 父皇 我知道你累了 金墨听着宋云谦的话 泪水肆意 他很清楚 即使南昭军和叛军联合围城 父皇都不会担心害怕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现在无力掌握的是妈妈的命运 他哪里是因为围城的事情 担心害怕 这个世界上 能让父皇担心的事情 只有妈妈 你的妈妈 身的是个小皇子是不是 你的弟弟好不好 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和你们小时候一样 你快点告诉我 你妈妈 肯定是高兴坏了 是不是 从你妈妈回来 我就盼着你妈妈 能再给我生个孩子 我得好好照顾他的运气 看着他将孩子生下来 从小细心照顾 弥补他怀着你们 宣扬你们的时候 我不在身边的遗憾 现在老天 真的很照顾我 又给了我和你妈妈 一个孩子 宋云谦说话的时候 嘴角全是满足的笑意 只是眼神匡忙 好像失去了焦距一般 金墨不敢再说话了 劝慰的话 或者是真相 他都不知要怎么告诉父皇 他宁愿父皇 沉迷在这样的美梦中 金墨 那是你的弟弟 以后你和重楼 不能欺负他 我让你妈妈 会生气的 你放心 父皇虽然爱他 也爱你 你们都是父皇和妈妈的孩子 在我们心里 你们都是一样的 宋云谦叙叙叨叨地说话 不觉间历史已经挂满了全脸 金墨不敢说话 只是紧紧地牵着宋云谦 满是汗水的手 一步一步地走向采薇宫 采薇宫那个曾经给他们 世间最大温暖的所在 现在却成了他们 不敢踏手的噩梦 可是他们只能一步一步走向他 走近他 因为妈妈就在里面 那个刚出生的又小的孩子 也在那里 不长的一段路 却让金墨觉得 这是自己长这么大以来 走得最长的一段路 隔着万水千山 隔着死生气阔 隔着他们再也回不去的温暖往昔 父皇 妈妈他 走到采薇宫的门口 金墨才终于鼓起勇气 即使他们都不愿意面对 但是这已经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了 别说话 你妈妈刚生完孩子 肯定累坏了 别吵醒你妈妈 宋云谦轻声地嘱咐金墨 而金墨看着宋云谦那紧张的神色 终于忍不住大声地说了一句 父皇 你不要自己欺人了 妈妈已经走了 妈妈他 金墨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可是父皇这个样子 他心疼坏了 也担忧极了 他不能让父皇这样下去 不然妈妈会不放心的 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父皇了 金墨的话 让宋云谦如遭累积 他心底其实是知道这个事实的 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他自欺欺人地 以为构造了一个虚拟的场景 瘟疫就能够活着 可是仅仅一段路的时间 金墨就忍不住戳破了 这真相真的是残忍的 宋云谦觉得 在金墨再次说出真相的时候 他的心都碎成了粉末 再也没有和龙在一起的可能 父皇 妈妈没了 还有我们姐弟三个 还有皇祖母 还有这大梁的家山 你难道 要让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替你扛起责任 这样 你让妈妈怎么安心吗 金墨哭着说话 他相信 自己的父皇是懂得这些道理的 只是他所有的情绪都被悲伤笼罩 宋云谦看着金墨愣了片刻 他就站直了身子 伸手就将金墨揽入了怀中 这个聪慧的孩子 很容易就戳到了自己的软肋 他说的对 没了瘟疫 自己还是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父亲 还是一个君王 瘟疫不想让自己与他生死与功 为的就是他还有太多责任 他现在不能倒下 不管是这样的绝望和伤心 他都必须要站起来 整顿朝纲 保护好他们的孩子 照顾好他们的长辈 可是明明知道这样做 可是还是忍不住 忍不住就想这样和他一起离开 自己总是脱离他 他想去另一个世界陪着他 保护他 再也不让人欺负 可是上天太过于残忍 就是这么简单的诉求 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他必须忍住心头的悲伤 做一个好儿子 一个好父亲 一个称职的好君王 没有人知道此刻的他 只想做一个好夫君 好好护住心爱的女人 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出现 在他需要温暖的时候 始终守护在他身边 在他和这个世界诀别的时候 自己也生死相随 不离不弃 可是他做不到 自己这一生 注定是负了瘟疫 可是他没有办法 大方地希望 他的来生和自己无关 他还是自私地 想拥有他的身身世事 他还想告诉他 自己爱他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这爱 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 这爱 会成为自己坚持下 余生的唯一力量 静默的话 让宋云谦再也不敢逃避 他牵着静默的手 缓缓地走进采薇宫 就像之前的每一天一样 他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 好像担心打找到瘟疫的安眠 只是当意识到 自己只刻意的动作 睡在里面的人 再也感受不到时 他还是再次有了流泪的冲动 只是他不能流泪 太后正抱着幼小的孩子 坐在瘟疫的床头抹泪 见宋云谦走进来 他脸上闪过一阵喜意 宋云谦能够回来 那围城的事情 应该已经解决了 只是这喜悦 还未打眼底 泪水就肆意地落了下来 太后还记得 宋云谦临走时说的话 可是现在物是人非 千儿 我 太后紧张地站起来 想让宋云谦不要悲伤 可是已经死去的人 是他此生的最爱 劝慰什么的 都是最无力的话语 母后 让我抱抱孩子们 宋云谦忍住心头的悲伤 淡淡地开口 说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伸出手去 太后将孩子放到他手中 宋云谦强忍住心头的泪意 看着躺在自己怀中的软软的孩子 皱皱的 丑丑的 看不出像瘟疫 还是像自己 但是他细细地呼吸着 安宁地睡着 只是看着 都觉得心安宁了下来 瘟疫 你很厉害 咱们的孩子 很好 宋云谦抱着孩子 蹲下身来 轻声地在瘟疫的耳畔说话 其实他更想说的是 让瘟疫睁开眼睛 看看他们的孩子 可是话语 哽在猴头 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这请求收获的 注定是失望 太后看着宋云谦 卑微地凝视着瘟疫的样子 忍不住哽咽出声 金墨含着泪水 抓住了太后的手 轻轻地摇晃着 现在最伤心的 就是他的父皇 他都能够 忍住心头的泪水 太后也应该选择坚强 窗楼健壮 也跑到太后的身旁 两个孩子懂事地 守在太后的身边 让太后悲伤的心 得到细微的慰藉 好孩子 你放心吧 这三个孩子 母后一定给你带好了 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了他们 你放心就行 太后轻抚着两个孩子的头 在瘟疫的怡婷面前 轻声地说着 母后 等葬礼过后 您做出前三后宫吧 朕有了两个皇子 一个公主 足矣了 宋云谦轻声地说着话 满含悲伤 不容拒绝 太后无声地答应着 他很清楚 这一直是宋云谦想给瘟疫的 只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泪水再次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一次次地失去 宋云谦以为自己 会对这种失去的痛楚麻木 可是这一次 依然是追心刺骨 他很清楚 这一次和之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他又彻底地失去瘟疫了 皇上 宋云里带着上次 克州城和京城瘟疫的病毒 威胁陈叔打开城门 如果不打开 就要将病毒撒到战场上 可是如果他进了城 怕是 陆公公收到守城将军传来的消息 赶紧来汇报道 说完话之后 他才来得及看一眼 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的瘟疫 那个随和淡薄的女人 那个可以让皇上的日子 变得有声有色的女人 此刻再一次离开了 他深爱他的男人 不等宋云谦开口 陆公公已经在不停地擦眼泪了 让他进城吧 控制他不要将瘟疫扩散 这个世界下 再也没有瘟疫 宋云谦的话语中带着淡淡的无奈 说完话之后 就看向瘟疫 轻声道 你看吧 没了你 还真不信 又让宋云里得逞了 不过这次 我可能不会让他如愿 你护着的百姓 我也会护着 你放心 大不了 必死亡活 宋云谦说着 好像瘟疫能够听到 他的话给般 皇儿 你可不能乱来 就是你不管我这个母亲 还有这三个孩子 你要把他们抚养长大 才对得起瘟疫 这些年的付出 你知道吗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了 不能再失去一个 倩啊 你听到母后的话了吗 太后听了宋云谦的话 心里突然伸出不祥的预感 总觉得宋云谦是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母后你放心 瘟疫想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完 我自然是不会死的 当上皇帝 已经成了宋云里的侄念 所以我沉沉地 因为只有他在最得意的时候 才最疏于防备 到时候 我们才能将东西 从他手上抢过来 宋云谦轻声地解释完 就对着太后苦涩一笑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21集 如果可以 宋云谦真的想放下这天下的担子 随着瘟疫而去 可是他很清楚 他不能 现在这大梁的江山 是瘟疫拼了性命守护的 他没有资格让他们落入宋云里的手中 一个靠玩弄人心 和读书来获取江山的人 他怎么可能全心全意地为百姓 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他都不会将这江山拱手上人 可是 太后还想再问 可是不等她说完话 宋云谦就轻声地说了一句 冲冷 用你的意能 带着黄祖母 金梦 还有小皇帝离开 去你干爹那里 皇儿你 听了宋云谦的话 太后脸上全是震惊 宋云谦脸上全是笃定 神色间的坚定 上太后的心 终于落到了实处 父皇 我把妈妈带着吧 如果那个坏人真的闯宫 妈妈 重楼有一些不放心地看着 躺在床上的瘟疫 轻声地请求道 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对她没有任何的威胁 再说 我还在这宫中 我会保护好你妈妈的 宋云谦轻声说着 眼神总是控制不住地 看向瘟疫的方向 可是 重楼还想再说话 却见宋云谦低头 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保护好黄祖母 姐姐和弟弟 就是大功一件 保护妈妈的事情 上 纵使重楼有太多的不放心 却也不会和父皇 争保护妈妈的机会 因为重楼知道 如果妈妈还活着 他一定愿意在 父皇的羽翼之下 那父皇你保重 重楼轻声说完 就准备离开 而宋云谦却在 重楼要转身的时候 轻声地问了一句 重楼 你知道接下来 要发生的事吗 就像你知道 克尔 重楼很久之前曾经说过 父皇会和妈妈在一起 当时他还陌认了 那个结果是他的 意能感觉到的 虽然是适合他所说的 背道而驰 但是现在 这危急时刻 他还是有一些 重楼看到父皇 心生地说了一句 我只看到妈妈去世的一幕 别的关于未来的东西 我看不到 所以 重楼有一些 歉疚地对宋云谦说道 他也很遗憾 为什么自己没有 未卜先知的能力 如果有 那他就可以避免 太多的悲剧发生 而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让父皇和妈妈 恩爱一生 你们快点离开 重楼 保护好祖母 姐姐 还有弟弟 宋云谦郑重地 拍了一下重楼的肩膀 重楼郑重地舔头 然后牵着金墨的手 转身就走 宋云谦看着 怀中的小小的异团 轻柔地将他 送到太后的怀中 小声地说道 母后 麻烦您照顾三个孩子 你放心 温义怎么护着 我的孩子 我就怎么护着 他的孩子 太后说完 就抱紧了怀中的孩子 不舍却又裹绝地转身 跟着重楼和金墨离开 他们谁都不想离开 因为温义还在 因为宋云谦还在 可是他们却必须要离开 因为他们不能再成为 宋云谦的累赘 小路子 安排宫中荣贵太妃 他们转移 宋云谦轻声地吩咐道 如果这皇宫 注定要迎来一场浩劫的话 那些他还在意的亲人们 必须要第一时间 就转移出去 小路子 让旅宁带着咱们的人 准备好了 让千山带着飞龙们的人 也埋伏进地道之中 还有 去通知正谷王爷 陈叔他们 等宋云里进攻后 也火速进入地道 各路将军 统帅大军 再采为宫门口集合 让人赶快去送信 尽快安排好 宋云谦说完之后 就再次将猪一粒 转移到瘟疫的身上 他淡淡笑着 看着瘟疫 一切 都是你保护我 也不管我愿意不愿 其实我有自保的难力 是你 总是将我想得太容易 今天我就强大一回 给你看看 如果有来世 你不用这么强势 你只要好好的 让我爱你就够了 唯一 你能够听到我的话吗 今日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够牵制我了 以为我高兴是不是 可是我不高兴 因为今日之后 我就真的是骨架狂热 我连你都丢了 唯一 唯一 应该能够听得到 我说话是不是 那你就等着 我让害了你的宋云里 死无葬身之地怎么样 他已一次次害你 我早就想除掉他了 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在今天 宋云谦 叙叙叨叨地说话 一副恨不得 将自己的心 都交给温义的样子 只是温义 再也听不到 他温柔缠绵的话语 他安静地躺在床上 好像之前昏睡了一样 只有握住他的手 宋云谦才知道 他的身体 已经变得冰冷 他暖热的手心 一遍一遍地轻浮 都没有办法 能够让他多出 分好的暖意 温义 你的师父说过 咱们要素食情缘 不知道这辈子 还能不能见到你 宋云谦苦自地说着话 温义的师父 说过的素食情缘 现在成了支撑 他的力量 即使两个人的生命 再也没有了交集 他都要用这四个字 来自欺欺人 温义 今天过后 我会足够强大 肯定能护住你 再也不用你为我劳心劳身 所以 如果可以 再来我的生命里一次 就一次 好不好 宋云谦 带着泪意的话语中 全是哀求 可是躺在床上的人 始终悄无声息 那苍白的脸色 那消瘦的身体 看上去 像极了一个 破败的 毫无生命里的布娃娃 宋云谦身手 一下下勾勒着 瘟疫的眉眼 他熟悉的样子 也是他心底 最美的模样 没有人知道 宋云谦在采薇宫中 和瘟疫说了多少 掏心窝子的话 等陆公公回来时 宋云谦还坐在 瘟疫身边 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好像随时都在 等着瘟疫的醒来 皇上 宋云谦已经进了皇宫 南兆兵也进来了 陆公公不愿意 打扰到皇上 和瘟疫门主 这安宁的时光 可是外面 军情如火 容不得他在外面等待 宋云里要去的 只有两个地方 朝堂 或者 这才会攻 宋云谦轻声说着 眼睛却依然 落在瘟疫的脸上 那皇上 要不要带着 门主离开这里 如果他真的来了 这采薇宫 陆公公亲声提醒 如果这采薇宫 是宋云里要来的地方 他们必须马上离开 你先带人离开吧 如果他先来这里 我会带瘟疫 去治兰宫 宋云谦淡淡说着 一副心中早有安排的样子 皇上 你 陆公公还想再开口 可是宋云谦 却连听的心思都没有了 他现在只觉得 周围的人都讨厌得厉害 自己和瘟疫在一起的时间 本来就有限 他们还要来打扰 陆公公最是明白 宋云谦的心思 见他不耐烦的挥手 赶紧走出彩卫宫 却还是安排了人 好好地保护彩卫宫 毕竟皇上和瘟疫 都在这里 瘟疫 我们赌一把 如果宋云里来这里 咱们就将他困在这彩卫宫中 让他日日为你忏悔 如果他去了朝堂 那我们就设杀了他 不过他手上的瘟疫 真是个难题 可能会有不必要的伤亡 你看 虽说我没有你 我能够做得很好 但是有了你 我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加晚 宋云谦亲生地和瘟疫 闲话家常 在他心里 今日的瘟疫和之前的每一天 都是相同的 瘟疫 你猜 他会先去哪里 我觉得 他应该去朝他 具体 他规予着江山多年 好不容易能够名正言顺 他自然是不会放手的 可是他恨 如果现在支配着他思维的 是恨意的话 那 他会杀尽才围攻 因为你呀 连死了 都不让他如愿 用自己的命 救了瘟疫中挣扎的百姓不熟 还算计了可儿 你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宋云谦淡淡地说着话 但是话语中全是骄傲 他的瘟疫 像是灼灼的光一样 让宋云里的阴谋诡计 无所遁形 所以宋云里最恨的人 不是当年杀了他全家的先帝 也不是给他下了毒的可儿 而是瘟疫 六年前就曾破坏了 他的整盘计划 六年之后 他的谋划再一次 一点点地被瘟疫给瓦解 皇上 宋云里他确实去了朝堂大殿 咱们的人已经将他包围了 可是他手上拿着瘟疫的病毒 如果咱们真的射杀 或者激怒了他的后果 陆公公说起大殿之上的场景 紧张地手心里全是汗 咱们去瞧瞧吧 宋云谦缓起身 又俯身将瘟疫的手放进了被子里 才转身 缓缓离开 皇上 咱们怎么办呢 如果他要您交出玉玺呢 咱们 想到大殿上 那剑拔弩张的气氛 陆公公心底就全是着急 他试探着问宋云谦 这江山是瘟疫活出性命来维护的 我怎么能够让他轻易得到 宋云谦的话淡淡的却带着威压 让陆公公忐忑的心终于缓缓落下 只要皇上不想让出皇位 那一切就还有希望 宋云谦 你告诉我 现在是谁了 宋云里见宋云谦走进大殿 一声正气 无端地就让他觉得心底酸涩不已 他忍不住叫嚣 说话的时候还不忘手中那小小的包裹 咱们都输了 宋云谦说话声音不大 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现在很显然还不是论输赢的时候 宋云里一愣 随即笑着看向宋云谦 张狂地说道 到了现在你都不承认吗 只要我想要 你就得将传国玉玺乖乖奉上 你还好意思说咱们都输了 我哪里输了 明明是我赢了 你输了 你输掉了自己的女人 输掉了祖宗的江山 你才是失败者 宋云里说完话之后 还得意地看着宋云谦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等着和宋云谦对峙 他曾经想过无数种可能 却没想到最后连着胜利 都带了几分萧索的味道 他曾想象的胜利是带着千军万马 杀进京城 宋云谦会如丧家之犬一般 到时候颤颤巍巍地将传国玉玺 放到自己面前 可是一切都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如果不是自己留下了之前瘟疫的病毒 他现在怕是早已经不知道死在哪里了 他玩弄人心 玩弄权术 自然知道 即使现在自己拿到了传国玉玺 也坐不稳皇位 可是他不甘心 为什么自己煎熬多年 这皇位依然如镜花水月 为什么宋云谦明明样样都不如自己 却还安稳地坐在朝堂之上 他不服 他妒忌 妒忌宋云谦可以理所应当地指点江山 妒忌宋云谦有那么多忠心耿耿 似是孝忠的臣子 妒忌宋云谦 有一个无所不能 总能将自己的谋算打乱的女人 所以宋云谦的一句都输了 才像是点着了炸药包 好像只有这样的嘶吼 才能够证明自己的胜利 才能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没有输 宋云谦 这些年 你急急盈盈 得到了胜 宋云谦看着炸毛一般的宋云谦 一脸悲悯地问道 宋云谦一时间竟然不知要怎样赢答 如果输赢又得到什么来衡量的话 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算来算去 那些曾经的荣耀 曾经的富甲天下 曾经的手握重兵都已经是过眼云烟 他最终得到的 就是手中这个可以让人得瘟疫的病毒 然后再无其他 宋云谦 你并不比我好多少 你没有实现自己治国的理想 没有将自己心爱的女人留住 你同样也一无所有 你凭什么来笑话我 宋云谦的话无疑让宋云里崩溃 他努力支撑着自己的理智 可是他的话说完之后 他就意识到宋云谦要比自己强 不管他们各自得到了什么 在追逐的路上 宋云谦有人愿意为他安前马后 有人愿意为他抛弃性命 而自己什么都没有 就连唯一的亲善意义的九皇叔 和自己也不是一条心的 他们之间也充满了算计 孤家寡人 你懂得孤家寡人的意思吗 就是没有人陪着走这条孤寂的路 你之所以这些年备受掣肘 就是因为你做不到 孤家寡人这样的境界 好像在标榜自己的孤独一般 宋云里高声地对着宋云谦说话 好像只有这样的理由 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理直气壮 宋云里 那是你的孤家寡人 与我分无关 你将手中的包裹递过来 我们饶你 宋云谦轻声地和宋云里商量着 虽然他也很清楚 这商量能更成功的概率太低太低了 宋云谦 我将船国玉玉玺交给你 但是 你也要将手中的病毒给我 咱们交换 这是宋云谦早就想好的 他话音刚落 宋云里就低声喊了一句 你休想 没有了这病毒 他用什么来震慑众人 就一个传国玉玺 宋云里还没有天真到那个地步 他很清楚 只要自己将病毒交出来 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 皇上 不要和他废话 吕宁见宋云里一脸猙獰 满脸愤怒 忍不住轻声劝导 我和他说话拖着他 你们马上行动 宋云谦低声 对身后的吕宁吩咐完 继续看向宋云里 很显然 宋云里的提议让他很恼火 他不愿意付出任何东西 就想得到传国玉玺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没了病毒 别说是传国玉玺在自己手上 就是他已经登基为地 他的位子也是坐不稳的 吕宁听话的后退 在宋云谦再次和宋云里讨价还价时 手中的飞镖 突然飞向了宋云里的胳膊 宋云里的注意力 本来就在宋云谦的身上 所以直到飞镖飞到自己手边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的突变 针对的是他们手中的病毒包裹 他不可能让这病毒包 落到别人的手中 所以他没有闪躲 甚由飞镖插进了他的胳膊中 然后不等宋云谦等人反应过来 他就伸手准备甩开手中的包裹 宋云谦等人眼见着宋云里 已经不计后果地乱来 都紧张地看向他 宋云谦更是紧张地说了一句 宋云里 你别乱来 有什么事情 咱们商量着来 宋云谦有一些后怕了 他觉得刚才自己应该留一份余地的 只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宋云里的手已经紧紧地捏住了包裹一脚 只要他拖动一下手 在场的大部分人都会中标 欢迎收听传阅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要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22集 就在所有人以为宋云里要得逞的时候 突然一个黑色声音从天而降 只是宋云里大声地说了一句 宋云谦看着一身黑色道袍先锋道骨的师父 心里颤抖不已 他仿佛一下子回到六年前 在所有人都认定瘟疫死了的时候 他出现了 然后将瘟疫救了回来 今天他来得刚刚好 宋云谦几乎要忘记 现在这朝堂上的大殿之上 才是千军一发 他呆呆地看着那个道士 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救赎 那道士则看都没有看宋云谦一眼 只是挥动着自己的袖袍 一时间大殿之上风声肆虐 而高高的房顶 竟然因为这狂风壁掀翻了 一人之力能够让狂风大作 一人之力能够将这弱大的房顶给掀翻 这样的能力让在场的人都叹为观止 宋云里抖动着包裹一脚的手 已经不停地颤抖 忘了自己只需要用力 在场所有人都是在劫难逃 你这道士 总是多管闲事 真是讨厌至极 既然你来了 就和这些人一起死 由你们做殿尾 我也算死得起死了 宋云里心底已经全是绝望 但是说出的话却中气十足 好像真的得了天大的便宜 宋云里 你这些年做了太多错事了 不要再执迷不悟 不然别说贫道不饶你 就是这苍天也不会饶你 你的本事我最清楚不过 你根本奈何不了我 所以就不用在我面前行刑作态了 宋云里说这话有一些心虚 当年他糊弄着道士 让他心软地教了自己一些东西 这些他认为已经天下无敌的东西 可能在道士眼中只是九牛一毛 我敌不过你的只有狠毒 只有阴险狡诈 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你的鬼道永远都不会成功 道士道士丝毫不在意宋云里的恼羞成怒 说话的时候声音淡淡的 好像闲话家常一般 师父 他手上也制造瘟疫的病毒 如果乱来 宋云谦忍不住提醒道 现在他们都可以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但是如果那病毒扩散 到时候百姓遭殃 重楼应该保存过一粒药碗 那药碗里有瘟疫的血 所以可以救万民 所以瘟疫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解 他的威胁不值一提 道士好心地提醒紧张莫名的宋云谦 他的话音刚落 宋云里就变了脸色 之前的得意瞬间就消失不见 他自以为的可以让所有人屈服的法宝 瞬间变得一文不值 宋云里 贫道本不愿意与你多言 但是见到你如此境地 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 要想成为一国君王 就要行君子之事 以万民为本 玩弄人心 阴谋诡计 从来都不是人间正道 所以你才会败得如此彻底 宋云里看着道士 脸上的笑容已经变得真隐不已 那又如何 其实这病毒无用 我也让宋云谦损失惨重 我们两人势均力敌 如他所说 我们都说了 他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 就是有着天下又如何 等着他的 不过是万古寂寞罢了 哈哈哈哈 宋云里脸上依然是得意的 好像只要宋云谦损失惨重 自己就没有输 宋云里的话 宋云谦之前说过 之前宋云里不愿意承认 现在却成了他心底唯一的救赎 最起码这样说的不算惨烈 你最大的措施 就是不该对瘟疫用毒 他是神医转世 为救万民而生 你伤了他的性命 就是损了你的福泽 这才是报应不爽 道士说到瘟疫的时候 脸上还带着痛心 为了温良秀 为了传承金针术 自己不惜泄露天机 违反天规 而是这一切 终究被宋云里给毁了 他耗尽自己的修行 却毁于小人之手 不管天道如何 他都不会饶数 我也是皇子 为什么他的父皇 可以杀了我的父亲 都流着皇族血脉 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朝君王 既然天道不公 我只能自力更生 向天逃回公道 长久以来 积聚在心底的不甘 在绝望中火山一样的爆发 那浓烈的怨气 让周围的人都心生俱意 怪就怪在你的手段不够坦荡 所以 早天前是你最有应得 温义的师傅在说话时 再次挥动自己的衣袖 大殿之中 顺时狂风打坐 本来高悬在天上的太阳 突然被阴云笼罩 历史间天色金沉 仿若进入了无边暗沉的长夜 就在众人心底 为道士的能力惊奇的时候 天上突然闪过几道闪电 接着就是雷声阵阵 众人都在惊奇地 看着阴沉的天空 却不想 刚才那还在叫嚣的人 已经被一记雷给击中了 整个人夭着地站在大殿之中 只是脸上已经是黑灰一片 等所有人在电闪雷鸣之中 缓过神来时 才发现 宋云礼已经死了 是被雷击而死的 世间传言 只有罪大恶极 遭了天谴的人 才会被雷击中而死 而世间这样的死法太少 尤其是不久之前 宋云礼还在大声地叫嚣着 这一切来得也太快了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等众人在震惊中缓过神来时 心底也只剩下一生的唏嘘 宋云礼的一生 都在谋划着这至高的皇位 最后就死在这皇位边上 一步之遥 却已经是他曾经 再也到不了的终点 不过 他作恶多端 有这样的结局 也是罪有应得 宋云谦最先在震惊中 缓过神来 他猛地走到道士面前 轻声喊了一声 师父 你所求的 我办不到 如果我能做到 早就做了 道士自然明白 宋云谦所求 可是那天改命的事情 他已经为瘟疫 做了一次又一次 还因此出犯天规 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我不求师父救你 师父既然能够让死人复活 那能不能将我和他互换 他每次遇险 都是因为我 用我的命换他的 让他好好活着 求你 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缓缓地跪在了道士面前 话语成志 道士看着宋云谦 许久才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说了一声 唉 我真是欠你们的 宋云谦明白 他妥协了 谢师父称致 如果可以 就师父抹掉瘟疫的记忆 让他忘了 心安顺遂一事 宋云谦轻声说着 眼底已经全是哀痛 如果可以选择 他希望瘟疫 能和自己一起幸福的生活 可是现在 如果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 可以活下去的话 他希望是瘟疫 但是不要再有自己的记忆 不然 那会是怎样的折磨 他最清楚不过 那样的日子 他过了三年 又过了五年 那样煎熬的日子 他一天都不愿意 让瘟疫再度过了 瘟疫从遇到自己 就没有过过几天 安宁的日子 所以如果自己注定了 再也没有办法 出现在他生命中 那就让他忘了自己 瘟疫的师父 安静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眼里的深情和悲伤 做不得假 也就是在这个瞬间 他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瘟疫 可以连自己的性命 都不顾 去成全这个男人的 理想和报复 一身先锋道骨的道士 再也不说话了 只是缓缓转身 向着彩卫宫的方向走去 宋云谦一直跟在他身后 不敢说话 但是手心里 全是紧张的汗水 宋云谦 之前我就说过 你俩有素氏姻缘 而现在朝堂上各方势力 刚刚稳定 正是你大战宏图的时候 所以你不用 虽然是方外之人 但是因为瘟疫 因为宋云里 他对朝政 还是了解得多了一些 师父 如果没有遇到我 瘟疫的一生 肯定会是安宁快的 是我 是我毁了他 本该安宁的人生 我 只要想到 瘟疫遇到自己之后 经历了重重磨难 心头的欠疚 心头的欠疚 都要把他的心给残食了 师父没再说话 一直来到采薇宫 他检查了 瘟疫的身体一番 才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出去吧 我会尽力救他 你是人间帝王 我没办法更改你的命格 师父说完话 就盘腿蹲在地上 同样地抬起两手 不停地挥动 不长时间 请殿内就有了 徐徐的春风 我要做法 你们先出去 见宋云谦 正正地守在这里 师父忍不住 提醒道 宋云谦还想说话 还没开口 师父就已经 甩了一下袖子 一股进风 将宋云谦给 卷出了寝宫 宋云谦知道 自己不应该 再留在里面 也清楚师父 不会拿自己的命 换瘟疫的命 可是他还要做法 那是不是 宋云谦心头 生起浓重的担忧和忐忑 他紧紧盯着寝殿门口 听里面风雨大作 不久 又有人的思雨声传来 宋云谦努力 让自己心思平静 可是再一次 听到瘟疫声音的时候 他的心都雀跃了起来 接着 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近到好像 世界末日到来一般 宋云谦在外面 等了很久很久 而寝天内 已经许久没有动静 他终于控制不住 心底的着急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他满怀期待的心 被眼中所惊到 继而 眼底就全是 汹涌澎湃的悲伤 是否您 宋云谦看着 躺在地上的师父 他嘴角全是鲜血 一身黑色道袍 也变得不成什么样子 仿若破败的布 包裹着他虚弱的身体 文医 这场灾难 因我而起 我自然要用尽全力去挽救 只是我功力有限 又刚刚收拾了宋云礼 所以 我能做的 就是护住他的原神 至于他的身体 找个什么样的宿主 他还有没有这段时间的经历 我都不清楚了 我已经尽力了 说完话 师父就又吐了一口鲜血 师父您 师父为瘟疫不惜自己的姓名 宋云谦是感动的 但是师父最后的话语 却让宋云谦很迷茫 那师父 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他是不是 还像之前一样 会主动再出现在我的生命 我 想到瘟疫可能会再次回到自己的生命中 宋云谦是兴奋的 但是对于未来 他又是迷茫的 我不确定 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经缘 所以这一次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份上 你们的命 定会在一起 如果你要找他 就 就尽量找和瘟疫 有共同点的 师父拼尽全力 说完话之后 整个人就昏了过去 想到瘟疫可能还活着 宋云谦就兴奋莫名 但是他还有太多未知的事情要问 所以宋云谦安排人照顾师父休息之后 就一直等着师父醒来 没想到 等到的是师父已经在沉睡中去世的消息 怎么可能呢 师父已经是半仙之体 他能够参透人的命运 怎么可能就突然离世呢 宋云谦不相信这样的结果 他亲自去找瘟疫的师父 确定了 又确定 师父是用自己的姓名 保住了瘟疫的原神 宋云谦现在只艰辛一点 只要瘟疫的原神还在 瘟疫就能够活着 到时候 他们就还有无数的可能 可是人海茫茫 师父留给自己的是一个 太广阔的概念 和瘟疫有共同点的 和瘟疫有一样的容貌 一样的性格 或者一样的经历 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瘟疫没了 宋云谦又好像回到 瘟疫回来之前那 古井一样无波的日子里 朝堂之上 再也没有了狼子野心之辈 两光降逃了 张仙慧和梁归最终被捉了回来 幽谨终生 陈元庆在宋云里死后 束手就擒 他请求做金墨的护卫 条件是 他将调动金姬驻军的 虎符上交 金墨有了陈元庆 这个贴身护卫之后 竟然能够请止出兵南昭 他一个小女孩 在朝堂之上 义正言辞地说 他要让南昭血债血城 这个孩子 总觉得是南昭害了自己的妈妈 是南昭的出兵 让父皇和妈妈 没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在一起 而这一年来 南昭对大梁的挑衅和态度 也确实是需要教训的 所以宋云谦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知道为什么 宋云谦相信 有陈元庆在 金墨一定会创造出不朽的战绩 宋云谦亲自送金墨出征 看着大军远去的背影 一切好像已经结束 只是宋云谦没有想到 民间百姓 竟然会请止追封瘟疫为皇后 宋云谦信瘟疫没有死 所以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 却不想瘟疫的故事 已经在百姓间广为流传 不管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 还是在朝堂之上的座位 或者是在民间的威望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瘟疫的所作所为 是宋云谦故意让人给传出去的 瘟疫为自己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被铭记 因为宋云谦的无事 百姓间的传言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揣测 皇上之所以不追分瘟疫为皇后 是因为顾虑瘟疫是先皇贵妃的事情 然后就有传言说 太祖临请中有了一命 非洛门的门主不受任何身份限制 可以成为皇上的皇后 宋云谦只是不相信瘟疫死了 他一直在等着瘟疫回来 却不想百姓汹涌的舆论越来越厉害 直到皇陵附近的百姓们联合起来 挖开了太祖的临请 取出了太祖遗址 当那遗址终于被送到宋云谦手中时 他哭笑不得 之前他唯一的追求就是分瘟疫为后 可是所有人阻拦 现在他不愿意追封的时候 他们将先祖的遗址都拿了出来 也就是在这一刻 宋云谦才明白 什么叫做无成的命运 最终因为群情汹涌 宋云谦还是满足了百姓的愿望 追封瘟疫为后 他还修建了自己的灵情 然后将瘟疫的遗体 转移到林墓之中 入土为安 众人为瘟疫不平的心 终于安定下来 而宋云谦也投入到了寻找之中 可是茫茫人海 他要去哪里 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瘟疫 而他身为帝王 能够亲自寻找的机会 又太少太少 刚刚平稳的朝政 又牵扯了太多的时间 而瘟疫生下的小皇子 他也需要亲自抚养长大 所以等他真的可以放下手中的政务 去寻找自己心爱的女人时 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而此时的金墨 已经成为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女将军 在陈元清的护卫下 打下了南昭大多数的都城 此时的城楼也开始跟着宋云谦学习 治国方略 瘟疫最后生下的那个孩子 也已经崖崖学语 攀山学步 欢迎收听传阅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要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23集 宋云谦一年的时间 老了太多太多 他都发现了自己并角的白发 小路子 如果我再不去找雯仪 他怕是要认不出我来了 将朝政托给肖像和郑国王爷 宋云谦收拾好了一切 带着孩子准备踏上寻找之路时 对着镜子感慨道 皇上 温义门主换了模样 您都能认识 您老一些 他肯定能认出您的 陆公公小声地劝慰着 也许是静香琴切 这几日皇上愈发在乎自己的容貌 更担心自己的衰老 会被温义门主嫌弃 温义门主还活着 这是当年温义门主的师父死后 告诉皇上的 皇上在告诉他们 他们一直在等着 皇上将温义门主带回来 可是朝堂之上 分杂的事情太多 小主子年纪又小 直到这一年之后 皇上才有了空闲 可是 我还是想让他 看到我年轻 力气风发的样子 他当年喜欢上的 就是我年轻的样子 唉 不知道温义门主这一年多 在外面有没有吃过什么苦 受过什么泪 也不见他来个消息 他最不放心的就是皇上您 还有三个小主子 怎么就能忍心不闻不问呢 陆公公想到瘟疫 忍不住轻声叹道 陆公公的话让宋云谦心中以宁 陆公公可能不知道 他却最清楚不过 他的瘟疫可能再也不是之前的瘟疫 可能会忘掉之前的所有 不然 圣公之中这几个足以让他牵肠挂肚的人 为什么没有得到他分毫的消息 皇上 您准备去哪里找 咱们大梁 怕是没有这么一个人了 陆公公轻声地试探 太后可是下了任务的 让他务必问出皇上的行程 如果是要去那苦寒之地 一定要告诉他 只有这样 才能够将小主子留下 宋云谦看着陆公公没有说话 虽然他也希望瘟疫就在大梁 可是这一年的时间 各州县衙早就将他们辖区内的女子图像画图 整理送到了御书房里 他翻了一遍又一遍 都没有能够找到和瘟疫有相同之处的女子 可是如果瘟疫还活着 他一定会留在大梁 这时他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整个生命的土地 这片土地上还有他的爱人和孩子 咱们先带着另一小皇子 在大梁境内寻找 如果找不到 咱们就去别处 床楼现在已经能够处理朝鎮了 又有肖像和整个王爷府阵 我很放心 宋云谦说完话就转身 将坐在他上玩耍的孩子抱在怀中 轻轻地拍打着 炎然一个称职的奶爸 皇上 太后娘娘嘱咐了 说如果咱们去什么偏远地方的话 就不要带着小皇子了 小皇子还小 太后不舍得 还怕咱们去的时间长了 他会想小皇子 陆公公轻声地转述着太后的话 脸上也全是担忧 他总觉得 皇上去找瘟疫门主 带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不太方便 孩子病了 到时候更是一堆问题 宋云谦了陆公公一眼 并没有解释 自己要带念衣的原因 他总觉得 如果瘟疫真的将自己忘了 那能够换回他记忆的 只有和他有着血脉传承的孩子 可是现在金墨在南朝 重罗在学习治国 唯一能够让他带着的 也只有最小的念衣了 他带着念衣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孩子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交给别人 他是真的不放心 只要想着当年瘟疫 自己一个人带大了金墨和重罗 宋云谦就觉得 自己有责任将念衣带好 所以带着念衣 也是为了亲自教导 母后不放心我带着 我还不放心母后呢 按着她对念衣的交仇 我怕等我回来 念衣就变成个小门库了 母后一直念着念衣 从小失去母亲 所以对她各种交关 她现在小小年纪 就各种任性 如果长辞一往 等自己找回瘟疫 她要怎么给瘟疫一个交代 所以知道了太后的这个想法 宋云谦更加坚定了 要带念衣离开的心 念衣好像明白 宋云谦的心事一般 在宋云谦中 说着最亲切的妈妈 宋云谦看着她娇嫩的小样子 心都软成了水 咱们去找妈妈 找妈妈 宋云谦在念衣耳边 轻声说着 心底早已经被激动给塞满了 这一年多以来 她没有一天不盼着今天的到来 这一年多 她素心燕妹味的全是今日 这一年多来 也只有今日 她觉得自己离瘟疫更近了一些 寻找瘟疫的心情 宋云谦是急切的 说是好行能 只带了几个人就离开了 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寻找毫无结果 她走遍了大梁的山山水水 她寻遍了大梁的各个角落 她甚至去了草原 寻遍了每一个牧羊姑娘 她终究是没有找到她的瘟疫 她相信 即使瘟疫变了模样 变了性情 她都能够找到 可是她踏遍了大梁的河山 却始终没有找到她最心爱的女人 直到南昭战事结束 南昭投降 准备进京议和 直到紫旭国 碧里长安他们打得再也没有了还手之力 已经递交国书 请求议和 事关国家之间的谈判 宋云谦作为一国之君 不能不出席 所以尽管心底全是惆怅 尽管心底衣衫不甘 她却不能不踏上回京的路 只是宋云谦没有想到 当她的朝臣们终于不在于 致力于用自己的女儿填补于她空虚的后宫 紫旭国和南昭国都将目标对准了她的后宫 那自瘟疫离开之后 就彻底空了的后宫 现在像是一块美味的肉 让太多人规律 太多人垂涎不止 宋云谦回到后宫的当天 肖像 郑国王爷和晋国侯就都进宫了 他们是闻讯赶来盯着宋云谦的 一脸的贪疚 你出去半年多 就没找到她 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 但是看着宋云谦截然一身地回来 宋云刚心底还是莫名的酸涩 没有人比宋云谦更想知道瘟疫 可是偌大的大梁 她走过山 走过水 走过她可能走过的所有风景 之前他们在一起时 曾经乘想的美好 她一步步走过 只是收获的 却只是漫天的孤寂 瘟疫不在身边 再美的风景与她都没有了意义 瘟疫真的还在吗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找下去 相比于宋云谦的狂热 宋云刚更理智一些 苍茫人海 连线索都没有去找一个人 真的很不现实 或者说 那可能是瘟疫的师父 不忍心宋云谦伤心过度 故意给宋云谦制造的 一个虚幻的梦 他们都熟悉瘟疫的处事风格 他能够在放血之前 就谋划好算计可儿 那在这之前 找到他的师父两人合谋 也不是不可能 他那么地爱宋云谦 怎么舍得宋云谦伤心难过 他肯定在 我能感觉到 我觉得 他肯定会在某一天 就闯入我的生命中来 然后再也不走了 因为他的师父说过 我们有素食情缘 这一年来 支撑宋云谦艰难熬下来的 就是瘟疫师父的话 他们有素食情缘 所以宋云谦认定了 只要自己找下去 一定就能够找得到 自己现在寻找的艰难 和这些年瘟疫的付出相比 真的不算什么 对于宋云谦的言辞 众人都选择了沉默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但是看着宋云谦这一年多的孤独 坚韧和辛苦 他们真的希望 瘟疫能够尽快地回到 他的生命中 这次为什么南兆和子叙国 都提出了和亲 云生公主的事情 难道还不能以以为戒 宋云谦想起自己来的目的 脸色变得凝重 南兆那边 咱们可以这样回去 毕竟云生公主带来的负面影响 太重了 但是子叙国那边 是当今圣上的嫡女 太子殿下最爱中的妹妹 她们是真的为了结亲 为了两国友好而来 肖像轻声地为宋云谦分析着 宋云谦等了瘟疫一年 又找了他半年 看现在这样子 好像是要继续找下去了 她们这些亲近的臣子 心底想让她安定下来 最起码也应该有个家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的后宫连婢女都没有 她们私下里都觉得 后宫之中应该有个女人了 哪怕是个百射 偌大的后宫也总要有一个 你们的意思是 皇上 并毕竟是一国之君 这后宫之中 连个妃子都没有 有点说不过去 那紫婿国 叫和亲的公主 是嫡主 在身份上 你们两个 也算是合适 臣知道 您对瘟疫门主 秦深义重 但是太后的年纪 越来越大了 后宫之中 总要有个 合适的摆设 为您处理一些事情 宋云谦盯着肖像 看了许久 再看向晋国侯 然后转头 看向郑国王爷 最后语气凝重地 问了一句 这是你们商量好的 众人都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们看得出 宋云谦周深的悲伤 快要将语书房 都给笼罩了 七年前 当时你们 也是这样劝我 为了稳住朝城 后宫不缺 这么几个摆设 可是就是这些摆设 在文艺回来的时候 横跟在我们中间 他用写究百姓之前 都要担惊极虑地想着 怎么帮我除掉 可儿那个摆设 宋云谦话语平静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他们的君王 在想起一年多前的 那段日子时 心底比黄连 都要苦出几分 当时都说瘟疫死了 我当时就想着 没有瘟疫 后宫有谁都一样 可是结果 不是那样的 现在我明知道 瘟疫没死 就要再次娶其那妾 我怎么对得起 瘟疫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总不能 再弄一个后宫 等着瘟疫回来 等着瘟疫为了 后宫的女人 担惊解虑 我做不到 宋云谦说话的声音是低沉的 语速很慢 但是态度坚决 宋云谦的话 让在场的几个人 都有一些动容 别人不知道瘟疫的付出 他们却是最清楚不过 如果瘟疫真的能够回来 那还真的不要在后宫之中 天人了 可是皇上 可是后宫之中 真的没有能够撑起来的人 让皇嫂来做这件事情吧 重落的后宫 我管不了太多 但是我的 除了瘟疫 再也不会让别人进入 其实朕有没有皇后 有什么关系 只要朕有皇子 耽误不了这江山的传承就够了 皇上 紫虚国既然提出和亲 如果咱们拒绝 怕是 肖像见皇上的态度坚决 有一些为难 因为皇上和先皇后 秦深四海这样的话语 真的没有办法说服 紫虚国的使臣 神家公主主动求家 皇上拒绝 总是要找出合理的理由 不然就是看不起紫虚国 虽然紫虚国是战败国 但是人家国力依然雄厚 如果他们觉得 自己的公主被羞辱了 那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战 这对于刚刚停止了战火的两国 都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朕不管什么结果 我不会让瘟疫以外的女人 进入我的后宫 至于怎么让紫虚国心悦沉浮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不想委屈了文艺 不管是因为朝臣 还是有望 宋云谦的话一锤定音 敲响在场中的几人的耳中 别的事情 朕都可以和你们谈 但是关于朕的婚姻和后果 咱们没有商量的余地 见肖像他们都不再说话 宋云谦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 他比谁都确定瘟疫一定会回来 所以他一定要收好这份 独属于瘟疫的后宫 只有现在坚持了 瘟疫以后才不会为难 只有现在坚持了 自己和瘟疫才有以后的幸福 如果紫叙那边坚持得厉害 咱们可以适当地 少邀一些战争陪管 再说紫叙的嫡出公主 这样的身份 她想要什么样的驸马找不到 没有必要背井离乡 来咱们大领 宋云谦说完之后就起身离开 他向着采薇宫走去 离宫这么长的时间 那是他最思念的所在 采薇宫还一如瘟疫还在时 里面的陈设布景没有任何变化 千山和宋云谦一样 一直坚信瘟疫能够回来 所以每天他都会亲自打扫采薇宫 即使他出宫去寻找瘟疫 也会安排专门的人打扫 宋云谦走进采薇宫 缓步走到寝室 安静地坐在床榻旁 床上早已经没有了 那个安静的女子 可是只有坐在这里 宋云谦才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心是踏实的 温云 我回来了 没把你带回来 很抱歉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一直找下去 我这次回来 是因为紫虚国和南兆国 都给咱们递了相处 咱们大梁这两年 在出国中算是扬眉吐气了 你提拔的那个小将 叫苏衍的 现在都能在紫虚国的战场上 堵当一面 咱们的金墨 更是被他们传成是战神转世 其实那个小丫头啊 开始是运气好 无打无中 后来是因为陈元清 为他出谋划策 你可能怎么都想不到 陈元清 竟然被金墨这个小丫头 给降服了 还有 咱们的重楼 真的很适合做储君 我不在这半年多的时间 证实什么的 他都是参与的 肖像他们都夸 说有我当年的风范 不过却轻出于懒 这两个孩子 让我骄傲 还有咱们的念仪 现在都会说话了 他会说的第一个字 就是妈 可惜你听不到 安然这一年多 一直在民间行医救人 现在江湖上 都传他是神医转世 太后还好 黄胸和黄嫂也好 朱方云真的去周游世界了 不过 他带上了探头和毛主人 所以你应该清楚 他是去找你 之前你没有死 就找朱方云了 这一次 不要再那么偏心了 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现在的宋云切 能照顾好你 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温宜 今天他们提议 让我和子虚国的公主联姻 我拒绝了 我的后宫除了你之外 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 我认识你 不管你是明天回来 还是明年 还是等咱们都老了 你才出现 我都等你 不过文艺 没有你的日子 真的是苦燥的厉害 日子过得 就像是喝白开水 宋云切说着说着 头就垂了下去 他用手遮住脸 没有人看到 他指缝间溢出的眼泪 虽然做好了 等瘟疫一年 十年 一辈子的准备 但是没有瘟疫的日子 他真的快要熬不住了 心都是空的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324集 宋云切在采薇宫里 待了一夜 第二天出来的时候 神色都是憔悴的 在这个满是回忆的屋子里 不管他睁开眼睛 还是闭上眼睛 所见的全是瘟疫和自己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好像这辈子最美好的阳光和风景 都是在那段日子里 皇上 我们飞龙们收到了李寻的消息 他说在子虚国见到过门主 所以我想去趟子虚国 千山急匆匆地走进采薇宫 兴奋地对着宋云谦说道 宋云谦沉静的眼里闪过一道微光 他猛地站起来 对千山说道 我也马上过去 皇上 您这次回来 是为了和南兆子虚国的和谈 您现在就离开 千山有一些担忧 宋云谦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千山 你这一年多 一直关注飞龙门的事情 可能不清楚 现在的朝堂和大梁 已经不是一年半以前的样子 没有我 肖像他们 照样能够为咱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放心吧 相比于千山的担忧 宋云谦则是全然的没有半分的担忧 自己登基之后 曾经做的所有努力 因为这一年多没有了阻力 被贯彻实行得很好 所以大梁的国力 已经与之前不同 国力就是最好的底气 也是他给瘟疫最好的答卷 这些 都多亏你们门主的付出 我想接他回来 看看他 深爱的这片土地 宋云谦的话语 带着几多感慨 千山听着 泪水都流了下来 确实大梁的这片土地 才是门主最热爱的地方 他用自己的血 救瘟疫中的百姓之前 就将非龙门这么多年的积蓄 都给了最好的安排 几百年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 只是为了百姓的生活能够安康 是此能有所保障 充足的资金能干的官员 从民情出发的新政 短时间内就出见成效 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就连门主在病重之际 提出的全国的医疗制度 设立都得到了贯彻 一切都像是门主之前 曾和自己描述过的那样 只是每次看着周围人 脸上的幸福的笑 千山心底就全是遗憾 遗憾门主 见不到这和谐安宁的一幕 千山 战败之国 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底气 宋云谦说完话就起身去准备 自己这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在搜罗着瘟疫的消息 却没想到 瘟疫会出现在子序国 如果早知道这样 他哪里还用踏遍大梁的江山 那属下跟你一起去 我们 千山有些激动地搓着自己的手 脸上的笑意已经再也遮挡不住 宋云谦就带着千山 他们连夜地赶往子序国 急匆匆赶路的他们不知道 他们要找的人在金墨城 和他们擦肩而过 宋云谦迫不及待地找到李勋 李勋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 却也得到消息 说他的孩子就在子序国 所以他接受了飞龙门手上的势力 一面为飞龙门做事 一面探查孩子的消息 瘟疫在哪里 你是见到他的人了 还是 宋云谦着急地看着李勋 他带回去的消息太简单了 上他们早已经在脑海中 勾勒出无数的可能 可是当他见到李勋 最想知道的就是真相 到底是什么 那个人和温义门主长得很像 周深的气度 看起来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那日他掀开窖帘 看一下外面 我也只是惊鸿一瞥 后来我们的人跟踪 却找不到他的影子了 李勋有些遗憾地说道 事后他几乎将子序国的首都的 大家闺秀都排查了一遍 却再也找不到那个神的踪迹 也正是因为这个 他都有一些后悔 没有确定地将消息就送出了 却不想这则消息 不仅引来了 菲洛曼门主的侍女 连皇上都引来了 只是此刻 他们僵在脸上的喜悦 和眼底的失落 让李勋觉得自己 好像犯了弥天大错 属下无脑 没能跟上那个小姐的踪迹 不过咱们的人 已经增强了不妨 只要她在这离城中出现 就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李勋努力解释着 他清楚皇上和千山 见不到人的失落 却不想他安慰的话刚说完 宋明谦就轻声地说了一句 不许为难他 李勋过了很久 才反应过来 宋明谦说的 不许为难的那个人 是可能和瘟疫门主 有点关系的女人 看着宋明谦 关切在乎的样子 李勋深深地觉得 自己见到那个女人 不该打惊小怪地 告诉皇上 现在皇上这样子 如果自己到时候 给他找不到瘟疫门主 那 尽量多派人去派查 离城气度不凡的 也就皇室 和几个世家 只要他还在这城中 咱们肯定能找到他 相比于李勋的悲观 千山则是满心的希望 他相信有了线索 要比没有线索 强出太多 小鹿子 地交国书 就是我在离城 遇到一位气度不凡的姑娘 一见亲心 想求取 却不知道姑娘信 所以 请子虚国的皇上 将士林的龟宿画像 都送过来 宋明谦轻声地说着 千山不由地愣了愣 看着宋明谦 放心 不是你们门主 我不会去 宋明谦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丝毫不管自己这样做 会不会影响一些姑娘的龟宇 千山甚至都准备好了 等找到门主 他一定要告诉门主 现在皇上为了他 已经在昏君的路上狂奔了 皇上 咱们是回去 还是 陆公公忍不住问道 如果早知道 子虚国 门一门主的消息 只是一个虚幻的影 那大梁京城 才是重中之重 在这里吧 万一这两天有他的消息 不能第一时间出现 宋明谦的话语淡淡的 却透着坚定 皇上 如果您不在京城 到时候子虚国和南兆国的使臣 会觉得咱们 对他们不尊重的 这样 陆公公很是为难 他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伺候的主子 竟然有任性这个特性 可是这两天 他确实太任性了 朝堂上的事情 半年前 我就全权交给重楼了 他表现得很不错 这一次 让他增点点玉力 也许不错 宋明谦话语淡淡的 好像将这样重要的事情 交托给一个孩子 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那如果南兆和子虚 嫌咱们怠慢了他们 也是不好啊 陆公公依然是不放心 重楼那孩子 虽然这两年表现不错 但毕竟还是个孩子 陆公公记住最多的 还是重楼像个孩子一样的时候 等他们和重楼交手了 就不会那样觉得了 宋明谦对自己的儿子 则是很放心 之前也不过是想回去帮陈一些 现在瘟疫有可能在子叙国 自己怎么可能就这么离开 就是重楼知道了 也会不高兴的 他和金墨一直盼着 自己将他们的妈妈找回去呢 可是皇上 陆公公还想再劝 他已经想不出合适的理由 却总是觉得任由皇上 这样任性不太好 小陆子 瘟疫当年不过性命为我 我自己担金竭律 会得不过就是如今日这般 想做什么事情 就做什么事情 咱们现在有实力 也有能力让自己不受委屈 为什么还委屈自己 宋明谦还是明白陆公公的心思 他笑着说完就端起了面前的茶盏 淡淡地看向远处的街道 那目光痴缠又深情 好像瘟疫门主 随时都会在他视线的尽头出现一样 皇上 奴才懂了 可是这子序国这么大 咱们要怎么才能找到门主啊 那些闺秀们的画像中如果没有 苍茫人海 想找一个连线索都没有的人太难了 这么长时间陆公公跟在宋云谦的身后 一点点寻找 最是明白这个道理 放心 他肯定也想让我们找到他 不然 弟兄就不会见到他了 宋云谦声音中并没有情绪起伏 但是他深信 瘟疫一定也想见到自己 他们有素食情缘呀 可是陆公公的心 终究还是没有能够放下来 因为第二天 送他们到别院的画册中 并没有找到瘟疫 连和瘟疫相似的人都没有找到一个 皇上 奴才又看了一遍 没有 陆公公亲声说着 眼底带着浓浓的失落 昨天他曾那么期待 能够在这画册中找到瘟疫门主 可是现在 扩大范围吧 全国只要十五到三十岁的女子 她们的画像我都有 我就不信 在这么多人之中 找不到瘟疫 宋云谦的话语坚定 陆公公却呆住了 皇上这是将子序国当成自己家的活花园了吗 上人家世家 将女子画像都交上来 正由她挑选 已经是够过分了 现在是要将全国女子 皇上 这是子序国 不是咱们大梁 如果这样做 子序国会不满的 毕竟 谁家规格的小姐都是宝贝 您这样当白菜一样的挑 她们心里会舒服才怪呢 她们舒不舒服 关我何心 我只要找到瘟疫 宋云谦丝毫不在意陆公公的为难 苏衍和李长安 既然有能力拿下子序国的石座城池 就能够继续攻打 拿下更多 现在求和的是子序国 又不是他们 再说 自己不过是想要找一个女子 没有她们想得那么复杂 陆公公没再说话 她最是明白 关于瘟疫门主的事情 皇上从来就没有原则可言 所以 她让人去给子序国皇帝送信 只说他们皇上 对一个子序国的女子一见钟情 向迎娶为妻 因为不知那女子民性 只能以划策的方式 这一次 宋云谦的要求范围太广 所以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子序皇帝就喊来了众臣商议 皇上 都说大梁皇帝 痴情于之前的瘟疫门主 可是瘟疫已经死了 这大半年来 大梁皇帝朝政都不管 据说 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女子 现在 找到咱们子序国来了 如果是咱们子序国的姑娘 那 那臣子说到最后 脸上全是笑意 现在最丑的就是和谈 作为挑起战端的战败国 他们注定会赔上国家的尊严 和大量的银钱 所以如果能用一个女子 换来一个国家的尊严 他们是很乐意的 你都说了 大梁皇上 忠情的是非龙门的门主 虽然那个门主死了 但是他依然宿在采薇宫 深情可见一斑 我觉得他所说的 所谓一见忠情的女子 可能就是和那个瘟疫门主 有点像的 也是因此 才会不计后果 不计代价 那朝臣认真猜测着 话语让周围的几个臣子 不停点头 让一个深情的人 突然忘记旧情 是不可能的 而他突然对一个女子 这样的执着 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感情不够深 二是那个女人 只是个替代品 宋云谦能为瘟疫守身 他们不相信 他现在连这一年半的时间 都守不住 所以宋云谦这次 找子虚国药的女人 可能只是一个替身 可是如果只是个替身的话 他对大梁皇上的影响程度 就会变得很小 能为子虚国赢得的利益 也会少上许多 而现在最关键的是 这个替身 他们要去哪里找 你们谁能 找到瘟疫门主的画像 咱们子虚国最厉害的 就是变脸术 变出一个瘟疫 应该是没问题的 子虚国皇帝 小声地问着周围的人 他其实早就有了 宋云谦要找的人的 是替身的想法 所以这次叫他们来 就是讨论 造一个替身的可行性 皇上 那手术 要一个多月的修正时间 您觉得大梁皇帝 会给咱们那么长的时间吗 咱们呢 还要费心弄到瘟疫的画像 大梁皇帝对瘟疫情深似海 所有瘟疫的东西啊 他都看得很紧 这两年 根本就没有瘟疫的画像流传出来 臣子们瞬间就明白了君王的打算 虽然这个打算是有可行性的 到时候用一个女子 为他们子虚国换取利益 只是宋云谦愿意等两个月之后吗 他对瘟疫那么深的感情 如果他们送出的女子 假得太过厉害 会不会斥得其反 他找的 就是一个替身 只要脸相似就没关系 至于那个瘟疫的画像 我找人去寻 三皇子见众人眉头不沾 轻声言道 好 那这件事就交给司权去办吧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尽快 紫旭国皇帝看了一眼眼底全是张狂的三皇子 轻声说道 他的这些孩子他最是清楚不过 玩弄旁门左道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三皇子许司权 那父皇 您就等着大梁国那边 因为一个女人 对我们多方示弱吧 父皇您别忘了 这瘟疫还是大梁太子的母亲 就是宋云谦不妥协 大梁那小太子 也肯定会要妈妈的 毕竟还是个孩子 又隔了一年多的时间 想着自己的谋划 三皇子脸上就全是笑意 这个在大梁皇帝身边安插钉子的机会 可是大梁他们主动求去的 他们怎么可能让他们失望呢 宋云谦一直在等着紫旭国 将所有士林女子的画像送过来 他期待着能够找到瘟疫 将最好的一切都给他 只是他也有片刻的心慌 万一瘟疫的模样都变了 自己要怎么办 他不知道紫旭国的三皇子 正在想办法为他制造一个 和瘟疫一模一样的女人 只是三皇子没有想到 他要制造的那个女神 竟然和他熟悉的一个人 一模一样 三皇子不敢相信自己面前的画像 问了送话来的人很多遍 这就是瘟疫吗 答案是确定的 可是他的心却慌了去了 如果孙云谦要找的 就是这个画卷上的这个人 那自己以后的路 可能就要艰难很多 所以即使知道 孙云谦要找的是谁 他都必须要制造一个假的 不然他要登上皇位的阻力 就会大很多 而且关于瘟疫的模样 他必须隐藏着这个秘密 为了他这么多年的谋划 更为了有招仪式 他能够拿下大梁 是的 现在是战败国皇子的他 不仅有登上皇位的野心 还想着有招仪式 要加大梁给拿下 欢迎收听 穿越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二十五集 三皇子自认为 自己是个有野心的人 所以在很多年之前 他就布局 让自己的人潜入大梁 虽然损失惨重 他的野心 却从来都没有变小 马上让孙大夫 用变脸术 给我吃出十个这样的美人 马上让咱们大梁的人 去摸清楚之前瘟疫的座位 我要培养出里面最适合的人 送去给大梁的皇上 许思全说话的时候 眼底全是得意 好像这子序的江山 和大梁的国土 已经尽在掌握 皇子 宋云谦他们 并不好糊弄 如果 三皇子的谋士 最能够明白 许思全的野心 见他嘴角诡异的笑容 忍不住提醒 我就没想过骗他 他要的 也是一个模样 和瘟疫相同的女人 替代品 只要他模样 和瘟疫有十分的相像 有两三分性情相同 那就没问题了 许思全可没有傻到 要告诉宋云谦 瘟疫还活着 此人不能俯生 他们只是给他找了一个 很好的替代品 就这样的理由 他能够责怪自己什么 只要他找的女神 心智计谋足够 到时候拿下送云谦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对于自己手下的这些 精心培养的女神 许思全有着足够的信心 不要让人知道瘟疫的模样 如果有人问 就换一张别的样貌的 尤其不能让太子 那个兵养子知道 许思全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吩咐 他的那个皇兄 有多么宠爱他的妹妹 他最清楚不过 如果让他知道 宋云谦苦苦寻找的人 就是温丝公主 那他有了大梁这个助力 自己就没有办法 跟他抗衡了 放心 太子府那边 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解毒上 传言说 太子的毒解不了了 温丝公主 现在日日照顾太子 根本没时间 关注这些东西 谋士轻声地 将自己知道的消息 告诉许思全 那就好 尽快将这件事做好 对于太子的毒 许思全是最清楚不过 能够熬了这么多年 已经是超出想象了 还想熬过这个冬天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等到时候太子一死 这天下可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对于那个最近常和自己作对的温丝公主 他早就想好了折磨她的办法 既然他们兄妹情深 自己不介意让他们去地府相聚 如果说之前许思全对温丝公主没有杀心的话 却在见到大梁瘟疫的画像之后 他现在只有一个执念杀了她 因为他隐隐觉得温丝公主就是宋云青要找的人 他不能让温丝公主和大梁有任何的关系 他不能让太子府那边有任何和大梁合作的可能 王爷您放心就是 这次皇上也想和大梁结姻亲之好 准备让温丝公主和亲大梁 但是据可靠消息 大梁皇上拒绝了 那谋士自然是知道许思全的心里所想 他眼底从来都容不下和自己作对的人 对于能够干扰自己好事的人 他更加会不遗余力地下手 而温丝公主 他们现在万万不能动手 太子爱护皇后的心肝 皇上最疼爱的小公主 如果现在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怕是太子府会不遗余力地报仇 那样的话 对他们而言是很不利的 因为不能轻举妄动 所以他必须要先安抚住三皇子 他的这个主子 狠心和野心是一样的大 如果不及时劝阻 谁知道会不会是天大的祸患 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吧 咱们的温丝公主那么骄傲 宋云谦如果改变主意 想求娶她 估计都会不屑一顾了 这也算老天才帮咱们不是 许思权自然是了解温丝公主性情的 让她在心里就厌弃了宋云谦 要比她想办法制造障碍 效果上要好上很多 太子的那个孩子 开动手的时候别手软 相互为患 希腊对温丝公主动手的念头 对太子那个两岁多的孩子 她却不能心慈手软 谁不知道父皇将那孩子 疼得跟眼珠子一样 太子死了 如果父皇动了将皇位 传给小世子的心思 那自己可就是白忙活了 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皇位必须毫无悬念地 落在自己头上才行 子叙国的人终于给宋云谦 送来了适林女子的画 宋云谦不分日夜的翻找 终于在第二天深夜的时候 眼睛落到了一幅画上 画面上的女人正是瘟疫 一张普通不算精致的脸 眼睛却极为有神 一身轻衣地 安静地坐在花园中 宋云谦愣住了 她深情地看着画卷中的女人 眼底有了熏融的暖意 泪水好像随时都能够喷波而出 五百七十多个日夜的思念 在见到这幅画的时候 终于落到实处 她轻轻摩缩着画卷中的神影 眼底的温柔 好像随时都能够将画卷中的女人 给溺斃了 宋云谦不知道 她拿着这幅画的手 都是颤抖的 陆公公感觉到宋云谦的异程 转头看向那幅画 忍不住惊叫道 哎哟 门主 真的是门主 皇上 咱们 咱们快去找门主啊 咱们 陆公公着急地向着门口走去 刚走两步 她就懊恼地回来了 很是失落地对宋云谦说道 呦 现在深惊半夜的 让子叙国皇上将人找出来 也得明儿一早才行啊 皇上 咱们终于找到温义门主了 这一次啊 咱们一定要护好了温义门主 再也不能让温义门主那么累了 重楼小皇子现在都能独躺一面了 到时候您有更多的时间陪着门主 哎哟 真是太好了 我想想啊 都高兴得不得了 陆公公高兴地说着 却没有注意到此刻的宋云谦一直在出神 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话 对于和温义的未来 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 他想了太多太多 现在找到温义了 他却有一些不知所措了 皇上 您说句话呀 咱们找到温义门主了 真的找到了 陆公公兴奋地说了很多话之后 才意识到 宋云谦一直都没有听自己说话 赶紧上前 晃了一下宋云谦的胳膊 宋云谦这才回神 看着陆公公 眼神再次落到那画卷之上 皇上 既然找到温义门主了 奴才明天就进宫 去找子序国皇上 是要那个女子和亲还是 陆公公见宋云谦 一直盯着画卷出神 就开始想明天自己要做的事情 想要怎样将温义门主 带到皇上的身边来 去见见那个女子吧 万一她不是温义 咱们 宋云谦想了想才说 其实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将温义给带走了 只是她不敢乱来 子序国的遍脸术 她曾经是见过的 那个温安公主 当时可是连陈元庆 都没有发现异常 好 那我就让人安排 咱们和她见一面 只要是温义门主 咱们就 陆公公话没有说完 就意识到自己乱说话了 要怎样和温义门主相处 那是皇上决定的 到时候她只有听令的份 她是太激动了 她盼着自己的主子 能够得到幸福 所以说话的时候 连顾忌都忘了 宋云谦只是笑着 看着陆公公 很轻声地说了一句 如果她真的是婚姻 那三枚料皮 一样都不能少 到时候 我要用最盛大的仪式 引起婚姻过门 让她成为我 名正言顺的妻子 宋云谦的话语 温柔又坚定 多年前她和杨洛依 有过盛大的婚礼 只是当时的她 是不喜欢的 所以仪式上 也敷衍得厉害 后来她想娶瘟义进门 却发生了一件又一件事情 让娶瘟义 成了一个奢侈的理想 而现在 瘟义又有了新的身份 她终于可以摆脱 曾经成为 先帝皇贵妃的恶名 她当然要以最盛大的仪式 将她迎进奉旗宫里 嗯 一定要最盛大的典礼 这两年咱们大梁发展得好 国库里的银子 都要花不了 走了 陆公公想着之前 皇上说的国库中的银子数量 忍不住再次开口 看着陆公公那么高兴的样子 宋云谦没有说话 他最了解瘟义 他嘴里所谓的盛大 绝对不会是陆公公脑中 勾勒出的奢侈画面 他要的是 能够光明正大地成为自己的妻子 而不是自己能给她多少的 喧天富贵 瘟义如果真的是 在乎钱财的人 菲罗门多年的积蓄 她也不会拿出来 她的医术 也会只为有钱人服务 皇上 还有件事 您拒绝和子序国公主和亲这件事 现在民间传得非常厉害 好像有人故意为之 从喜悦中回过神来的陆公公 突然想起不久之前 李勋和自己说的事情 忍不住会报道 不娶他们的公主 咱们会给出别的优惠条件 子序国不至于因此 就和咱们交恶 不用管 宋云谦轻声说完 就继续看向眼前的画卷 不得不说画这幅画的人 很用心 而且有极高的水平 虽然只是低头绣花的动作 却栩栩如生 好像瘟疫就在她眼前一般 皇上 您这样直白地拒绝了 子序国的公主 人家公主的面子 可是有些 听宋云谦说了不在意 陆公公也不再多言 只是想到那被拒绝的公主 陆公公还是忍不住叹息 这些年皇上拒绝了太多女子 这子序国的嫡出公主 应该是位分最高的 他们的面子和我有什么关系 是他们想要找我和亲的 又不是我追着要和她成亲 再说 他们公主是什么情况 堂堂嫡出的公主叫和亲 子序国虽然战败 却还没有到 用自己的嫡出公主和亲的地步 听了陆公公的话 宋云谦才想起什么一般的道 陆公公叹了一口气 哎哟 这次子序国和咱们交战 元气大伤 而且他们的太子又年就中毒了 一直医治不好 这次皇上 意图让太子的亲妹妹和亲大梁 是因为大梁如果成了太子一党的助力 太子和三皇子在朝堂上 还有一争之力 这如果 说到子序国的情况 陆公公都唏嘘不已 明明是正儿八经的太子 却因为身体不好 几个兄弟各怀心思 而皇上也确实宠爱太子 即使明知道太子已经病入膏肓 却依然不忘记为他铺路 太子的病之前不是说活不到成年吗 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还活着 这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宋云谦想着多年之前 自己见过的子序国太子 心底也不免惆怅 他们是差不多的年纪 自己未尽所伤 他却连命都是奢侈的 太子的病本来是熬不过去年的 可是他的孢妹 也就是准备和亲大梁的温丝公主 用自己的医术救了他 这一年多来 一直都是他在为太子调养 事事亲力亲为 现在子序都说 那公主啊 是太子的福星 皇族倒是难得 见到这样的兄妹情深 那温丝公主还不错 宋云谦由衷地感叹 他生在皇族 和皇兄之间也曾被挑拨离间 所以他更加清楚 皇族之中这兄妹情深的艰难 所以心底对那亲力亲为 照顾皇兄的公主 多了几分好感 只是现在的宋云谦 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个他魂谦梦吟的人 就是他现在嘴里说的 那个还不错的女子 在宋云谦拿着瘟疫的画像 兴奋不已的时候 刚刚将太子温丝年 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下来的温丝公主 也知道了 是仅百姓对他和亲的议论 公主 这大梁皇上亲人太甚 不过是私下的谈判 为什么要将拒绝 弄得人间皆知 他这样不顾公主的脸面 真是可恨 温丝公主的侍女轩儿 恼火地说着 在他看来 他家公主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圣和神都不能让公主受委屈 拒绝了公主的那个大梁皇上 更是混蛋透顶 温丝公主看着轩儿那义愤 舔音的小脸 忍不住笑着捏了捏 然后说道 这次不怪大梁皇上 公主 你敌触的公主 嫁给他一个老头子 他还好意思拒绝 真是 轩儿不明白 温丝公主 竟然会维护那个大梁皇上 所以说完话之后 不解地看着温丝公主 温丝公主只是淡淡地笑着 许久才说了一句 这件事情怪我 还有 他不是老头子 怪你 公主 你又没有拒绝他的求亲 是他闹得别人都知道 你是没人要的 做出这么没品的事情的人 肯定是个老头子 就像咱们皇上 是糊涂了才会让三皇子做事 轩儿不明白温丝公主的意思 却还是将自己心底的怨念 都给说了出来 这次咱们 本来是没有要和大梁和亲的 是我求了父皇 温丝公主慢条思理地说着 听得忠心耿耿的小侍女 一脸的震惊 不明白公主为什么偏偏要嫁出去那么远 到时候没有娘家的护持 还是个老头子 在轩儿的心里 能够做上皇上的 那可都是和公主的父皇一样的老头了 公主 为什么要嫁给那个老头子 你想嫁人 在咱们子序国 找什么样都没有 轩儿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她聪明的公主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情 在轩儿的心里 公主要嫁给豪门世家 到时候有皇上和皇后做靠山 以后谁都不敢欺负她 就连孩子都有太子提拔 人生简直好的 不敢想象 可是公主放着这样大好的未来不要 竟然要嫁给大梁的皇上 轩儿 我已经说过了 宋云谦不是老头子 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呢 我想和亲是为了成儿 太子哥哥的病我治不了 他现在二十多岁的身体 身体各项技能 已经是七八十岁了 我无能为力 太子哥哥只有成儿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年纪虽小 却从会议成 所以我得帮他坐稳了皇太孙的位置 大梁这两年 国立迅猛提升 早已经成了子叙国 不得不正式的存在 如果有他们的支持 成儿才能够顺利地继承皇位 不然父皇这些年的心血 怕是要落到 那些鼠背的手上了 温司公主一口气说了很多话 自己对未来的担忧 对太子的感情 对成儿的希望 温司忘不了 自己一年多之前学医归来 父皇和自己私聊时说的话 他说 如果自己是个儿子 那该多好 那样 他就可以继承皇位了 可是 他终究不是男儿 所以他能做的就是 为太子府 为成儿谋求更多 不让父皇失望 公主 那个皇上 也不是好人 不然 怎么会不顾您的名声 就这样拒绝了 虽然温司公主已经解释清楚了 但是宣儿心底的怨念 却并没有少 他认定 伤害他们公主的 就是坏人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伊菲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二十六集 他拒绝是注定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他连我嫁给他 能够带的益处都不考虑 温司公主 静静地说话 好像并没有什么情绪变化 好像这一切 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 大梁的皇帝宋云谦 有着自己深爱的人 多年前曾帮他拿下皇位 后来他为那个女人 守身五年 那个女人回来之后 为了他的江山 担惊截律 最终为了他的百姓 丢掉性命 这一年多 他的后宫里 一个人都没有 温司公主轻声说着 在刚知道这些事情时 他的心底也是唏嘘的 不过看宋云谦 为那个女子做的 他觉得 那个女子的牺牲 是值得的 但是 只是这样说着 那个女人做的事情 他都觉得心潮澎湃 他没有办法 和那个女人相比 所以败给她 自己虽败犹容 那个女人 真厉害 能让一国皇上 念念不忘 不过 在薛儿心里 公主你一点都 不比那个女人差 你回来这一年多 为了太子做的事情 也丝毫不少 你也是个厉害的女人 感受到公主话语间 淡淡的失落 薛儿赶紧劝慰 温宜却只是淡淡笑着 脑海中各种念头 纷至她来 她要怎么做 才能够帮到成儿 她不嫁给宋云谦 那自己就要选 朝中能够左右朝局的大臣 或者是嫁给世家子 而这些朝臣中 谁是三皇子的人 谁又是五皇子的人 自己需要太久的时间 去做甄别 可是她又怕上层 不给自己删选的时间 因为太子哥哥身体 已经是越来越差 已经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公主 您以后 肯定也能碰上 这样一个深情的男子的 不过 公主不会死 公主 会好好地和驸马 恩爱到白头 薛儿讨好的说着话 温司公主也只是淡淡地笑着 说起宋云谦和那个女子的爱情 她想到 只有情深不受四个字 而这四个字 也是对自己的警戒 但愿吧 温司公主说完话 就转身去了太子的寝宫 太子哥哥身体已经垮掉了 要是吴灵 她只能用针 拖着她的性命 她很清楚 只有太子哥哥 父皇的心才不会绝望 只要太子哥哥还有出息 就没有人对着承儿下手 温司公主刚走到太子寝宫门口 就听到左侧院子里 传来细微的打斗声 那个地方是承儿的寝宫 承儿才两岁多 如果有人暗杀 她一定是躲避不了的 温司公主再也顾不得太子 赶紧向着承儿的寝宫走去 她走到的时候 打斗声依然在 不过放眼望去 那哪里是打斗 那分明是单方面的屠杀 原先她安排好保护承儿的人 现在已经死伤大半 当然那些来突袭的人也死了不少 温司公主示意暗处保护自己的人 加入打斗 自己却顾不得看他们打斗 着急地向着小太孙的请殿走去 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温司公主牵着手已经颤抖的轩耳 偷偷挪到小太孙的房间 里面比外面要更乱 只是却不见小太孙的影子 诚儿 诚儿你在哪儿 诚儿 你别吓唬姑姑 快点出来 温司公主着急地对着房间里面喊 心却提到了嗓子眼 现在寝室内的一切都一目了然 哪里还有诚儿的影子 诚儿你在吗 姑姑来了 你快点出来 温司公主着急地喊着 就开始搜寻桌子下面 那是诚儿躲人的好去处 可是桌子下面一无所有 公主您别着急 小太孙那么聪明 肯定不会被人带走的 肯定的 诚儿见不到诚儿也着急非常 但是看着公主那失了理智的样子 她赶紧圈 温司公主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着急地寻找着房间里 任何一个能够容下一个孩子的地方 而眼泪已经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她曾答应过哥哥要好好照顾诚儿 可是现在哥哥生死垂危 诚儿却不见了 自己要怎么和哥哥交代 如果父皇知道了 又是多么的伤心 而小小的诚儿 如果被人带走 又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 一时之间 温司公主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塌了 行 马上让咱们的人去找 还有 把摩安娜那几个伺贺都给我抓了 我就不信 找不出罪魁祸首 只是片刻 温司公主的慌乱就已经不见了 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很是冷静地吩咐道 轩儿听了公主的话 赶紧出去找人执行任务 而看着空荡的房间 温司公主的身体 好像忽然被人抽空了 她呆呆地站在房间里 想着诚儿被带走的很多可能 汌儿姑姑 你不要哭 诚儿在这里呢 你答应过诚儿不哭的 你现在哭得像个小花猫一样 温司公主突然觉得自己的腿 被一个小小的软软的身体给抱住了 那温暖的触感让她的心终于落到实处 她蹲下身子 看着盯着自己笑得会侠的诚儿 突然地伸出手将她抱在怀中 诚儿 你吓死姑姑了 你躲到哪里去了 你都要急死姑姑了 你知道吗 温司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轻声地问诚儿道 我藏在马桶附近了 我听到动静就藏起来了 他们看我房间里没有人 以为我不在 所以就翻着来找 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躲在马桶那里嘛 爷儿姑姑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母妃说过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宝宝 所以我是安全的 姑姑 你不要哭了 你又没有做错事 不哭不哭啊 诚儿轻声说着 还不忘抬手帮温司公主擦眼泪 看着温司公主哭泣 她本来带笑的脸都凝重了几分 好孩子 姑姑没事 姑姑啊 确实太担心你了 以后可千万要记住了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藏起来 狡兔三哭 以后有机会 姑姑再给你房间里面挖个地道 到时候 你直接通过地道 去姑姑房间 姑姑会保护你的 温司公主轻声地嘱咐着 脑子里却已经开始想着 要怎样调整一下 诚儿房间的布局 让她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躲闪 姑姑 小孩子才会哭 你哭了就是小孩子 以后 以后让诚儿保护你 诚儿一本正经地 对温司公主说着话 温司公主感动的 都将她抱了起来 没有人知道 此时的诚儿被瘟疫拦入怀中 笑得很是肆意 她喜欢姑姑 喜欢姑姑这样抱着自己 喜欢姑姑为自己紧张的样子 好了 姑姑不哭了 我们去外面看看 那贼人拿下了没有 这一次一定要审出谁身幕后黑手 温司公主说着话 就牵着诚儿的手 从寝室内走了出去 那些已经被拿下的刺客 见温司公主 手牵着一个软软糯糯的男孩 从寝殿里走出来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在寝殿中找小太孙 找了很长时间 他们才拜信出来 却被人发现 然后缠斗成一团 就在他们已经被压制住时 他们竟然看到 苦苦寻找的小太孙 就在他们刚才待过的房间里 走了出来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 更能够证明他们的蠢笨 所以看下小太孙的时候 他们目自欲裂 被人拿下是自己既不如人 可是被一个小孩子蒙骗 那对于他们而言 可就是羞辱了 真是蠢祸 就在他们为自己 就在他们为自己 刚才的行为懊恼不已时 成儿还是毫不客气地 对他们说了几个字 确实他们是蠢货 被一个孩子给骗了的蠢货 姑姑 送给我审讯一下呗 我突然觉得 审讯挺有意思的 成儿晃动着 温丝公主的胳膊 一脸娇憨的请求 温丝公主看着她 不由地软了心肠 之前心体再多的坚持 都化成了一汪 没有任何阻力的水 怪不得父皇说 姑姑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那个大量的皇上不娶你 可真是亏死了 她会后悔的 将温丝公主答应了 成儿就有一些得意忘形 她得意地说着话 却没有想到 温丝的脸色都变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成儿这么小的年纪 她周围的人 怎么可以给她灌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想想温丝公主都觉得恼火 她甚至在想着 要和府中教导成儿的老师 好好地聊一聊 姑姑 你说什么 我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都不知道 成儿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想到自己听到这个传言时 那个和自己说的人 让自己保证不能乱说 可是自己怎么就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呢 想想成儿就觉得懊恼不已 她现在只能希望姑姑没有听清楚 与其还有弥补的空间 姑姑 我真的都不知道 成儿见温丝公主脸色都变了 她紧张莫名 讨好一般地盯着温丝公主 以后不要关注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还想 温丝公主还能说什么 这孩子一副知错的样子 她就是想告诉他 一些道理也不知怎么开口 毕竟是关自己的婚嫁和名声 嗯啦 姑姑你放心 以后我也说是那个不要你的男人 举举大量 我还真的没有放在眼中 成儿见温丝公主脸色已经好了不少 她继续安慰温丝公主 那保证 许诺 天天的话语不要命地往外蹦 成儿 你去找你母妃 让母妃哄你睡觉 我去看看你父亲 她身体不好 温丝公主见那些刺客已经被带走 夜色也已经很深 她轻声地对成儿说完 就是以身后的人将成儿带到太子妃那里去 姑姑 我虽然还小 可是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会给你报仇的 二十年之后 没有人敢欺负我 许继承的姑姑 成儿说话 说得认真又坚定 那副一本正经的小样子 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俊不惊 温丝公主看着成儿被送回 又安排人收拾了成儿的房间之后 才向着地牢的方向走去 所有人都知道 太子重病之后 他就在太子府里 轻力轻微地照顾哥哥 没有人知道除了哥哥 这太子府的一切都需要他的照顾 就连沈刺客这样的事情都不例外 温丝公主从地牢里出来的时候 前进的脸上全是冷明 眼底的失望怎么都隐藏不住 他匆匆地向着太子的寝殿走去 那里面容枯搞的太子 已经是病入膏肓 听到温丝公主的脚步声 他缓缓转头 温柔地看向自己的妹妹 看到温丝公主心底默得一酸 他的太子哥哥 对自己从来都是温柔的 好像春风 好像春水 帮着他 护着他 直到现在他护不动了 依然关注着他的一切 太子哥哥 我来给您下针了 被太子的眼睛注视着 温丝有片刻的慌神 他用笑遮挡了自己的情绪 柔声说道 太子许思年 只是看着温丝公主 好像没有听到他说话一般 成 啊 成儿 许久他才艰难地说出成儿两字 温丝公主文言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 轻声道 太子哥哥 成儿没事 我让他去找太子妃了 太子看着温丝公主 眼底慌乱 然后着急地摇头 哥哥 你 温丝公主不知道太子哥哥 为什么会突然情绪激动 他盯着太子 可是太子却再也不能说出话来 只是眼睛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急切 太子哥哥 你先别激动 我先给你下针 你 温丝见太子的喘息愈发急促 脸已经变得战红 他着急地拿出银针 可是太子只是红着脸摇头 眼睛里的急切好像是一把刀 随时都能够将人给切割了 温丝猜不出太子哥哥的意思 他们虽然是亲生兄妹 但是他近十年都在外学习医术 回宫的日子不多 如果不是太子病重 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逍遥呢 他要做的就是保护住太子的性命 照顾好太子的孩子 他看得出太子哥哥最担心的就是成儿 太子眼底全是着急 只是话语说不出来 他只能任由温丝给自己下针 等他终于平静下来 才对着温丝公主示意 让他将伺候的人都赶走 温丝会议 让周围的人离开之后 他才看向太子 太子面色苍白 他艰难地开口 太子妃不可惜 太子许四年说完话之后 已经气喘吁吁 眼底的着急早已经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芒 我去将成儿带回来 哥哥 你放心休息吧 温丝公主自然知道 此时太子和她说这话的应有 所以她果断起身 转身离开 太子看着温丝公主的背影 多日心底的纠结和无奈 终于缓缓散去 也只是片刻 原先神思清明的人 再次陷入昏尘 太子现在 昏尘的时间越来越多 他现在是在竭尽全力地 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告诉温丝 可是他能说的话 已经有限了 命不久矣 可是他还有太多的 不舍和不放心 他舍不得成儿 不放心温丝 诚儿 那是他心爱的人 舍命为他生的孩子 温丝 那是他从小就交宠着的妹妹 可是现在已经快要二十了 还没有定亲 可是 他能做的太少太少 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有太多的话要说 可是他 许思年很清楚 温丝公主医术非凡 现在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已经是用尽了权力 可是总是贪心 贪心地想将所有事情都给处理好 将所有自己珍惜的人都照顾好 而温丝公主 现在最想的 也是保护好太子哥哥的孩子 所以他离开太子寝宫之后 着急地向着太子妃的寝宫走去 他赶到的时候 诚儿正和太子妃说着话 太子妃美艳的脸上全是温柔 说出的话和风细雨 看着眼前母慈子孝的一幕 温丝公主都有一些怀疑 太子哥哥是不是病糊涂了 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他看不出太子妃对 诚儿的恶意 她应该很喜欢诚儿这个孩子 温丝妹妹你来了 诚儿这孩子刚才说 以后不要太子在我宫中就寝了 说以后我要陪着她 太子妃无奈地说着 嘴角全是满足的笑容 温丝公主看着笑颜如画的女子 许久都没有缓过神来 在太子哥哥和自己说那些话之前 她是真心地将这个温柔如水的女人 当成自己的嫂嫂 可是现在 嫂嫂你偏心 你之前明明说 最疼的人是我 那你应该陪着的人不是我吗 再说了 你怎么可以让诚儿这个小屁孩 睡你床上会尿床的 上次她都把我的床给尿了 为了我一床上好的颈备 温丝公主笑着走向太子妃 顾安笑 在走到床盼的时候 还不忘把许继承在床上拎起来 姑姑 你这个坏人 你明明答应我 谁都不要说的 对于初尔凡尔的姑姑 成儿已经出离的愤怒了 她确定自己目前为止 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和姑姑一起睡 尿了她的床 可是自己也没有办法呀 不管外面传言她多么聪慧 她只不过是个两岁多点的孩子 是会尿床的 只是她很清楚 尿床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欢迎收听传阅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笑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纸红雀 后期刘盈 第三百二十七集 她让姑姑隐瞒 只是刚刚过两天 姑姑就告诉了母妃这件事情 这让她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看着恼羞成怒的孩子 温斯公主悬旨的心落了下来 她得意地对着诚儿说道 如果你不抢我的嫂嫂 我自然就是你最好的姑姑 嫂嫂可是我一个人的 温斯公主赌气一般的话语 上神生出一种错觉 她也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不然不会像诚儿一样 计较别人的关爱 不过对于温斯公主这样的心情 太子妃只是笑了笑 这个被皇后和太子 娇宠的小公主 从小便跟着师父 在山中学医 神情世故知道的很少 只知道她对谁好 就对谁好 所以以姑姑的身份 说出今天这样的话来 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 诚儿要母妃 诚儿有些委屈地看着温斯公主 可是温斯公主却弯下身来 轻声说道 那你要母妃可就没有姑姑了 姑姑明天就离开太子府 诚儿被温斯公主的话给惊到了 她虽然年纪小 却知道父王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姑姑 如果姑姑走了 父王怕事 更何况她也喜欢姑姑 不舍得姑姑离开 那诚儿跟姑姑睡 不过姑姑不许再说诚儿尿床的事情 诚儿已经长大了 会害羞的 诚儿低着头 努力地将自己声音压低 好像这样就没有人听到她尿床的事情一样 臭小子 这还差不多 还不跟姑姑走 温斯公主得意地对着诚儿笑了笑 就起身准备离开 诚儿小小的身子乖乖地跟在她身后 两人突然的动作让太子妃有一阵失神 当温斯公主快要走到寝殿门口时 她才柔声地问了一句 温斯 你大半夜地来我这里 就是为带走城啊 最直白地探问 如果心底没有防备 那就只是关切 如果有了防备 那就会衍生出很多的可能 温斯公主脸上的笑意僵住 她缓缓回头 轻声地说道 嫂嫂 我找你是有事要说的 比诚儿这孩子给 在双方没有撕破脸之前 温斯公主还是要伪装的 即使她最不喜欢的就是伪装 她刚才着急要走 也不过是不想和太子妃蓄于伪仪 之前两人在一起 她从来都没有半分顾忌 现在她说什么都要思量再三 她讨厌这样的感觉 所以才想尽快逃离 什么事让你这么晚过来 是不是太子 提到太子 太子妃脸上全是忧色 温斯公主缓缓摇头 很是为难地说道 嫂嫂 我来是因为我的亲事 温斯公主话音刚落 太子妃脸上就已经泛起笑意 她打趣一般地看着温斯 心声道 是大梁那篇已经同意了和亲 太子妃含笑期待地看着温斯公主 没有人知道她此时心底的怨度 她怎么能不知道 这是太子拼力为她求的姻缘 那大梁的皇上虽然对先皇后痴情 却也是难得的良人 她也愿意面前这个单纯的姑娘 求得一份好姻缘 只是如果她能够嫁给大梁皇帝 那自己所图的 所以这桩婚事还是泡汤了的好 温斯没有说话 她只是带着委屈地看着太子妃 试探 太子哥哥身体虚弱 说出的只有直言片语 所以她只能探究 希望太子妃能够露出几分破绽 那恭喜妹妹了 这样的话 夫君也可以 太子妃的脸在片刻失神之后 笑得灿烂如烟花 那笑容真的像是由衷的 只是 那个大梁的皇上宋云谦 她痴情于她的先皇后瘟疫 不知道妹妹你嫁过去 她会不会让你受委屈 这一年多 她后宫中 可是连个女人都没有 在喜悦过后便是担忧 和喜悦相比 这担忧也太多了 多得会让人心动摇 嫂嫂 你是说 那宋云谦可能并非我的良人 可是 我只有嫁给她 才能助太子哥哥一臂之力 到时候万一太子哥哥不在了 你要成儿 才不会受欺负吗 温斯若有所思地坐在太子妃身边 脸上全是忧虑 其实 我和太子最盼望的 就是妹妹能幸福 你的太子哥哥 之前就和我说过的 太子妃看出温斯的犹豫 轻声说着 烟底全是柔软的暖意 如果是平时 温斯真的会痴迷于 这可以溺死人的柔软 嗯 我知道 太子哥哥和嫂嫂 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所以为了哥哥和嫂嫂 我是什么都愿意做的 哪怕是赔上一辈子幸福 温斯言之凿凿 态度坚定 太子妃的脸上 不经意间地出现了抽动 但是也只是瞬间 她就笑着拍着她的头 叫她傻丫头 看着太子妃眼里的诚挚 温斯公主突然心酸不已 如果太子妃的好 没有为自己筹谋 全是心甘情愿的 那该多好 那自己真的是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可是她还是看出了破绽 太子妃在掩饰着自己的心交 她在亲情 在未来的感情方面暗示她 她不可以和亲大良 她为的终究只是自己 因为嫁给宋云谦 即使得不到她的爱情 却也可以一生顺随 即使不是皇后至尊 也会是后宫里为数不多的妃子 会安乐一世 只要她不求爱情 而嫁给宋云谦 给太子这一方 带来的好处却是巨大的 只是现在 太子妃好像不愿意 太子这一方得利 也是 太子哥哥曾经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为了深爱的女人才会缠绵病她 太子妃这几年悉心照顾 贤惠的品行 连父皇母后都盛赞不已 只是这温柔慈和的背后 她心底也是怨的吧 所以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忘了她早就已经和太子 是一条船上的人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嫂嫂 你不用担心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嫁到大梁了 大梁的皇上拒绝了 这样的传言 现在满天飞呢 也就是嫂嫂 助力都在太子哥哥身上 才会不知道 温司说话的时候 眼底带着几分落寞 上人看了不由得心疼不已 而太子妃在听了温司的话之后 不由得愣住 她没想到 事情原来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在太子府 她要做一个贤惠的太子妃 所以处理这些事情都要等别人睡了之后 却不想 不过她在听到温司说 她和大梁皇上婚事不成的时候 她心底是愉悦的 只要温司没有和大梁联系在一起 那就好 刚才我都说了 那大梁皇上并非良人 据说她那先皇后 为她几番出生入死 临死都不忘帮她算计了南兆的公主 不然哪里会有现在南兆对大梁的臣服 太子妃放下心来 赶紧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温司 她就是要彻底断了温司嫁给大梁皇帝的念想 嫂嫂 那你和我说说她皇后的事情好不好 温司听太子妃说起大梁皇上的先皇后 心头全是好奇 自己来太子妃请宫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成儿带走 她已经圆满地完成任务 还肯定了太子哥哥的猜测 本应该快点离开 可是听太子妃说起大梁皇上的先皇后 她就忍不住想知道更多 没缘由的 听到那个为爱情几次出生入死的女人 她心底除了敬畏之外 更多的是亲切 那样的女子 如果她们能够见面 应该会成为朋友吧 只是从未见过 所以心底只能期盼着知道她更多的事情 太子妃则是笑了笑 只是眼底全然不是温司公主身色中的仰慕 温义那个女神为大梁皇上做的事情 在一年多之前已经家喻户晓 那些皇子皇孙们 都为没有得到像温义那样的女人遗恨不已 而她们这些王子皇孙的女人们 心底则是恨死了那个叫做温义的人 她是一座她们穷尽自己一生 都无法到达的高度 不过是个已经死了的女人罢了 有什么可说的 再说 大梁皇上有了那样的一个女人 别的女人她都不会入心了 所以她拒绝了和亲 对妹妹也是好事 这样 妹妹就能嫁给朝中显贵 到时候 就在嫂嫂身边 受了委屈 嫂嫂也会给你撑腰 太子妃话语轻柔 好像那样幸福的未来 已经紧紧地握在了温丝公主的手中 温丝公主笑着点头 然后起声告辞 如果之前 她可以将自己的姻缘交付到嫂嫂手中 那现在 她是真的不敢了 一个和太子府有着异心的太子妃 她能为自己谋算什么样的未来 温丝很清楚 自己已经不小了 如果之前没有要和亲的事情 太子妃怕是 早就将主意打到自己身上了 关乎自己的一辈子 温丝自然不想被太子妃给毁了 她不求 能够得一个多好的姻缘 谁求能够不要拖累了太子哥哥 能够帮成儿一把 所以温丝公主连夜进宫 求见皇后 母女两人说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只是温丝公主走出凤妻宫的时候 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当然 每次温丝公主进宫 都会满意而归 谁让她是皇上 皇后和太子殿下 最疼爱的小公主呢 温丝公主并没有急着回太子府 她先是回了自己的公主府 取了东西 又带着轩儿在城中闲逛 美极名曰 散心 太子哥哥病重 她在太子府中憋闷非诚 去了几凤宫 见了母后 母后说的也是 父皇在朝堂之上的艰难 她很是心疼他们 但是她也需要喘息 不然被这些负面情绪压着 她怕不定什么时候 自己就崩溃了 而现在能够帮着父皇的 只有自己了 能够维护住太子哥哥性命的 也只有自己 我们去给城儿买玩具吧 一个才两岁多点的孩子 天天一本正经的 跟个老头子一样 温丝公主带着轩儿 向着一个挂着孩子面具的店铺走去 而此时一辆马车 突然从不远处的一个路口 冲了进来 速度飞快 目的明确 轩儿在听到周围人的惊呼声 本能地要将温丝公主护住 却在马腾空冲向他们时 身体被人一拽 她倒在地上 而她要护住的温丝公主 已经翻身地将她给护住了 就在马蹄要落到温丝公主身上时 那马猛地就向着他们身侧倒去 等温丝回过神来 看向那躺倒在地上的马时 那马已经口吐排沫 四肢抽搐 公主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怎么 轩儿也在震惊中换过神来 她紧张地检查着温丝的身体 眼睛里全是感激的泪水 温丝公主没有说话 只是走向那头已经倒在地上的马 一个银白色飞镖 扎进了马的脖子里 黑色的鲜血鼓鼓的 很显然 能让马在最短时间昏倒在地上 那飞镖上是致命的毒药 没有救人的本事 就不要沉了 宋云谦很是不悦地背对着自己的女子说话 声音冷漠如冰 陆公公听着自家主子的话 审不住想劝 人家姑娘已经吓得不轻了 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 可真是的 之前温丝门主在的时候 她并不觉得自己的主子 竟然是这样的冷漠毒蛇的 你这人好没道理啊 我家小姐救不救我 和你有什么关系 宋云还在为公主救命之恩感动 听到有人说自家公主 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可是她忠心护主 陆公公也不是吃白饭的 虽然她心里付肥主子毒蛇 对起人类却是毫不留情的 自然有关系 如果不是你家主子不自量力 我们家主子哪里需要浪费一个飞镖 那飞镖可是纯银制作的 上面脆的毒更是极品 见血封喉 不然 你以为你这小丫头 还有命在这里指责我们主子 多谢救命之恩 这两千两银子算作我们的谢礼吧 温斯公主按住气得跳脚的轩儿 从袖中拿出一张银票 转身就要递给陆公公 两千两银票可以顶几个家庭十年的花用了 所以这谢礼给的可真的是很足很足的 你这小姑娘真是 知道我们的密钥得多少钱吗 拿两千两就想打发了我们 陆公公很是不满 觉得自己的主子被人看清了 大梁后宫顶级的密钥 怎么可能是区区两千两就能够打发的 但是陆公公的话说完之后就呆住了 他没想到自己抬头看到的竟然是 你说那密钥之前就之前了 我还说 那根本不之前呢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看我们家小姐肥腹极贵 所以要见着救命之恩 得上我妈 轩儿恼火地对着陆公公叫嚣 陆公公却呆呆地看着瘟疫 眼中的泪水伸不住往下落 瘟 瘟 门 门出 陆公公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他没想到昨天看到的画卷中的那个女人 竟然就在自己面前 他们的主子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陆公公控制不住心头的喜悦 他忍不住轻轻地拽着宋云谦的衣角 可是宋云谦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面前的一封信上 信是朱方元寄来的 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游山玩水的他告诉宋云谦 瘟疫可能就在子叙国 宋云谦正在出神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瘟疫就在子叙国 他也知道 可是他要到哪里去找瘟疫呢 主子 门主 是瘟疫门主啊 陆公公见宋云谦没有动作 忍不住低声开口 他的话语全是着急 却丝毫都没有打断宋云谦的思绪 既然你们主子啊 对着两千两银子的谢礼没有意思 你还在这里问他什么 轩儿的眼睛里 陆公公的反应像个神经病 他不愿意和她多费口舌 他将温丝公主手中的银票拿过来 就塞进了陆公公手中 然后牵着温丝公主的手扬承而去 陆公公见温丝公主要走 慌乱不已 他扯着宋云谦的胳膊大声喊道 主子 我们找到温丝门主了 真的找到了 您快点回神哪 这不然 陆公公不敢想 这次如果他们错过了 下次再见到要什么时候了 宋云谦终于回过神来 他以为是陆公公看了自己手中的信 所以才说出那样的话 所以他抬头看向陆公公所指的方向时 只看到了温丝公主和轩儿的背影 他已经吩咐完跟在身后的人 去调查金马的事情 然后离开 只是那背影 也是早就已经镇刻在他心底熟悉的样子 你们等等 等等 我们主子有话要说 陆公公着急地对着温丝公主和轩儿的背影喊 温丝公主想回头 却被轩儿紧紧拉住 并且认真地警告 公主 现在十分日下 很多人嫌恶丑暴的 既然咱们已经给了他阴子 就不见他们什么了 千万别让他们给缠到 轩儿说话的时候一脸认真 满心的义愤 看着他的样子 温丝公主拒绝的话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二十八集 这位姑娘请留步 在下有话要和姑娘说 见前面的女子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宋云谦迫不及待地追上来 在他们身后轻声地说着 我们姑娘没话和你们说 两千两银子 独以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了 再说 是你们主动救人的 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救的 你们这么缠着我们姑娘 会坏了我们姑娘归欲的 轩儿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心底的恼火已经控制不住 她忍不住回头对着宋云谦喊道 温司公主也回过头来 却没有看向宋云谦 只是柔声地对轩儿说道 好轩儿 别生气了 为了不值得的人 不值得的 温司的话与温柔 带着一点点沙哑 和温义不同 只是她说话时那温柔的样子 让宋云谦想到许久之前 在采薇宫里 温义也曾是这样和千山说的 温柔闲静 一切熟悉的仿佛梦境 在见到那张侧脸的时候 宋云谦觉得自己连呼吸都快停止了 只怕大一些动静 就会将眼前的一切变成一场梦 但是也在同时 宋云谦的周身全是沸腾的血 一年半 五百八十多个日夜 唯一能够支撑她活下来的就是今天 她还能够再见到她 一切好像是命中注定的 就像不久之前 她正在看出方圆寄来的信 却在失神的瞬间看到了急驰而来的马 看到有人为了护着自己丫鬟连命都不顾 在那一瞬间 那个护着自己丫头的女子和瘟疫的身影重合 所以她才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只是出手之后 她心底的更多的是失落 因为那个人不是她的瘟疫 所以她连看那女子一眼都懒得看 却不想差点错过 就在宋云谦愣神的时候 温斯公主已经带着轩儿 转身进了之前要买玩具的店铺 宋云谦了许久才反应过来 缓缓走进了温斯公主进去的店铺 她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看着温斯耐心地选择玩具 在拿到一个老虎面具时 还将面具戴到脸上吓唬轩儿 宋云谦只是看着 觉得自己的心都软成了一团棉花 她想开口说话 控制不住地想追上去 可是她又怕 怕自己追上去 会将眼前的温馨给破坏 小姐 那两个讨厌的人又追上来了 真是讨厌 哪都有他们 和温斯公主 嬉闹的轩儿 在侧身时 看到了宋云谦和陆公公的存在 笑容瞬间就僵在脸上 甚至看向他们时 瞪了他们一眼 好像是在警告 掌柜的 把这几个玩具包好 我们买了 因为追着他们的两个陌生人 温斯公主 也没有了继续挑玩具的心情 她匆匆付了钱 带着轩儿就走 好像逃离一般 宋云谦夜战没有说话 只是神色淡定地 跟在温斯公主身后 没有人知道 此刻她的心底 早已经是沸腾的水 她用尽了平生的克制力 才让自己没有冲过去 将温斯公主抱在怀里 那是她的女人 她们分别了五百多天 她的思念 早已经病入膏肓 现在只有她是自己的救命良药 可是她不敢 怕这一切是梦境 更怕会是吓到她 没有人知道 在朝堂之上一言九鼎的君王 此时战战兢兢 仿若孩童 能跟在温义的身后 已经是她最大的勇气了 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两千两银子不够 我可以多给你们 但是请你们 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温斯公主和轩儿 都感觉到身后人的存在 虽然是在白天 但是两个姑娘身后 跟着两个大男人 这让他们心底全是恐惧 感觉到轩儿的手在颤抖 温斯公主终于 省不住回头 义正言辞地对宋云谦说道 我没有恶意 我 宋云谦没有想到 为这样突兀的情况下 看到温义的脸 是的 就是她心心念念的 温义的脸 如果您没有恶意 麻烦您离我们远一点 如果 你们只觉两千两抱着太少的话 那我可以再给您两千两 温斯公主说话的时候 从袖中再次拿出了两千两银子 逼到宋云谦的面前 宋云谦没有想到 再次见到 隔着五百多个日夜 他们之间竟然是这种关系 喂 宋云谦犹豫地开口 可是在开口之后 他才恍然地发觉 原来自己连怎么称呼眼前的女人 都不知道 我不要钱 还请你收回吧 宋云谦轻声拒绝 他抬手想握住温义的手 可是又怕吓到他 因为他很确定 现在面前这个和温义一模一样的女人 不认识自己 他心心念念了近两年的人 他铭记在心头的女人 竟然不认识他了 宋云谦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被爱的事实 但是也只是瞬间 他又觉得 这是上仓 给自己的仁慈 没有了之前的记忆 他就可以忘却那些伤害和苦难 他就可以给他完整和幸福 可是这样的瘟疫 自己要怎样接近才好 现在在他眼底 对自己更多的是惧怕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道 云谦都是身外之物 只是表达戏意罢了 见宋云谦态度坚决 温丝公主忍不住说道 救你是我的荣幸 宋云谦看着眼前熟悉的容颜 心底有几分恍惚 更多的是紧张 他不知道要怎么说话 才会让面前的女子满意 他很想讨好面前的女人 却不知自己要怎么做 他看向身边的陆公公 眼底全是求助 没有人比陆公公更明白 自己此刻的心情 他希望向来机智的陆公公 能给自己一个好的主意 他刚才只盯着朱方元的信 却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窘境 都是眼前这个 还算机智的陆公公所赐 那就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啊 能麻烦您 别跟着我们了吗 我们还有事 你们两个大男人跟在后面 不好 逊儿见宋云谦呆愣的样子 已经认定了宋云谦好欺负 说出的话 更是让宋云谦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不 宋云谦知道自己应该拒绝 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人 他怎么舍得就这样放手 如果再也找不到了 自己要怎么办 他已经让子序国的人 去找画像之上的人 可是至今没有答复 姑娘 我家主子救了您的性命 你们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让人心寒 都说 救命之恩 永全相报的 我们主子最不缺的就是金银之类的 只是不知道 姑娘能不能 以身相许 我家主子四目姑娘许久 我们 和刚才的理智气壮不同 此刻的陆公公说话是卑微的 甚至带着请求 他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场合 说这样的话不合适 可是如果自己不尽力一事 等主子缓过神来 知道了自己之前对 瘟疫门主和他的婢女说的那些蠢话 那他 所以他现在只希望瘟疫门主 能够理解自己这奴才的不义 能给皇上一个机会 只要他答应了 那他就将功折罪了 只要他的最没辙 只是他的最没辙 站在瘟丝公主身边的轩儿 就已经恼火非诚 他不管不顾地冲到陆公公面前 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 我现在都怀疑 那马车就是你们的 不然怎么会 车上连个人都没有 还正好被你们救了 你们等的 就是要我们家小姐以身相许吧 也不拿镜子照着自己什么德行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哼 轩儿打完了陆公公 依然怒不可遏 高声地对着宋云谦喊道 本应该恼虚成怒的宋云谦 只是温和地笑着看向轩儿 然后看向温义 他很高兴 温义的身边有轩儿这样 忠心耿耿的丫头 陆公公被轩儿打懵了 他呆呆地看着轩儿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的主子 不说风流倜傥 潇洒非诚 却也是气宇轩昂 周深更是带着帝王的气度 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主子和癞蛤蟆 联系到一起 怕是整个大梁的人 都不敢将皇上和癞蛤蟆 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联系到一起 可是眼前这个小姑娘 话说的是如此理直气壮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知道我们主子是什么人吗 你竟然 陆公公忍不住忠心护主 他的主子是不容亵渎的 即使是瘟疫门主身边的侍女 那也不行 你知道我们主子是什么人吗 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滚 不然我饶不了你吗 轩儿恼火地对着陆公公喊道 这位公子 我已经有婚约了 所以以身相许是不可能了 如果公子有别的需要 我倒是愿意大把手 温司公主柔深地对着宋云谦说完 就牵着还在愤怒中的轩儿离开 这一次 宋云谦再也没有追上去 确实吩咐陆公公让人去查 一定要查出他是谁 皇上您放心 这一次我一定把事情办妥 一定让皇上带着皇后娘娘回宫 陆公公保证完就去吩咐暗卫 跟着温司公主和轩儿 而他则乖乖地站在街头 看着呆呆地看着远方的皇上 好像一块满含柔情的旺期时 宋云谦不敢离开 怕自己离开了 刚才的一切就都是梦境了 即使他清楚 这个和温义有一模一样的脸的女子 不知道自己是谁 但是能够看着她的脸 能够听到她波澜不惊的话语 能够看到她的笑 她就觉得自己活的是真实的 她的瘟疫还在 自己的明天就不至于像自己惊天一般 了无生去 皇上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今天千山姑娘要带着念衣小主子过来 您都快一月没见小主子了 她 陆公公犹豫再三 终究还是忍不住提醒 是该让念衣 见见自己的妈妈了 宋云谦想到什么一般 今生说道 看着自家主子说话时 眼底的温柔 陆公公只觉得自己的心 一阵一阵地抽疼 小主子的妈妈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还小主子的妈妈 都怪你 不然今天 怎么都能和她多说几句话的 宋云谦看得出陆公公的欲言又止 她忍不住责怪道 皇上 我 陆公公还想解释 只是她很清楚 今天我引门主对皇上的敌意 全是因为自己 皇上射出飞镖的时候 却没有想过要什么报仇 全是自己自作主张 皇上 瘟疫门主生气的是您当时的话 说她没有自知之明的 陆公公显然觉得这个锅太沉了 忍不住提醒宋云谦 如果不是她最先表现出了恶意 接她小鹿子一个胆 她都不敢乱来的 宋云谦瞪了陆公公一眼 笑着说了一句 你既然这么爱采我的心思 那以后就跟着小念仪吧 如果伺候不好 看我怎么收拾你 宋云谦说完转身就走 陆公公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 本来见到瘟疫门主是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皇上却依然阴晴不定 相比于那个时不时用大哭来宣泄情绪的小皇子 被她哭怕了的陆公公 更想伺候的人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皇上 宋云谦到赞助的小院时 念一阵拿着奏折当小话书看 见到宋云谦来了 她一路小跑到宋云谦的面前 抱着她的腿 软软诺诺地喊着 不皇 宋云谦俯身蹲下 笑着看着眼前眉眼像极了瘟疫的小念一 正想将她抱起来 她却伸手拒绝 稚嫩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布满 粉嘟嘟的唇轻吐出三个字 妈妈呢 这次宋云谦闻讯急匆匆赶来 她路上太辛苦 所以没有带念一 当时告诉她的理由 就是要为她找妈妈 却不想刚见面 她就来讨债了 父皇已经找到妈妈了 只是妈妈忘了咱们 所以 暂时还不能回来 放心 父皇一定会把妈妈带回来的 宋云谦的心早就揉成了水 她抱着念一 轻声道 烟地全是坚定 即使前路艰难万贤 她都要将瘟疫给找回来 即使她早已经忘记了自己 她也会将他们的过往的一切 一件件告诉她 那父皇 我想见妈妈 见妈妈 念一的声音乃声乃气的 却让人不忍拒绝 尤其是千山 在听到念一再次说起妈妈的时候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 从未说妈妈两个字开始 念一一直在喊妈妈 金墨和重楼 还有安然都曾给念一讲过瘟疫的事情 年幼的她好像不懂 但是喊妈妈的次数 却明显得多了 谁都清楚 念一需要一个妈妈 只是除了瘟疫 宋云谦再也不愿意 让别人成为念一的妈妈 所以念一一直在找妈妈 在喊妈妈 她更清楚父皇一直在找妈妈 所以见到父皇之后 她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妈妈 你想好好睡觉 明天我带你去见妈妈 如果没有见到瘟疫 宋云谦可能不会松口 可是现在她找到瘟疫了 她就应该让念一去见见妈妈 好好好 念一高兴地吐出三个好字 然后软软的唇 落到宋云谦的脸上 从八个月开始 念一高兴了就会亲她的脸 但是只有今天这次 亲的时间最长 亲出的声音最大 秦山 先哄念一睡觉 关于你们门主的事情 我一会儿和你说 宋云谦将念一递给千山 然后柔声说道 这一年多的时间 宋云谦忙着的时候 就是千山在照顾念一 除了宋云谦 也只有千山能够将她哄睡 但是这次 千山却没有带着念一离开 她听了宋云谦的话 愣愣地看着宋云谦 眼睛里全是炼焰水光 没有言语 却胜死一切言语 我见到她的时候 正好一匹精了的马 带着马车冲向了他们 她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 只是为了要保护 顾着她的那个小丫鬟 后来我见到她 是你们门主的模样 静静也像 只是是不是 我不敢确定 说到最后 宋云谦犹豫了片刻 才如实告诉千山 这一年零七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有过太多期待 只是每一次 巨大的希望过后 都是失望 这一次 宋云谦已经笃定 那就是她的瘟疫 可是她的话语中 还是留了余地的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纸红雀 后期刘盈 第三百二十九集 皇上 您可以确定 那就是门主是不是 你之前从来没有 这样笃定过 千山说话的时候 声音里已经带了哽咽 听皇上说了 门主做的事情 他愈发确定 因为这个世界上 能够护着自己的侍女 人不多了 当年 门主就不曾顾自己的性命 护过自己 千山 我比任何人都盼着 他就是我的瘟疫 宋云谦说完话 还叹了一口气 他也怕 万一他不是自己的瘟疫 又要怎么办 辱貌可以变 性情却不会改的 门主不会将我们当奴才 所以才会用命护着 就这一点看来 他应该就是门主 千山没有见过 宋云谦说的那个人 但是仅仅是这一件事情 他几乎就可以确定 世界上能够像瘟疫一样的女子 并不多 尤其是还有着瘟疫一样的脸 我明天带着你去见见他 宋云谦轻声地应答着 低声说道 皇上 明天还是算了吧 今天他对我们观感不好啊 这如果明天咱们去找他 他会赶走我们的 陆公公听到宋云谦的打算 心底已经是挨红遍野 他甚至能够想象到 等明天主子带着他去见瘟疫的时候 一定会被打出来 尤其是他的那个小丫头 战斗力实在是彪悍呢 一点都不比千山差 那我后天去 他对我的管感就好了 宋云谦也知道 自己不应该去触眉头 可是如果不去 他又要以什么理由见到瘟疫呢 他现在恨不得 都能够分分秒秒地和他在一起 主子 咱们再想办法偶遇吧 这样追上门卷 咱们就是去找不待见呢 陆公公低声说道 心的确惶恐万分 他的主子 在面对瘟疫门主的时候 才会风吞大乱 会不按常理出牌 但是这牌如果出了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不能光明正大的见他 我偷偷见他 行不行 宋云谦轻声地对陆公公说话 陆公公刚想点头说好 眉头却再一次皱了起来 王上 偷偷见也有难度 因为那女子 就住在子叙国的太子府 陆公公小声地说着 然后偷偷看向宋云谦 这是他刚刚得来的消息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 他是太子的什么人 太子 能够住进太子府的女人 好像只能是太子的女人 太子妃 还是 宋云谦话出口的时候 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上 他等着陆公公给自己答案 陆公公却很是无奈地说了一句 皇上 详细的信息咱们还没查到 只见他进了太子府 宋云谦的脸瞬间凝成了冰 他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他找到瘟疫的时候 瘟疫已经嫁人了 自己要怎么办 皇上 如果 如果瘟疫门主 已经和子叙太子 宋云谦想到的 陆公公自然也想到了 他亲生的试探 心底却慌乱非诚 按照皇上和门主的感情 他是不会管瘟疫门主的身份的 他只想将她带回去 可是如果瘟疫门主 真的已经成了子叙太子的女人 那子叙和大梁之间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瘟疫门主 可就真的成了红颜祸水了 宋云谦看着陆公公 许久才苦笑一下 轻声道 不会 我的瘟疫 不会喜欢上别人 宋云谦心底笃定 瘟疫的心 不会再爱上别人 可是说完之后 他心底就被惶恐给占据了 如果瘟疫记得 他们的曾经 自然不会爱上别人 可是他现在 连自己是谁都给忘记了 只要有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他嫁给甚何人都是可能的 宋云谦不愿意想那一幕 但是只要想到瘟疫 可能会一身份官侠配地 嫁给别人 他还是忍不住地嫉妒 愤怒 忍不住想将娶了瘟疫的人 给随时万段 皇上 那毕竟是子叙国的太子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子叙国的尊严 他也不会将自己的女人拱手相让 陆公公不明白宋云谦哪里来的自信 他还是忍不住提醒宋云谦 要认清刑事 太子不是要死了吗 等他死了 或许他的遗孀 总没有关系 宋云谦抬头 看着陆公公 一字一句地说道 陆公公呆住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说错了什么话 竟然让皇上动了 要娶太子遗孀的念头 堂堂一国之君 娶的是别国的寡妇 这好像 陆公公不敢说话了 他确定 自己的主子为了瘟疫门主 什么都做得出来 更惊世骇俗的话都说得出来 所以自己还是乖乖的 别再找刺激了 小骆子 这要是瘟疫 我不管他现在如何 我都要带他回去 让他成为大良的国母 对他安宁幸福的后半生 宋云谦好像明白了 陆公公话语的意思 说完之后就起身离开 只是他的背影萧索寂寞 让人看着心地全是忧伤 你找人去安排 今天我要带着千山和恋银去见他 能想办法让他出府最好 如果出不了府 那我们就去拜访子徐太子 宋云谦轻声说着 眼底全是尖地 主子 我马上让人安排 您放心 明天会让您见到瘟疫门主的 陆公公心底已经是哀鸿遍野 他们的主子来子序并没有亮明身份 这突然要以大良皇帝的身份 拜访子序国太子 这麻烦可真是太大太大了 可是他的主子显然不觉得这是麻烦 也是 能够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刀山火海 皇上也不会觉得是麻烦 对于第二天的会面 宋云谦有一些迫不及待 鉴于今天的表现 他觉得明天的会面应该郑重 平时不注重衣着的他 甚至已经在考虑 明天要穿什么衣服 见他的瘟疫 他不在乎瘟疫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 他只要自己在瘟疫的眼里是最好的 一夜辗转难眠 他甚至不知道 再次见到瘟疫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思念早已入骨 任何语言都没有办法形容 可除了这刻骨的思念 自己还要说什么呢 那些早就在心底留存的千言万语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或许只是看着他 心就已经满足了 陆公公带着黑青的眼圈 出现在宋明谦的面前 见宋明谦睁看着自己的衣服出神 陆公公 你觉得 朕穿哪一件衣服更合适一些 这些 见陆公公进来 宋明谦赶紧开口 陆公公听了宋明谦的话 赶紧低下头 不敢看主子为难的样子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主子竟然会为自己穿衣服而犯难了 陆公公的话 不知道要怎么说出口 但是他为难的样子 却让宋明谦本来就低迷的心落到了谷底 他看着陆公公一字一句地说道 他是子虚的太子妃 宋明谦没想到 他的瘟疫竟然会成为太子的太子妃 那样的话 他求取的路可能会更难 他脑子在飞速地运转着 想的全是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子虚太子放弃自己的太子妃 好在他们现在是战胜国 只要他愿意放弃 许瘟疫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皇上 不是 不是太子妃 是 是 陆公公没想到 自己的一句话 竟让皇上的心思慌乱成这样 他赶紧解释 可是要出口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瘟疫门主是太子妃 和瘟疫门主是瘟丝公主 对皇上而言 都不是一件好事 小路子 好好说 到底是谁 看着陆公公着急的样子 宋云谦倒是冷静下来 他看着小路子认真地问道 是瘟丝公主 就是 您之前聚婚的那个 陆公公说话的时候 已经低下头去 宋云谦愣在那里 很久都没有说话 他脑海中反复地想着 瘟丝公主 瘟丝公主 聚婚 原来命运的齿轮曾经再一次 将他们推到一起 只是自己拒绝了 他为了瘟疫 拒绝了瘟疫 皇上 这段时间百姓中都在传 您看不上瘟丝公主 愚情汹汹啊 瘟丝公主 怕是早就恨毒了您 所以 陆公公见自己主子在发愣 忍不住轻声提醒 之前他也告诉过皇上这件事的 只是当时皇上一脸的无所谓 宋云谦脸上全是痛楚神色 他曾在心底一遍遍发誓 等自己找到瘟疫 一定要善待他 不让他再受任何的伤害苦楚 可是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再一次让他陷于流言之中 小路子 去查 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我要知道 是谁想要毁掉他的规律 不过片刻 宋云谦就缓过神来了 他轻声地吩咐着 之前的慌乱早已经荡然无存 王上 这罪魁祸首就是您 如果不是您聚婚 陆公公轻声地提醒宋云谦 他都有一些不明白了 就是查到是谁在背后乱来 他们也改变不了这既定的事实不实 子叙和咱们大梁的合约还没有签订 大梁聚婚的消息 不会这么快就传到子叙过来 所以他们针对的 肯定就是瘟疫的规律 既然他们敢出手对付瘟疫 那我就要先剁掉他们身处的爪子 好 我马上去查 那咱们要不要传信回大梁 接受和金 陆公公这才明白过来 赶紧提醒宋云谦 既然现在合约还没有定下来 那现在赶紧传信回去 他们就能够名正言顺地将瘟疫 取回大梁了 不用 宋云谦很快就给了答案 而且答案绝对不是陆公公想要的那个 这次子叙国是战败国 我答应了求亲 那瘟疫就是和亲 我不想委屈他 宋云谦轻声说着 他不想让瘟疫以战败国公主的身份 嫁给自己 如果他和瘟疫之间真的有输赢的话 那他在多年之前已经败了 所以他会郑重求取 会给子叙国都给不了他的荣光 郑和瘟疫 心意相通多年 每次看着他在我面前失去生命 我心底最大的遗憾 都是没能让他堂堂振振地成为我的妻子 所以这一次我想娶她 宋云谦说完话就转身离开 陆公公明白宋云谦将自己的心思告诉自己 就是让他这个内庭总管早做准备 毕竟帝后大婚 尤其是一国帝王和另一国的公主 这样的婚嫁 提前准备一两年都是应该的 陆公公跟着宋云谦走出房门 却见千山抱着念衣 一脸愁容地站在他门口 千山姑娘这是怎么了 怎么 陆公公满心地疑惑 不等他的话说完 千山就将一封信递给了陆公公 陆公公赶紧低头看信 看完之后对宋云谦说道 皇上 这一次咱们可能没办法去太子府了 瘟疫门主他病了 很重 宋云谦急切地抢过陆公公手中的信 看了许久才问了一句 这是他们皇宫里传来的消息 陆公公点头 前几天 皇上看到瘟疫门主的画像之后 就给子叙国皇上那边传来消息 说皇上看上了画像中的那个姑娘 前几天 他们一直在等着答复 却没想到他们已经找到了瘟疫门主 他们才给了回信 皇上 他们说门主要休息一个多月以后才能 陆公公见宋云谦脸色已经变得阴沉 赶紧开口 宋云谦沉默点头 那皇上 咱们要不要去探病啊 陆公公突然想起什么一般 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已经全是神采 宋云谦暗沉的脸瞬间也变得晴朗无云 他对着陆公公笑了笑 轻声地说了一句 那还不去准备 如果说之前的拜访还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 那现在探病都成了一个极好的理由 皇上 您昨天不都见过门主了 怎么会突然就病了 他的身体还是不好吗 会不会是昨天的事情吓到了 那我们今天都过去 门主会不会 千山知道瘟疫病了 心底全是着急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你跟着过去 就要确定 他是不是你们的门主就行 别的事情 你不用管 宋云谦心底已经有了主意 这次他们去的目的很简单 他是为了一解相思 千山是为了确定那是不是他们的门主 而念一是去见见他的妈妈 对了 记得和念一说好了 去了见到瘟疫 不许乱叫 宋云谦不忘嘱咐道 念一那孩子 一直对着瘟疫的画像叫妈妈 这次见到真的瘟疫 他能不乱叫才怪了 不过好在念一听千山的话 有千山在念一不至于乱说话 千山点头答应 心底却是有一些犹豫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自己的门主 也就是念一心心念念的妈妈 那提前叫妈妈有什么不可以吗 迟早的事情 有必要让小朋友伤心难过吗 所以在主妇念一的时候 千山的话语很是敷衍 导致的结果就是念一见到 温丝公主之后就兴奋地喊了妈妈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宋云谦等人急切地去了太子府 却没想到太子府早就以太子病重为由 拒绝见任何人了 无奈之下陆公公只能对门卫说出 他们昨天救了温丝公主的事情 说是不放心温丝公主的身体 所以来探望 门房没有遇到过这种救人性命 还会关心别人的人 所以满怀狐疑地去禀报温丝公主 很快那门卫就回来了 手上拿着两千两的银票 说道 我们公主说了 如果几位觉得昨天的救命之恩太重 我们公主再付上白银两千两 这就与你们再无关系 再无关系 宋云谦没有想到 温丝竟然不想和自己再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认知让她失落就无可奈何 她可以威胁任何一个人 唯独不能威胁瘟疫 所以现在 我只是听说你们公主病了 觉得是昨天受了惊吓 这是我的愿意 所以才来探望 还请您和公主殿下说一下 我们绝无别的心思 只是想看一眼公主 是否安好 在瘟疫的坚持面前 宋云谦率先退了一步 在瘟疫面前 自己向来都是最没原则的 公主说了 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两千两银子 算我们公主的谢礼 那门卫却不愿意再次通病 只是将手中的两千两银票 拖在手中 送到宋云谦的面前 救他是我应该做的 不需要谢礼 你将这些银票带回去 还有 这些滋补的药材 让你们公主养好身体 宋云谦再次妥协 虽然他很急切地想见到瘟疫 如果瘟疫不愿意见到自己 那他就等着他好了 这 那门卫为难地看着陆公公手上拎着的 那个大大小小的礼盒 这都是陆公公为瘟疫选的 这是他选了许多礼品之后才带来的 在他看来很不满意 却是震惊了太子府门卫的眼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三十集 看着琳琅满目价值不菲的礼物 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 宋云谦刚才淡然的话语 救命之恩 礼品 这还都算不得什么 那面前这个男人可就真的是居心叵测了 所以门卫连收都不敢收 就让人急匆匆地去向温丝公主禀报 这样大的事情 他们门卫可没有办法做决定 看着自家主子正定地站在那里 等着门卫传信 陆公公心底无论如何都淡定不下来 都说当官的不打送礼的 他们这温丝公主的救命恩人 带着大包小包的过来 神家竟然连门都不让进 可真的是 好在门卫很快就回来了 他面色为难地将两张银票拖在手中 举到宋云谦的面前说道 我们公主说了 他不想再和你们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觉得 两千两银票少的话 他再加两千两 说完之后 那门卫就烫手山芋一样地 将手中的银票塞进了宋云谦的手中 我没有嫌少的意思 我只是担心你们公主的身体 你们公主 她的病重不重 有什么郑重 我身边有很好的大夫 可以帮你们公主看一看 宋云谦着急地说道 只是她是最后的底线了 她可以不去捡瘟疫 瘟疫可以不要自己的礼品药材 但是 她必须要知道瘟疫的病情 谁说我们公主生病了 我们公主自己就是大夫 还是神医 怎么会生病 她现在还在和小太孙玩耍呢 那门卫听了宋云谦的话 一脸雾水 他们都没有看出公主身体不适 面前这个人却言之凿凿 宋云谦一时 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她自然不能将 子叙国皇上给的国书 拿出来给一个门卫看 当然其中更重要的原因 是她不能暴露身份 如果让温丝公主知道 自己就是宋云谦 那她怕是 想进太子府的大门都不能了 我们公主真的没事 昨天也感谢你救了我们的公主 你没事就先走吧 我们公主忙着呢 那门卫见宋云谦呆愣住了 脸上献出了几分不耐 甚至隐隐觉得来者不善 你们公主 当真 听门卫说 瘟疫没事 孙云谦紧紧揪着的心 终于松开了 她带着几分喜悦地 盯着那个门卫 那门卫看着宋云谦 很是厌弃地说了一句 你还是快走吧 我们公主 最不喜欢死缠烂打的人 嘿 你怎么说话呢 你知不知道 陆公公向来是最忠心护主的 刚才看在这门卫 守的是瘟疫门主的家门 所以给了她几分面子 却不想她连皇上的面子都不给 所以她忍不住高声的喊道 我不需要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我们公主是圣上和皇后 最宠爱的小公主 不是什么不知道 明星的烂蛤蟆能消想的 那门卫笑着对陆公公说话 陆公公还想辩驳 可是却无话可说 她总不能当着自己家主子的面 说瘟疫门主谁都可以消想吧 如果自己真的说出了那样的话 那绝对会是死路一条 我会娶你们公主的 宋云谦很平静地对门卫说道 她的话语温和 好像只是前话家常 可是说出的话语却无比郑重 说这话的人可多了 你也不怕疯到闪了舌头 那门卫很是轻蔑地看了一眼宋云谦 然后俱傲地守在太子府的门口 心底却很确定 以后面前这个人 他绝对不会让他进门的 本事不大竟然消想他们的公主 你等着吧 到时候有你后悔的时候 陆公公从来没有见过宋云谦 被人这样嘲讽 再也顾不得其他 就对着那门卫高喊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威胁了 嗯 那我等着 但是麻烦 你们不要再在太子府的门口 无了地方 那门卫趾高气横地对着陆公公说话 那气势完全佐证了太子府门前 三品官这句俗句 被拒绝进门是宋云谦没有想到的 但是这是瘟疫的意思 孙云谦也只能狼狈离开 但转身离开的时候还在想着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和瘟疫再次见面 却不想 刚转身 念衣就嚎啕大哭起来 他大哭着要妈妈 他一边哭喊 一边从前山怀中挣扎出去 他迈着小短腿就向着太子府冲去 念衣虽小 小短腿跑起来却很快 不等太子府的门卫护身拦住他 他就已经迈过门槛向着太子府内跑去 哎呦 小祖宗 你别乱跑啊 你你你 陆公公最是疼念衣 见念衣跑了 更是担心不已 全然不顾刚才和太子府门口守门人的局语 快步地往太子府冲去 几个门卫一直觉得宋云谦不安好心 所以孩子冲进去 他们也认定了是他拘心叵测 所以自然不会让陆公公等人进去 我们小主子在里面 我进去把小主子抱回来 快点让开 陆公公着急解释 可是他的话语打动不了那些陈念已生的侍卫 千山倒是干脆 直接也不和他们纠缠 纵身一跃就踩到陆公公身上 然后借力飞上了太子府的墙头 念衣室门主拼了自己性命才生下来的孩子 他不可能让孩子有一丁点的损失 既然太子府的门卫不允许他们走进去 他就飞进去 千山,不得无理 见千山飞上太子府的墙头 本来就着急地送云谦 对着站在墙上的千山高喊道 他现在和瘟疫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了 如果这次他们再强行闯进去 那自己的洗白之路会越发地艰难 千山看了一眼宋云谦 很郑重地说了一句 千山和吕宁不同 千山只听主子的 现在主子不在 我只怪小主子 说完话之后 千山已经跃身跳进了太子府中 而负责守卫太子府的侍卫和暗卫们 都纷纷上前 和千山缠斗在一起 姑娘 这是太子府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擅闯的 您要的小主子 我们会马上送出去 请您离开 侍卫首领自然是知道门口发生的事情 他体谅千山紧张自己的小主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要允许千山这样擅闯太子府 现在太子府风雨飘摇 容不得任何的闪失 你们太子府中的一切我都不感兴趣 你们可以带我去找我的小主子 我亲自带他回去 你们 我不放心 千山一边和侍卫首领过招 一边说道 请姑娘谅解 您身份未明 我们不能 那侍卫首领和千山交手的过程中 已经败下阵来 但是即使如此 他也不能让人擅闯太子府 即使千山对太子府全无恶意 他们都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 这可由不得你 千山一边说话 一边抬腿从侍卫首领的肩膊越过 当侍卫首领听到身后 同样被千山踢倒的声音时 他的身体也瞬间变得僵硬 被点了穴道 他现在只能站在这里 圣神举兽 你们都放下武器吧 我真的没有恶意 就是想带走我们的小主子 不放心你们跟着我 今天事后 我谁都不会告诉 带我去吧 千山看着已经被自己打的七零八落的侍卫和暗卫们 很无奈地说道 他是真的不想与这些人为敌 因为他们也是主子的人 可是小主子的安危 此时是最重要的 得罪了 见圣余的侍卫们没有了继续缠斗的意思 千山才对着那侍卫首领抱歉地说道 那首领什么都没有说 作为人家的手下败将 劝阻的话 他再也说不出口 他只示意侍卫们跟着千山 毕竟这不是自己家的后花园 他不阻止 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姑娘 刚才你家小主子是从这里离开的 我们快走几步 应该能追上 一个侍卫在岔路口对千山说道 千山赶紧上前 主子没了 小主子就成了他的信仰 他对主子的忠心和感激 全部落到小主子身上 所以他跑了 千山最是九星 千山怕小念衣闯入不该去的地方 毕竟这里是子虚国的太子府 千山不知的是 小念衣不仅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还见到了不该见的人 当千山终于追上他时 他正抱着温斯公主的腿 一遍遍地喊着妈妈 从千山知道门主的师父 用自己的命 为门主再次求了生机之后 他一直在想着 小念衣见到门主的一幕 每次想到都会忍不住地唏嘘感慨 他也一直盼着这一幕的发生 只是没有他想象中的母子子孝 小念衣满脸的熟目 可是温斯公主却显然被吓到了 他一个小姑娘还未曾婚嫁 就被一个小孩子抱着喊娘亲 这真的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 只是面前软软糯糯 一脸呆萌的孩子 显然要比成儿可爱许多 他一边轻声解释着 自己不是他的妈妈 一边缓缓地俯衬了他软嫩的小脸 本来想告诉这孩子 他不是他的妈妈 而开口说出的话却变成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人呢 说话的时候 瘟疫眼底全是温柔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舍得面前这孩子难过 妈妈 妈妈 年姨要妈妈 妈妈 小年姨看着妈妈和自己说话 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他抱紧了温斯公主的腿 一遍遍地喊着妈妈 税嫩的声音带着伤心 让温斯只觉到想要落泪 早忘了自己应该告诉他 他不是他要找的妈妈 温主 温主 千山缓缓走到温斯公主面前 他激动得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虽然早就知道 门主就是温斯公主 但是看到和听皇上说起 那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千山只觉得 这一年多来 营绕在自己心头的阴云 瞬间散去了 他喜悦地看着温斯公主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他没有了之前的记忆 千山可能会不管不顾地 就冲到他面前 嚎啕大哭 他的门主 让他等了太长时间 好在 自己终于等到了 千山等到了自己的信仰 念衣等到了自己的妈妈 宋云谦等到了自己的命 什么门主 姑娘 你们不会都认错了吧 温斯公主看着千山含泪的眼睛 再低头看看软软糯糯的小包子 终于了然 轻声地问道 我没有认错人 真的没有认错 你就是我的门主 就是小主子的妈妈 千山很确定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门主 虽然她忘了自己 但是眼睛里的成澈 说话是对人的友善不会辩 尤其是看向念衣时 那自心头流出来的温柔 姑娘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是温斯公主 还没有成婚呢 更不是什么门主 连认识姑娘都不曾 你还是带着你的小主子离开吧 温斯公主话语平和 虽然她能够感觉到 闯进府中这两人没有敌意 但是擅闯太子府 这也是不小的罪名 她不追究 已经是最大的友善了 当然 温斯公主没有意识到 在潜意识中 她已经对这两个人 释放善意了 如果是别人 今天可能不会安然地离开 太子病重 任何闯入太子府的人 可能都是居心叵测的 非常时期 温斯公主奉行的 从来都是宁可错杀 不能放过 但是这次她却心软了 连后果都不想 只想放他们离开 连主 你好好想想 我叫千山 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 您更是救了我的命 救了我夫君的命 您如果忘了我 那您还记得皇上吗 您为了皇上 几次连性命都不顾 他这一年都 说到宋云谦 千山的眼泪都控制不住了 之前他心底 对宋云谦全是怨念 觉得是宋云谦害得 瘟疫费尽心思 是宋云谦让他过早殒命 可是看着 这一年多来 那个曾经伟岸的男子 为了门主添了白发 对这三个孩子的教养 更是势必恭亲 他也感觉到了 皇上对门主的深情 所以在依然心怀怨念的同时 他心底也多了几分柔软 他心底也是盼着 门主和皇上 有亲人终成眷属的 这位姑娘 我一直跟着师父 在山中学医 十几年都未曾入室 所以从来不曾见过 你说的 你说的皇上 所以你真的找错人了 温丝公主看着 英姿飒爽的姑娘 在自己面前 哭成了一个泪人 心底不免唏嘘 却还是认真地告诉他 他真的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千山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温义哭 对不熟悉的人 冷漠疏离的样子 都和他们门主 那么地像 姑娘 你别哭了 我可以帮你找你的门主 毕竟我和他容貌相同 温丝公主看着 一脸阴气的姑娘 哭得像个孩子 先就软了心肠 她轻声地和千山说话 却不想千山 却哭得更厉害 姑娘 你这样 温丝公主已经不知道 要怎么劝了 她有一些手足无措 她本来就不善于与人交集 现在更是窘迫 对不起门主 千山让你为难了 我 看着满脸为难的温丝公主 千山心底的愧疚 更是铺天盖地而来 她轻声道歉 然后很认真地对温丝公主说道 公主 我武功还不错 您能让我做您的侍女吗 我可以保护你 别人 我不放心 千山突然开口请求 温丝公主一时间就愣在了当场 千山的功夫应该是不错的 不然 她怕谁闯不进这首位森严的太子府 可是一个来历不明 将自己错任成别人的女子 要做自己的侍女 她自然是不会答应的 可是她的目光灼灼 全是哀求 拒绝的话 她是怎么也说不出来的 门主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保护你 我不想再让你受伤 尤其是现在 子序国内正风云低起 太子府 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我 千山知道自己的要求太过唐突了 可是她终于找到门主 就不能再让门主受到任何的伤害 公主 如果她真的有武功 您可以留下她的 我什么都不懂 如果公主遇到了危险 我只会成为公主的拖累 一直沉默地看着千山和温丝公主说话的轩儿突然开口 她虽然也是侍女 虽然她不清楚千山的背景 但是千山对公主的关心却是掩饰不住的 如果她能够保护自己的公主 她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个伙伴 欢迎收听传阅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纸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三十一集 可是 你有自己的主子 你见到我就放弃 去找她 那她不会伤心吗 她 温丝公主也知道 身边有一个贵武功的侍卫 是一件好事 只是这是别人的侍女 自己就这样要了 终究是 千山笑着看着温丝公主 很认真地说道 等我找到主人 我会告诉你 然后去保护我的主人 但是在找到主人之前 我要好好保护你 因为你有可能就是我的主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千山目光灼灼 话语中全是坚定 公主 留下她吧 她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人 到时候 宁无聊的时候 她会给你讲故事 你不是最喜欢 那江湖儿女的故事 经历了昨天的一场生死 轩儿只盼着温丝公主 身边能够有个保护她的人 所以不用千山开口 她就已经开始游说了 很显然 温丝公主更愿意听轩儿的话 这个单纯善良的孩子 总是不留余地地为自己考虑 她在感动之余 更愿意纵容她 宠着她 既然你想留下来 那就留下来吧 在这府中要注意的事情 轩儿你告诉她 还有 等你找到自己的主子 你得告诉我 温丝公主最后还不忘 千山正在找自己的主子 那这个孩子 你准备怎么办 这是你主子的孩子吗 温丝公主说完话 就准备起身 却发现 那个小小的萝卜头 依然抱着自己的腿 一副不想撒开的样子 看向自己的眼睛里 全是细碎的星光 这个孩子能一起留下来吗 留给别人 我不放心 他一直是我看着长大的 千山知道自己的要求 有一些得寸进尺 可是这是门主的孩子 他们母子最应该 好好培养感情 这孩子有父亲吗 如果有父亲的话 我怕会是麻烦 这个孩子 刚才叫我妈妈的 温丝公主 有一些为难地说道 如果这个孩子 没有父亲也就罢了 如果这个孩子有 那他叫自己妈妈 那他和他父亲 岂不是 千山正想开口说 这孩子有父亲 可是不等他开口 温丝公主就轻声地 说了一句 以后让他 不要叫我妈妈 就留在你身边吧 他和诚儿差不多的 到时候两个人在一起 也算有个伴 温丝公主最终 还是很不下心 将这个软弱的孩子送走 她甚至觉得 如果自己说 送走这个孩子 孩子一定会嚎啕大哭的 想想这个孩子 嚎啕大哭的样子 温丝公主觉得 自己的心都软了 将孩子送走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孩子的父亲 如果知道孩子能跟着你 肯定没意见的 主则 亲身终于找到您了 我 千山眼泪再次涌了出来 就在不久前 他们被拒之门外 他以为自己 连见门主一眼的机会 都没有了 却不想片刻之后 他竟然能够再次 守在门主的身边 从此和他同进退 共还难 好了 我都说了 我不是你的主子 我 温丝公主看着千山的样子 心底酸涩不易 也有一些羡慕那个 让他寻找了许久的主子 你现在就是我的主子了 以后也会是 千山哭着低下头去 可是心底的激情 却怎么也隐藏不住 他终于找到自己的主子了 你先带孩子下去吧 休息一下 明天正是来我身边 当然 你也可以带着孩子 住在外面 我在太子府里 还是很安全的 应该用不到你 闻丝公主 对太子的防卫 很是放心 所以她真正需要 到千山的地方 并不多 我住在外面 以后我带着小主子来 晚上带着小主子回去 即使在太子府 我也要护好了你 千山轻声说着 没有护好他 是他自己 一直以来追悔的事情 所以现在 保护瘟疫的机会再现 他怎么可能疏忽大意呢 那由着你吧 今天你先回去休息一下 我会告诉门卫 明天你来时 没有人会拦你的 温丝公主轻声说完 转身离开 轻声愣愣地看着 温丝公主的背影 片刻之后 她俯身抱住念衣 转身离开 她不知道 就在她转身的那个瞬间 本来已经远去的 温丝公主突然回头 看向离自己 越来越远的爽力背影 心底的某个角落 一个同样熟悉的背影 渐渐生成 轩儿 咱们以前见过她吗 温丝公主轻声问道 她莫名地觉得 自己和那个远去的女子 是熟悉的 可是却是想不出 她们曾经在哪里有过交集 公主 咱们之前没见过这个人 我劝您留下她 是因为她的武功不错 能将咱们太子府的侍卫 和安卫都制服的人 肯定能很好地保护您的安全 轩儿话语说得认真 她只是单纯地 想要有个人保护公主 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定了她不会伤害我 你该知道 这个时候莫名地 信任一个人 可不是好事啊 温丝公主轻声说着 却找不出自己 选择相信那个女人的理由 千山抱着念一 刚走出太子府 念一就挣扎着 要自己下来走 千山俯身将她放下 她迈着自己的小短腿 就向着宋云谦走去 她脸上全是得意地 对着宋云谦喊妈妈 你见到她了 宋云谦话语中带着试探 带着期待 轻音窃窃的目光 让千山不由地心疼 见到了 门主很喜欢小主子 以后我可以带着小主子 来太子府 她答应我做她的侍女了 千山努力地抑制住 心头的激动 轻声说道 好 好 好 宋云谦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然后就笑着看下念一 他俯身抱紧她 轻声地说了一句 臭小子 父皇真是嫉妒死你了 她的身体 还好吗 依然是战战兢兢地问 即使门卫已经说过 公主没事 但是相比于门卫 她更相信 千山这个自己人 还好 你放心就是 千山说话的时候 鼻尖已经全是酸涩了 那她还好吧 依然是战战兢兢地问 虽然她也清楚 千山进去的这一点时间 可能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但是千山是唯一接触过瘟疫的人 还好 只是 千山犹豫了很久 才说了一句 她好像很累 只是感觉 她觉得今天花园中 那闲事的环境 正好衬出了温丝公主的疲惫 那种疲惫是身体和心双重的 她看着都觉得 她那柔弱的身体 随时都会不堪重负 听了千山的话 宋云谦只觉得心疼不已 不过瞬间 她就明白了瘟疫疲惫的原因 现在太子府可谓是内外交困 三皇子更是野心勃勃 放心 这些事情 我既然已经知道了 不会不管 宋云谦郑重地保证 他虽然是大梁的皇上 但是子叙国是战败国 干涉子叙国的内政 对他而言真的不是难事 更何况 两年前温安公主的事情 是三皇子的手笔 那个仇 他直到现在都没有报 小路子 你去查一下 是谁将国书送到你手上的 说瘟疫病重 需要一个月休养的人 是子叙的皇上 还是三皇子 宋云谦说完话就抱着念衣 转身离开 既然见瘟疫已经成了不可能达成的目的 那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去找一下给瘟疫找麻烦的人 先将那些碍眼的人除去 瘟疫可能就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自己了 这次的事情 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查到结果之后 马上告诉我 宋云谦轻声嘱咐 其实不用嘱咐陆公公都很清楚 这些年来只要事关瘟疫门主的事情 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宋云谦刚回到住的小院不久 陆公公就将调查结果送来了 是他们早就想到的人 三皇子许思全 同时送来的还有三份信息 几天前 许思全曾经派人去刺杀小太孙许继成 那个人被瘟丝公主全部诛杀了 昨天的金马事件是许思全的报复 意在夺取瘟丝公主的性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三皇子在按照瘟丝公主的样貌 对二十多个女子施行了变脸术 这二十多个女人现在都鼻青脸肿的 养在三皇子的后院 主子 这许思全是疯了吧 要制造二十多个瘟疫门主 他就真当您是傻的 真假都不分 陆公公说完之后 忍不住轻声地问道 二十多个一模一样的女人 这样的手笔确实贪为官职 如果我没见过瘟丝公主 那他送来的女人是不是替代瘟 就无所谓了 他认定了我要找一个替身 一个像极了瘟疫的替身 宋云谦淡地说着 话语中全是嘲讽 如果自己需要的只是一个替身的话 那自己就不用苦熬那么多年了 他爱瘟疫 爱的不仅是他的皮囊 还有他有趣的灵魂 那三皇子真够蠢的 之前弄个假的陈宇竹不算 竟然还想弄个假瘟疫门主 他是造假上演了吗 陆公公不满地付费 说话的时候带着不歇 他不知道皇上对瘟疫门主的深情 所以以为一张脸就可以瞒天过海 皇上 咱们就任由三皇子乱来 这子序的皇上还是很信任他的 好像这一次 为您找瘟疫门主的事情 就交到了他的手上 陆公公越想越觉得不满 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人算计他们主子 当然 之前那些算计他们主子的人都死光了 把三皇子的画像送一张回大陵 诸葛明也该研究研究这变灵术了 给他一个月时间 让他给我送个三皇子过来 宋云谦轻声地吩咐完就走 好像全然没有将三皇子放在心上 皇上 这三皇子还很受宠的 咱们 陆公公很为难 现在的皇上 换一个国家的皇子 都当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也 嗯 我没有说要咱们的人取而代之 我就是想让他也吃吃 替身的苦头 看他还敢不敢乱来 宋云谦话语淡定 好像自己做的决定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 那他还用马车撞温一门主了 如果不是皇上您出手 温一门主他就 陆公公从心底开始讨厌那个三皇子 所以一直不忘一点点地给三皇子上眼药 安排一辆马车 也让三皇子长车 被金马踏上的感觉 也不用太重 能躺在床上一个月就行 宋云谦轻声说着 脸上神色淡淡的 好像是闲话家常一般 皇上 这件事 毕竟事关三皇子 就嚣张地将三皇子给踩了 那后续呢 到时候出手的人怕是难辞其咎 让李寻配合咱们的人心动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就让他回大量 别在子叙国丢人心意 陆公公不再说话 他知道自己只要把皇上的意思传达给李寻 李寻就是拼了命都会做好这件事的 而且不留任何的余地 他在子叙国这两年 为的就是找自己儿子 在找到自己儿子之前 他是不会回去的 皇上 那瘟疫门主那里 咱们不需要做点什么吗 他好像 很不喜欢我们呀 陆公公最担心的还是这个 和其他事情比起来 瘟疫不代谢他们 才是极需要解决的 他不喜欢的是你 和我无关 宋明清很认真地提醒陆公公 不过话语中的厌气 也让陆公公明白 他从未忘记过陆公公饭蠢 将自己英雄救命的出场 变成了邪恩以报 可他挡在太子府外的人 除了奴才还有皇上您呢 所以皇上 您还是想想办法吧 咱们总得让瘟疫门主 喜欢咱们 不然 陆公公绞尽脑汁 都想不到办法 只能将希望落到 宋明清的身上 瘟疫喜欢我就够了 宋明清轻声地提醒陆公公 那是自己的女人 真的不需要喜欢别人 宋明清想的是 要如何才能够帮到瘟疫 能够让瘟疫不用继续操劳 而温丝公主这边 却是状况不断 在确定 她和亲大良无望之后 太子妃就开始 帮温丝公主 找合适的熏鬼 她的理由 也非常地冠冕堂皇 只说太子最不放心的 就是温丝这个妹妹 所以要让太子 看到温丝终身有靠 至于她为温丝 找的合适夫君 却是不敢恭维的 公主 太子妃这是怎么了 怎么总是给你找这些歪瓜裂造 你不在京中多年 可能没听过这些人的名声 这个徐长青 确实才名远扬 也没有婚娶 但是房里的小妾都十多个了 您如果嫁过去 正 还有这个孙坚成 人确实不错 可是谁不知道他们博家 现在管家的是他的继母 那继母亲生的儿子就有五个 还有这个姓刘的 什么东西 除了有点家事 轩儿说了这些话之后 就不再说话了 太子妃把子婿都成 那外表光鲜 实则特别扎子的 顽固之流都给凑齐了 如果公主看中了其中任何一个 那这辈子可就完了 他们真的都这么不堪 太子妃怎么回事 就是要害主子 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怎么主子可是公主 千山听着轩儿的抱怨 脸色都变了 现在甚至有了 要将太子妃给杀了的年头 敢算计他们门主的婚事 还用这么一些渣渣 是欺负他们公主身边没人了吗 太子妃选取的人 也是有好处的 果然 他怎么说服父皇母后和太子哥哥 温斯很无奈地说道 在遮到了太子妃和太子哥哥离心之后 温斯公主就知道 她一定要拿捏住自己的婚事 却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不遗余力 也不怕暴露了自己 可是这都是什么好处 总流倜傥 有点家事 这样的人 怎么配得上公主 选儿借温斯不恼不怒 非常着急地说道 在公主的心里 太子妃一直是个好嫂嫂 所以现在一定也觉得 找的这些人还不错吧 这怎么可以 范姨公主真的这样觉得 那这辈子可就毁了 公主 太子妃她不是你想得那么好 真的 你别觉得她是好嫂嫂 她的心思 躲着呢 她 选儿低声地对温斯公主说道 如果说她之前是怀疑的话 现在看着太子妃 精心选的人才 她很确定 太子妃绝对是心如蛇蝎 我知道 温斯公主说话的声音也很轻 毕竟是在太子府 这里找不了太子妃的眼线 所以 刚才她才会为太子妃说话 你早说呀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公主 真的被她蒙骗了 范儿如是重负地 叹了一口气 看向温斯公主的时候 终于不再全是紧张 公主准备怎么办 太子妃说 过几天要邀这些青年才俊 来府中 千山看着温斯公主 了然于胸的样子 玄者的心也终于落了下去 轻声问道 欢迎收听 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三十二集 如果太子妃打定主意 让温斯公主 嫁给这些人中的一个 到时候的相看 怕就是要出问题了 他们必须早做打算 免得到时候不好收场 千山 你觉得她会动手吗 温斯公主自己都解释不了 为什么对千山很是信任 在重要的事情上 她总忍不住 问千山一句意见 两人之间相处的熟神 让她觉得 他们像极了多年的老友 如果你让他们 察觉了咱们的异常 她没准 真会狗急跳枪 如果她察觉不到的话 千山不敢保证 太子妃不会动手 将公主嫁给一个 没有势力 没有根基 又不堪的男人 好像已经成了 太子妃的目标 如果她实现不了 这样的目的 自然会再添一把火 公主得罪过太子妃 千山满是疑惑地问 温斯公主 温斯公主摇头 回宫之前 她只是在太子哥哥 大婚的时候 见过太子妃 后来自己就回了山中 这次回来住在太子府 两个人也是 井水不犯河水 她对这个嫂嫂 也是相当的尊重 真的想不出 用哪里得罪了她 这女人 也真够带毒的 没什么仇怨 都要毁了公主的一辈子 这几天你们小心一点 万一她出了什么幺蛾子 咱们也能够应对 温斯公主轻声地嘱咐 心底却全是担忧 想想充满算计的日子 温斯公主头疼不已 这真的不是自己 所求的生活 公主放心 有千山在 太子妃伤不倒您分行 千山很认真地保证 心底却已经在想着 要将潜伏在太子府中的 非罗门门人 召集起来了 我信你 温斯公主话语平和 她自己都有一些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地信任 这个新来的女子 她的话 她信 好像这信任来源于 灵魂的身处一般 千山没有再说话 只是安静地看着 温斯的容颜 同样地处事不惊 同样地无所畏惧 虽然隔着一场生死 但是 主子骨子里的东西 从未消散 公主 今天咱们出去逛逛吧 这太子府 太别闷了 千山轻声说着 她心疼自己的主子 重申到这个世界上之后 依然要劳累奔波 想让她放松下心情 当然更重要 要的是因为那个 几天来想尽办法 要见主子一面的人 已经快要濒临崩溃了 千山看着她暴走 因为心情不好 对陆公公 狠挑鼻子 数挑眼的 看她熬过了 一年半的相思 却因为没有见到主子 而成欲的神色 千山终究不忍心 看宋云谦自苦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 她的门主 最在乎的人 就是宋云谦 如果她还有 之前的介意 那她定然 不会让皇上 受分毫的苦楚 她的门主 那是曾经最柔软的心 都给了皇上 却用后背 为她遮风挡雨的人 也好 出去散散心 顺便给两个小家伙 买点玩具 上次被那所谓的 救命恩人 给缴的好心情都没了 或许是因为千山的建议 温司公主 从善如流地答应了 只是想到那天 追着他们的救命恩人 她的心情 还是莫名地不爽 千山 你不知道 那人竟然嫌人求报 想让咱们公主嫁给她 我见过想吃 天鹅肉的癞蛤蟆 却从未见过 吃相那么难看到 我觉得当时的事情 他们就是猫黑手 想要我们的性命 还装好人 真是 熊儿想到那天 宋云青和陆公公两人 更是不是鼻子 不是眼的 看她那一份的样子 如果再次见到他们 她一定会好好地 将他们暴揍一顿 公主 那天的事情 应该是三皇子的人做的 和那人无关 千山终于忍不住 为宋云谦报屈 却迎来温斯公主 和轩儿质疑的眼神 千山 你到底是谁的人 你的主子 温斯看着千山 眼底全是锐蒙 本来她就怀疑 自己对千山 发自肺腑的喜欢 她怕自己会被千山迷惑 而现在 如果千山真的是别人派来的 那她 千山看着温斯公主 凌厉的眼神 心底一阵的慌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从她跟随温义开始 温义从来都没有用 这样怀疑的眼神 看过自己 可是今天 公主相信死后重生吗 千山抬头平静地问道 温斯公主看着千山 很认真地说道 我不信 除了一国公主 她更是一个大夫 见了形形色色的生死 却从未见过重生之人 我的主子已经死了 但是她会重生 千山看着温斯公主 很认真地说道 温斯公主 已经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这几日的相处 千山是什么样的人 她最清楚不过 她不是那种张狂之人 一定不会胡言乱语 那她说的重生 或者是真的存在 或者是她的一厢情愿 在温斯看来 千山都陷入了魔阵之中 莫名地开始心疼 这个失去了主子的女子 她不舍得将 最残忍的真相 告诉千山 既然她认定了 自己的主子会重生 那就让她在这个梦里 最起码 她的世界不用悲伤 你是觉得 我是你主子的重生 还是我和她 长了一样的脸 温斯公主亲身问道 其实不用说 她自己都有了答案 只是那个答案 太过耸人听闻了 她如果是重生而来 那自己之前 十几年学艺的生涯 又算什么 请您放心 我不会背叛你 永远都不会 我会用命护着你 千山没有回答 温斯公主的话 她知道 温斯公主不相信重生 但是面前的人 就是自己的主子 她的感觉不会错 所以她会用命护着她 就像她不顾自己性命 护着自己 就像她用自己的血 救了女宁 我的命和爱情 都是门主给的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 千山言之凿凿 字字如刀 落到温斯公主心底 生出的全是疼痛 莫名的她羡慕 那个已经死了的人 她应该和自己 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吧 不然千山 怎么就认定了 是自己呢 那应该是个 有故事的女人 等有时间了 你和我讲讲 那个人的故事吧 温斯公主说完话 就起身离开 千山看着她的背影 一时之间 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她的门主 好像已经忘记了 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千山愣愣地 看着温斯公主 背影的时候 她突然回过头 笑着看向千山 说道 我出门 你都不跟着吗 您是有 千山闻言 心地已经是一片狂喜 温斯公主 这是不在乎 自己是谁的人了 她还要自己 继续做她的侍女 千山高兴地站起身 逛街 去给成儿和小念衣 买玩具 温斯公主话语平淡 她努力不让自己 看向千山那张 欣喜若狂的脸 可是 即使转身 她眼底闪现的 都是千山高兴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千山开心 她的心情也很不错 只是她们的好心情 没有维持许久 还没有到上次去的 那一家玩具店门口 就有人拦住了 她们的马车 哼 太子府的马车 是你们能拦的吗 逊儿听着车夫 和拦车人在说话 是有人 要和温斯公主说话 但是车夫不允许 可是那人一副 不依不饶的样子 让人心中全是厌烦 我要找的是温斯公主 她是我为过门的妻子 马车前 一个一身白衣 风度翩翩的男子 高兴地对着 从马车里面 露出头来的轩儿喊道 你在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嘴 轩儿没有想到 这人出口 就要败坏公主的名声 明明看起来 是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没想到 竟然是个斯文败脸 不等那人再次开口 马车中已经闪过一个人影 然后周围围观的人 就听到了噼里啪啦 打脸的声音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千山已经收手 向着马车走去 而刚才还一副 风度翩翩样子的男子 脸已经是肿成了猪头 你这女人太粗鲁了 你是谁 凭什么打我 那男子在众人面前 丢了面子 对已经离开的千山 高声地喊道 千山回头看着那男子 脸上一摸冷意之后 他走到那男子面前 笑着说道 就凭你胡说八道打你 以后你如果再胡说八道 见一次打一次 保证让你天天都顶着 这样一张猪头的脸 千山说完话之后就走 那男子却已经恼羞成怒 他对着马车喊道 红四 你就让你的侍女 这么对待你未来的夫君 你真是好样的 我要找太子妃 给我讨个公道 你是公主又能如何 我们徐家 可是谁都不怕 你就是那个什么徐长青 轩儿听那个男子 理直气壮地说徐家 突然想起了出门之前 他们讨论的那几个男子 本以为这个徐长青 也就是个脂粉堆里的才子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地拎不清 竟然在大街上 我就是徐长青 是太子妃做主 让你嫁给我的 你早晚是我的女人 所以下来见仅我 如果你模样还不错 我倒是不介意娶了你 如果你真的如传言一般 貌若无言 你就是堂堂公主 我都不会娶你的 听虚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徐长青很是得意 说出的话语更是张狂不已 千山 这人脑子有病 听着徐长青 自以为是的话语 温丝公主 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这个男人到底是 什么样的脑回路 自己只听过 他的名字一次 他就以自己的夫君子居 可真是 嗯 我刚才没打他的头 千山听了温丝公主的话 很诚恳地回答 这人脑子有病 和自己无关 不过他倒是不介意 给这个男人更多的教训 所以说完话之后 千山再次上前 不顾徐长青眼底的恐惧 拎着他的脑袋 就扔向了马车旁 杀人了 啊 随着徐长青一声 淒厉得很生 他整个人都软软地 落到地上 只是看下马车的时候 眼底多了几分怨毒 温丝公主 你这样对自己 未来的夫君 你 你 徐长青狠狠地说话 他很清楚 没有马车里的人的手啃 他的婢女是不会乱来的 千山俯身笑着 看着徐长青 缓缓伸手 在他脸上又是 噼里啪啦的一顿耳光 直打的徐长青 也冒金光 温丝 你的身边 怎么可以有这么粗鲁的人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 你纵容你的侍女伤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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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青虽然风流到脑子有问题 但是也没有完全傻掉 被打几次 他已经知道 自己挨打多半是因为 自己将温丝公主 当成了自己的女人 徐长青嘴里仍然在说脚 但是气势却弱了不少 他现在唯一的指望 就是马车里面的温丝公主 太子妃曾经说过 温丝公主最是温柔体贴 他就不信 他的侍女将自己打成了这个样子 他都能够不惩罚那 无法无天的婢女 千山 上车 咱们走 徐长青没有等来 温丝公主为他伸张正义 只听到温丝公主 半点责怪都无的声音 那话语是对千山说的 温丝 你是要嫁给我的 你知道你今天这么做的后果吗 我徐氏 不会要不贤良的公主 你玉下无方 你这样的公主 我们徐氏真的不稀罕 徐长青见撞了自己头的车夫 在自己面前扬城而去 整个人都崩溃了 再也顾不得自己谦谦君子的形象 对着马车就是歇斯底里的喊 他不知道 因为千山好不留情的出手 此时他愿读瞪着那辆马车里 已经全是欢声笑语了 公主 我怎么说的 有个有功夫的侍女 肯定就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了 见识了千山打人时候的力所功夫 轩儿得意地向温丝公主要功 当初她可是要温丝公主留下千山的 温丝公主宠溺地看了一眼轩儿 然后对千山说了一句 打得好 这是千山跟温丝公主之后 温丝公主第一次夸她 她眼底已经带了几分失忆 今天她没有经过温丝公主的允许就擅作主张 第一是因为这样对待徐长青是温义的风格 她在温丝面前自在惯了 另外则是 她恼恨所有伤害温丝的人 她的主子是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和伤害的 所以在行动之后 她的心底也是坠坠不安 怕温丝会不高兴 甚至会发火 竹子 以后我不会再擅作主张 我 千山轻声地道歉 但是心底却很清楚 如果这件事情还有下一次的话 她一定仍然会像今天一样 以后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擅作主张 我喜欢的男人一定不是那个绣花枕头 温丝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良人会是谁 但是却很清楚 徐长青这样的 她看不上 那公主想要的夫君是什么样的 可以和我们说一下吗 以后如果真的遇到那个类型 我手下留情 千山小声地试探着 她能够感觉到门主和自己的亲近 她也觉得 这似乎是她无意识中的行为 那对于未来和她携手的那个人 她的脑海中 那个是不是还是皇上 温丝公主看着千山 诚实地说道 我之前从未想过 我要什么样的夫君 所以真的 不知道要怎么和你描述 等遇到了 我会告诉你的 公主有没有想过 要嫁给一国皇上 比如说 大周或者大梁的皇上 他们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千山已经有一些不甘心 所以继续问道 好在温丝公主收拾了渣男之后 心情不错 从善如流地回答道 皇上 我还是不考虑了 背景离乡的 我还是守着父皇母后的好 不对 千山 你好像 一有所指 不会你的主子 以前喜欢的是 大周或者大梁的皇上吧 温丝公主突然想起什么一般的 看向千山 拙拙的眼神 让千山只想躲闪 千山 不管是与不是 我不是你的主子 所以不要将他的意愿交到我的身上 不久之前 我也曾同意父皇和太子哥哥的提议 和亲大梁 却被拒绝了 温丝公主说到自己被拒绝 神色坦然道 说的事情好像和自己无关一样 想到之前宋云谦的拒婚 千山心底也全是苦涩 当时宋云谦拒婚的事情 他听说之后只觉得快意 觉得宋云谦终于能够护住门主了 可是却没想到 他拒婚的对象竟然是门主 而宋云谦也为这件事情追悔莫及了 只是一切已经成了事实 已经无法改变 欢迎收听传阅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三十三集 温丝公主和千山她们 都不知道 在她们走了之后 那亮枪启示的徐长青 刚趁着身体走到一个胡同里 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她们将她的头给套起来 一顿碰糟 在意识混乱之前 她只隐约地听到了一句话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徐长青还想解释 她自认风流体腾 家世也不错 还有才华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她看上谁 那是谁的荣光 只是她解释的话语 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就被人塞了东西 然后整个人就陷入了昏迷之中 好像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她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她看着身边 躺着两个半老的女乞丐 一不蔽体 见她醒来 还做出妩媚的样子 让她差点吐出来 你们 你们 徐长青的睡衣瞬间消散 她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两个女人 努力着 才忍着没有吐出来 少爷 以后我们可就是您的人了 您可不能不负责 一个女子见徐长青脸上 全是惊恐和厌恶 赶紧着急上前 靠在了徐长青还录着的肩头 少爷 您不会要了人家身子就不认账吧 我哥哥可是这丐帮的首领 两张脸脏的让人觉得恶心 那恶心的女人都贴到了徐长青的身上 她努力隐忍着心底的厌恶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知道自己被人算计了 知道这两个女人自己只能正下 可是真的很委屈 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怎么天降横货呀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和徐长青怀疑的温丝公主不同 做这件事情的是宋云谦 在瘟疫离开之后 她越来越厌烦那主 算计来算计去的日子 也不愿意再隐忍 所以也就养成了她现在 想什么就做什么的任性而为 她不满有人惦记自己的女人 对于那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她自然是要教训的 出手的人是李徐安排的 想留在景城找回自己儿子的李徐 自然不会手软 更不会留下一丁点线索 找到她的头上 温丝公主离开徐长青之后不久 就又遇到一件事情 就在他们马车行进的不远处 三皇子被金马锁伤 马夫耐心地禀报自己看到的情况 三皇子的肋骨被马给踩断了 现在胸口和嘴里都在流着血 尤其是眼睛里全是惊恐 也是这些年养尊处优 出入都有了护卫安慰跟从的三皇子 好像都忘了有危险这种东西的存在了 温丝公主不由得心计不已 她正想开口继续询问 轩儿就苍白着脸对温丝公主说道 公主 上次如果不是那个人救咱们 咱们会不会和三皇子一样 温丝公主没有说话 但是她眼睛里那遮掩不住的惊鸿 却泄露了她所有的心思 千山上前握住温丝公主的手 很认真地说道 主子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那样的危险任何时候都不会有 温丝公主许久才稳定了心神 虽然是自己的皇兄 但是自己也和她就是点头之交的 温丝倒是没有心思去看她的惨状 她吩咐车夫赶紧赶车离开着是非之地 她虽然一直远离京城 却也知道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的道理 此时的温丝公主并不知道 三皇子今天这场灾难 还真的和她有关 这完全是一个想护住她的男人 用其人之道 玩至其人之身 温丝公主带着千山和轩儿 走进之前那家玩具店 就见到了宋云谦在那里 悉心挑选着玩具 陆公公在她身边说着什么 温丝公主看到的 只是她的侧脸 但是那暖阳一样温柔的笑意 却让她觉得莫名的熟悉 宣儿说话的时候就伸手去拿不远处的小猪面具 却不想她的手还没有碰到那个面具 那面具就被陆公公拿在手中 等温丝公主和轩儿将目光移向他们时 陆公公正告诉宋云谦 念衣小主子最喜欢胖乎乎的东西 这小猪面具她肯定会喜欢 诶 你这人真是 这面具是我们先看到的啊 你怎么瞧我们的东西啊 见识陆公公 轩儿心底的怒火猛地就起来了 尤其是看着陆公公看向宋云谦时那缠媚的样子 让她觉得她这样做是故意的 是你看中的 那给你好了 陆公公这才看到轩儿 当然也看到了温丝公主 轩儿的话刚说完 她就乖乖地将面具送到了轩儿面前 还一脸讨好的看向温丝公主 宋云谦在轩儿开口的时候就已经转过头来 她双目灼灼地盯着温丝公主 眼底情义肆无忌惮地流淌着 轩儿本来已经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 见陆公公这么快就缴械 她有一些错愕 是你们看中的 我就让给你们了 我主子也不会夺人所爱 是吧 陆公公说完话就急急地扯了一下宋云谦的衣服 她心底很是着急 怕宋云谦会错过和温丝门主说话的机会 陆公公让宋云谦缓过神来 她却并不知道陆公公说的是什么 只是尴尬地对着温丝公主笑了笑 没想到你也会给孩子买玩具啊 温丝公主笑着和宋云谦说话 宋云谦看着她淡默的笑容 心底却是着了火一般 却不知要怎么说话 她发现自己在瘟疫面前竟然会手足无措 陆公公见宋云谦只会笑着不会说话 着急飞城 她扯着宋云谦的衣袖一次又一次 宋云谦都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小主子是我们主子带大的 别说小主子的玩具 就是衣服吃时我们主子都是要过问的 陆公公对着温丝说道 她最是想让温丝公主知道主子的不容易 她很清楚 温丝门主最是疼主子了 最是心软 如果主子为念衣小主子做的事情 她都知道 一定会感动的 你们主子是个好父亲 温丝公主淡淡说完 就对着轩儿说道 把面具给他们吧 是他们先看中的 主子 轩儿最喜欢面具了 你也答应要给她买个别的 这次咱们 轩儿有些不舍的 拿着手中做工精良的面具 脸上全是不舍 主子 念衣也喜欢这小猪的面具 千山在温丝公主耳边轻声说道 千山不知道自己这句话有没有分量 毕竟现在在门主心里 念衣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既然两个孩子都喜欢 那就谢谢你们个爱了 想到念衣那个呆萌的孩子 温丝公主脸上划过一丝笑意 宋云谦依然没有说话 只是点头 眼睛依然盯着温丝公主 没有人知道 她是多么努力才抵抗住心底澎湃的情谊 没有人知道 她要用多大的克制力 才能够忍住没上前将瘟疫抱在怀里 她的瘟疫就在自己面前 可是她却不知要怎么去接近 不用谢不用谢 应该的应该的 主子你说是不是啊 陆公公见宋云谦依然不说话 心底着急非诚 她笑着和温丝公主说话 然后在温丝公主看不到的地方 对着宋云谦几眉弄眼 希望宋云谦能和温丝公主多说几句 毕竟机会难得 想见温丝公主一面可不容易了 宋云谦终于点点头 陆公公才长输了一口气 但是她期待的 主子能够多说几句的理想 却没有办法实现 能再次见面就是缘分 我们看着这些玩具也不错 都送给你们吧 陆公公努力地创造机会 让宋云谦和温丝公主说话 所以将他们刚才挑好的玩具 都献宝一样地送到了轩儿面前 陆公公这缠密的举动 连千山都有一些看不下去了 看向宋云谦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在波爵云鬼的朝堂之上 都能够面不改色地地吻 面对一个女人 竟然连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才不要你们的东西 你也不要看我们家小姐了 还因为你们真的变好人了 原来还是贼心不死 小姐 咱们走 轩儿终于看到了 宋云谦看温丝公主的时候的 那种痴缠的眼神 本来对陆公公的满意 也瞬间都变成了怒火 这人竟然还在 觊觎他们家公主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温丝公主之前 就感觉到宋云谦的目光 那目光直白 她却并不厌恶 所以才没有多说 现在被轩儿嚷嚷出来 她自然地也就随着轩儿转身离开 陆公公看着他们要离开 更是着急不已 她抱着面前的玩具 就冲向温丝公主 讨好的说道 姑娘 你们的玩具还没拿呢 这是我们主子送给你们的 吴公不收录 这东西 既然是你们主子 精心为小主子选的 就给你们小主子拿回去吧 本丝公主话语浅浅 态度却是坚定的 陆公公无奈 再也找不出理由将他们留下 她只能求助一般地 看着宋云谦 谦伤好不容易 帮他们一次将瘟疫门主 在太子府中带出来 这样好的接触机会 难道就要这样错过吗 平时聪慧果敢的主子 现在怎么 主子 您再不说话 门主就真的走了 下次见 下次见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呢 陆公公着急地喊道 宋云谦看了一眼陆公公 然后对温司公主的背影说道 温司公主 请稍等 听到宋云谦的称呼 他眼里闪过一道锐萌 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 自己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身份 他却知道了 你调查我 温司公主回头 看向宋云谦时 神色中全是戒备和疏离 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 宋云谦不知要怎么说话 他有着千言万语要说 可是此刻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很清楚 温司公主现在 不会听自己的感情经历 他现在在防备自己 因为自己对他身份的了解 我没有而已 宋云谦唯一能够说的 就是这个 他调查他 只是为了了解他 更是为了保护他 可是这样的话 他说出来 温司公主也是不信的 我不喜欢 温司公主很平淡地说完 就转身离开 在心头涌动的万种解释 也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我没有合一的 我 宋云谦依然想解释 他怎么可能会伤害瘟疫呢 那是自己最钟爱的人 他舍了自己姓名 都要护住的人 可是这个理由 却没有办法告诉 温司公主 如果说了 怕是会吓到他 既然没有恶意 以后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温司公主说完 就转身离开 宋云谦看着他 着急地追了几步 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 他靠近他 想牵他的手 想吻他 想拥他入怀 因为他就是自己的瘟疫 可是他却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能眼睁睁看他离开 离自己越来越远 陆公公看着远去的人 一脸失望地对宋云谦道 哎哟 皇上 那么好的机会 你都错过了 真是 小骆子 能见到他 已经不错了 宋云谦是在安慰陆公公 更像是在安慰自己 可是皇上 您和瘟疫门主 都没说几句话 您 语言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表达 陆公公此刻的失落 他没想到自己的主子 关键时候竟然这样的不给力 我有太多话想对他说 可是那千言万语 都是对瘟疫说的 不是对温丝公主 可是温丝公主 就是瘟疫门主啊 您这 陆公公不明白 自己的主子在遇到瘟疫门主的事情时 怎么就变得这么难以沟通了呢 他不知道自己是瘟疫 所以 我任何莽撞的话语 都会让他排斥 他会越来越不喜欢我的 我 宋云谦有一些无所适从 他心底急切得很 恨不得马上就将温丝公主 取回大梁 可是他也清楚 让温丝公主像瘟疫一样 对自己毫无戒心 他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 他不舍得让温丝公主为难 所以 他只能隐忍着自己心头澎湃的泛滥情感 一点点地走进他的生命 然后慢慢地成为他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皇上 温丝公主出太子府的次数 屈指可数 您每次都这样 那您要什么时候将瘟疫门主 取回大梁啊 您不着急 金墨公主和重楼太子 都是盼着妈妈的 念一小主子 也需要妈妈呀 他们怕是都不愿意等下去的 他们 陆公公轻声地劝着 他最希望皇上能够快刀斩乱麻 宋云谦看着陆公公 很郑重地告诉他 我比谁都想尽快将瘟疫取回家 那皇上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继续等着温丝公主出府 还是 尽管其变 宋云谦轻声说着 转身向着店铺门口走去 等出了门 他还不忘看温丝公主离开的方向 虽然知道温丝公主已经走了 但是还是奢望能够看到她 哪怕是个背影 哪怕只有一眼 虽然皇上说了 尽管其变 陆公公却依然着急不已 每天千山回来时 她都会跑去问温丝公主的情况 每次都哄着千山继续带温丝公主出门 只是千山却再也没有答应 陆公公每次都将探来的消息告诉宋云谦 宋云谦每次神色都很淡默 只有他的眼睛里是许久不曾见过的神采 朝政由皇兄和肖像他们辅佐重楼 宋云谦在子叙国的日子过得潇洒又自在 他现在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他只是等 等着一个时机 等着再次走进瘟疫的生命之中 可是现在子叙国朝堂之上却不太平 太子病重 三皇子即使被重伤 也依然小动作不断 这让温丝公主有一些疲于应对 毕竟她对政事从不关心 可是为了太子哥哥 为了成儿 为了父皇 她不得不扛起这副重担 就在温丝公主 勉励支撑着太子府正常运转时 太子妃却开始为她的婚事忙碌不已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第三百三十四集 太子妃甚至不顾太子病重 在太子府举行赏华宴 邀请一些世家公子和小姐参加 尤其是被郑重邀请的世家子弟 那都是太子妃亲自把关 不过太子妃不算太纯 早早地就将自己的意图对外宣布了 就是要给温丝公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良人 让太子放心 太子妃此举得到很多人的圣赞 说她不仅亲力照顾太子 还为温丝公主劳心 真是贤良淑德的典范 当然也有人质疑 温丝公主父母俱在 太子妃一个嫂子为小姑子选女婿 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 这些不利传言自然不会传进太子妃的耳中 她现在很愿意做一副疼爱温丝公主的样子 也真的想将温丝公主嫁出去 只有温丝嫁人了 她才会是这太子府上真正的主人 到时候太子的生死 自己想要的一切才会唾手可得 嫂嫂 我不想参加什么赏花宴 这段时间太子哥哥病情反复 我得多加关注 府中的事情又多 要不咱们等段时间 我 温丝公主一脸苦恼地看着太子妃 眼中全是哀求的光 虽然已经知道了太子妃有自己的心思 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们姑嫂两个人表面的感情 在赏花宴这件事情上 温丝想拒绝 也只能用这种撒娇的方式 毕竟太子妃做惯了好嫂嫂 对自己的请求不应该视若不见 傻丫头 你都多大了 你的婚事 拖不得了 你太子哥哥的病怎样 你最是清楚 你总不想让你的太子哥哥 真的在九泉之下 都不安心吧 太子妃柔声劝导 她既然要举办赏花宴 自然料到温丝的拒绝 也想好了说服的理由 一句话让温丝再也无话可说 再说话那就是不体谅太子哥哥 就是想让太子哥哥九泉之下 都没有办法瞑目 这太子妃可真是狠呢 所以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 都必须要面对赏花宴 还要面对许多像薛长青那样的男子 只要想想 温丝公主就觉得头疼不已 当然让温丝公主更加头疼的 是她对谁都没有说出口的隐情 她不会和男子相处 她只会和父皇太子哥哥 师父 还有属下的侍卫相处 却不知要怎样和未来的夫君 心仪自己的人相处 这个认知 也是那日她在卖玩具的店铺里 见过宋云谦才知道的 她是真的不知 要和他说什么样的话 可是她却明白 她那样直白又热气的目光 是对自己有意思 可是她不知要怎样应对 所以没有人知道 那天薛儿先行离开 其实将自己在那尴尬的境地中 给救了出来 因为这个困扰 温丝公主脸上全是忧虑 这自然逃不过薛儿和千山的眼睛 温丝公主终于还是将自己的困惑 和为难就说了出来 薛儿惊住了 她没想到公主是为这个困扰 而自己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千山倒是有的 她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被薛儿和温丝公主盯了很久之后 她才缓声问道 公主之前就没有和男的 以朋友关系相处过 没有喜欢过谁 我一直跟着师父学医 师父连师娘都没有 怎么可能交给我男女相处之道 温丝公主很自觉地 就将责任归到师父身上 如果那个老头子 能够在自己耳边说一下 男女有别之类的话语 自己也不至于到现在 在男女之事上是这样的迟钝 温丝公主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她话语的意思却很明白 她真的没有喜欢过人 千山心底 不由地为宋云谦谋哀 如果温丝公主 真的对男女之事没有感觉 那她的追棋之路 可能要无限加长了 想到她利用大梁的势力 在景城为温丝公主做的一切 千山忍了再忍 终于没将这些事情 告诉温丝公主 不过千山也不得不承认 不仅在男女感情的事情上 温丝公主迟钝 就是在太子府的琐碎事物上 她虽然能够勉力支撑 却也后知后觉地厉害 这段时间 因为皇上的插手 太子府的麻烦事 明显地少了不少 不然公主也不可能有时间 来想这些所谓的男女之事 公主 太子妃给你选驸马 这可是天字良机 你可以试着和他们相处 如果哪个女觉得不错 就可以试着聊聊 没真 真的就有了感情 温丝笑声建议着 却被千山瞪了一眼 千山姐姐 我说的不对吗 公主迟早是要有驸马的 总不能到时候 公主连如何与驸马相处 都不会吧 这些男人 正好做炼金石啊 温丝说话的时候 都在不住点头 为自己能够想到这样的好主意 得意不已 你前两天还说 那些人都是些渣渣 千山好心地提醒轩儿 前几天义愤填膺地说 徐长青除了有一点才华 一无是处 说孙坚成继母当家 说那个姓孙的除了家时 一无所有 难道他确定 要让公主在他们身上练手吗 轩儿想到那些人 脸色也变了 确实让他们公主 和那些人相处掉价 公主没有经验呀 万一真的有了什么感情 那他们可是毁得 肠子都要轻了 轩儿想想都觉得后怕 他有一些歉疚地 对温丝公主道 公主 我刚才的主意不好 你还是不要听得好 不过 您确实要试着 和男人相处的 不然你以后 要怎么和驸马相处 您总是要嫁人的 轩儿为温丝公主的苦恼 困扰不已 却越来越觉得 找个男人试着 和他们公主相处 是有必要的 可是他这些年 一直在深宫里 认识的男人并不多 千山姐姐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轩儿祈求地看着千山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千山能给公主 找一个靠谱一点的男人 让两个人试着楚楚 千山自然是明白 轩儿拿点小心思的 虽然他也马上 又将宋云谦介绍给公主 让他们事事处处地冲动 但是却也明白 这样的建议更不靠谱 异国公主找男人试着相处 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怕是要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公主 上次你说有时间 让我讲讲我主子的故事 今天我给你讲讲吧 或许 你会知道什么是爱情 千山缓缓说道 话语却是沉重的 温丝公主看着千山 轻声说好 公主 你说你不相信重生 我确实相信他 千山郑重地说完话之后 就开始讲那个 自己想到 都会流泪哭泣的故事 有个王妃不受王爷爱重 那王爷怀疑 她将自己疼爱的师妹 推下了水 所以成亲三年都没有碰她 三年之后 王爷要娶她的妹妹 她为了吸引王爷 她给王爷下了药 一场欢好之后 她被王爷一脚踹下了床 死了 自己的主子 就是在那个时候 重生在那个王妃的身体里的 千山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个时候 讲起这个故事 从瘟疫重生在杨洛依的身体里开始 经历了一次一次的生死 直到最后 她用自己的秘算起了壳 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中 温斯公主和轩儿 一直都安静地听着 千山说话的时候 也不停地看向温斯公主 她的表情很是平静 好像这些事情都和她无关 但是故事讲到最后 她的眼泪却再也控制不住地 落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 千山巍巍到来的故事 好像舞台上的戏一般 在自己心底划过 好像是自己生命里的 一部分一样 甚至她的心底 曼起了故事里 王爷的影子 那个骄傲的 执着的年轻人 那个影子 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 而轩儿 早已经是气不沉生 都说 爱让人生死相许 可是这是什么样的爱情 让故事里的女子 不顾自己生死 一次次为那个男人 出生入死 千山姐姐 有时间 你就把这个故事 讲给那些写新闻的听听 让他们也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的爱情 轩儿听完了 擦了擦红枝的眼眶 认真地说道 千山只是苦着笑 看着温思公主 温思公主 平静地迎上她的目光 轻声地说了一句 那杨爱国 纵使是短命 也不往活了一世 如果正如你所说 你的主子能够重生的话 她一定还会回来 毕竟这个世界上 还有她爱的人 还有她的血脉 她不舍得 温思公主说话的时候 声音里带着淡淡的叹息 千山看着她 很认真地说 温乙一定会回来的 她不会舍下任何一个 爱她的人 公主 如果是你 你会像她一样吗 千山忍不住试探地问道 没有经历过 不知道 不过我倒是觉得 爱情很可怕 可以让人忘了自己 所以以后 还是不要沾染得好 温思公主很认真地总结 温义的经验教训 千山听了她的话 只后悔自己忍不住 要用这个故事去试探她 她本来是想让公主追问 这个故事中的男人是谁 却不想让公主 直接断了亲爱的心思 公主 人活一辈子 总是要爱过恨过的 不然那真是枉活一世 你看千山姐姐的主人 虽然死了 却被那个深爱的男人 记着 一辈子 轩轩轩 想想那个深情的男人 都觉得千山的主子的付出 一直都是值得的 我只是觉得 那个男人可怜 你的主子 从来都不管 那个男人要的是什么 就为他冲锋献阵 那个男人要的 不过是和他的相守 能多一天就多一天 可是他却 相比于轩儿的感动 温斯公主则是 更加可怜故事中的男人 她的直觉告诉自己 故事中的女人 如果不做那些事情 那个男人 也应该能够处理得了 能在父皇的打压下 登上皇位的男人 绝对不会简单 是故事里 那个女人 太想护着她了 可是结果 却是两人天神永隔 女人倒是 一死万世空了 这剩下的寄疗岁月 那个男人 要怎么去熬 主子说得对 那个男人确实很可怜 而且他现在还在找 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相信那个女人还活着 千山轻声地说着 看向温斯公主时 神色中全是温软 如果温斯公主 认为皇上可怜 那他们在一起 可能不会很难 没有人知道 千山讲了这段故事之后 温斯公主脑海中 已经全是这段故事 甚至隐约觉得 这段故事和那日 救他的人有关 从那日之后 千山讲的故事 日日入梦 如影随形 好像那个故事 是自己渺远的前生 那么近 又那么远 除此 他脑海中还日日地 想着千山那句话 你相信 神会重生吗 温斯公主 依然不相信重生 但是他却盼着 千山的主子 能够重生 盼着那个爱几次 捏盘的女神 有情神 忠诚眷属 怨那个 为爱妻早逝 而日日寻找的男子 少受煎熬 温斯公主 却不敢要这样的爱情 她只希望找一个 人品还不错的男人 平安终老 情深不受 她希望 自己的感情 是细水流长 只是不知 她的良心在哪里 只是那个人 注定了不会简单 她要和自己 一起扛起 太子府的众人 真的有能力 又担当的人 明白自己身上 所背负的 可能就会害怕远离 这几日 温斯公主心思烦乱 每日都是 思虑颇重的样子 轩儿和千山 有心劝解 却不知要如何开口 就在千山 担心温斯公主 会因为害怕爱情 而彻底关闭新门的时候 太子妃准备的赏花宴 隆重开场 温斯公主 被太子妃带到现场 听到的全市公围的声音 见了几个男子 眼底全是迫切 她甚至还见到了徐长青 徐长青依然一副 笃定的样子 看向温斯公主时 是一脸的挑剔 温斯公主不以为意地笑笑 就跟着太子妃 继续往前走 却不想刚走出一步 太子妃就一个猎切 向着温斯公主的方向倒去 温斯公主不做防备 整个人向着身后的 徐长青倒去 徐长青得意地伸手 想扶住温斯公主 却不想 千山已经抢先一步 扶住了她 然后还不忘转头瞪她一眼 那满是警告意味的眼睛 让徐长青的心底 是一阵地紧张 但是随即 她就坦然地看向千山 纵使她现在 获住温斯公主又能如何 太子妃已经答应了自己的父亲 会让温斯公主嫁进徐府 你最好收起你的心思 我们公主不是你能觊觎的 千山见徐长青 在片刻惊惧之后 神色就骗得坦然起来 看向千山时 也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千山看着徐长青 碍眼得厉害 轩儿也不喜欢她 在温斯公主走出两步之后 也提醒温斯公主 小心徐长青这个人 感觉她好像憋着坏水 温斯公主看了一眼徐长青 轻声地说了一句 只要我打定主意不嫁给她 她再坏也和我无关 这是太子哥哥的府邸 她还能够乱来不成 她在太子府的安全 还是有保证的 只是温斯公主忘了 太子府的主人 不仅是太子哥哥和她 还有太子妃 温斯公主没有心情 和那些眼珠子 都钉在自己身上的男人们纠缠 只是和交情不错的几个女子 聊了几句 就有一些神色奄奄的 公主 那个人来了 轩儿看到宋云谦 带着陆公公向着他们走来 神色中不免地多了几分戒备 温斯公主寻声望去 见宋云谦正和一个男子说话 他们聊得很高兴的样子 只是温斯还是看到了 他眼中浓郁的悲伤 没有缘由 只觉得那个在远处笑着的男子 不快活 公主 他这个时候还来添乱 正当您脾气好了 我去将他赶走 轩儿见温斯公主 看着他有一些失神 心底的怒火更重 看着轩儿纷纷活活离开的样子 温斯公主脸上多了几分无奈 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太子妃请来的 虽然他无异于他们 但是他们身份各一 得罪不起 宋云谦看着温斯公主 缓缓地向自己走来 他穿着简素 身上首饰都没有几件 那随意的装扮 不像是来相亲的 尤其是那闲庭信部的姿态 更像是在游览 自己家的后花园 宋云谦看着 向着自己走来的温斯公主 许久以来 空置的心 瞬间填满了喜悦 他甚至忘记了 和面前的人聊着什么 不由自主地向着温斯公主的方向 迎上去 就像很早之前 自己去采薇宫的时候 温云总是会这样淡笑着 走向自己 一切恍如隔世 一切就在眼前 不等宋云谦走到温斯公主面前 轩儿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 他对着宋云谦就喊 我们主子是来你们太子府做客的 是你们太子妃请的客人 这就是你们太子府的待客之道 陆公公看着轩儿恼火的样子 心底也恼火的不行 这些年能够这样指着 他们主子鼻子指责的人 还真的只有轩儿一个 他们为了保护温斯公主而来 他却这样的不是好歹 真的是让人气愤非诚 轩儿 不得无礼 这位先生 是嫂嫂请来的客人 温斯公主无奈地对着轩儿喊道 他快走几步都没有追上轩儿 还是让他对人口出狂言了 太子妃才不会请这样的人来呢 她对公主没怀好意 公主 咱们辅助不能留她 为陆公公强调了身份之后的轩儿 更是觉得自己收到奇耻大辱 她希望公主能为自己伸张正义 最好是能够将这人给赶出去 在轩儿看来 眼前的人是配不上她的公主的 当然 她也觉得 今天来的这些所谓的青年才俊们 都配不上自己的公主 只是她此刻的注意力都在宋云谦的身上 所以才觉得宋云谦和陆公公愈发的可恶 轩儿 不得无礼 见轩儿依然口不择言 温司公主高声喝止 对不起 我对婢女管教无方 让您见笑了 温司公主见宋云谦看着自己 那平静的神色 好像并不在乎轩儿所言 她赶紧道歉 宋云谦看着她 眼底笑意浮出 轻声道 她说的没有错 我确实对公主没怀好意 而且 今天来这里的男子 哪个都对公主有寄予之心 宋云谦的话语坦承道 让温司公主不知要怎么样的应对 她正正地看着宋云谦 许久却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她说的是事实 自己改变不了什么 也改变不了这些讨好她的人 卑微有直白的心思 如果公主 真想在这些人中找一个驸马的话 选我可好 宋云谦轻声地问道 说完话之后就看向温司公主 她的眼里全是情义 好像他们已经认识许久 好像她是自己最深爱的女人 这个认知让温司公主羞红了脸 她瞪了宋云谦一眼 说道 今天 我不会选驸马 这事早就决定好的 只是她不知道 很多事情 当别人已经破了路 她就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结局就已经不由她控制了 见温司公主态度坚决 宋云谦没再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笑着 转身和之前聊天的人说话 好像并没有在意 温司公主的存在 温司公主自然也没有继续待在这里 因为她脑海中想的 都是她最直白的话语 选我可好 如果自己真的是骑虎难下 温司公主觉得 自己真的会选择这个男人 虽然她还不知这个人的名字 虽然他们只有两面之缘 虽然他们每次见面 都是不愉快的 温司公主都被自己 这样冲动的想法给吓到 她逃一样地离开 却不想刚走几步 就撞到了太子妃身后 正端着茶水的春兰身上 茶水从她胸前熨染开来 将她的裙子染成春兰 茶叶就浮在她裙子上 因为被水给浸湿了 所以隐约地能够 看出温司公主中医的颜色 春兰 你这丫头 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 太子妃纹身回头 看到温司公主裙子上的茶字 面色大变 厉声指责道 吃篮吓得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地求温司公主饶命 不等温司公主开口 千山和轩儿就一左一右地将她给护住 转身就向着温司公主的寝宫走去 千山想的是 第一时间检查公主的身体有没有生到 而轩儿在意的则是 要公主马上换了衣服 不能让公主以这样的形象 出现在外神的面前 春兰依然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 太子妃看着 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远去的主不三人 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太子妃身后的两个婢女 在看到温司公主和千山她们离开之后 也悄悄离开 没有人知道 宋云谦在温司公主离开之后 一直关注着太子妃 在看着太子妃的婢女离开之后 她绝交闪过了几分不悦 然后对着陆公公做了一个手势 她就知道 今天不会风平冷静 不过她庆幸自己来了 没有将温宜一个人留在风波的漩涡之中 温司公主回了自己的寝宫 千山赶紧检查她的身体 她怕那茶水烫坏了温司公主的皮肤 而轩儿则是赶紧去拿衣服 他们必须马上换了衣服出去 今天是太子府大宴宾客 温司公主是主人 不能长时间不在场 这太子妃也够狠的 这么热的水泼到身上 隔着三层衣服都烫红了 千山拿出烫伤膏 抹到温司公主烫红的皮肤上 烟底已经闪过恨意 从她来到温司公主身边 她就发誓再也不让主子受任何一定点的伤害 她要像主子当年守护着她一样的照顾好她 可是自己来了这里才这么几天 主子就受伤了 见千山给温司公主抹完药膏 薰儿才将衣服拿出来准备给她换上 温司公主突然觉出了身体的异样 然后就是房间里那怪异的味道 她看着千山和薰儿 然后猛地转头看向房间里 熏香燃着的地方 主子 怎么了 千山看出温司公主神色有意 轻声地问道 薰香被人换过了 我们好像都中毒了 温司轻声说着 从袖中拿出银针扎到自己指尖 用疼痛保持着自己的意识 主子 我们并没有什么异常 我们 薰儿感觉不到自己的异常 她甚至觉得是公主在威严耸听 在太子府没有人有能力对公主不利 千山却僵住了 因为她已经感觉到 自己浑身都没有力气 她试着运功 可是伸出去的手掌 没有任何的力度 转绵绵的 可恶 千山终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她和薰儿一样 都信任着太子府 所以才会中招 公主 你和我们中的毒不同是不是 你 千山看着温丝公主指尖的鲜血 心底担忧非常 她看着温丝公主着急地问道 我这好嫂子 是要败坏了我的名誉 温丝公主轻声叹道 公主 您能支出解药吗 太子妃竟然这么做 肯定是做好了准备 咱们必须快刀斩乱麻 薰儿着急地问温丝公主 温丝回答她的 只有摇头 她现在神思慌乱 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 这药是由哪几种毒给构成的 她现在能够确定的 就是那药下在茶水之中 自己急匆匆地赶回寝宫 那茶水本来就触倒了自己的皮肤 因为自己急匆匆回来 那毒素渗透 现在已经 那公主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没办法带您离开 我现在没有武功了 但是主子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到你 千山姨父维护的样子 紧紧盯着温丝公主 看着她潮红的脸色 千山心底着急不已 可是身体却不听使唤了 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 软软地坐在了温丝公主身边 很快 温丝公主和薰儿 也都全身无力地坐到地上 而温丝公主更是一脸潮红 鼻尖已经冒出汗来 来人 来人 轩儿有气无力地狠着 却喊不来一只手在门外的侍卫 倒是一身白衣偏然的许长青 缓缓地从门外走来 带着得意地看着 摊坐在地上的主仆三人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重 这两个小婢女 姿色还不错 想给你们玩了 快点带下去 徐长青看着温丝公主 艳若桃里的脸庞 有些心愿意马地说道 徐长青 你敢碰我们公主一下 我会要了你的性命 都到了这个时候 轩儿自然明白 徐长青 她的用意 她瞪着眼睛对着徐长青 喊 可是徐长青只是笑着 看着轩儿 小声道 你这样的小辣椒 我也喜欢 要不 你一起留在这里 和你的公主 一起侍候我 徐长青 除了那点狗屁才华 能勾搭几个女的 你还会做什么 你连给我们公主 几钱都不配 你 轩儿大声喊 好像声音大了 她的愤怒 就有人能够听得到 可是此刻 虚弱的她 拼尽全力的声音 更像是 濒临死亡的兽 在绝望地吼叫 我能看上你家公主 是你家公主的福分 就她这姿色 是我女人中最差的 徐长青眼底 划过一抹厌恶 如果不是家族 需要一个公主的嫁入 她哪里需要委屈自己 尤其是这个女人 还不温柔可爱 连她的侍女 都不将自己 放在眼里 徐长青 你最好乖乖 管好你自己的手 如果你感动公主一向 有人很快 就会要了你的性命 千山低声威胁 陆公公早就跟她说过 皇上在见到 温司公主之后 就安排了人 暗中保护她们 现在她们不出来 不过是蛇后味道罢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死鸭子嘴硬 真是太不可爱了 刚才你们叫过侍卫 那些忠心耿耿的侍卫 都没说有听到呢 你猜是怎么回事 她们也都盼着我和公主 能乱凤和鸣 共赴无山啊 徐长青得意地笑着 走向温司公主 看她此刻脸颊安若桃里 一双眼好像裹挟着冰霜一样 只是冷冷地看着自己 温司公主的样子 让徐长青的心底 无端地多出了几分距异 不过她还是强装镇定 轻声说了一句 公主 你还是从了我吧 只要你乖乖的 我会对你好 温司公主笑着看着徐长青 但是徐长青却很明白 她是真的厌恶自己 她看自己的样子 和看一只臭虫差不多 公主 你乖乖的 事后 我会八台大叫 娶你进门 到时候 你就是我徐长青的妻子 如果不从 那 徐长青 如果我不从 你依然需要将我八台大叫的 娶进门做你的妻子 身体造势的厉害 温司公主只能再次 戳破手指 用鲜血和疼痛 刺激着自己的神志 让自己不至于在这个时候 就慌了神 你乖乖的 我会给你相应的尊重 我府中那些侍妾也会尊重你 但是如果我不给你应有的尊重 你和我府中那些侍妾 没什么区别 徐长青高声地喊着 原来你也知道 你那些妾是不受尊重的 温司公主不由地倾笑 让堂堂一国公主做妾 这也就是他徐长青能够想得出 这样的天才主义了 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 我也是看在你是天家公主的份上 才愿意给你点尊重 徐长青不满地说道 虽然他一步一步走向温司公主 但是心底还是不满的 为温司公主的姿色 更为他的身份 却似乎忘了 他们家族现在缺的 就是这个皇上最宠爱的公主 有他在徐府 徐府才能够安然无忧 徐长青 你可真让我恶心 温司公主看徐长青伸出手 想摸自己的脸 她努力撑着身子后腿一下 躲开了她的手 厌恶地说道 我也不喜欢你 可是 没办法 从此之后 你只能是我的女人 你是我们徐家 送给太子妃十万两黄金换来的 徐长青有一些得意忘形 她一边俯身靠近温司公主的脸 一边轻声说道 温司公主眼中寒芒更盛 她倒是低估了自己的价值 原来她的嫂嫂 已经将她卖出了天价 徐长青 你碰了我 我绝对会让你得不成事 温司公主咬着牙 一字一句地说道 谁规定地被男人玷污了 就必须要嫁给她 这次 如果真的让徐长青得逞了 那她绝对会让父皇赐死这个 胆大包天的男人 想娶自己做梦吧 温司公主心底 已经打定了主意 却在徐长青 其身上来时 心底犯过一道人影 在之前 她还真的动过 徐那个人做驸马的心思 只是连着心思 都要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了 温司公主嘴角的笑意 带着绝望 好像无底的深谈 只是她的绝望 却让徐长青兴奋不已 她要的就是 高高在上的公主绝望的样子 好像她的悲喜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让她觉得自己 像是高高在上的王 你找死 千山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 只是话没有说完 她就跌倒在地上 她着急地看着店外 等着宋云谦从天而降 徐长青看都没有看千山一眼 就示意她身后的人 将千山和轩儿带走 她的手指终于落到 温司公主脸上 带着些许良意 让温司公主造舍的身体 本能地靠近 可是残存不多的理智 却在提醒她远离 徐长青 你会后悔的 温司公主拼近最后的理智开口 却也清楚自己现在的话 根本就没有震慑力 而她的身体 已经不受控制地去银河 心底全是不甘和脑溢 她手里抓住的银针 已经刺进了手心里 可是这疼痛 也只能换回她一些的理智 机会难得啊 错过了这次良机 我才会后悔 徐长青笑着去吻 温司公主的眼睛 她眼睛里那层冰寒的光 让她控制不住地 想化身火焰去暖化她 可是温司公主却在躲闪着 即使心底已经是 熊熊的火焰 徐长青的靠近依然让她厌烦不已 徐长青不喜欢温司此时的巨傲 她伸手抓住温司公主的头发 想拉着她靠近自己 却不想她的手还没有碰到头发 就被一根根针给刺入 锐腾袭来 卷走了她所有风花雪月的心思 你敢伤我 徐长青恼火地看着半躺在地上 脸色已经红艳如霞的温司公主 身后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不等徐长青转头 那道影子已经闪电一样地 奔到了温司公主身边 她珍宝一样地抱起温司公主 转身就走 主子 这徐 陆公公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徐长青的名字 之前几次和宋云谦提起 他说的也是那个姓徐的渣男 谁找来的 给谁送回去 谁想败坏他的名声 就败坏谁的名声 这还用我教吗 宋云谦低沉的话语里 全是隐神的怒意 陆公公有一些无语地看着 召集离开的宋云谦 一脸的无辜 原先在朝堂之上对付那些朝臣 后宫应付公妃 皇上是各种招数都用过的 什么民修战道 暗渡陈仓 什么胡家胡威 可是到了子叙国 见到温义门主之后 他的主子就好像只会 以其人之道 完治其人之身这一招了 欢迎收听穿越严谨小说 青史依妃 耀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三十六集 不过不得不说 我们主子这招最解恨 渣男 你还是挺幸运的 都惦记温义门主了 还能留条性命不说 还有艳福 真是 陆公公一边让人拖着徐长青离开 一边忍不住嘖嘖出声 我是徐家大公子 是太子妃让我来的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太子妃如果知道了 不会饶了你们 在陆公公说话的时候 徐长青有一些恼羞成怒了 他都有一些不明白了 为什么早就算计好的事情 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到手的鸭子飞了不说 他还落入了别人的手中 原来是太子妃啊 那你艳福还真不浅 紫旭国的太子 你都能给戴上绿帽子 真是 陆公公笑意盈盈地看着徐长青 嘴角的笑意诡异又阴狠 你们不能乱来 我会告发你们的 你们等着 太子妃不会饶了你们 我徐氏也不会饶了你们的 你们等着 徐长青是被拖着走的 样子像极了一个丧家之犬 但是话语依然理直气壮 好像他这样喊了 抓着他的人就会因为畏惧而放手 嗯 我们会等着的 但是在你不饶我们之前 你们得先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我们主子最是心善 不会让你们太为难的 想着他们的结果 陆公公都有一些心疼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人呢 身为太子妃 既然与人苟合 徐家人也是胆大包天 竟然敢趁着太子病重 和太子妃 陆公公将徐长青带走之后 偌大的寝殿中 只剩下了温思公主和宋云谦 我 温思公主媚眼如丝 着着的身体依偎在宋云谦的身上 想说感谢的话 可是不等话说完 神志就再次陷入迷乱之中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被火给烧着了一半 只有靠近身边的清凉 才能够缓解身体的燥热 他无意识地靠近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抵触 曼腾一样地缠上了宋云谦的身体 微信 微信 看着终于再次搂住怀中的女子 宋云谦一时之间都忘了 这是在子叙国的太子府 怀里的女人是温思公主 她的瘟疫 也曾如这般魅眼如丝地 在自己怀里绽放 只是一切恍如隔世 温思公主笑着看着宋云谦 眼睛里都带着浓烈的感情 她伸出舌头 轻轻划过宋云谦的耳畔 然后笑着吻上她的脸 好像一个精灵一般诱惑着宋云谦的神志 别闹 宋云谦的身体被温思公主无意的动作撩拨得擒难自己 她努力控制着自己残存不多的理智 轻声劝道 温思公主只是笑着看着她 好像知道了她的窘迫 澄澈的眼睛让宋云谦有一些无地自容 是的 她很清楚自己现在应该带温思公主去泡水 然后让人去熬制解药 可是她却也贪心地想继续享受一下美人在怀的感觉 能这样和她亲近的机会之前不多 所以以后更不知道要多久才有机会 你和他们一样坏 你不是好人 我知道你对我比有用心 你个坏人 温思公主说着称怪的话语 只是眉眼寒春 那话语啊 更像是情人之间的私语 一时之间让宋云谦心声谣曰 温思公主 你只好别乱说话 你别乱动 不然 我可做不了柳下辉 再说 谁告诉你我是好人了 我就是想要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就想将你带到我的身边来 这个想法 从来就没变过 宋云谦低声说着 她甚至贪婪地想知道 自己说了这些话之后 温思公主的反应 可是温思公主现在整个人都被活给考着一般 哪里还有理智 她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 眼前的人能够缓解自己身体的躁热 所以宋云谦刚说完话 她就扑了上来 着色的唇吻上宋云谦的唇 那温软的触碰让宋云谦几乎是要破功了 她强忍着身体的冲动 将温思公主抱了起来 温思公主却依然用嘴唇在探索 面前男人的身体都是凉的 让她贪婪地想截取更多 她哪里还有理智 她现在只想屈从于身体的本能 温思公主不断地在宋云谦的身上点火 被自己深爱的女子给撩拨着 宋云谦自然也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好在她还清醒 她知道如果自己这次趁人之危 那自己的追击之路就会变得愈发的漫长 所以忍成了她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温室在哪里 宋云谦低沉的声音响在温思公主耳畔 温思公主只觉得身体里划过一阵电流 然后她想沉沦在这温柔的声音里 但是靠近的身体分明是在躲闪 她怎么想靠近都没有办法靠近 她只能委屈地指着近视的方向 嘴里发出委屈的音音声 我知道你不是徐长青 所以我不会怪你的 你 可以的 温思公主的身体 仿若被火给烧着了一般 她虽然理智所剩不多 但是也清楚 现在最好的解药就是男人 而这个男人 可以说是将自己在徐长青手中给救了出来 在她看来 任何一个男人都要比徐长青更好 所以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不是吗 闭嘴 宋云谦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她是在咬牙坚持着 可是怀里这个可恶的女人在说什么 可以的 宋云谦甚至忍不住 将温思公主扔到不远处的床上 看着她不受控制地抚摸自己的身体 看着她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 她的怒火终于爆发 对着床上一脸吵昏的女人喊 问她是不是谁都可以 可是宋云谦说完之后 她心中又全是心疼 今天如果自己没来 她真的希望温思可以找别人 那样最起码不用受着身体本能的煎熬 也就只是在这一个瞬间 宋云谦的怒火消失不见 她走到可怜兮兮的温思公主面前 伸手将她抱在怀中 无奈地说了一句 我真是在到你手里了 温思公主好像感受到了她的情意 再次抬头吻上了宋云谦的唇 她贪恋地吻着给自己良意和满足 她愿意沉迷于这种满足之中 温宜 对不起 我可能没办法让你如愿了 我不能让你再受委屈 宋云谦说着话 就抱着温思公主走向警方 她要帮她解毒 却不是用自己的身体 因为怀里的人是瘟疫 她不愿意再让她受任何一丁点的伤害 即使她心甘情愿都不行 温思依然痴缠地稳住她 背质轻轻地咬着 一下一下 在宋云谦的身体里 拨下一波又一波的火种 宋云谦既贪恋又恐惧 甚由她吻着咬着 因为这样意乱情迷地吻 她已经思念了太久太久 但是宋云谦却不得不放开 因为怀中的游物不仅仅是她的瘟疫 还是温思公主 她可以毫不顾忌地和瘟疫欢好 却不能不顾温思公主的名声 宋云谦一边应付着温思公主的痴缠 一边帮她脱了外衫 将她缓缓地放入了浴池之中 她的动作始终都是小心翼翼的 好像温思公主是天价的宝贝一般 温思公主倒是不拒绝她的触碰 甚由她为自己脱了衣服 在宋云谦将她抱起时 她眼角眉梢还全是笑意 只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宋云谦会将自己放入温泉水中 往昔暖热的 只让人觉得孕贴的温泉水 此时却让温思公主 仿若置身寒冰之中 理智瞬间回笼 她有一些尴尬地看着宋云谦 带着歉意地说道 我中毒了 我不是想 温思公主想告诉宋云谦 她不是想冒犯她 只是自己中毒了 理智抗拒不了身体的本能反应 但你以后读解了 可以的 宋云谦谦和地看着温思公主 看着她已经恢复了几分神智的眼睛 笑眯眯地说道 温思公主有一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看着宋云谦 认真道 我说的是我不想冒犯你 我 我知道 我说的也是 你可以想着冒犯我 我很高兴你想冒犯我 不管是因为中毒 还是心甘情 宋云谦的话语说得温柔又缠绵 毫不遮掩的情话让温思公主红了脸 却也生了戒备之心 我们不说 温思公主轻声地提醒着宋云谦 但是脑海中回旋的劝是宋云谦那句可以冒犯 以后会守的 宋云谦倒是不在意他刻意划出的距离 过了今天之后 即使温思公主再想和她撇清关系 都不能够了 我姚沐浴 你还是先出去吧 宋云谦意味深长的话语 让温思公主脸上的嘲红更重 只觉得之前那折磨着自己心神的躁热 再次袭来 就连这冷水都没有办法将她的神志给换回 她只能转身让宋云谦离开 她不想让宋云谦看到自己最狼狈的一面 你学过医术 能开出解药的药方吗 我这边的大夫要进太子府有点麻烦 宋云谦轻声地问 这是她的失策 从知道了温思公主也擅长医术之后 她就没有考虑过想办法送个好大夫进太子府 在她心里早就认定了 瘟疫才是最好的大夫 却不想温思公主会中招 现在去找大夫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她能指望的也只有温思公主的医术 我能中招是因为这毒无色无味 你去拿纸笔来 我把解药写给你 宋云谦的话让温思公主脸上多了几分尴尬 作为一个医者被人用毒药算计 这让她觉得耻辱 也是自己疏忽大意了 逼顾了对手的无耻 无色无味的毒 你都能配出几药 很不错的 宋云谦听着温思公主的话 瞬间明白了她心底的窘迫 她柔声劝着 有些后悔说出刚才 说她学过医术这样的话 她的瘟疫 即使没有了一身医术 她依然是爱的 并且会拼了命的爱 就像是瘟疫 不管自己是不是一国君王 她都爱自己一样 温思公主没有再说话 身体里的热浪一波又一波的 袭扰着她的神志 甚至有诱惑的声音 在自己唇齿间盘旋 她是拼尽了全力 不想在面前这个男人面前 露出自己不堪的一面 即使她之前的状态 比现在好不了多少 宋云谦不放心将这样的 温思公主留在冰冷的水池 可是在这太子府中 她唯一信任的女眷 千山也中标了 她只能火速离开 然后带着纸笔回来 温仪 你说 我写 快点 看着水池里那一脸春色的女人 宋云谦觉得自己 纸笔的手都是颤抖的 温思公主看着她 淡淡地笑了笑 说了一句 我不是温仪 宋云谦微整 她尴尬地笑了笑 继续执笔等着 听温思公主嘴里挤出的那几种药的名字 我马上让人去抓药 你等着 很快就好 宋云谦说完话之后就走 温思公主站在水中 看着宋云谦的背影 身上的热浪再次袭来 她这次中的毒刁钻得很 好像不能动情 只要一想到刚刚离开的那个人 自己身体的热浪就要一阵高过一阵 温思公主来不及思索更多 就被身体的燥热牵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她只能借着水池中的水 舒缓着体内的躁动 为了能够清醒 她将自己的头 没入水中 只是理智稍微清醒 脑海中就想起了 那个救自己的人 她温和地看向自己的样子 她看向自己是后眼底的熟人 好像他们是久别重逢的好友 只是她真的已经不能想下去了 只要想 她身体内的热浪就不停地往外涌 身体好像也跟着要一起沸腾了一样 温思公主觉得自己 因为一个只见过几面的陌生人 陷入了一个自取灭亡的怪圈 她努力地告诉自己不能再想 那个人和自己没有更多的关系 可是她自己都不信 她记得她在自己耳畔喊得那身瘟疫 吱蝉的声音将自己的心都给叫化了 温思公主不敢再想下去 因为脑海中的那个人影和心底的影子 一点点重合 他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温思公主自己都不清楚是怎样陷入昏迷的 她只记得当自己脑海中出现那个陌生人的影子时 她的心底生出一股灼张 瞬间向她吞噬 然后再无理智 宋云谦回来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温思公主的影子 她慌烂地放下手中的药 狂奔到水池前 看到温思公主漂浮在水池里的衣服才放下心来 她猛地就跃入了冰冷的水池 不顾瞬间袭来的寒凉 她缓缓走进温思公主 向她依然火热地身子给抱住 如珠如宝一般地抱到了岸上的竹椅上 她顾不得其他却端起药药味 可是温思公主却是昏迷的 要到了嘴边却没有要吃下去的意思 宋云谦看着她笑笑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将药含入口中 用舌撬开温思公主闭合的嘴唇 让药镀进了温思公主的嘴里 一口又一口 等温思公主将药都喝下去 宋云谦才叹了一口气 很是无奈地捏了一把她的脸 说了一句 小东西 温思公主不知道宋云谦的动作 却本能地在咽下最后一口药之后 再次地开口索药 宋云谦看着她的样子 心念一动 终于还是忍不住 附上了她戴着暖衣的唇 只是这一次 她却再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理智 她肆意地损稳着瘟疫的绝角 伸出舌头 轻轻地品尝她戴着药草的美好味道 鼻息间全是熟悉的气息 这样的认知 让宋云谦更是无法自控 她一遍遍地吻着温思公主 心底发出满足的伪叹 温思公主虽然在婚睡之中 却也含住了宋云谦的舌头 好像品尝着什么美味一般 只是轻轻地一瞬 宋云谦就僵在那里 再也不敢动 自己的身体和欲念 她最清楚不过 这是太子府 面前的人是她最真实的人 她必须要留有底线 所以即使她心缘一马 即使万分不舍 她最终还是离开了温思公主的嘴唇 再看温思公主的样子 她才想起自己刚才 只顾着给温思公主喂药 忘了把她身上的水给擦干 她着急地拿来毛巾 一点点地擦干她身上的水渍 为了不让诗涵的衣服贴在她身上 她甚至动手帮她换了衣服 等宋云谦将她的头发一点点都擦干的时候 温思公主终于醒来 看着眼前的宋云谦 她有一些恍惚的愣神 欢迎收听传阅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要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指红雀 后期刘盈 第337集 中毒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的 她能记得面前这个人救了自己 也记得自己曾经对面前的人说过修神的话语 还记得这个人的影子在自己脑海中浮动的时候 她失去了全部的神志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温思公主不确定自己的心思 却也明白 今天这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和之前中毒时候的热情不同 此刻的温思公主又变成了之前那淡漠疏离的模样 宋云谦心底有了淡淡的失落 却没再说话 只是转身离开 等等 我的衣服是你帮我换的 温思公主看着身上的衣服 脸上闪出几分局促 就在温思公主抬头看向宋云谦的时候 才意识到 原来她的衣服也是湿的 所以不等宋云谦回答 她就低头说了一句 你也去换件衣服吧 那个 我的衣橱里面就有的 温思公主着急地说完 宋云谦点头 正准备转身 却听身后的温思公主 着急地又说了一句 那衣服是我给太子哥哥做的 她并好的礼物 所以 听着温思公主着急地解释 宋云谦心底突然变得柔软不已 她在跟自己解释 跟一个近乎陌生的男人解释 她衣橱里男装是给她哥哥的 而不是给别人的 我和太子殿下的身材差不多 应该可以 宋云谦心满意足地离开 静止向着温思公主的衣橱走去 每次出门 陆公公都会给她备好衣服 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那是瘟疫准备的 她就迫不及待地想穿在身上 至于她的什么太子哥哥 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宋云谦换好衣服走回浴室的时候 温思公主的脸色已经变得正常了不少 她看着宋云谦从万千光芒中走来 雍容 从容 带着中年男人的阴气和沉稳 缓缓走到了她的面前 她给太子哥哥做的衣服是月白色的 上面绣了青竹 那郁郁葱葱从跑脚蔓延向上 衬托出她修长的腿 蕴含着力量的腰 温思公主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人将这样文弱的衣服 传出君王的风采 是的 她感觉到自己面前的人像个君王 这种将一切都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她在太子哥哥身上都不曾见到过 也就在那一刻 温思公主感觉到了自己的心动 虽然只是青田几下 她却知道 自己沉沦了 这个男人一次一次 在自己的危机的时候出现 成功地让自己在见到他时心安了 你不适合穿这样的衣服 我太子哥哥太斯文了 温思公主见宋云谦 一脸询问地看向自己 显然是想知道 她穿这衣服的效果 她忍不住实话实说 虽然她穿上别有一方滋味 但是总觉得这衣服 更加适合太子哥哥 我也可以很斯文地 叫你喜欢 宋云谦缓俯身 看着撑起身子 要坐起来的温思公主 温思文言 脸色潮红 低声说了一句 你穿什么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看 看你衣服湿了 我知道你心疼我 我没有 温思公主快速反驳 但是在队上 宋云谦那探究的目光时 她却不由自主地退缩了 温思公主的反应太迅疾了 让人有一点觉得欲盖迷彰 宋云谦不由地笑了 她轻声地对温思公主说道 既然没有 那这件衣服才是道歉 说完宋云谦转身就走 温思看着宋云谦果决离开的背影 心底失落非诚 她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 她着急地对宋云谦的背影喊道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我 转身的宋云谦已经后悔了 她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所以自己孤诸一致 温思公主都没有挽留自己 却没想到 只是片刻之后 本来冰封的世界里 瞬间就春暖花开了 她回头缓缓地走上温思公主面前 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已经快要二十岁了 喜欢上一个男人 不丢人 我没有喜欢上你 我们之间并无交集 而且 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 温思公主窘迫地说着话 她在努力地和宋云谦拉开距离 之前他们明明还是陌生人 怎么短短时间就可以这样 我叫宋云谦 宋云谦轻声说道 温思公主突然觉得 自己有好多的话要和宋云谦说 却又觉得无话可说 如果开口 势必围绕情爱 可是他们现在 谈情说爱这样的话题 似乎太早了 宋云谦 我想知道 我的婢女 还有那个徐长青 他们怎么了 千山和轩儿没事吧 那个徐长青 想到中毒的千山和轩儿 温思公主心底全是急切 刚才自己只顾身体的皮类 都忘了 他们两人现在也在危险之中 还有那个可恶的徐长青 如果可以 他真想马上就将它随时挽断 我过来 就是带你去看戏的 有兴趣吗 宋云谦俯身 柔声地对温思公主说着话 他的话语带着蛊惑 尤其是他一副得意的样子 让温思觉得自己一定不会失望 所以他笑着答应 然后就乖乖地跟着宋云谦走出了浴室 浴室门外 千山和轩儿急匆匆地闯进来 轩儿看着他神色如常的温思公主 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满是敌意地看着宋云谦 高声地问道 你对我们公主做了什么 我们公主的毒 毒解了 宋云谦看着轩儿 淡淡一笑 诚恳地答道 只是轩儿的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他好像也说了 你这个趁人之位的小人 我打死你 轩儿见宋云谦眼底的喜悦 更是确定了心里的想法 他冲到宋云谦的面前 仰手就要打 却被宋云谦抬手拦住 男女的力气本来就悬殊 更何况宋云谦是有功夫在身的 所以轩儿挣扎几次都要打宋云谦 可是拳头都没有落到宋云谦身上几次 熊儿是温丝公主身边的贴身侍女 平时温丝公主对她也是极尽的纵容 早就养成了她不管不顾 只顾着自家公主的性子 宋云谦愿意让温义身边多一个忠心的侍女 所以不想和她交恶 所以两人的所谓撕打 也不过是熊儿单方面的要打 宋云谦只是多善罢了 温丝公主倒是没有劝职 谁让宋云谦自作主张地将话说得这样暧昧 活该被打 最终还是千山审不住出手拉住了轩儿 在轩儿耳边轻声地言语几句 轩儿审视一般地看着宋云谦 又扫了温丝公主几眼 才放心地对着宋云谦哼了一声 走去了温丝公主的身边 你以后再也不要进太子府了 我们太子府不缺你这样居心仆策的人 轩儿的话说得理直气壮 宋云谦只是淡笑着看了一眼温丝公主 然后很认真地告诉轩儿 如果自己真的如她所愿地早走了 那轩儿最喜欢的公主殿下 可就要遭殃了 宋云谦说话的时候还是带着笑的 却让轩儿的心不由地揪了一下 她确实忘记了 面前这个男人竟然再次救了她和她的公主 轩儿心底突然变得纠结不已 她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这个人救了自己和公主两次 自己真的无以为报 可是如果因此 就要让公主嫁给这个男人的话 她心里更是不愿意的 宋云谦笑着看向温丝公主 好像在询问 只是那目光灼灼让她无所遁形 温丝公主也是这么想的 试探的话语让温丝公主脸色微变 她躲闪一般的低下头 心底是想让她来的 可是这样的话语要直白地说出来吗 尤其是现在她还说要带自己去看戏 温丝公主的态度让宋云谦心底愉悦不已 她笑着牵住了温丝公主的手 淡淡地叹了一口气 走吧 轩儿没想到温丝公主是这种态度 每次自己维护公主 她都是会支持自己的 可是这次 她看向宋云谦的时候 神色中的戒备更重了 好像宋云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温丝公主没有拒绝 正由宋云谦牵着自己的手 一步一步地走向太子妃的请殿 你列宋嫂嫂爷 走到请殿门口 温丝公主有一些震惊 毕竟这太子府 在太子府中算计太子妃 就连她自己都要精心地谋划 可是宋云谦做这一切 好像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吧 在自己终招之后 看着宋云谦肯定的神色 温丝公主心底差异更重 这个男人像个谜一样 上身忍不住地想探究竟 上身忍不住地想去靠近 先看看这个结果满意不 宋云谦笑着说完话 就带着温丝公主 缓缓地向太子妃 请宫边上的树林子走去 他们刚倒 就有两个女孩子 笑着走进了太子妃的寝殿 他们两个是 温丝公主有一些震惊地 看着宋云谦 那两个女子是太子妃的 闺住密友 他们现在进去 他们是太子妃的闺蜜 但是他们却都嫉妒太子妃 嫁给了太子 所以 宋云谦耐心地解释着 他要算计一个人 自然是算无一策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们的信思连我都不清楚 温丝公主说话的时候 心底有一些闷闷的 想到他对自己这些温和体贴的心思 也会用到别人身上 他心都只觉得是酸色 甚至连宋云谦靠近 都觉得有一些厌倦了 这太子府中 有我在乎的人 有人处心积虑想要害他 我自然要想办法保护他 至于他们的心思 那倒是安危调查的 他们哪里值得我用心思 宋云谦看出了温丝公主神色的异常 心底喜悦肥肠 他今天来的目的 并非是为了掌握温丝公主的芳心 他来只是为了护住她 不让她被别人所害 他已经收获了更多的惊喜了 宋云谦的话落入温丝公主的耳中 我在乎的人这四个字 好像火一样地落到了他的心里 他甚至想问一句 他在乎的人是不是自己 可是他也清楚 他们只是比陌生人熟悉一点点 如果不是今天的事情 他们毫无关系 他才不相信 他对自己是一见钟情 他那认真的样子 分明已经情根深重 想着宋云谦已经另有所爱 温丝公主的心 莫名地沉了下来 虽然不愿意沉身 但是心底却憋闷非诚 果然那两个女子 只是进去没多长时间 就有女人的惊呼声 从里面传来 那毫不顾气的惊吓声 让温丝公主明白 这两个女子对太子妃 绝对不仅仅是嫉妒那么简单 她们是多么地迫不及待地 要毁掉太子妃的声誉 宋云谦牵着温丝公主的手 缓缓走出时 温丝公主有一些别扭地甩开了她的手 好像只有这样保持着距离 她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心动 而宋云谦只是回头看了温丝公主一眼 也没强求 就缓缓地向着太子妃的寝宫走去 温丝公主没有想到 宋云谦这样容易就放弃了 她心底多了几分不悦 却也不能在脸上表露出来 她随着宋云谦走 神色奄奄 好像是受了委屈一半 温丝公主没想到的是 宋云谦之所以没有坚持 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和温丝公主手牵手 而是因为这是太子府中 一会儿太子妃寝宫中神多眼杂 她总是要为温丝公主的规律考虑的 虽然打定了主意要将她取回去 但是她要温丝公主以最完美的名声 风光打架 等宋云谦和温丝公主她们 走进太子妃寝宫的时候 大殿之中已经聚了不少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她寝宫的方向 黄嫂怎么了 你们这么多人传进嫂嫂寝宫 可真是无礼 温丝公主带着几分薄怒轻声说道 温丝公主的话音刚落 她就快走几步和宋云谦拉开了距离 走到了太子妃请殿的门口 轩儿和千山则以守护的姿态跟在她身后 公主受罪 使我们知道里面的事情太过惊恐了 所以才尽了众人 求公主饶命 求公主饶命 最先走进来的两个女子先跪在了地上 一个凌厉一些的感觉得到温丝公主的怒意 率先解释 另外一个不住的点头 你们让这么多人闯进太子妃的寝宫 真当我太子哥哥是死人了吗 温丝公主恼火地扫了一眼 在场的男女 几乎所有的宾客都聚在了这里 尤其是来的男宾 家族都与太子妃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知道太子妃出事 他们一定是第一时间看到的 他们关注着太子妃出了什么事情 却忘了他们来的是太子府的后院 一般没有太子宣找 男子是不能进来的 毕竟这后院之中住的全是女眷 众人赶紧跪下请罪 谁不知道温丝公主才是太子府中 说一不二的人 如果她要惩处 他们所有人都得 一时之间大殿之中再无声音 你真是太棒了 比太子那个废物强多了 快点 我还要 太子妃满含着情意 带着春巢的声音 猛地在寂静的大殿之中响起 温丝公主向着太子妃请殿的方向看去 脸上的冰寒之色更重 哥哥 你快点 我还要 给我 满足地带着愉悦和贪婪的声音 魅惑地从太子妃的寝宫之中传出来 众人都不敢抬头 只有温丝公主脸上的冰痕越来越重 她恨恨地瞪了宋云谦一眼 竟然弄出这样的场景 来让自己这个未成婚的女子应对 竟然让这么多人都知道 太子哥哥被戴了绿帽子 可是却又恨不起来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 如果不是宋云谦 今天被这么多人围观的主角 就会是自己 宋云谦见温丝看了自己一眼 就缓缓地走到温丝公主身边 轻声地说了一句 别听了 你来我这里 宋云谦说完话 就伸手握住了温丝公主的手 缓缓地带到了众人的身后 而此刻踏殿之中回响的 依然是缠绵的情话 浪荡又无耻 让在城很多人都羞红了脸 温丝公主却是个例外 因为她的耳朵 在刚才宋云谦靠近时 已经被塞了东西 她最后听的话 就是宋云谦的一句 这些脏东西还是不要听到 温丝公主抬手 就要将宋云谦塞进 自己耳朵的东西拿出来 今天太子哥哥不在 事情发生在太子妃身上 她必须出来主持大局 即使自己还是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宋云谦看着温丝公主的动作 就已经知道她的打算 终于还是忍不住 拉住了她乱动的手 小声地说道 放心 既然是我安排的 就不会让你受累 欢迎收听 穿越言情小说 青史依妃 笑修夫 作者 六月 主播 半指红雀 后期 刘盈 第三百三十八集 宋云谦的话音刚落 一个年过半百的 一身华服的老妇人 就缓缓走到众人的面前 只是扫了温丝公主一眼之后 就缓缓地向前 推开了太子妃请殿的门 黄姑母很少出门 今天这赏花宴 太子妃怎么会请到黄姑母 之前她也并未见过 在震惊之后 温丝公主心底便多了一份了然 想着宋云谦刚才的话 她已经笃定 黄姑母的出现 和宋云谦脱不了干系 你怎么能够启动黄姑母 你 如果说之前宋云谦 能够在太子府中 兴风作浪 已经让她很是差异的话 那看到黄姑母的出现 她心底只剩下震惊了 在子序国内 能够让黄姑母 走出自己公主府的人 怕是只有父皇一人 我和长公主 多年前曾有点矫情 宋云谦淡淡地说着 她自然不会告诉温丝公主 当年大长公主的驸马病重 最需要紫砌这种药材 当时求到大粮 大长公主就说过 只要是宋云谦有所求 她赴汤蹈火 今天她一句话传过去 她就赶来了 宋云谦 你还真不是一般人 连大长公主 温丝公主不禁有一些怀疑 面前的男人 她几乎无所不能 她现在身份敏感 不能不怀疑 她接近自己的动机 宋云谦看着温丝公主 审视的目光 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过是一个无能的男人罢了 连自己所爱之人都求不到 宋云谦说完 就深情地看着温义 那眼里的流光 让温丝公主有一些荒神 在心底最深处 她甚至期待着 宋云谦口中说的那个 求而不得的女人 就是自己 怎么会这样 太子妃竟然 太子妃真是无耻 竟然在太子府中遇人 长公主 这件事 因为温丝公主和宋云谦 都对房间里的一切了然于凶 所以 即使长公主推开门 也没有能够吸引住 他们的注意力 当然这也是宋云谦 故意想牵扯 温丝公主的注意力 这样的场景 她并不想让她看到 其他人的好奇心 显然比他们要重 看着在床上翻云覆雨的两人 即使有大长公主在 即使大长公主的脸色 已经阴沉如水 他们还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尤其是引来众人的两个女子 此刻更是不遗余力的抹黑太子妃 生怕别人看不到床上混乱的一幕 当然 跟上人震惊的是 床上竟然有三个人 除了太子妃 徐长青 还有一个容颜尚沉的男子 那男子正浮在太子妃身上 奋力地耕耘 而太子妃则正和徐长青 缠稳在一起 他们甚至感觉不到 外面情形的变化 太子妃嘴里的身影的间歇 还高声地喊着我要 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 快点来人将这几个不知羞地抓起来 长公主立声开口 跟在她身后的窃窃思语声 瞬间就化成了沉默 房间里剩下的只有太子妃 和两个男人的声音 侍卫们听话的上前 将那个容颜绞好的男子 从太子妃身上拖下来 就将徐长青压制住之后 太子妃才后知后绝地意识到 周围环境的变化 她的眉目扫过不远处的人群 顿时恼羞成怒 高声喊道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是我太子妃的宫殿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她顾不得此刻的窘迫 她抱着被子遮住自己的身体 对着眼前的人大喊 好像只有吓唬着他们 自己才有脱身的可能 只有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腕 他们才不会胡言乱语 故事 到底是谁胆大包天 太子重病 你不思好好照顾 竟然与人 大掌公主没有想到 事到如今 太子妃依然强词夺理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 太子妃看着大掌公主 眼底终于多了几抹黄疾 这大掌公主 是皇生最疼爱的妹妹 说话将来说一不二 现在她在这里 王姑母 王姑母 我是冤枉的 太子妃低声解释着 眼中已经全是泪水 在被人拉开之后 她就知道自己被人给算计了 她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要脱身 可是现在 有大掌公主在 她用威慑 怕是不管用了 大掌公主 不会任由皇族的颜面 被她毁掉 太子妃不顾自己形象 跪在床上 哀哀地哭泣着说道 王姑母 你要为小儿做主 我对太子情深意中 怎么可能和别人在一起 是有人算计了我 他们怎么比得过太子 他们 太子妃说着话 眼泪速速落下 一副被算计的样子 这是太子府邸 今天是太子府的赏花宴 太子妃就是再糊涂 再和别人情深意中 也不会选在今天就乱来 太子妃的话 让很多人心底了然 可是能在这太子府中 算计太子妃的人 只是想想 他们就知道 有这个能力的 只有太子和温丝公主 现在太子病重 只有温丝公主 那时 温丝公主容不下长嫂 有目光若有四无地 落到温丝公主脸上 温丝公主恼火地 看向宋云谦 正想开口辩驳 却不想 刚才浮在太子妃身上的 男子已经开口了 太子妃 您这是为了保全自己 准备舍弃我了吗 刚才你还和我说 想我想的夜不能寐 你胡说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有人算计我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不然 饶不了你 太子妃没有想到 那男人会开口 她着急地喊着 心却不由地削了 太子妃 我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心里最清楚 我在太子府中半年多了 哪天夜里不是我陪着你 为你排进寄谋 你明明说过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护着我的安全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你竟然要舍弃我了 那男子脸上 已经全是绝望 那哀伤的样子 像极了被父亲抛弃的女人 长公主 我和太子妃两人也算情深义重 太子妃曾经答应过我的 等太子轰了 她会扶持皇太孙登位 到时候会许我一个官职 当时太子妃可是给我写了凭证的 那凭证 我可以拿给您看啊 此刻被人捉到 男子再也不敢奢望什么高官厚禄 他现在既然太子妃已经舍弃了自己 那她就要自保 大长公主没有说话 只是点头是以压着那男子的侍卫松手 那男子跌跌撞撞走到床榻之下 从落在地上的衣服中翻出一封信 恭敬地送到了大长公主的面前 在场所有人都有一些好奇 那男子手中拿的是什么 他们可不太会相信 太子妃会色令置昏到 给一个难处事的人物写下什么保证 可是大长公主 只是粗粗地扫了一眼那凭证 就冷笑着缓缓走近太子妃 只见她抬手对着太子妃 就是一巴掌 然后手中的凭证 缓缓地落到她的面前 黄姑母 我冤枉 我怎么可能这么糊涂 我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凭证 我 看了一眼那凭证 太子妃的眼力就继续速速落下 说话的声音都是哽咽的 她哀求地看着她的黄姑母 她是个聪明人 自然知道自己今天这一关 也是难过了 尤其是现在这所谓的凭证 她虽然没有写过 却是百口莫编 上面的印件确实是自己的 她现在只希望大长公主 能够对自己仁慈一些 可是大长公主脸色铁青 对自己全是失望 盈儿 盈儿 你知道我是冤枉的 你帮帮我 嫂嫂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不是 你快点帮我求救黄姑母 盈儿 太子妃无助地扫视在场的所有人 在看到温丝公主时 她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 只是说完话之后 她的面色还是不由的一致 温丝公主不应该在这里 她应该和徐承青在一起 可是现在徐承青却在自己的床上 难道是温丝吗 太子妃有一些不敢相信这个可能 她看着温丝公主等着她开口 温丝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太子妃还会指望自己 她震惊又失望地看着太子妃 不住地摇头 一副被眼前景象所惊到的样子 盈儿 是你做的是不是 这徐承青 明明就是你的入目之逼 如果不慎意 你怎么能来到我的床上 盈儿 你和大家说明白 温丝公主的反应 看似灭了太子妃最后的希望 却也给了她最大的希望 现在事实已经如此了 她只能让温丝公主和自己 共同担下着罪名 她是皇上和太子最宠爱的小公主 对她的责罚不会太重 到时候自己可能就侥幸地活下去 是的 她现在求的只是活下去 只是她的话音刚落 大掌公主就在她脸上 又落下一个巴掌 不等大掌公主开口 宋云谦就拍了拍温丝公主的手 好像被安慰了 温丝公主看了一脸笃定的宋云谦一眼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她看着宋云谦缓缓走到徐长青的面前 一脸鄙夷地问道 徐长青 你告诉我 你和温丝公主有什么关系 实话实说 徐长青看着面前神色淡漠的男子 又慌乱地看了一眼太子妃 太子妃正盯着她 眼里带着连绵的情谊 看着太子妃的样子 心里本来已经坚定的答案再次动摇 她不敢再看宋云谦的眼睛 很大声地说道 温丝公主喜欢的人是我 我们俩早已经有了夫妻之时 你很有胆量 活出去 要护住自己心爱的女子 宋云谦眼底闪过嘲讽 看向太子妃时 神色更是多了一抹杀意 温丝公主是我的最爱 我自然会护着她 我 说到护着温丝公主 徐长青都有一些言不由衷 说完话之后 她就求助一般地看着太子妃 可是除了刚才那情义绵绵的眼神 太子妃再也没有看她一眼 哦 哦 那你就去死吧 宋云谦旦旦说完 就转身看向了陆公公 陆公公笑着走到宋云谦的面前 轻声地说了一句 主子 我没用什么狠毒的毒药 也就两个时辰后会长穿肚烂而死 哦 那抬出去吧 别葬了太子府的地方 宋云谦轻声说完就走向温丝公主 周围人都不明所以地看向宋云谦 只见宋云谦耐心地对温丝公主解释道 之前我们有些过节 我给她喂了点毒药 本来是想给她解药的 可是 她竟然胡乱攀咬 还试图伤害你的鲑鱼 所以这解药 我不想给她 你和温丝公主 你们 徐长青听到宋云谦默的声音之后 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塌了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刚才被送到太子妃宫中之前 陆公公确实为自己吃过药 只是那药 你们 徐长青着急地对着陆公公喊 陆公公回头笑着对徐长青说道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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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斯公主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以后她的一切,她的主子都会护住。 徐承轻呆呆地看向太子妃,突然觉得自己的腹部有一些微的疼,她伸手护住自己肚子,可是肚子里的疼痛感觉好像更重了。 心瞬间就乱了,她无助地看向太子妃,太子妃哪里还敢多看她一眼。 现在她恨不得和她划清界限,她在慌乱地看向温斯公主,温斯公主倒是安静地看着她,可是那冰冷的眼神却让她绝望。 大掌公主,还是让人带她下去吧,不然一会儿死相太难看,怕吓着这里的贵人们。 陆公主走到大掌公主面前,亲生介意道,大掌公主虽然不知陆公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却也清楚这个人应该是大梁派来的,所以自己应该努力地配合。 那就带下去吧,就这样一个男人,不仅和太子妃有了首尾,还想构陷公主,其罪可诛。 大掌公主从善如流,好像根本不在乎徐长青嘴里说出的关于温斯公主的话语。 即使没有陆公公,这个时候掌公主也会站在温斯公主面前,和太子妃比起来,温斯公主才是他们皇家的血脉,皇兄最疼爱的孩子,他自然是要帮他护着。 徐长青没有想到,自己都将公主拉下水了,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还记得太子妃和她说的,只要咬定自己和温斯公主的关系,那公主就只能嫁给她。 到时候,徐氏有了强大的靠山,到时候自己就是驸马,自己的才华也会被皇上看重。 可是为什么自己按照太子妃所说的做了,等待自己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小儿,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过,只要我要定和温斯公主有关系,你就能成全我们的。 可是,现在怎么会是这样? 大长公主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她自己还中毒了,马上就要死得堵。 徐长青的话让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落到太子妃身上,她愤怒地瞪着徐长青。 本来一切都会按照自己的计划继续下去了,大长公主都要努力保住温斯公主了。 可是,徐长青这个蠢货竟然为了自己的性命,将她说过的话当众的都给说了出来。 你和义儿公主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不要再攀成到我的身上。 太子妃迫不及待地想和徐长青撇清关系,当然也不忘给温斯公主泼脏水。 她要让温斯公主和自己成为一条神圣的蚂蚱,她要让温斯公主成为自己的护身符。 只是她的想法美好却折怒了宋云谦。 她悄悄地对陆公公使了个眼色,那带着徐长青离开的侍卫就拖着徐长青离开了。 徐长青的心底全是绝望,肚子处隐约传来的疼痛让她心底更是慌乱不已。 之前从未有过的惶恐,之前从没有想过对死亡的恐惧,在这一刻都传到了心底。 她的双腿都软了,颤抖的双腿间竟然留下来一道顺泽的痕迹。 李徐,你觉得温斯公主会下到这种地步,看上这样一个怂惑? 宋云谦有些好笑地对身边的男人说话,那男人温斯公主也是记得的,就是之前在花园的时候和宋云谦说话的那个。 一个无语不欢的荡妇,哪里有资格和温斯公主相比? 他们俩在一起,分明就是烂蛤蟆和天鹅。 李徐很认真地回复宋云谦,他当然知道,宋云谦这是在为温斯公主制造舆论。 李先生说的是,那个徐长青分明就是太子妃枕边的人,却口口声声污蔑温斯公主。 那太子妃也是,自己倒霉了,恨不得将温斯公主拉下水,这心真是狠毒。 之前我还以为这太子妃是真心为了温斯公主寻妇吗? 没有想到,真,真是。 太子妃,你救我,你说过的,只要我咬定了和温斯公主有私情,就会飞黄腾达。 可是,现在我都要死了,你得救救我,救救我。 好像是为了迎合周围众人的议论一般,快要被拖出去的徐长青突然挣扎地大声喊道。 欢迎收听《传阅言经》小说《青史依妃,要修夫》,作者六月,主播半纸红雀,后期刘盈。 第三百三十九集 这次她将自己的心里话都说了出来,生死历劫,她很清楚如果被拖走了,自己就再无生机了。 她更清楚,现在唯一的生机就在温斯公主身边的那个男人身上,只要她要自己活着,她就能有解药,就能够活下去。 那许诺了自己未来的太子妃,现在连自身都难保。 当然,这个认知来得太快了,她只恨刚才被太子妃那情义绵绵的样子给哄慌了神。 虽然愿意牡丹花吓死,但是被牡丹花害死的,她是更不愿意的。 大大公主,我坦白,我坦白,和我有关系的是太子妃。 我俩在一起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太子妃喜欢我的才华。 她说,以后会让我成为人上人,是她要我攀咬公主。 说只有公主嫁给了我,我们徐家就有了靠山,以后我就会飞黄腾达。 太子妃还说,等我娶了温斯公主,不许我和温斯公主亲戚。 我只能是她的,她最爱的是我。 生死一线,徐长青再也顾不得许多,她高深地喊着。 往昔恩爱时候那缠绵的话语,对未来的谋划,在此刻都成了偌大的笑话。 和一国太子妃勾搭,竟然和奢求未来的荣华富贵,这徐长青果然是除了所谓的才华之外,是一无常处的废物,连脑子都没有。 李寻小声地对着温斯公主说,她现在更加确定,她和这个男人没有关系了,连脑子都没有的人,温斯公主是不会看上的。 温斯公主能够感觉到她在示好,她只是轻轻地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看向已经被拖回来的徐长青。 徐长青说完话之后,就对着温斯公主跟着。 磕头,一下又一下,虔诚又认真。 徐长青,你不要胡说八道,温斯公主是我最疼爱的妹妹,我怎么会让你做这样的事情? 我一个女人,哪里能许你什么未来?你在栽赃? 黄姑母,你要给我做主,她这是要毁掉我,她肯定是受了别人的蛊惑,她…… 太子妃没有想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徐长青竟然不打自招,她当然不会理解徐长青求生的行为,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可以为她牺牲的。 当她们自私地只看到自己时,她就觉得受到了背叛,只是现在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所以对于背叛自己的人,她也不能惩治。 大长公主,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我和太子妃之间早就不清白了,她可以作证的,我们两个人经常一起侍候太子妃,还有她们几个,我们都算是太子妃的群下之臣。 徐长青见没有人说话,心底慌乱更重,她太怕死了,所以她现在在努力地将功补过。 当然这所谓的功劳也是她以为的,几个被徐长青指导的人都乖乖地跪在地上,在太子妃请宫的门打开的那一刻起,她们就知道,自己逃不了这一场劫难了。 将自己的群下之臣都介绍给了你,不知道几位有没有收到太子妃的旨意,让你们只爱太子妃一人,不许对公主好啊。 陆公公自然是熟悉这些跪在地上的人,从她知道,太子妃要将这些人介绍给温丝公主开始,她就调查他们的资料。 看着这些家是不错的,看着模样不错的,全部都是绣花枕头。 陆公公只是看着已经气到要打人了,现在这些敢肖想温丝公主的人都跪在这里,她自然是不遗余力地奚落。 陆公公的话带着嘲讽,却让这些人的头不由地低得更厉害。 她们虽然不如徐长青那样,对公主势在必得,却也是早就得了太子妃的嘱咐,说如果徐长青失败,她们要努力争取。 太子妃甚至将娶公主的前景描绘得波澜壮阔,她们都跃跃欲试,而太子妃显然也喜欢她们这样,只是她们没有想到,温丝公主的事情,她们没有能够占到那一点便宜,和太子妃那一点风流运势,却是人尽皆知。 果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都给我拿下。 大长公主已经听不下去了,她没想到太子妃已经混账到这样的地步,她现在只想马上进宫,让皇上下旨,将太子妃处死。 这样恶毒又不知检点的女神,皇室里是容不下的,一个女神,她既享受了皇族给她的荣光,却不能为皇族抹黑。 所以她看向一脸梨花带雨的太子妃时,眼底已经全是冷漠,就好像是在看一个可恶的死人。 大长公主的话音落下,太子妃整个人都如软在了床上,她很清楚,自己已经。 皇姑母,温丝在这件事情中也难辞其咎,就那许长青的公子。 太子妃拼尽最后的理智,高声地对大长公主喊道,她现在唯一的生机就是温丝公主,只要将温丝公主拖下水,皇上和太子都不会不管,到时候减轻了温丝的罪责,她自己一定能够借此求出一条活路。 只是太子妃不知,自己此时的猴急跳墙,只是将自己推到了更惨的境地。 因为现在的温丝公主已经不是之前的温丝公主,她的身后站了一个想保护好她的男人,那个人不允许任何人往温丝公主身上泼脏水。 宋云谦只是看了一眼陆公公,陆公公就走到徐长青的跟前,轻声地说了几句话。 不等大长公主开口,徐长青就高声地说道。 大长公主,太子妃一直嫉妒温丝公主,最怕不得公主好。 现在,她自己一身无,还想偷公主下水。 您不要相信她,我和公主只是见过两次面,每次都有她的侍女在身边,而且,公主对我的态度并不好。 徐长青说的事实,神圣都在,就是太子妃想攀药,都没了证据。 徐长青,你…… 见自己最后的机会被徐长青给毁坏,太子妃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看下徐长青的时候,全部都是愤怒,如果不是她的身边早已经有了侍卫戒备,她真想上前将她掐死,永绝后患。 可是徐长青现在死不了,她的愤怒也发泄不了,她只能不甘心地看着徐长青,恨徐长青不听自己的话。 这一次,徐长青连看太子妃一眼都不曾,在自己生死一线的时候,这个女人连自己都不管,她已经很清楚了,她对自己的勤奋也不过如此。 她许给自己的未来也曾许给了别人,自己不是她深爱的人,倒是自己的一腔情意都给了她。 所以现在对太子妃,徐长青心里多的竟然全是恨意,所以两个人真的对视的时候,竟然已经无话可说。 太上公主,太子殿下吩咐我过来传话,说府中的一切事物,都由您和温丝公主做主。 太子身边的亲随进来,当着众神的面说道, 太子哥哥知道了,那他身体还好吧? 听到那亲随的话,温丝公主已经确定了,太子哥哥是知道了太子妃的事情,不然他是不会给她和大长公主这么大的权限。 之前太子哥哥还给了太子妃很大的尊重,今天却什么也不顾了。 可是相比于现在,让人头疼的太子妃现状,温丝公主更担心的是太子的身体。 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这次被刺激到,因为生气允命,那都是有可能的。 想到这一点,温丝公主对宋云谦都多了几分恼火,她做事不管不顾,万一害了太子哥哥,她怕是要后悔一生了。 去禀报的人在汇报事情之前,为太子服了药,那药效果不错,所以太子并没有因为情绪激动而发病,还平静地让我过来传消息。 那亲随有一些欣喜地说道,这些日子以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子的身体虚弱下去,现在终于有药可医,他们自然是喜不自生。 易儿,你跟我过来,咱们姑子俩商量下。 温丝公主正在想着,那让太子哥哥身体变好的药,就听到大长公主柔声说出的话语。 她只能走过去对着大长公主行礼。 好孩子,今天委屈你了,你想怎么处理这个恶妇,姑母给你出气。 纵使温丝公主没说几句话,但是大长公主怎么能够不清楚她心底的委屈,而这一切都是白太子妃所赐,所以她现在就想为温丝出气。 姑母,以往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皇族会怎么做? 这次还是按照之前的规矩办吧。 说完之后,温丝公主不由地叹了一口气,虽然不知道之前的规矩是什么,但是温丝公主还是可以预料到,皇族不会善待一个出轨的女人。 伤了她倒便宜她了。 大长公主倒是清楚温丝所说的规矩。 在许多年之前,她还是个孩子时,就亲眼见过宫中侍卫乱棍打死一个公妃,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公妃只是有了情人,太子妃却不只是有情人这一个罪名。 月儿,你救救我,你救救我,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你知道的,我对你的太子哥哥,对诚儿都是很好的,对你我也无愧于心。 刚才是嫂嫂糊涂了,想着有妹妹和我一起,咱们合力闯过这次的事情,嫂嫂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但是请你看在嫂嫂对你一直很好的分手,饶嫂嫂一鸣好不好。 温丝公主在和大长公主说话时,她还无意识地看向太子妃,她的眼底带着浓重的失落,只是这失落也让太子妃瞬间给失回了希望。 不得不说,太子妃变脸的速度很快,刚才恨恨不得将温丝公主置于死地,现在却一副古早清深的样子,只是想到她之前的恶毒,不用温丝感觉,周围的人都看出了她的心心作态。 嫂嫂,我一直将你当成我最亲的嫂嫂,最体贴的亲人,可是你让我真的很失望,我没有想到嫂嫂竟然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男人塞给我。 也没想到,嫂嫂在自己没有办法脱身时,还想拉着我一起。 温丝缓缓说话,她一步一步走向太子妃,眼底的失落好像是被火燃烧着的荒原。 嫂嫂,嫂嫂是想和你闹着玩的,就这些男人,金玉其外,败蓄其中的,他们怎么配得上你?我只是想让你见识一下渣男,他们就是你挑夫婿的反面教材。 太子妃言之凿凿地说着话,燕帝全是急切,她希望温丝公主能够相信自己,她的生死就在温丝的手中,可是之前太子妃的所作所为早已经耗尽了温丝公主对她的情谊。 那嫂嫂将这些人作为男处也是眼瞎吗?我知道嫂嫂喜欢他们,不然也不会给太子哥哥难堪,所以我成全你吧。 就嫁给你喜欢的这些男人们,至于人几天,我就不管了。 温丝公主轻声说着,那话语带着淡淡的嘲讽,将太子妃嫁给太子之外的别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长公主都没有想到,温丝公主不会要太子妃的性命,这样的结局在谁看来都是轻饶了。 可是,也不过是饶了她的性命而已,异国太子妃要嫁给几个男人,这传言出去。 嫂儿,这件事情你这样做,你太子哥哥。 大长公主心底玉器已除,但是对温丝公主的决定,她还是有一些不赞同的。 毕竟太子妃的处置关系到皇族的名声,将太子妃嫁给别人,那太子头上可就是绿云罩顶了。 黄姑母,从今天开始,故事就不再是太子妃了。 玉蝶除名,温丝公主亲身说着,她知道这也是太子哥哥所希望的,在太子哥哥心底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她的太子妃,那个人不是声名丧尽的故事。 也好,就当这个女人从来没在太子府出现过,放心,我会让人安排好她大婚的事宜,保证每一场婚礼都热热闹闹的。 我倒是想看看她一个女人,没了太子妃的身份,要怎样将那几个不知羞的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上。 大长公主终于放下心来,对于继续折磨故事,她倒是乐此不疲。 温丝不再言语,大长公主的性情,她是知道的。 有大长公主照顾着路时,她想必再也翻不出什么浪来。 大长公主笑着离开,只是在转身之后对着宋云谦意味深长的一笑。 宋云谦也只是淡淡地笑笑,却恭敬地行了一个晚辈见长辈的礼。 对于宋云谦的时趣,大长公主很是满意,她笑着离开,只留下了宋云谦和温丝公主面面相觑。 我不会感激你的,虽然你是为了我,但是,和我自己相比,我更在乎太子哥哥的迷生。 温丝公主脸色平静,看向宋云谦的时候就多了几许说理。 我知道,我不怪你。 宋云谦安静地看着温丝公主,这样的结果,她早就了然于心。 温丝公主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她也有。 她之所以将太子妃弄得生命狼藉,为的不过是她想毁掉瘟疫的名声。 为了瘟疫,她狠毒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 那你走吧,带走你在太子府中安插的所有人,不要将心思用到太子府,也不要用到我的身上。 温丝公主轻声说着,看向宋云谦的时候,眼色平静,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此刻好像被什么给揪住了一般。 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明明都做了决定,却还会生出这样多的回忆,还是控制不住地想和她保留一些关系。 但是即使心底不舍,绝婷的话还是说了出来。 说完话之后,温丝公主转身就走。 她不敢再看宋云谦的眼睛,她的脸上全是让她动容的悲伤。 她也不敢听宋云谦的解释,她怕自己会心软。 她不能不和宋云谦保持距离,因为太子府现在岌岌可危,她不相信任何一个人。 即使这人救了自己很多次,她都不能保证她是不是处心积虑地接近自己。 她怕自己一时心动,都会让太子府这条船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只能克制住心底健身的情愫,即使不舍,也要痛下决心舍弃。 宋云谦倒是没有说什么哀求的话,她只是安静地看着温丝公主离开。 她放弃了自己又能如何,自己此生都不会放弃。 她不接受自己也没有关系,自己还有漫长的下半生和她纠缠在一起。 只要她在身边,只要她出手可及。 只要她遇到事情的时候,自己能够伸手帮她一把。 这样的距离,宋云谦觉得已经足够。 失去过太多次,对得到都不再是奢望。 只要能够在她身边,对宋云谦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欢迎收听传阅严谦小说《青史依妃》,耀修夫。 作者,六月。 主播,半纸红雀。 后期,刘盈。 第三百四十集 温司公主没有想到宋云谦真的会听话地离开,再知道她真的走了的那个瞬间,她的心突然地就慌了,好像丢失了什么一般。 公主,该送客了。 一场相亲宴不关而散,作为主人接待众人的太子妃已经不在了,只有温司公主撑起这场宴会的尾声。 所以即使看出了她心思不宁,千山还是出言提醒。 我马上去。 温司公主收敛了心底的失落,脸上重现之前的笑容。 只是这笑容客套又淡然,上神看着无端地就会生出心疼。 之前那些曾落在温司公主身上的处心积虑的眼光已经不在了,只是淡淡地客套,轻生地告别。 等将所有客人送走,温司公主才长舒一口气,携着圈儿和千山离开。 此时身心俱疲的她都没有注意到,在她转身的时候,有道人影在盯着她,眼里全是意味深沉。 见温司公主离开,她匆匆地去了三皇子府,半卧在床上的三皇子许思泉正和美人嬉闹着,她冒失地闯进来。 让已经一山半路的美人瑟缩地躲进了三皇子的怀中。 三皇子被败坏了兴致,看向来人时,脸上多了几分厌恶。 三皇子,我有重要的事要说。 来人低着头着急地说道。 梁广响,你最好有天大的事要告诉我。 忽然。 耽误了自己和美人的好时光,许思年非常不悦。 确实是天大的事,您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您现在要造的人和温司公主模样一模一样。 梁广响的声音是恼怒的,尤其是在看到三皇子一脸无所谓的时候。 我那皇妹一直在深山里跟着师父学医,太子兵重才回来。 回来后,她就一直带在太子府,见父皇的次数都有限,我怎么知道她长得什么模样。 许思泉不以为意,一个温司公主而已,没了太子,她什么都不是。 自己想要她的姓名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哦,你没见过她,她和温依一模一样。 梁广响的怒火因为许思泉的解释缓缓散去,她很是失落地说道。 那又有什么关系,宋云谦肯定会喜欢我送去的瘟疫。 我让你训练他们,也是因为那瘟疫曾经是你的门主,你最了解。 许思泉依然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从他打定主意之后就一直等着大梁的臣服,等着自己登上子序国那九五之尊之位。 我训练的那些,不过是空有瘟疫的模样,性情能学个一二分就不错了,但是温司公主,却是真正的瘟疫。 梁光祥轻声地说着,燕帝已经带了挫败,他以为来了子序国之后可以辅佐明君,可是现在? 你说什么笑话? 瘟疫已经死了,谁都是替代品。 人还能死而复生不成? 许思泉觉得梁光祥的话像是天方夜谭,人都死了,他却还要说温司公主就是瘟疫吗? 梁光祥不再说话,他知道当年的瘟疫已经没有了生息,但是五年之后却带着孩子回来,所以这次瘟疫死了也有可能会活过来吧。 他的门主总是有让他想都不敢想的本事,好像随时都能够让他丢盔弃甲。 我训练多少人都训练不出瘟疫身上的气度,而温司公主不仅模样和瘟疫相像,他那周身的气度。 梁光祥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在看着瘟疫和千山说话时,他的脑海中就已经生出了错觉,那就是他的门主。 可是不管梁光祥怎么说,三皇子只觉得他是威严耸听,他不相信死能复生,更不相信瘟疫会巧合地重申在温司公主的身上。 还有一件事情,王爷您应该注意了,在我到太子府的时候,正好见到宋云谦在太子府出来。 梁光祥说话的声音不大,说完话就低头站在那里,等着三皇子着急,可是他却没有听到三皇子着急的问话,他在玩弄着怀中美人的双手,一副痴蝉的样子。 梁光祥的话在他心底没有激起任何的回响。 王爷,我不会骗你。 梁光祥等不到三皇子的答复,心底急切非常,也非常失望。 跟着他近三年的时间,他不受重视却依然忠心耿耿,因为当初自己的命是他救的,他也曾想过好好地效忠三皇子,等他登基为帝,自己一生的本事不愁没有施展的空间,可是现在哪里还有未来? 我知道了,你去吧。 对于梁光祥说出的惊雷一般的话语,徐思泉丝毫都不在意,谁也不知宋云谦为情所累,早就没有了当初的雄心壮志。 即使他来了锦城又能如何,到时候他那些手下的女人一出现,那大梁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三皇子,我…… 梁光祥还想再劝,如果太子府真的和宋云谦联手,那自己在子叙国中也就只有三皇子一条生路,为了自己的未来,他都要辅佐三皇子登上那至尊之位。 我知道你的忠心,你放心,只要你好好为我效力,我会帮你把妻儿弄到子叙过来。 到时候,你想过平凡的日子也好,想跟着我建功立业也好,偷随你。 但是以后,这些关于瘟疫和宋云谦的鸡毛小事,就不要过来和我说了。 我有太多的大事要处理了。 许思泉淡淡地扫了一眼梁光祥,他知道梁光祥想要什么,而他想要的正是自己能给予的,所以他相信梁光祥的忠诚。 谢王爷,关于宋云谦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我会让宋云谦觉得,咱们送去的女人才是真的瘟疫。 梁光祥亲生地保证,可是心底却依然全是坠坠,谁不知道皇上和瘟疫瞒住两个人的感情,早已经超越生死。 让宋云谦相信自己送去的人才是瘟疫,他没有十足把握,不过他有办法让宋云谦相信。 你看着办。 三皇子依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在他眼底宋云谦根本不足为惧。 好,臣告退。 梁光祥得了许思泉的允许,就从房间里退了出来,虽然他低着头,却也能够感觉到三皇子在和自己说话的时候,依然啃咬着美人白皙的手。 他如果再不退出,许思泉怕是要将自己赶出去了。 果真,在梁光祥离开之后,房间里迫不及待地传出女子的声音,还有三皇子满足的低探。 而此时三皇子被金马踩踏才过去几天的时间,他不顾自己身体就纵情享乐,梁光祥脸上的失望越发肿了。 当初,他对宋云谦也是失望的,对瘟疫也是,总觉得自己还可以掌控更大的权柄,总觉得他们应该成全自己和他心爱的女神。 他以为那已经是失望的极致了,所以他才选择了背叛。 可现在看来,那些失望又算得了什么? 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想到珍惜。 所以即使明明对许思泉已经失望了,却依然要坚持,依然要努力地为他拼出一个光辉的未来。 因为他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一条路走下去。 梁光祥从三皇子房中走出来时,就去了李勋的店铺。 他一直知道李勋就在景城,也知道李勋在这里做什么,更知道李勋要找的孩子在哪里。 见到梁光祥的时候,李勋也没有太多诡异,毕竟他在景城已经两年多了。 三皇子府中有哪些模式,他们的底细如何,李勋更是心知肚明。 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李勋商铺二楼的慧客室中,两人面面相去,始终都没有开口。 两年的时间,一切都变了,尤其是他们两个。 两年前,梁光祥选择背叛,被掳来景城,成了三皇子府上名不见经传的谋士,妻离子散。 两年前,李勋选择了效忠,失去了妻子儿子,却深得宋云谦的信任,现在子序国内所有的细作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两个人都失去了态度,可是梁光祥却莫名地羡慕李勋,这个他之前都不曾放在眼中的男人。 梁先生,能找我有事? 李勋终于还是笑了,他淡淡地开口问道。 你们这两年要找的人,在我的手上? 没有客套,开口就直办主题。 我知道。 李勋没有任何的慌乱,只是平静地说着,好像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这沉稳的气度和几年之前,那个被可儿蛊惑了的莽撞青年截然不同。 想要那个孩子的话,就按照我说的来。 李勋看着梁光祥轻轻地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声。 好。 如果我让你背叛你的皇上,你也要说好吗? 梁光祥有一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当年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李勋都要效忠皇上,现在怎么? 你应该知道,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命。 没了命,我拿什么效忠。 李勋话语淡淡,解释了自己选择的原因,这个原因让梁光祥有一些诧异。 我和你不同,我不会不顾孩子的生死,因为那是我的心爱之人,拼了命生下的孩子。 李勋好像看出了梁光祥心底的疑虑,轻声解释。 只是这解释却刀一样地扎进了梁光祥的心里。 当年,他确实是不顾贵儿身体,就选择了宋云礼。 那时候,宋云礼允诺我,等他登基,将灵贵太妃在后宫除名,他还说会给我们止婚。 我想和他过堂堂正正的日子。 梁光祥解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喉咙竟然是干的,带着莫名的苦涩。 这样的话语,你应该和林贵妃说,女人最在乎的,不是堂堂正正,而是孩子。 李勋的话语意味深长,这也是婴儿用命告诉他的答案。 梁光祥看着李勋,眼底的苦涩更重,他这两年曾经想办法联系上林贵太妃,可是他的每封信都石沉大海,为了贵儿,他恨堵了自己。 我现在在乎的,也是孩子。 所以你拿着我的孩子来说是,我会不计任何代价地答应你。 李勋的话语依然平淡,好像他做出的背叛,他也只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你倒是真的出乎我的预料。 梁光祥难免有一些感慨,他以为只有自己后悔了,却不想当初和自己做出截然相反选择的李勋也后悔了,这个认知让他心底的酸涩少了不少。 我没有后悔。 李勋很认真地告诉梁光祥,在自己来子叙国很久之后,万良曾经写信给自己,将婴儿当初在狼风顶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他的婴儿,希望自己是个顶天立地,无愧于心的汉子。 唉,可是你的妻子已经不在了。 梁光祥轻声叹道,这是他安慰自己的唯一理由了。 李勋没有了妻子,而自己所爱的人依然活着。 李勋笑着看着梁光祥的脸,这两年他老了许多,再也不是当年那一气风发的样子。 即使他还活着又如何,他不愿意见你,他和孩子恨毒了你,瘟疫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你却差点害死瘟疫,还背叛了瘟疫的飞龙满。 李勋自自如刀,切割着梁光祥的理智,所有的伪装在此刻全部被揭开。 梁光祥看着李勋,很认真地说道。 他不会恨我,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这是这么多年,梁光祥一直说服自己的理由,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和他的未来,所以他一定不会怪自己的。 菲洛门从来就没限制过他的自由,我也把你在仔细过的消息传给了他。 可是他没来找你,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李勋话语平静,却让梁光祥变了脸色。 只是短短几句话,他自以为是的理由就再也欺瞒不了自己了。 他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对我这么狠心,他…… 梁光祥不敢相信这是个事实,他一边说话一边摇头,原本坚毅的眼中多了细碎的光。 许久之后,梁光祥终于在失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看着李勋,很认真地说道。 我要你告诉宋云谦,温死公主不是瘟疫,真正重生的瘟疫在三皇祠府中。 这是他来的目的,说完话之后他就看着李勋。 李勋神色平静地答应,却又说了一句。 我会这么做,而且制造一些假的证据,至于他信不信,我左右不了。 梁光祥看着李勋低声道。 你如果想要你儿子活着见你,就让宋云谦相见你的话,不然我不保证杀了那孩子。 李勋的眼底闪过一道锐蒙,不过随即他就笑着说了一句。 放心,我的儿子活着,你的儿子就好好活着,如果我的儿子有个万一。 除了你这个叛真的子嗣,我还是轻而易举的。 你卑鄙。 想到两年未见的归儿,梁光祥的心底一阵柔软,但是随即就是凛冽的杀意。 你还不是同样,拿一个孩子来威胁我,想让我做事,就先让我见见那孩子。 见不到孩子,我不会做任何事情。 李勋说得认真,说完话之后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审视一般地看着梁光祥。 好,我明天带那孩子来见你,但是同时,你帮我捎一封信给林贵太妃,我要回信。 梁光祥有一些急切,刚刚被李勋戳到痛处,他迫不及待地想和林贵太妃联系上,好像只要他给自己回信,他就可以反驳李勋刚才那笔薄的话一般。 我会把信给他,回信以否,我决定不了。 而李勋很认真地说道,